灵芳穿越到玄幻世界成为了灵家的废柴柿子 修炼速度天生比别人慢一百倍 而阅文无数的灵芳自然对这种剧本熟悉无比 果然在之后觉醒了逆天修行系统 他每一秒钟就可以获得一枚灵石 一天可以获得八万多枚灵石提升境界 如果灵芳越急而战击败敌人 那他就可以获得每一秒两枚灵石的基础加成 灵芳表示这哪是逆天系统啊 这系统分明是日过天啊 炼气竞开局的灵芳 半年之后表示先帝不就是个弟弟吗 第一章开局被罢处逆天修行系统觉醒 荒城灵芳大殿内 我宣布今日起 罢处灵芳的世子之位由灵芳继承 说话的这人是灵芳的大长老 灵衰 此刻他正经危坐在家主之位上 表情严肃 话语虽然平淡 但身上透露出的金丹镜威压 让人胆颤 下方两边是灵芳的各位长老和族亲 听到大长老的话 他们顿时议论了起来 早该如此了 家主去世之后 我们也养了他这么长时间 要不是看他是家主的儿子 早把他赶出灵芳了 是啊 消耗家族那么多资源 竟然连个炼气器都突破不了 简直是个废物 哼 天生废体 有什么资格当世子 前家主修为盖世 结果你却是我们荒城第一废柴 太丢人了 唉 家门不幸啊 怎么生出灵芳这种祸害来呢 而众人指责的对象灵芳 此时表情木然 这就是主角的待遇吗 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他是一个穿越者 继承了这句叫灵芳的身体 阅文无数的他 连后续剧本都想好了 开局被逐出家门的 我无敌了 日落西山你不赔 东山再起你是谁 人在玄幻 开局废柴都我无敌了 有那味儿了 不过崛起的前提是 得有一个金手指啊 灵芳在心中快速思索着 而脑海中的一道声音 仿佛感应到了灵芳的内心召唤 叮咚 只要离开灵芳系统立即开启 系统到账了 灵芳心肯窃喜 有了童子哥 我还在灵芳待个屁 大殿内 大长老见灵芳迟迟没有说话 便开口问道 灵芳 你对于家族的决定 可有意义 灵芳回过神来 当即开口 没有意义 顺便 我也索性退出灵芳 我们从此以后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如何 灵芳也懒得废话 直接跟灵芳一刀两断 免得以后他发达了 又来道德绑架 大殿两旁的子弟听到这话 纷纷睁大了眼睛 跟灵芳一刀两断 我不是听错了吧 什么 灵芳怎么敢的 是什么 让他这么有底气 场内众人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平日里 灵芳因为修炼慢的原因 在灵芳总是唯唯诺诺的 从来都是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怎么今天忽然之前这么大胆 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灵芳也有些发愣 在场谁都知道 灵芳天生废体 提升境界奇慢 这些年来 大家都已经突破到了 助击期了 甚至有的到达了 助击后期 而灵芳却还在 练气五层徘徊 这样的废物 竟然还敢跟灵芳一刀两断 怕灵芳纠缠 灵芳微微摇了摇头 年轻人还是太气盛 总想着自己独自一人 便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殊不知 没了灵芳 他什么也不是 既然如此 那便如了他的愿 可以 从现在开始 你跟我灵芳 没有任何瓜葛了 以后 你若是惹上了什么麻烦 可不要来 寻求我灵芳的庇护 灵芳走出灵芳 抬头望向天空 那明媚的太阳 顿时有种拨开云雾 见阳光的感觉 紧接着 系统激活的提示声 就来了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离开灵芳 逆天修炼系统 启动 逆天修炼系统 从此刻开始 每过一秒钟 宿主 就可以获得一枚灵芳 灵芳可以为宿主 随时提升境界 也可以在战斗时 补充消耗的灵力 让宿主 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另外 本系统还提供抽奖服务 抽奖奖品种类 涵盖无数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本系统抽不到 抽奖系统分为 普通 高级 中级三个等级 等级越高 抽中的奖品 就越强大 普通抽奖 一万枚灵芳 高级抽奖 一百万枚灵芳 中级抽奖 一亿枚灵芳 提示 若宿主 越即击败敌人 可获得 系统基础灵芳 加一每秒 无上限 后续功能 根据宿主境界 逐步开启 灵芳增长开始 加一加一 听到这里 灵放在脑海中计算 一秒钟 可以获得一块灵芳 那一分钟 就是六十块 一小时 就是三千六百块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那就是 归零 三千六百乘以 二十四等于八万六千四百 八万多块灵芳 这仅仅只是 一天所产生的量 灵放猛地 吸了一口凉气 心跳都微微加速了起来 要知道 他这些年 在灵家所消耗的 所有灵芳加起来 也不过几万块灵芳而已 这差距 简直离谱 而且 更厉害的是 每秒钟 一枚灵芳的基础增长 竟然还能增加 那也就是说 只要灵放能够越境 击败一个敌人 那么他的收益 就从一枚灵芳每秒 变成每秒钟 获得两枚灵芳 直接翻了一倍 那样的话 他一天就可以获得 十六万枚灵芳 而且 还没有上限 如果他一直越境 击败敌人 那这个基础数字 就会一直上涨 那么以后 一天百万 甚至一天千万 都不是问题 这系统 是日过天吗 强大的简直离谱 一天八万块灵芳 哪怕硬堆 半年时间 也能把自己堆成超级高手了 灵放的眼中闪着亮光 原本在前世的时候 他玩游戏 是最烦别人开挂的 毕竟这样 大家都没有一个 好的游戏环境 但现在 灵放忽然理解了那些 玩游戏 喜欢开挂的人 他们是有苦衷的 苦衷就是 开挂简直太特么爽了 灵放收拾好心情 扫了眼灵芳的大门 哼 你们不是罢出 我的柿子之位吗 那我就给你们 一点小小的挂逼震撼 随后 灵放便立即消失在 茫茫人海之中 灵芳的人 他非常了解 自己贸然退出灵芳 他们是绝对 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二章 一天破一径 原本不是废体 天色渐晚 灵家另立世子的事情 终于结束 会议结束之后 大长老林虽将灵芳 搅到偏殿 拉着灵芳的手 与众心长地说道 好孙儿 今天你就是我们灵家的世子了 以后 也会成为我们灵家的家主 接下来 就需要你好好辅佐我 我们灵家 重新开始 再创辉煌 咱们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灵芳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爷爷 随后又说道 不过 今天我们 就这么放任灵芳离开 会不会 虽说 她已经成为了世子 但灵芳一日不除 她就一日不得安心 灵芳文言 面色平静地 捋了捋胡子 灵芳的事情 你不说 我也会交代你的 这个孩子 心气太高了 但又没什么能力 出了灵家之后 免不了要吃苦 作为长辈 不论看到我们灵家 哪个孩子受苦 我都会心疼的 所以 你安排几个人找到他 就别让他受苦了 灵芳说这话的时候 手上比划了一个 抹脖子的动作 灵芳健壮嘴角 划过一丝冷笑 废物灵芳 终于可以死了 月黑风高夜 灵芳穿过层层密灵 终于到达了他计划中的目的地 修罗庇护所 修罗庇护所 是专门为别人提供庇护的组织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 谁都可以进去寻求庇护 其势力范围非常庞大 在整个东荒 几乎无人敢惹 之前荒城跟灵家齐名的叶家 有一人偷了他们长老的几十万灵石 被叶家追杀 然后那人便逃进了修罗庇护所 结果叶家在外面 守了一个月 都不敢进去抓人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退走 由此可见 这个组织的强大 爱者何人 寻求庇护 五千灵石可庇护一天 可以 灵放赶路这段时间 已经积累了几万灵石 他直接拿出一万灵石 交了上去 随后 在负责人的带领下 进入了庇护所内部 五千灵石 对灵放一天八万多的工资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丝毫不会心疼 天资一号房 你今天就住这里吧 负责人将灵放带到一个房间说道 灵放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房间家具还挺齐全 看起来还不错 负责人离开之后 灵放简单收拾了 一下就准备休息 他赶了几个小时的路 多少还是有些累的 就在这时 咔嚓 房间的大门被猛的一脚踹开 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擦 大哥 真的是你 看到门口的人影 灵放微微一笑 来人正是他的多年好友 也是荒城的第二世子 叶家世子叶无敌 叶无敌年仅二十多岁 年纪轻轻 就已经将境界修炼至练弃六层 比灵放还高了一层 远慢于同龄人 所以他被大家称为 荒城第二世子 比灵放的名头稍弱 他们两个在荒城 不被其他世子待见 所以自然而然就玩到了一块 擦大哥 太巧了 我们在这儿都能碰到 叶无敌有些兴奋 也有些激动 他原本是想趁着半夜出来 找找哪里有服务的 但没想到 刚出门就看到灵放 被负责人带着来了这里 真是太有缘了 回过神来之后 叶无敌连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这里了 灵放想了想说道 大长老篡位 我被罢出世子了 而且我怀疑 大长老要杀我 就逃了出来 这件事情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所以他就直接说了出来 叶无敌听闻 直接瞪大了双眼 卧槽 你也被追杀了 这特别也太巧了吧 一个月前 我也被罢出了世子 而且 我也被长老下令追杀了 灵放 叶无敌继续说道 我爹云游去了 几年没回来 二长老想篡位 还想杀我 还好我机灵早有防备 在一个月前 见情况不对 就直接偷了他的 几十万灵石跑了出来 最后来到了这里 说到这里 两人都有些哭笑不得 没想到 荒城两大世子 时隔一个月 再次见面 就成了难兄难弟 真是世事无常 叶 检测到炼器 六层修为人选 叶无敌 可为宿主提供基础收益加一 灵放微微一愣 随即满脸笑意地 看向叶无敌的方向 无敌 你过来 哥找你有点事 大哥 你别这么笑 我看着害怕 叶无敌总感觉 灵放的这笑容 有点古怪 忍不住退了半步 哼哼 无敌 你这半步 让我很是伤心啊 灵放有些悲痛地摇了摇头 那就没办法了 随即 房间里面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庇护所 啊 轻点 丁 恭喜宿主基础收益加一 当前每秒可增长两枚零石 灵放微微一笑 这就成了 就是不知道 这个基础收益 能不能刷呢 随即 再次看向了叶无敌 而此时的叶无敌 早已蜷缩在墙角处 神情紧张又害怕 显得非常渺小 看到灵放 又朝着他过来 当即大喊道 你不要过来 啊 你不要过来啊 丁 请注意 越级战胜过的敌人 将无法继续提高基础收益 灵放停下手上的动作 微微摇头 看来靠着一个人 刷基础收益这时 是行不通了 只能一个一个打了 一夜时间很快过去 第二天一早 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灵放睁开 立即睁眼坐了起来 习惯性地 先打开系统面板 灵石 73652 一键炼化 卧槽 已经这么多了吗 尽管灵放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的灵石数量 吓了一跳 从激活系统到现在 他什么都没干 竟然就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灵石 比躺转还爽 第三章 大哥主无人挡 不 我想试试 叮咚 系统客服为您服务 亲爱的宿主 灵石数量的后面 有一键炼化功能 此功能可以一键 批量炼化所有灵石 极大缩减宿主炼化灵石的时间 这么多灵石 可以一键批量炼化 叮咚 这个功能是专门为宿主的 静需先体所开发 方便您大批量的吸收灵力 因为宿主的灵力和气 还远超铜镜百倍 相应的 宿主提升修为所消耗的资源 也是常人的百倍 每次提升修为 都需要大量的灵石 这个功能可以帮助宿主 节省炼化和吸收灵石的时间 怪不得我之前提升境界那么慢呢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灵放恍然大悟 紧接着问道 那我提升一次修为 需要多少灵石呢 宿主目前是炼器五层 想要提升到炼器六层 便需要六万枚灵石 炼器六层 想要提升到炼器七层 则需要七万枚灵石 后面的桶里 等到宿主 突破到珠基七之后 一层突破二层 就需要二十万灵石 二层到三层 需要三十万灵石 往后不断叠加 灵放在心里默默计算了一下 顿时内心大振 那岂不是说 我今天就能突破到炼器六层了 这才一天就能突破了 哦对了 今天突破完还能剩下不少灵石 明天还能接着突破炼器七层 后天炼器八层 三天突破三个境界 灵放整个惊住了 真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条 他想起 之前自己大半年才能突破一次境界 就那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无语地叹了口气 完全没得比啊 对了 你说 我是禁须仙体 这是什么体质 叮咚 宿主的禁须仙体 是目前一支最强大的仙体 不论在任何境界 您都可以做到同境无敌 甚至越级战斗 目前 您是初级觉醒 实力超越同境五倍左右 在炼器七可以跨越五个境界作战 等下次觉醒 将超越同境十倍以上 跨越五个境界作战 岂不就这么高 灵放心中骇然一惊 没想到自己的静须仙体 竟然这么厉害 我现在是炼器五层 那也就是说 我在炼器镜 已经无敌手了 卧槽 牛逼 他深吸一口气 随后狠狠地吐了出来 内心狂颤 这下 真的无敌了 想到这里 灵放迫不及待地点击了 一件炼花 一个刹那 面板上的零食 瞬间减去六万 叮咚 正在一件炼花 炼花成功 正在为您晋级炼器七六层 随着脑海之中声音的落下 灵放感觉全身 被一股澎湃的力量所充盈 丹田之处 仿佛有灵气潮汐在震荡 全身上下 都被这股灵气洗礼着 他是如此的精纯 又那么的狂暴 如果说其他修者 在炼器期的灵力 是涓涓细流的话 那么 灵放此刻身上的灵力 就宛如汪洋浩瀚 这便是静虚仙体的强大 代价是提升缓慢 需要海量的资源来堆积 优点则是 同阶无敌 越即能战 未来可期 灵放握了握拳头 感受着全身上下的力量 仿佛无穷无尽 随手一握 便有空气被压爆的声音响起 这就是挂臂的力量 现在的他 和之前如同霓云之别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灵放甚至有种 这不是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而是一个大境界的错觉 系统说我现在 可越武技而战 但我现在是炼气六层 这边已经超出了炼气的阶段 那现在的我 是什么样的实力层次呢 灵放看着自己的双手 若有所思 现在的他 迫切地想实验一下 自己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就在这时 叶无敌的声音 隔着门外就传了进来 灵哥 灵哥 走走走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说着 就上前拉着灵放的手 往外走去 我跟你说 灵哥 这个庇护所 虽然价格贵了点 但是这里面的服务 是真的周到 服务 什么服务 灵放的目光之中 有着些许好奇 叶无敌的眼中闪着亮光 继续介绍道 这里的阁主怕我们无聊 就在这里整了很多的娱乐活动 最近他们又搞了个比武擂台 就在前面不远 你要不要报名去玩玩 灵放顿时失望地摇了摇头 你是在想屁吃呢 就我们这种修为 上去比武 还不够人家一巴掌拍呢 上去找打吗 叶无敌连忙摆手道 不不不 灵哥 你听我说 这个擂台的规则 是双方将境界都压到 统一的境界 进行抵视的 如果我上去挑战 他们也得将修为压在 练器六层才行 而且 打雷还有奖金呢 现在奖池已经累积到了 十五万灵石 只要我们能在同境界 打败二阁主 那这十五万 就都是我们的了 灵放文言 瞬间两眼放光 心里暗暗想到 同境界比试 这不就是 来给我送灵石的吗 而且 根据系统的功能 越境击败的话 就能获得基础零石加一 这样 每天就可以获得 十七万左右的零石了 双赢 这个好啊 正好他刚刚提升到 练器六层 趁着这个机会 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 而且 这白送钱的机会 傻子才不要 走 我们去试试 在哪报名 两人当即加快了脚步 另一边 二阁主李林峰 再次守类成功之后 回到了观理台 来到自己的座位上 倒了一杯茶水 一饮而尽 真是累人啊 一听说奖金到了十五万 这群人跟疯了似的 一个劲地往台上冲 我连喝口水的机会 都没有 李林峰说着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旁的顾飞红 听到李林峰的话 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 那你便歇歇歇歇 我替你一回 李林峰当即一口水 喷了出来 不 替替我 可嗨嗨 大哥 不是开玩笑吧 你上场的话 他们谁还敢打 大哥 大哥 哎你 得 这下打类的难度 直接提升到地狱级别了 眼睁睁看着大哥主 已经动身向着 擂台方向走去 李林峰苦笑着 看了眼还在擂台 周围起哄的众人 哼 大哥主出手 你们自求多福吧 第四章 你是受过伤境界 才这么低的吗 报名处 年龄 二十一 修为多少 练气精六层 听到这里 报名处的负责人 意外地抬起头 看了林峰一眼 这么低 你是因为受伤 境界倒退了 林峰微微扭过头去 不喜欢跟没有礼貌的人说话 夜无敌见状 直接上前怒怼 这是我大哥 荒城第一世子林峰 你给老子态度好点 林峰 负责人顿时恍然大悟 哦 明白了 林峰 两人报过名之后 便站在擂台的周围排队 因为这个讲迟的原因 擂台的周围挤满了人 排了长长的一条队伍 林峰两人站在后面 几乎都要看不到擂台了 眼见时间还早 林峰便在心中呼叫系统 刚才他一心都是奖金 和基础收益的事情 却忽略了一件事情 现在可以趁着机会问一问系统 系统在吗 宿主请说 刚才忘了问了 假如有人比我的境界要高 但是他把境界压制到跟我同境 若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击败了他 会有那个月级击败的奖励吗 宿主 这样是没有奖励的 只有他的境界 比你高才会获得奖励 即便他压制了修为 压制后的修为 也必须要比你高出至少一层才行 举例 宿主修为炼器进六层 敌人修为炼器进九层 敌人将修为压制到炼器六层 没有奖励 只有压制到炼器七层或以上 宿主才能获得奖励 是这样吗 林放了然地点了点头 幸好自己提前问了问 不然一会 说不定就白打一场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会就只能让这修罗电的阁主 将境界压制到炼器七层了 林放微微一笑 其实他更想让擂台上的阁主 将修为压制到炼器九层 或者铸机器 这样才能测试一下 自己现在的极限在哪里 也好对于境界的差距 有个认知 算了 等以后找机会吧 林放将思绪带回现实 继续排队等待 就在这时 前方忽然传来一声 惊恐又震惊的喊声 哇 曹 怎么变成大哥主了 你们耍赖 这怎么打 谁能在大哥主手上 走过一招 曹 不排了不排了 让金丹进九层的大哥主手累 这谁能打得过 后面这位仁兄 我把机会让给你了 你先请 赚取十五万零食机会 近在眼前 快上吧 哼哼 你那是让吗 你小子就是想看我挨打 你以为我傻吗 不打了不打了 后面的你们上吧 顾飞红一出场 原本有些控制不住的场面 瞬间就冷却了下来 之前大批的人 抢着想上擂台 场面一度乱哄哄的 甚至还差点大打出手 而现在一大拨人 却你让让我 我让让你 所有人都学会了礼让 非常客气 排在队伍后面的林放两人 也听到了前方的议论 叶无敌也担心了起来 大哥 我们也退出报名吧 没得打了 大哥主出手 谁人能挡 一名金丹后期的修士 压制到跟他们同进去战斗 不管是从战斗经验 还是境界来看 怎么都不可能赢得了 更何况 大哥主可是从来不留守的 这要是挨上一下 几天都下白床 而林放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 我想试试 林放眉眼带笑 丝毫一点担心 换成大哥主了 那他就更感兴趣了 叶无敌却是瞳孔猛然一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你想跟大哥主打 他连声音都微颤了起来 难以置信道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怎么打 这位大哥主 可是让他们叶家第一高手 二长老兜 龟缩在家 不敢出来的人物 金丹镜九层的境界 在这个庇护所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即便压制了境界 但金丹镜 不管是从战斗经验 灵力的运用等方面 都可以碾压在场所有人 这样的情况下 谁能打得赢 而且叶无敌最担心的是 这位大哥主出手 可是从来不会留守的 林放依旧面带微笑 眼中波澜不惊 前面好像没人了 我们上前去吧 你真是我哥 叶无敌比了个大拇指 随后跟了上去 明明不可能打赢的擂台 大哥为什么还想去呢 他完全猜不到 林放心中所想 擂台上 顾飞红目光扫视台下 扫到哪里 那个地方的人员 就不受控制地缩了缩脖子 生怕自己被挑中 看了一圈 他也没发现 有谁要上台比试 便开口道 你们不是要比试吗 现在可以上来了 话音落下 台下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开玩笑 这个时候 傻子才会上台 大哥主出手 谁能挡得住 有人要跟我比试一下吗 顾飞红心中 也有些纳闷 难道是自己 长得太凶了 刚才不是挺热闹的吗 怎么自己一来 他们都不说话了 他孤身一人 站在台上 场下大片的人 却寂静无声 场面一度 有些尴尬 管理台上的李凌峰 都快笑疯了 直接用传音说道 哈哈 笑死我了 看来还是我 比较受他们的欢迎吗 我的好大哥呀 你还是上来吧 不然他们 根本不敢说话 顾飞红文言 无奈地点了点头 看来自己 还不适合这种活动 随即 就要转身 回管理台 就在这时 台下忽然传来 一道自信的声音 等等 我想跟你比试一下 第五章 等等 练气六层 不够 我想试试 一道自信的声音 打破了场内的寂静 此言一出 四周顿时响起一片 倒吸凉气的声音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人敢上台 众人纷纷带上 期待的目光 望向声音的主人 想看看是哪位勇士 竟然有如此胆量 待看清 对方的境界之后 所有人直接傻眼 扑 练气六层 是我眼花了吗 练气静 完呢 这人是想临时想疯了吧 简直是浪费时间嘛 这有什么可打的 面对众人的讽刺 林放没有理会 静止往前走 在众人的目光汇聚之下 他走上擂台 从始至终都是脸色平静 完全不被台下人所影响 见林放走上来之后 顾飞红扫了眼他的修为境界 同样有些诧异 年轻人 勇气可加 不过我要提醒你 虽然我会把境界压制到跟你一样 但这并不保证你不会受伤 我现在开始压制境界 这期间你随时可以反悔 走下擂台 说着 顾飞红身上的气势开始减弱 外放的灵力也慢慢减弱 修为境界不断地往下降落 最终定格在了练气六层 虽然是练气六层 但顾飞红身上那澎湃的灵力告诉众人 大阁主的练气 真的不一样 大阁主的真实战力 可能已经到了练气八层 远超同镜 根本不可能赢得了 所以 不少人都在心中暗暗猜测 林放上擂台 应该是为了博人眼球 并不会真的和阁主比试 果然 就在顾飞红将境界压制在练气六层之后 林放开口了 大阁主 请稍等一下 台下不少人的脸上 立即挂上了冷笑 看吧 这年轻人果然是为了装逼 不敢打的 哼哼哼 只可惜啊 被我们猜透了心思 怎么了 顾飞红疑惑道 林放的脸上依旧平静 眼神之中看不出一丝波澜 淡淡开口 麻烦大阁主将境界提升到练气七层 六层 不够 话音未落 众人脸上的冷笑直接僵化 一道道目光凝固在空气中 所有人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不可思议地看向林放 他刚才 说什么 让大阁主将境界压制在练气七层以上 六层不够 没开玩笑吧 这可是大阁主啊 金丹镜九层强者 这小子 不会以为自己能够越即而战吧 所有人都觉得林放是疯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看这年轻人就是想装逼 这下好了 他赢了 我知道他很牛逼了 但然后呢 他有制妖牛逼的实力吗 擂台上 顾飞红也有些意外 怀疑林放是在开玩笑 确认道 我若是提升到练气六层 实力会比现在提升两倍以上 你确定要提到七层吗 确定 林放点了点头 当然确定了 你不把实力提升到练气七层 那我不就白打了吗 再说了 我感觉大阁主的练气六层也没多强吗 为什么台下都依附我一招都接不下的表情 这些话林放也只是在心里想了想 没有说出来 若是说出来 他恐怕要被台下人的唾沫给淹死 好 如你所愿 顾飞红对于林放的狂妄 有些温怒 但还是开始提升境界 哄 他周身的灵力瞬间沸腾 原本有些微米的气势瞬间暴涨 气势和灵力开始爬升 很快 一股不属于练气七层的灵力蔓延而出 场内所有人见状 都是瞪大了双眼 这特么是练气七层 他们怎么感觉即便是练气九层 都没有这么强呢 果然 大阁主还是强大到离谱啊 众人再次看向灵放 顿时一脸的呵呵 这样的练气七 拿什么打 台下的叶无敌也为灵放捏了一把汗 灵哥 这里真不是咱们桀骜不驯的地方 这下可惨了 擂台上 顾飞红将境界提升到练气七层之后 再次看向灵放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提升到了练气七层 现在 你是不是也要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 但若是没有跟自信所匹配的实力 那可就要吃大亏了 顾飞红心中已经做好决定 若是这灵放只是口出狂言 没有实力的话 那他会被扔出庇护所 自生自灭 好 灵放点了点头 自己不展现一点实力的话 恐怕真的就要犯中怒了 想着 灵放便放开了对体内灵力的压制 刹那间 他体内灵力犹如绝地一般喷涌而出 肆虐的灵力在灵放深周形成一股狂暴的刚风 仿佛要将他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切割开来 与此同时 庞大的灵力扩散至场外四周 一股远超同镜的气息出现在擂台之上 见状 所有人集体实化 一个个都僵在了原地 他们眼中全部充满了不可思议 他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强 四周 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直过了好一会 众人才渐渐回过神来 但此时 在看灵放的眼神 已经没了之前的轻面 反而多了一丝敬意 有这样的实力 他们没有资格轻视 哪怕灵放只是一个炼气漆 卧槽 牛逼 叶无敌反应过来 震惊的同时 直接大声欢呼起来 顾飞红健壮 眼中浮现出一抹惊讶 心中很是意外 要知道他 可是从金丹镜 将境界压制到炼气漆的 这样压制下来的实力 自然是远超同镜 而灵放此时释放出来的灵力 强度竟然能跟他旗鼓相当 这样的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叫灵放是吧 不错 这次比试不管输赢 我都会送你十万灵石作为奖励 顾飞红赞赏道 对于这种自信 且又有实力的年轻人 他心中很是欣赏 甚至动了一丝 将灵放收入麾下的念头 虽然灵放现在 只是炼气漆 但顾飞红觉得他的未来 不会太差 以后哪怕达不到自己这样的境界 也不会相差太远 那便谢谢大哥主了 灵放双手握拳道歉 白给的灵石 不要白不要 虽然他现在身负硬钞机系统 但谁会嫌灵石多呢 顾飞红点了点头 如此 那我们便开始吧 我境界高线 所以你先出手 第六章 这特麻是炼气六层 两人拱手 战斗正式开始 好 那大哥主小心了 灵放微微一笑 随后立即调动起了体内的灵力 擂台之上瞬间狂风四起 灵气化作锋利的钢风 将这擂台的地面切出一道道的伤痕 灵放脚尖猛的一点地面 整个人瞬间暴射而出 犹如一条射线 射向顾飞红 台下众人见状 无不目瞪口呆 这是炼气竟能有的速度 顾飞红也面色凝重 连忙叙事 轰拳招架 砰 两拳相交 一圈肉眼可见的空气波动 四散而出 随后 一道低暴声 传入众人的耳朵 随后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 一道人影倒飞了出去 落在了十米开外 什么 原本在观理台上闲聊喝茶的李凌峰 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去 不敢置信地看着擂台之上的两人 擂台下方 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满眼不可思议 倒飞出去的人 竟然是修罗店的大阁主 顾飞红 大阁主竟然被击退了 这怎么可能 一拳就将大阁主击退 我是在做梦吗 不是我眼花了吧 一击就有这么强的力量 这一拳打出鹰爆 这是练气七该有的实力吗 这特么是练气六层 没开玩笑吧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林放 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要知道 大阁主在压制境界之后 实力原本就远超同境了 这样的情况下 得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击退他 而且 大阁主压制的境界 是练气七层 而林放 只是练气六层 在原本就第一层境界的情况下 还能一击击退大阁主 这是何等手段 顾飞红甩了甩酸麻的手臂 心中同样震惊不已 刚才两人对拳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被惊到了 林放的这一拳 即便是练气九层 也绝对接不下来 练气六层 就能有如此实力 这个林放 不简单啊 顾飞红的心中 对于林放更加赞赏了 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实力 已经足够加入他的麾下了 而且 未来绝对可期 林放 有这样的实力 难怪你如此自信 你 真的很不错 不过 我修炼至今 也并不是浪得虚名的 接下来 我要认真起来了 我们一招定胜负吧 顾飞红表情从凝重 再次变得自信起来 虽然林放的表现 让他着实有些惊讶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可以赢 毕竟 他的底牌 可是还没出呢 顾飞红说着 转头看了眼观理台上的李林峰 传言道 你注意一下林放这边 若是他被击飞出去 到时候你去接住他 以防他受伤 李林峰一愣 随即想到了顾飞红的成名绝技 连忙直起了腰 大哥你 你不是要用那一招吧 不至于吧 咱们这是比武 不是生死斗 我知道 但林放的表现 已经有资格让我出这一招了 你只需在一会儿我出招之后 去接着林放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管 顾飞红强调道 李林峰文言 无奈地摊了摊手 表示同意 看得出来 他的大哥是对林放起了爱才之心 有心在林放面前展露一手 但又怕林放受伤 所以才让他随时准备接着林放 想得真是周到啊 擂台的下方 不少人还沉浸在 刚才林放一拳 击退大哥主的画面之中 听到顾飞红的话 他们连忙回过神来 难道 大哥主还有底牌 所有人的眼前都是一辆 连忙聚精会神的看向台上 今天的这场比斗 可太刺激了 大哥主既然这么说 恐怕就要使用他的成名绝技了 估计是了 能让大哥主这么认真的 林放还是头一个 他已经足以自傲了 这一招 林放应该接不下来了 台下了解顾飞红的人 虽然对林放很是赞赏 但此刻也不再看好林放 毕竟大哥主也是金丹靖的强者 有着诸多的底牌和手段 林放还是太过年轻 资历太浅 没有那么多的底牌 所以 这一次 他怕是要输了 众人理性地分析到 而林放此时的心思 并没有放在擂台上 他在击退顾飞红之后 便等待着系统的奖励到账 结果等了半天 也没见有什么反应 还以为是出BUB了 系统 我刚才不是已经击败顾飞红了吗 怎么奖励没到账 叮咚 尊敬的宿主 您刚才只是击退了顾飞红 并不算是击败 击败敌人有两个要求 要么在敌人 底牌进出的情况下 彻底击败他 要么就是击杀敌人 只有达到这两个要求其中一个 才可以获得奖励 原来如此 林放了然地点了点头 看来这系统任务 也不是随随便便地完成的 这样也好 他刚才也只是用了 不到五成的实力而已 这一次正好用出全力 心思重新来到擂台上 看向对面的顾飞红 言语之中依然自信 大阁主 请 擂台之上 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之中 两人的战斗再次开始了 顾飞红点了点头 随后 他一声大喝 整个擂台之上瞬间狂风四起 顾飞红的身体宛如一个漩涡 吸引四周灵气疯狂涌入 刹那间 这些灵气就被全部吸收 这个擂台 宛如变成了真空环境 就连擂台下方的众人 都感觉到呼吸有些困难 他们心颤地 看着台上的场景 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顾飞红的脸上 带着强烈的自信 他每踏出一步 面前的地面 就会裂开无数裂纹 不一会 他的周围十几米的地面 就变成了蜘蛛网状 林放 我这一招很强 你要小心了 千万不要硬撑 说完 顾飞红右手紧握拳头 灵力快速凝结 宛如实质 一脚重踏地面 带着这无敌的一拳 犹如炮弹一般冲向灵放 台下的众人 已经被惊得无以复加了 看着意气风发的大阁主 心中矩阵 这真的是炼气七层 能够拥有的实力吗 叶无敌的心里 也不由得卫灵放捏了一把汗 这惊天的一拳 早已突破了炼气气的范畴 大哥能挡得住吗 第七章 别人是普通模式 我是无限火力 台上 灵放这边早已做好准备 调动好全身的灵力 他同样一手握拳 下一刻 衣袖直接震碎 随后猛然发力 朝着顾飞红的拳头 就轰了过去 碰 巨大的灵力震荡 直接将两人脚下的地面崩碎 两拳刚一接触 意气风发的顾飞红的脸色 瞬间大变 下一刻 擂台之上一道人影 再次被击飞出去 直接飞出了擂台 重重地砸在了人群之中 怎么可能 管理台上的李凌峰 猛地站起身来 台下众人内心大震 他们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这被击飞的人 竟然还是大阁主 林放 还在擂台之上 大阁主使出了成名绝技 那无敌一般的招式 竟然 败了 这一次 还被轰飞出去 落到了台下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再次目瞪口呆 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怀疑自己还在做梦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向台上 林放依然在 这如同梦幻一样的事情 竟然是真的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 震撼得浑身颤抖 此时落在擂台之下的顾飞红 心中翻江倒海一般震撼 刚才的那一拳 他感觉自己 宛如鸡蛋碰石头一般 根本就没有触动林放半分 而林放的这一拳 却犹如一头凶猛巨兽撞击过来了一样 让他根本无法抵挡 他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人物 若是修炼到金丹镜 会有多强大 到那时候 金丹镜的强者 能否接得住林放一击 此次 将来必定成龙成凤 顾飞红的心中震惊又赞赏 嘿嘿 林放 你很不错 目前在同镜 能够接下我这一拳的 只你一人 你的未来 绝不在我之下 这一次比武的二十五万灵石 稍后 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 顾飞红站起身来 将还在颤抖的右手 放在身后 赞赏地说道 以后修炼上有 遇到什么难题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比你境界高显 有些心得 或许你用得上 像林放这样的天才 日后一定会成长到 让人仰望的地步 他这里是留不住了 所以只能拉拢结交 结一份善缘 那便多谢了 林放拱手道谢 台下的众人回过神来 看着台上 依旧一脸平静的林放 满心羡慕 这可是金丹修士的指导啊 别人花多少零食 都买不来的东西 现在大阁主却主动提及 甚至言语之中 还带有一丝丝的期待之色 才练习七的境界 就能得到修罗阁主的看重 林放这次 是真的要一飞冲天了 众人现在回想起 林放刚上场之时 那自信的言语 内心狂颤不止 林放是真的有在阁主面前 自信的实力啊 此刻他们再次看向台上 有不少人发现 林放虽然跟大阁主战斗了一场 但他的身上 竟然光洁如星 没有一丝的灰尘 他身上的气息 也没有丝毫的紊乱 身上灵力 甚至好像都没有减弱 仿佛根本没有出手一样 而且 他从始至中 都没有用出特殊的招式 仅仅只是简单的一拳 想到这里 众人再次一惊 难道刚才跟大阁主交手 林放还没有用出全力 叮咚 恭喜宿主成功击败 练气七层强者 宿主基础收益加一 每秒三零食 开启 奖励终于到账了 不错不错 听到系统的播报 林放开心地笑了 从现在开始 他每秒就有三枚零食的基础收益 这样 一天就是25万多 而他现在的境界 只需要7万零食就能突破 一天就能让他直接突破三层境界 即便到了助基期 前两层境界也能一天一破 这样的话 只需三五天 他便能直接突破到助基进三层境界 再加上打类台奖励的25万零食 足够将他的境界提升到练气九层 林放深吸一口气 没想到可以突破得这么快 他来到这个世界 也仅仅猜不到一天的时间而已啊 真是太爽了 原本计划着等到助基期之后 再开始着手对付林家 现在倒是可以谋划一下了 想着 林放走下了擂台 准备回去补充一下消耗的灵力 然而 等他查看自己灵力的时候 猛然一愣 他发现 自己经历刚才的战斗之后 现在灵力竟然还是满意的状态 完全没有丝毫的消耗 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出过手一样 嗯 怎么回事 叮咚 本系统有自动为宿主补充灵力的功能哦 只要宿主账户上还有零食 本系统就会随时为宿主补充消耗的灵力 时刻让宿主保持最完美的状态 无需担心灵力的消耗问题 时刻满灵力 这么爽啊 那岂不是说 我可以一直放大招 永远也不用担心蓝不够的问题 卧槽 别人是普通模式 我是无限火力 这不爽翻了 林放想起来 前世他玩峡谷联盟的时候 遇到一伙开挂的人 当时的场景 让他现在都记忆犹新 一个到了六级 就开着大招撞出泉水 然后开着大招 一路撞到别人基地的石头人 一个永远也打不死 从六级坚挺了一整把的蛮王 还有一个开大招开的分身 比小兵还多的小丑 最后一个是到了六级 就一直在家种蘑菇 到了最后 把整个基地都种成菜地的题目 碰到这样的局面 对面怎么赢 现在的林放 就跟他们开挂的情景 是一样一样的 无限大招啊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实现了 林放努力地 平复着激动的内心 但他的嘴角 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没想到系统的一个小功能 都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真是太爽了 第八章 牛逼的林家 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林放走下擂台 带上满世界 呼喊好大哥的叶无敌 往住所的方向走去 留下还待在原地的众人 林放走了之后 众人看着那道 渐渐消失的背影 他们才后知后觉地 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好像 见证了一个天才的崛起 这一句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愣 是了 以低一层的境界 对战阁主 甚至让阁主 都用出了权力 最后还一招 就取得了胜利 这样的人 不就是天才吗 这样的天才 真不知道 以后会成长到 何等的地步 他以后到了住基期 甚至金丹期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的实力呢 众人都不敢想象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提出了 心中的疑惑 像林放这样的天才 林家怎么能让 他再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 就四处乱跑呢 不怕他半路夭折吗 对啊 在一名天才 还没成长起来之前 不应该是好好地保护 尽量不让出风头 避免被别家惦记吗 林家也是附近 有名的大家族 不应该不明白 这个道理吧 而且林放怎么会来到了 这个庇护所呢 不会是被人追杀了吧 被人追杀不回家 来庇护所 这个疑问已经抛出 所有人都变成了 十万个为什么 一下子 就多出了很多疑惑 这个时候 有人想到了之前 看过的密文榜 立马就有了谈资 哼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让你们平时多看密文榜 你们就是不舍得花钱看 我今天才从密文榜上看到的 林放昨天已经被林家 给罢出了世子之位了 什么 罢处 没开玩笑吧 这人的一句话 直接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心中更加疑惑了起来 这么厉害的天才 说罢处就罢处了 林家这么奇葩的吗 还是说 林家的天才 已经多到容不下了 嘿嘿 不止如此呢 林家不只是罢处了林放的世子之位 而且还派人 再追杀他呢 那人再次扔出一个重磅消息 场内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天才 家族不好生照料 反而罢处了 其世子之位 还派人追杀他 跟自家的天才结仇 林家是生怕自己家族崛起吗 众人思索再三 纷纷表明林家的操作 他们完全看不懂 最后得知 林家霸出林放是为了让大长老的孙子 继承世子之后 众人的脸上 纷纷露出了古怪之色 不愧是林家 果然牛逼 林放这样的天才 都看不上 还有谁比林家更牛逼的 现在林放的天才之姿已经展现 相信以后会顺风顺水 很快就能突破住击金丹 所有人都很想知道 等林放突破金丹之时 林家人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相信一定很精彩 牛逼的林家 林虽作在家主之位上 林仓站在他的身后 两人听着台下之人的汇报 附近已经全都找遍了 完全没有他的踪迹 我怀疑 林放逃到了修罗庇护所 现在也只有这个地方 没有找了 好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林仓和林虽皱着眉头说道 等下属退出去之后 两人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小兔崽子还挺聪明的 这是知道我们要杀他 提前逃进了庇护所吗 这下想要杀他的话 就有些难了 修罗庇护所势力不比我们弱 强行去要人的话 恐怕不太行 得有个借口 林虽的眉头狠狠皱在一起 心中有些难办 这个时候 林仓开口道 爷爷 你说我们如果付出一些代价 让庇护所把林放赶出来怎么样 我们给他二十万灵石 只是让他们把林放赶出来 相信他们一定很愿意吧 应该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废物 而拒绝这些灵石吧 听到这里 林飞紧皱的眉头 慢慢地舒展开来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个主意不错 这样 你去召集家族 住基7以上的子弟 我们一起过去 到时候大军压境 先表明一个 我们必杀林放的态度 然后再付出一些灵石 给修罗阁主一个台阶下 这样 相信修罗阁主 是不会拒绝的 庇护所虽然势力庞大 但肯定不会 为了林放这么一个人 就跟我们林家 整个家族结仇的 你说是吧 家主英明 林仓适时地拍了拍马屁 我现在就去召集家族中人 林仓拱了拱手 向着大殿外走去 同时心中一阵冷笑 林放啊林放 你的心思倒是活络 但终究还是要死 你要怪 就怪自己没本事吧 谁让你是个废物呢 若你是个天才 我们林家还不敢去庇护所要人 只可惜 你只是个废物 第九章 连破三层 注击期 庇护所 无敌 我们去密文榜那里一趟 看看最近有林家 叶家的消息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计划 怎么对付他们了 林放下了擂台之后 带着叶无敌 静止来到了庇护所的密文榜 密文榜上 记录着整个东荒的 各种大小事件 譬如 哪个大家族的家主 有了私生子 或者哪个宗门 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只需要付出相应的零食 便可以得到这些消息 林放看到密文榜上面的标题 发现一个个都还挺吸引人的 震惊 王权家族私生子再次现身 背后到底有何原因 其实 林家叶家双双更换世子 竟是因为 排名第十的续日宗 屡屡挑衅第二宗门占天宗 究竟意欲何为 公告栏类类于热搜 会将这些密文总结成一句话 吸引众人观看 想看详细的内容 只需将这个标题给接下来 然后找负责人付相应的零食即可 密文榜上的密文 价格从十块零食到上万零食不等 不过这些 对于林放来说 都是九牛一毛 他现在身负二三十万巨款 而且还有每天十七万的工资打底 在这个庇护所 他可以为所欲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很快 林放两人就抱着一堆密文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之中 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林放将这些密文 全部都看了一遍之后 终于得到了两个信息 一个是林家 要在一个月之后 让家族子弟 进入林家祖寺 整体提升修为 另一个是 叶家最近在荒城附近的荒山 找到了一座零食矿脉 正在偷偷挖掘 显然其他家族还不知道 大哥 这对我们 可真不是个好消息啊 叶无敌看着得到的两个信息 心中倍感无奈 若是让叶家 把这个零食矿脉挖掘完 那么叶家就更不好对付了 还有林家 若是让他们进入祖寺 提升了实力 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可如何是好 他们也没有三头六臂 无法同时对付两家 甚至对付一家都很难 而林放则是微微一笑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大好的消息 他在看到这两个消息的一瞬间 就已经有了想法 随后神秘地问道 无敌 你觉得林家和叶家两家 谁更强大一些 叶无敌想了半天 也比对不出来 两家都是荒城的四大家族之一 至少明面上的实力大差不差 基本分不出高低 见他不太明白 林放继续提醒道 如果我们从这个灵石矿麦着手 让他们两家斗起来 你觉得如何 让他们两家斗起来 那不就两败俱伤了吗 想到这里 叶无敌的眼睛缓缓亮了起来 终于明白了林放的意思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大哥 你太厉害了 怎么想出来的呢 叶无敌心中佩服不已 如果让他们两人去对付林家和叶家 那自然是无法撼动的 但如果是让他们两家自己斗起来 那样就能最大程度损耗两家的实力 那他们两家 到底谁更强一点呢 林放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斗起来 这只是我的初步想法 我们需要先想办法 让他们斗起来再说 随后 两人在房间里密谋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林放睁开眼之后 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查看自己的灵石 看到眼前的数额之后 他顿时睁大了眼睛 灵石 495358枚 一件炼化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一秒钟三枚灵石 一天就能有25万 再加上他昨天赢得的25万 让林放一下子 就有了这么多的灵石 这一下子 他就可以一举突破练住激进了 练气七层是7万 八层8万 九层9万 助击七是10万 这几层进阶加在一起 也才需要35万灵石而已 够用了 一件炼化 林放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点了一件炼化35万灵石 刹那间 一股庞大至极 而又精纯的灵力 被灌输进了林放的体内 林放的气息 瞬间呈几何倍数攀升 哄 炼气七层 炼气八层 炼气九层 每一次境界提升 林放身边的灵气 都会更加狂暴 房间内的桌椅板凳 都被这奔腾的灵力给震碎了 到炼气九层的时候 就连林放所处的这个房间 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林放此时仿佛沉浸在 灵力的海洋里 他感觉全身上下 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相比之前 庞大了不知多少倍 哄 又是一声轰鸣 林放体内的灵力 再次暴涨数倍 随后 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波动 从林放的身上扩散 瞬间就穿透了四周的墙壁 让整个房间 都剧烈震动了起来 他的气息也再次狂暴 深周一切事物 都被扭为粉末 林放的眼中 射出一道金光 筑击一层 爽 轰隆 卧槽 突破住激进之后 林放刚睁开眼睛 还没来得及高兴 他打坐所坐的墓床 便直接四分五裂开来 随后四周的墙壁 也终于支撑不住 轰然倒塌 整个房间 请客间变成了废墟 将林放压在了下面 这里的动静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尤其是 住在林放附近的叶无敌 猛然惊醒 连忙跑过去查看 看到这一片废墟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难道 林家人杀过来了 与此同时 顾飞红也飞升过来 看到这一幕 眉头紧皱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的房间 叶无敌连忙说道 阁主 这是我大哥林放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就倒塌了 林放 顾飞红大吃一惊 连忙吩咐道 快搬开 找到林放 无缘无故的 房子怎么可能会倒塌 顾飞红的脸色 慢慢变得难看起来 他怀疑 这可能是林家人所为 毕竟林放是为了躲避 林家的追杀 才进的庇护所 现在林家人已经嚣张到来 他的庇护所杀人的地步了吗 这简直就是 对修罗庇护所的公然挑衅 还有 这可是 他昨天才看中的天才 顾飞红心中愤怒不已 当即就想去找林家算账 他要与林家 打个天昏地案 就在这时 林放的声音 从废墟中传了出来 不用找了 我在这里 抱歉啊各位 刚才突破境界 一不小心没把握好灵力 林放站在废墟之上 信信地说道 扑通 听到这话 原本紧张的叶无敌 瞬间栽倒在地 就连还在空中悬浮的顾飞红 都险些摔下半空 第十章 一个能在同镜打败大阁主的人 你说他是废物 提升境界了 在半空好不容易稳住身体的顾飞红 带着好奇的目光看向林放 结果不看不要紧 一看林放的境界 直接从空中跌落了下来 住 住击 怎么可能 顾飞红心中一阵失神 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昨天跟他比武的时候 林放明明是炼气六层 他不可能看错 但今天怎么就住击境了 一夜跨越 提升三个小境界 再添财 也不可能做得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他把我给他的零食吸收了 一口气提升到了住击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个想法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被顾飞红给否决了 炼气六层提升到住击境 起码也要四五千枚零食 没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收完的 每个人的气海就那么大 炼气七 一次最多吸收十几枚零食 若是一次吸收几千枚零食 早就爆铁王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顾飞红想问林放 但这是人家的私事 就这么去问 实在不礼貌 最终 他只能将林放的这个情况分析为 奇遇 凡是修炼中 遇到自己不理解的事情 那就一定是别人有奇遇 这是师父教给他的道理 顾飞红肯定的点了点头 看来师父说的果然有道理 就在这时远处跑来一人喊道 阁主 大阁主 林家有大队人马 在我们庇护所外集结 看上去像是要开战 开战 庇护所中 众人听到这声喊叫 一个个吃惊不已 大家都知道 修炼庇护所在整个东荒 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 一般可没有人敢轻易得罪 林家竟然主动来庇护所这里开战 是疯了吗 随后 众人将目光挪到林放的身上之后 一切都了然了 林家恐怕不是要开战 而是来抓林放的吧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当初林家可是因为林放是废柴 才将他赶出家门的 现在若是得知 林放不仅不是废柴 反而是个天才 不知道他们做何感想 众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开战 我倒要看看 林家有多大的胆子 敢跟我修罗庇护所开战 顾飞红的思绪回到现实 将心中的震惊抛到脑后 意气风发地说道 这个时候 可是争取林放的最好时机 所以他必须要在林方面前 为林放出一口气 林放 要去看看吗 好 林放点了点头 他也很想知道 林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来这庇护所里边要人 随后 一大拨人跟着顾飞红和林放 往庇护所的城门方向走去 众人来到城墙之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下方的林家子弟 林家来了不少人 下面看着黑压压的一片 看上去颇有些压迫感 城墙下方 见顾飞红到了之后 林随开口说道 修罗阁主 好久不见 近来可好啊 顾飞红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 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 他看中的天才 还在被林家追杀 所以自然不会给这位 大长老好脸色看 一句话 直接将林随对的语色 不过林随的修炼至今 脸皮也是牢不可破 直接打了一个哈哈 哈哈 大哥主可真幽默 我来这里 其实是有一件小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得到消息 我们林家的 前世子林放在你的庇护所之中 所以想麻烦你 将他给送出来 林放毕竟是我林家之人 老在你这里也不好 还是让他回林家来吧 林随深得语言的艺术 既说明了事情 又没有暴露 要杀林放的心思 而顾飞红 可不管这些 直接将事情挑明了 你们林家 是来抓林放的吧 林随连忙纠正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 想接林放回家去而已 顾飞红 只是想接他回家 接他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吗 而且 我这里可是庇护所 不少人来这里 都是为了保命的 林放为什么离开林家 来到我这里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城墙上的人 听到顾飞红的话 脸上纷纷露出冷笑 林放为什么来到庇护所 寻求庇护 不就是因为林家的追杀吗 现在说是来接林放回家的 谁信啊 林随的心思 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林随这边也是有些尴尬 随后就直接挑明了说道 大阁主消息果然灵通 既然如此 我也就说明了吧 林放在被我林家霸出之后 心生不满 偷了我林家的不少宝贝 逃到了你那里 所以我们今天来 就是为了抓他回去的 希望大阁主能给我个面子 把林放送出来 顾飞红满脸呵呵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你的面子很值钱吗 随后 看向一旁的林放 看到了吧 这就是林家人的嘴脸 你来我这里 真是太对了 这种在林方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 顾飞红自然不会错过 林放点了点头 这一点 我早就清楚了 城墙下 林随整张脸都皱了起来 他自诩多年的人情世故 在这个大阁主的面前 怎么完全沟通不了呢 问题出在了哪里 怎么感觉 这位修罗阁主 好像很护着林放呢 林随心中有些奇怪 爷爷 我们还是出灵石吧 看样子 这位大阁主 只认灵石 一旁的林仓提醒道 林随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大阁主 只要你能把林放送出来 我愿意出二十万灵石 顾飞红直接回绝 林放这年轻人很有天赋 我挺喜欢的 不换 听到这话 林随心中疑惑不已 林放有天赋吗 他怎么不知道 大哥主 林放是我们林家出了名的废物 天生废体 我林家随便一人都比他天赋要好 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 这么一个废物 不值得庇护所庇护 林随的话音未落 庇护所内所有人都是面色古怪 想笑又想骂娘 林放若是废物 那我们成什么了 狗屎吗 一个能在同镜打败大阁主的人 你说他是废物 你是在骂他 还是在骂我们 顾飞红同样面色古怪地看着城下 他只觉得林家的格局小了 目光短浅 把一个天才罢处也就算了 还要追杀他 只能说 这样的林家该没落了 你说林放是废物 在同镜情况下 林放可是庇护所唯一能够击败我的人 这样的人 你说他是废物 第十一章 林放怎么变成天才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林家所有人 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同镜打赢修罗阁主 跟金丹修士对战 开什么玩笑 金丹修士 即便是压制境界 也远比同镜要强大得多 根本就不是一条水平线上的 怎么打 别说林放了 在场所有人中 谁会有这实力 林放要是有这实力 我们能霸出他的柿子之位 然而这时 顾飞红再次开口道 哦对了 刚才说错了 林放是以低我一层的境界 将我击败的 而且只出了一招 一旦击起千层浪 顾飞红的话 直接给了城下众人 心头一击重击 所有人完全实话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低一层的境界 击败了大阁主 还只用了一招 林放有这种实力 是他们疯了 还是幻听了 又或者 他们一直在做梦 所有人眼中 都是难以置信 他们感觉 这个世界 都有些不太真实 是不是还在做梦 怎么才过去一天的时间 林放就从人尽皆知的废柴 变成了天才了呢 这话若是常人所说 他们一个句号都不会信 但说这话的人 可是修罗大阁主 金丹九层的大修为者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拿自己的名声 来开玩笑 众人想破脑袋 也想不通 城墙上方 众人看着下面头皮 都快挠破 也想不通的林家子弟 纷纷忍不住想笑 猛逼了吧 后悔了吗 想不通是吧 我们也想不通 但有些事情 就是这么神奇 城下的众人 还沉浸在顾飞鸿的 这番话之中 他们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林放竟然是个天才 而且还一招 击败了修罗阁大阁主 这个世界太魔幻了 还是修罗阁主亲口承认的 看修罗阁主认真的口气 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难道林放真的是个天才 这时候 不少人忽然回想起 之前他们要霸出林放的时候 林放所说的那番话 退出林家 跟林家一刀两断 从此再无瓜葛 为何原本一直 唯唯诺诺诺的林放 忽然那么狂妄 为何退出林家之后 他立刻就在修罗阁主面前 大放异彩 所有人细细品味 林放之前的那番话 顿时想到了一种可能 难道这些年来 林放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想到这里 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再次回想起 更为久远的一个问题 前家主林擎天修为盖世 怎么会生出一个废柴的儿子呢 怎么想都不可能 这一刻 所有人都渐渐相信了顾飞红的话 也渐渐肯定了 自己心中的猜想 林放 一直都是个天才 这些年 他竟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天生废体 修炼慢 这一切 都是林放假装的 虽然不知道 林放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但所有人都明白一点 他们 亲手 将自家的天才 赶出了林家 一个能够同进击败 修罗阁主的天才 一个能让林家 恢复往日荣光 甚至带往更加繁荣境地的天才 被他们赶出了门外 而且 现在还要追杀他 林家所有人的内心 都是狠狠的遗颤 后悔到了极点 顾飞红剑城下 没了动静 也懒得再废话 开口道 该说的 我都说完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是不是该走了 你们在这里 我的生意不太好做 顾飞红说着 金丹修为的威压 直接释放出来 重重地压在了林家人的身上 刹那间 林家所有人都感觉 身上像是背了一座衫 一个个直不起腰来 就连同样是金丹境界的林衰 都感到难以呼吸 心中直呼不可敌 连忙带着林家子的 灰溜溜地离开了 一路跑回林家之后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林衰心中依旧一阵后怕 刚才顾飞红仅仅只是 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 他就险些看不下来 差距简直太大了 见大家还有些心不在焉 仿佛还在为刚才的顾飞红的 压迫感而害怕 他连忙鼓励道 林放的事情 大家就先放下吧 他没有多少零食 在那里代表多长时间的 我们先集中精力 准备进祖寺的事情 等大家的实力都提升之后 再另做打算 等我的实力到了金丹九层 到那时 我们就不用再忌惮修罗庇护所了 众人听到之后 纷纷点了点头 跟林放的事情相比 进祖寺显然更加重要 然而这时 大殿内却冒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大长老 我认为跟进祖寺的事情相比 林放更加重要 如果那位大阁主说的是真的 那就说明 林放不是废柴 反而是个天才 那么我们当初罢出世子的决定 就是错的 所以我觉得 当务之急 应该去跟林放道歉 把林放请回来 继续担任世子之位 或者直接立他为家主 只有林放 才能让我林家 恢复往日的荣光 说话的人 是林家的三长老 林慎 当初罢出林放他也是同意的了 不过一切都是为了林家而着想 林放天生废体 确实无法带领林家 所以老老实实 在林家做个少爷就行 而现如今 他们意外发现 原本那位世子 竟然是个天才 这样的话 最完美的做法 就是将林放请回来 道歉也好 赔礼也罢 只要能将林放请回来 那林家 就能再次辉煌 跟家主当初带领他们的一样 第十二章 林家的内乱 大殿内 有几个人听到林慎的话之后 也同样认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大家主 我觉得三长老说的有道理 林放既然连修罗阁主都击败了 这样的天赋 绝对是天才 我也认为 要把他请回来 把林放请回来吧 我看怕是请不回来了 林放那小子 牙子必报 我们这么追杀他 他肯定 已经在琢磨 怎么对付我们了 所以才更加把他请回来 趁现在还没得罪死 去道歉啊 得罪一个天才 对任何家族势力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得罪的 还是原本属于我们 林家人的天才 咱不能一错再错下去吧 什么一错再错 你的意思说 我们利林仓 为世子是错的了 还是家主错了 大殿之中 众说纷纭 一时间冒出了不少 支持林放回来的声音 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林虽听到这些声音之后 眼神之中 浮现出一丝杀意 但很快就隐藏了起来 笑着开口道 三长老刚才说的话 也不无道理 我作为家主 也支持不一样的声音出现 这样吧 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支持林放回来的 先举手 大殿内 顿时便有一些人举起了手 三长老同样举手 作为家族长老 他一直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 永远只做利于林家的事情 只要这件事 利于林家 就是让他现在去给林放磕头认错 求林放回来 又有何妨呢 还有一些人 则有些犹豫 在考虑利弊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跟着举手 大长老的目光 扫过整个大殿 将举手之人的名字 一一记了下来 大概有五十多人 在林家这个体量之中 只能算一小部分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 林岁的心中 同样怒火中烧 这林家 是他的林家 他可不允许 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他继续微笑开口 看来还是有些人 支持林放回来的 这样吧 你们都先回去 我们开会商量一下 一个时辰之后 再公布这件事情的决定 等众人走了之后 林岁的眼神之中 才涌出强烈的杀意 刹儿 这些人 过于左右摇摆 墙头草 可不利于家族团结啊 爷爷 我明白怎么做 林仓点了点头 退了下去 开始吩咐 在大殿之中做埋伏 一个时辰之后 林家大殿内 刚才知识林放的众人 得到消息之后 纷纷来到了大殿之中 但到了之后 却发现 大殿里面只有他们 其他的族人 却都不在 不知道是还没来 还是没有得到消息 等众人到齐了之后 大长老从后殿走了出来 微笑着开口 各位 刚才的商议 已经有结果了 而且这个结果相信 你们会很满意 什么结果 众人听到这话 纷纷觉得 这是要准备 请林放回来了吗 难怪这一次 召集了他们这些人 林随看着众人 期待的目光 脸上一片冷笑 我们商议的结果 就是杀 庇护所 林放和顾飞红 边走边聊 这一幕 现杀了旁人 这可是修罗大阁主啊 东荒数一数二的高手 此时 在林放的面前 却一点高手的架子都没有 两人像多年的 好友一般 林放兄弟 待解决了林家的事情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顾飞红看着眼前 有些神秘的林放 问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问 从看到林放一夜之间 连升四级 直接提升到 驻激进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知道 林放不会在庇护所 停留多长时间了 天才 注定要去往 更加广阔的天地 只有世界之巅 才是他们 这些人的终极目标 林放对此 微微一笑 心中已经大概有了去处 不知道大哥主是否了解战天宗 我想等林家室了 去那里看看 战天宗 这个宗门确实是个好去处 顾飞红点了点头说道 战天宗是东荒的第二大实力 表面实力 仅次于我们修罗庇护所背后的修罗殿 东荒之人 若想尽快提升实力 战天宗确实是最为合适的去处 说到这里 顾飞红想了想 正好一个月之后 战天宗要招收弟子 到时候你可以去看看 对了 这一次战天宗的考核 跟往年大不相同 这一次考核 是以灵力为核心 到时候 所有参加考核的弟子 会被送进一个灵气稀缺的地方考核 而且考核的时候 还不准带任何空间戒指 以及补充灵力的装备 这一次 考的就是你们在极限环境下的 持续战斗力 那个地方有很多低阶灵兽 考核标准 就是杀完一定数量的灵兽 得到一定数量的兽核 就能通过 这个考核看似简单 但需要注意的是 那个地方灵气匮乏 消耗的灵力 是无法得到补充的 灵放听到之后 心中微微激动 灵气稀缺 还无法补充 而且还不让带灵食 这是谁找的地方 怎么感觉 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呢 别人需要灵力 我不需要 我无限兰 顾飞红在这时提醒道 在那个地方 灵力基本就是用多少 就少多少 你若是前往 注意要保留足够的灵力 以免最后关头 被人抢了兽核 灵放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个主意不错 省事 轻松 就这么做 让别人去杀灵兽 我来抢兽核就行了 想到这里 灵放感激地看向顾飞红 多谢大哥主的提醒 第十三章 我的戒指说话了 灵放静止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他现在虽然是住基金了 但想要独自对抗灵家 还是远远不够的 更何况 灵家的大长老 可是金丹镜五层的修为 两者差距太大了 想着 灵放再次打开了系统面板 灵石 95454 一键炼化 看着面板上的灵石 这些灵石 还不足以让他提升到下一个境界 不过他忽然想起来 系统还有个抽奖的功能 他没有用过 初级抽奖 只需要一万枚灵石而已 很便宜 倒是可以抽几下试试 说不定能有什么意外收获 系统 打开抽奖 叮咚 初级抽奖正在打开 注意 抽奖功能每天只能开启一次 一次之后 需要第二天才能再次开启 随后 灵放的面前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盘 当看到上面的这些奖品的时候 他浑身聚震 斩天拔剑术 混元神指 是神枪 混元仪器拳 八荒掌 不动冥王印 九天 转盘上面的奖品 琳琅满目 除了攻法招式 还有各种武器装备 单药等等 里面的每一项奖品 放在外界 恐怕都能引起一方震动 然而 现在灵放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 花一万临时抽奖即可得到 灵放心动不已 迫不及待地说道 开始抽奖 紧接着 他面前的这个转盘 迅速地开始转动起来 界面开始变得模糊 到最后 已经看不清转盘上面的字体 灵放心中莫名的明误 只需要自己说停 转盘就能停下 停 无论抽到什么奖品 灵放都血转不亏 随着他的命令 转盘的速度逐渐放慢了下来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到了最后 已经开始归速转动 最终 在混元仪器权的前方停了下来 叮咚 恭喜宿主 抽奖获得混元仪器权 程序编写中 混元仪器权 灵放自然是不知道 这是什么拳法的 听名字倒是不错 当然 转盘上面的所有奖品 听名字都挺不错的 他也不挑 抽中什么就是什么 怎么都不亏 很快 关于混元仪器权的资料 便被传输到了灵放的脑海之中 叮咚 混元仪器权 已经与本系统功能完美契合 宿主运行此拳时 只需要用零食为此拳充能 随后轰出即可 此拳法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充能的零食数量 以及宿主的实力 最低为两万零食 一拳可以打出宿主权力一击两倍的威力 最高可充能二十万零食 一拳可以打出宿主权力一击二十倍的威力 目前以宿主的实力 若是充能二十万零食 最强可灭柱鸡九层 可重伤金丹一层 注意 充能一次 只能打出一拳 灵放文言 瞬间精神一震 权力一击二十倍的威力 这么狠 一击 可灭柱鸡九层 可重伤金丹 卧槽 这岂不是说 自己现在就基本上 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作战了 灵放深吸一口凉气 心中再次震惊 好家伙 这讲是真不白抽啊 妥妥的一个大招啊 有这么一个大招在 他以后碰到金丹一层 也完全不虚了 太强了 而且 这一招 还是能够随着他的实力而增长的 也就是说 他的实力越强 这一招也就越强 若是等到他提升到助击六七层 有这一招在 即便是金丹五层的大长老 他也完全不虚 甚至有可能反杀 毕竟 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也就十几二十倍顶天了 爽啊 只可惜系统每天只能抽一次 下一次抽奖 只能等明天再抽了 林放虽有意犹未尽 但系统的限制也没办法 能有这么一个大招 已经很不错了 林放的心情大好 接下来 可以去叶无敌计划一下了 林放刚站起身 叶无敌已经到了 林放 大哥 大哥 快来啊 好像闹鬼了 我的戒指刚才说话了 吓死我了 我的戒指 刚才有一个人在说话 人还未到 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林放听闻立马来了兴趣 戒指说话 这剧情感觉好熟悉啊 不会是里面有老爷爷吧 戒指里面有人在说话 你确定 林放心里想到了 前世看到的一个剧情 心里有了一丝猜测 这戒指里面 不会有老爷爷吧 叶无敌修炼慢也挺符合的 林放记得 他好像还有个未婚妻 确定 戒指里面绝对有人 好像是女人在说话 说什么 谢谢我这些年的伶励 叶无敌信誓旦旦地说道 林大哥 你得帮我啊 这里面有女鬼的话 你一定要收了她 别让她吸我的养妾 行了 知道了 林放随口答应了下来 随后又接着说道 你的戒指里面 应该是某位大修行者的残魂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这些年修行进度缓慢 应该和这戒指里面的残魂有关 林放看向叶无敌手中的戒指 微笑着说道 他知道 戒指里面的残魂 已经彻底苏醒了 绝对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 刚才两人说要收下这女鬼的时候 戒指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被他敏锐地察觉到了 林放的话音落下 叶无敌手中的戒指骤然升起 自行飘到了一旁的桌子之上 没想到这片鱼之地 竟然还有如此见识之人 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 随后从戒指之中 飘出一道虚幻的女子身影 女子身穿淡蓝色的衣裙 肌肤洁白胜血 表情如同冰霜一样冷漠 但那绝色的脸颊 却又让人无法忽视 淡蓝色的长裙 雪白的肌肤 绝色的脸颊 完美的曲线 神秘女子一出来 就吸引了两人所有的目光 神秘女子出来之后 冷冽的目光 直接定格在林放的身上 刚才 你说要收我 第十四章 上官雅雅的震惊 你刚才 说要收了我 话音刚落 一道恐怖到极致的威压展现出来 重重地压在了林放的身上 瞬间就让林放感到 身体宛如在承受数百倍的重力 无法呼吸 无法动弹 甚至心跳都被压制了 林放身上冷汗直冒 叶无敌 你这家伙害惨我了 没事说什么收不收的 也怪自己嘴贱 怎么还答应下来了 一旁的叶无敌 则并没有被施展威压 还以为林放在害羞 见神秘女子问话 叶无敌自作聪明的帮林放回答道 对啊 前辈你长得这么美 实力也许也很强大 这世上只有我大哥 才能配得上你 大哥你说是吧 叶无敌看向沉默不语 一动不动的林放 心中猜想 大哥应该是看入迷了 连人家的问话都不回答 还好有我 是你妹啊 数子害我 没看我快被压死了吗 你他妈是故意的吧 林放这边水深火热 难以呼吸 难以动弹 尤其是在叶无敌说话之后 身上的压力更加大了 这恐怖的威压 让林放的身体咯咯作响 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妈的 今天这笔我 还非装不可了 林放已经大概清楚了 这神秘女子 或许前世修为通天 但现在只剩下一缕残魂 也就只剩下身体上自带的威压了 只要能扛住威压 她就没招了 想到这里 林放直接调动起全身的灵力 来抵抗这股威压 在抗住这威压的刹那 一个胯部来到神秘女子面前 目光直视她的眼睛 一脸淡笑地说道 是有这个想法 前辈是否愿意 林放一个胯部 直接让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只要林放有想法 一个伸手就能拦住 眼前之人的柳妖 这是林放的计策 她在赌神秘女子会后退 果不其然 林放突如其来的上前 让神秘女子有些惊慌失措 连忙撤销威压 后退了半步 神秘女子后退之后 忽然想起 自己现在只是灵体 林放根本就碰不到自己 上当了 然而再想释放威压 却已经晚了 林放感到身体一松 连忙拱手转移话题 晚辈林放 不知前辈怎么称呼 她的这一句话 直接就将刚才的事情翻篇了 若是这神秘女子再提 那就是她自己丢脸了 上官雅雅见状心中 暗骂了几句 随手一挥 远处一个椅子飘然而起 落在她的身下 似长人一样坐下 父姓上官名雅雅 我比你们大不了几百岁 你们可以叫我雅雅姐 我乃上界之人 今来到此地 是想收得一个徒弟 祭我之传承 说着 上官雅雅便轻轻抬头 露出优美的脸颊 但眼神之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拜师 而且是让叶无敌拜师 临放瞬间了然 直接重重的一脚 将叶无敌踹了个狗啃泥 快拜师 叶无敌也耽误不得 连忙爬起来 恭敬地行了一个拜师礼 师尊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望师尊能够交弟子 上官雅雅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起来吧 你的资质勉强可以 我就收下你了 作为你的师尊 我自然会助你修行的 待以后 我会带你走上这时间之巅的 至于刚才这个狂妄的小子 上官雅雅的美眸 从两人的身上扫过 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 临放的身上 目光之中有些惊讶 但更多的是怜悯 这是 静虚仙体 上界万年不见的静虚仙体 竟然在这小小的 偏瘀之地出现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也 太可怜了 静虚仙体谁都知道 同静无敌 越静而战 但相应的 修炼却也难于 常人百倍万倍 需要修炼资源极大 是世间 以至最为败金的仙体 有这样的仙体 即便是上界的超然势力 也不敢说能够养得起 而临放 还出生在这偏渔之地 这样的仙体 遇到这样的地方 恐怕这一辈子 都只能当做一个废体了 还好 自己要找的徒弟是叶无敌 虽然实力上 无法跟静虚仙体相比 但好在并没有特别耗费资源 暗自叹了口气 上官雅雅回过神来 看着两人说道 接下来的七天时间里 我会带着叶无敌 初步解开他体质的能力 这个时间 不能有任何人打搅 七天之后 就是叶无敌崛起的开始 临放点了点头 有一位大修行者作为师傅 叶无敌也就相当于有了外挂 他的心里 着实为叶无敌高兴 等两人走后 临放的心中一阵放松 叶无敌也有了自己的道路 那么他们的计划 实施起来 就更加轻松了 第十五章 今晚 就让临家乱起来吧 七天的时间 一会儿过 阳光明媚 鸟语花香 轰隆 随着一声巨响轰鸣 打破了此时的美好 庇护所之中的一处房子 再次变成了废墟 临放从里面爬了出来 看着自己的杰作 一脸无辜 我已经很轻了 怎么还弄成这样了 应该是房子的质量问题吧 嗯 肯定不是我的问题 这么大的房子 竟然连地基都不打 怪不得轻轻一动就塌了 临放在心里劝解自己道 这几天的时间 他一直待在房间里面 突破境界 因为每天有着 17万零食的工资 让他这七天的时间里 几乎每两天就能突破一次 七天的时间 一共120万的零食 再加上每天抽奖 10万枚零食 一共190万 这些零食 直接让他从筑基一层 来到了筑基五层境界 而且 账户还有40万的零钱 足够放出两次 20万零食的大招 临放的眼中 闪着金光 现在 若是算上大招 我应该已经有了 对上金丹五层的实力了吧 林家大长老实力 应该就在金丹五层境界左右 我现在对上他 起码有了一战之力了 等无敌出来 我们的计划就可以开始了 临放正想着 叶无敌的房间内 忽然一阵猛烈的颤动 像是 发生了地震一般 房子震荡的越来越剧烈 随着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动 扩散四周 眼前的屋子 终于不堪重负 彻底化为乌有 见状 临放心中一喜 看着动静 叶无敌应该也突破了 原本想在庇护所逛一逛的他 停下脚步 静静地等待着叶无敌出来 很快 废墟之下 传来一阵兴奋的喊声 哈哈 我终于突破了 我是个天才 我看谁以后还敢说我是废物 哈哈哈哈 无敌了 声声发泄的吼声之后 叶无敌终于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脸上 带着近似癫狂般的笑容 他不是个废物 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是天才 是仅仅七天就突破了七个境界 世间绝无仅有的天才 他配得上自己的名字 叶无敌 这一刻 叶无敌的眼中满含泪水 十几年被人骂作废物 十几年被人鄙视 十几年被人指指点点 这十几年的委屈 这十几年的屈辱 今天 烟消云散 以后 不会再有 一通发泄过后 叶无敌心中无比畅快 只想赶紧找到放子炫耀一番 站在废墟之上 他一眼就看到了旁边满脸笑意的放子 哈哈 放子原来你在这儿啊 我还以为刚才我的突破 把你房间震塌了呢 害得我一顿好找 助击四层 水雨争风 快夸我快夸我 叶无敌一边说话 一边调动起全身的灵力 阔步而行 助击四层的实力 充分展现 庞大的灵力 充盈着这片空间 让周围围观的众人 无不为之惊叹 而灵放这边 也是充满了笑意 不错嘛 你竟然从炼器六层 突破到了助击四层 七天的时间 突破七层境界 厉害 看到叶无敌 竟然在七天的时间里 就有这么大的进步 灵放的心里也很是高兴 他们这荒城两大世子 终于是都有了各自的道路 叶无敌听闻 满心骄傲 昂首挺胸的 走到灵放的身边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子 以后就换我保护你了 等我们和灵家 叶家干起来了 你就站在旁边喊加油就好了 此刻的他 嚣张至极 连说话的语气 都变得狂妄起来 一口一个放子 自信非凡 上官雅雅在戒指里面 虽然没有说话 但洁白的小脸上 还是充满了骄傲 七天时间 连续突破七层境界 这种速度 除了自己 还有谁能做得到 而这 还仅仅只是自己计划的初步展现 以后会有更大的突破 心想着 他看向灵放这边 这个灵放 这一下子被叶无敌彻底突破了 不知道以后 两人的感情会怎么样呢 上官雅雅想着 看向灵放这边 还没开口 却猛然一愣 随后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 助击五层 不可能 一定是看错了 上官雅雅 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过去 没有看错 真的是 助击五层 怎么可能 以他的体质 不可能提升这么快 静虚仙体 要想从助击一层 突破到助击五层 起码也要消耗 上百万的零食资源 他哪来那么多的资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 他再也忍耐不住 直接被震惊的小嘴 张开到最大 眼中满是震惊 随后他又想起来 叶无敌之前说过 临放前两天 才刚从练气六层 突破到助击一层 现在 又从助击一层一跃 跳到了助击四层 不到十天的时间 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死 上官雅雅 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震撼得无以复加 十天 一个大境界 要知道 这可是静虚仙体 提升境界 难于常人百倍万倍的静虚仙体 这样的体质 这样的提升速度 哪怕是上界宗门实力 圣主级的人物看到 也绝对会被惊掉下巴 哪怕是妖孽 天才 各个圣地的圣子 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速度 灵芳是怎么做到的 她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 上官雅雅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不放过任何一根毫毛 认认真真的将灵芳 看了一遍又一遍 心中对于灵芳 好奇到了极点 回过神来 见叶无敌还在装逼 上官雅雅无语地提醒道 别嘚瑟了 你大哥 已经筑击五层了 啊 什么 筑击五层了 卧槽 放子 呗 大哥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 刹那间 叶无敌趾高气昂的口气 直接熄火 再次换成了之前 灵芳的小谜地 脸色表情转变之迅速 让灵芳都为之惊叹 一阵嬉闹之后 两人重新找了一个房间 在负责人 充满怨念的眼神之下 走了进去 既然我们两个 都到达了筑基中期 那么我们的计划 就可以正式实施了 今晚 就让灵芳和叶芳乱起来吧 第十六章 竟然还有意外之血 月色朦胧 灵芳附近 正有两位外出历练的 灵芳子弟 再返回灵芳的路上 因为已经到了 灵芳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们警惕性 也下降到了最低点 悠闲又轻松地自顾 自聊着天 都到灵芳的地盘了 还能被人给抢了不成 大哥 我们这次外出历练 收获还是蛮大的嘛 嘿嘿 不过我觉得 收获最大的 是学会了很多的招式 那感觉 爽 两人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将至 正当两人继续聊天知识 忽然有两道人 迎闪到他们身后 阴风策策 两人顿时感到 后脖颈有些发凉 大哥 卧槽 谁 打人别打脸 我靠这个吃饭的 扑通 刹那间 他们便被击倒在地 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这时 灵芳两人才显露出身形来 看着倒地的灵家子弟 他们微微摇了摇头 这些人 怎么这么弱 一下就不行了 灵芳走上前去 正要收走他们身上的灵石 其中一人还没有彻底晕倒 连忙用尽全力大声喊道 快来人啊 有人来我灵家地盘抢劫了 这一声大喊 直接吸引了附近的 灵家巡逻队的注意 来我灵家抢劫 找死 灵芳身为巡逻队的队长 正带着手下 巡逻闲逛 听到这呼救声之后 闲事一愣 随后 连忙带众人 向着呼救的方向赶来 不好 我们快走 灵芳两人见状 连忙仓皇的慢悠悠 逃窜起来 而灵家的巡逻队 也是穷追不舍 两人慢悠悠地逃跑 心中丝毫不慌 甚至还要时不时等 一等凌望等人 很快 他们就抵达了一处 矿麦的附近 这一处矿麦此刻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 在矿麦的入口处 一群穿着夜家服饰的子弟 正在不断地忙碌 时不时有人推着小车 进进出出 还有不少人 在矿麦附近的各个角落巡逻 防止被其他人发现闯入 好谢 开场了 林放脸上带着冷笑 两人换上 早早就准备好的夜家服饰 将脸上抹上挖矿的灰泥 在附近像模像样地巡逻起来 下一刻 林家巡逻队也赶了过来 身为巡逻队长的 林望来到这里之后 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吸引 直接将追赶林放的事情 抛到脑后 这是 林矿 这是哪家的矿麦 这附近 好像没有人划定家族范围吧 林望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暗暗思索道 这个矿麦 一定是哪个家族 在偷偷摸摸地挖 得赶紧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家主 大好的消息啊 只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林家 我们林家不得分一杯羹 这可都是我的功劳啊 这下发达了 想到这里 他强行压制住心中的狂喜 召集队友就准备离开 然而这时 正巡逻的林放 两人看到他们的到来 直接大喊 什么人 快来人啊 有人摸过来了 大家快来 随着一声声的大喊 巡逻的众位 叶家子弟 纷纷向着这边靠拢 其他地方的子弟 也在不断聚集 不好 我们暴露了 快撤 林旺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带着众人撤退 一众人立即地朝着 矿脉山外逃去 而这里的动静 也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叶家子弟 他们看到有可疑之人 顿时紧追不舍 这个林矿 可是叶家刚刚发现的 正在偷偷挖掘 若是被这些人跑出去 那消息 还不得传得满地都是 于是 在这林矿山脉内 林家人死命地逃 叶家人拼命给追 林旺等人 由于不熟悉这座矿脉的路线 最终还是被叶家人 追上位了起来 看到叶家 至少一百人的包围圈 林旺的心 瞬间沉到谷底 这下子 逃不掉了 快放信号弹 搬救兵 放三枚 林旺补充道 信号弹 是家族常备的消耗品 林家会根据 信号弹的多少 来判断求救方的危机程度 一般是一枚 表示需要救兵 三枚 是比较紧急的事情 才会这么放 而信号弹除了能够表示 事情的危机程度之外 林旺等人 也能在信号弹之中 输入灵力 来表达自己的处境 就比如现在 休 休 休 求救 被人包围 对方起码五百人 三枚信号弹 飞上天空 迅速地爆炸开来 由于矿脉距离荒城不远 这三枚信号弹 很快就被林家人看到 连忙报告到了家族之中 家族快速反应 开始召集人马 叶家众人看到林旺等人 发射了信号弹之后 顿时气急败坏 妈的 这是看偷偷摸摸的不行了 要准备来硬抢了吗 我们也放信号弹 放五枚 休休休休休 矿区被包围 对方一千人 速救 林旺看到叶家人也放信号弹 顿时有些猛逼 你包围我们了 你们求救个什么鬼 不过大家的信号弹报告的信息 大致都差不多 他也能看得出来 对方这是要摇人 见状 他再次吩咐 我们再放 放十枚 休休休休 急急急 对方召集了两千人马 快增加人手 不管怎么样 反正往多了报 先保全自己的安全再说 叶家领队看到 连忙吩咐道 我们也放十枚 休休 对方两千五百人 快加派人手 我们顶不住了 灵况要丢 一时间 天空之上像极了节日 放烟花现场 林家和叶家两家人 看到天上响彻的信号弹之后 一脸猛逼 这是要跟哪家 开战了吗 虽然疑惑 但还是快速地去禀告了家主 两家快速增加人手 每家召集了两千五百人 向着矿迈的方向进发 另一边 林放望向天空之上 不断响彻的信号弹 竟然还有意外之血 第十七章 林家贼子不讲武德 深夜 林石矿迈处 有近五千人集结在此处 分成两派 一边是叶家子弟 守在矿区入口处 另一边 则是林家子弟 在矿区外围 两边势均力敌 谁也不让着谁 哼 你们林家竟是这种偷鸡摸狗之辈 竟然偷偷潜入我们叶家的矿区 真是太不要脸了 现在看偷不管用了 直接来抢了吗 你们叶家才是真的偷偷摸摸啊 发现了林石矿 竟然自己偷着开采 枉我两家还是有些交情的 你们竟然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对 你们叶家跟我们 还是隔着心了呀 太让我们心寒了 别说的 好像我们有什么关系一样 咱们那都是表面交情 谁当真谁傻 你们林家若是发现了林石矿 你们能告诉其他人吗 啥也别说了 今天这林石矿 说什么 我们也不让你们开采 不让我们开采 那我们就把其他两大家族也找来 到时候 就由不得你们不同意了 你太卑鄙了 两方对骂群情激愤 吵得热火朝天 甚至有的人已经走上前去 互相推散了起来 至少气势上不能输 不过谁也没有真的动手 毕竟是几千人对决 千一发就要动全身 可不敢轻易动手 林放这边 叶无敌和林放 站在叶家队伍的后面 听着前面的骂战 一脸无语 都骂了一个时辰了 怎么还不打 我都有点困了 林放听闻 微微一笑 他们现在只差林门一脚 就能开战了 我们去帮帮他们吧 说着 在叶无敌的耳边言语了一番 叶无敌的眼神猛得一亮 你人还怪好嘞 矿区内 林家和叶家 已经准备好了茶水 两边人轮流开始对骂 骂完就回来喝茶 流程相当的标准 像是流水线一样 林家甚至已经有人铺好了床 看样子 是要打持久战 毕竟他们不走 叶家就没办法开采 就这么拖着 矿区迟早会被其他家族发现 到时候看谁难受 叶家不少人见状 愤怒非常 这样的行为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然而他们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让他们心中都憋了一口气 骂得更加狠了 推丧的动作 也变得粗暴了几分 然而这个时候 叶家队伍的后面 忽然传出一道呼喊 卧槽 有偷袭 林家贼子不讲武德 竟然绕到偷袭我们 后面有林家人偷袭 我们被包围了 话音刚落 就见一道身穿叶家服饰的身影 从后方撞了进去 直接撞翻了不少人 这道声音 让林家长老都愣了一下 叶家的后面是矿区入口 我们怎么偷袭 他们后面是山啊 怎么报抄 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口 叶家队伍里面 再次传出声音 兄弟们 我被偷袭重伤 撑不住了 替我报仇 说完 那人就掩一臂 直接没了声息 然后一人站了出来 抱着这位 被偷袭重伤的叶家子弟 悲痛万分 啊 弟弟 你不要死 不要死啊 我们说好 要同富贵 狗像旺的 不要死啊 弟弟啊 不要死啊 你们那一只 可就剩你一个独苗了呀 你娘还等着你传宗接代呢 林家贼子 我叶家人和你不共戴天 誓死不休 这一幕 这绝望的声音 愤怒至极的声音 挑动着所有叶家人的神经 也成功挑起了他们的滔天怒火 抢我们的灵石矿 还包围我们 现在又偷袭我们 让我们的亲兄弟 重伤死去 林家人 已经不知 何为脸皮了 越来越多人开始附和 最后所有叶家人都怒了 直接带头冲锋 大家冲啊 为我们死去的叶家人报仇 林家人卑鄙无耻 从后面偷袭我们 还杀了我们的亲兄弟 上啊 杀光他们 大战一触即发 两边推散的人连忙变招 出手不再流利 原本的骂战 瞬间转变成真正的战场 两边的长老健壮 有些猛逼 发生了什么 谁被偷袭了 哪里包围了 怎么就打起来了 林放这边 已经趁乱带着叶无敌 偷偷溜进了林矿内部 这些都是他们挖掘处理好的 咱们赶紧拿 全部都拿走 林放话音未落 叶无敌已经迫不及待地 准备好空间戒指 将面前的零食 全部收了起来 上官雅雅这个时候 也飘了出来 将零食一个个地吸收干净 三人在林矿里 偷得不亦乐乎 很快就将所有处理好的零食 全部收入囊中 而那些没有处理好的 他们没有时间开采 只能作罢 等下次叶家处理好了 我们再来吧 现在我们去林家转转 林放眼中闪着金光 不出意外的话 矿区的这一次大战 应该会惊动两家的长老 林家大长老林虽 也应该会出来 只要林虽出来 那他入林家 就如同无人之境 做起事来 也方便不少 只要找到祖寺里面的老祖 震慑林家子弟 先把林虽孤立了再说 一路想着 林放很快就到了林家的附近 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隐藏着 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是等 很快 远处矿区的方向 传来了两道信号弹的响声 咻 矿区大战 速救 家主快来稳定局面 咻 家主快来 矿区被围 两方大战已经开启 快要守不住了 这两个信号弹响起不久之后 林家很快就有一道身影飞出 朝着矿区的方向飞去 见状 林放微微一笑 只有金丹中期 才能有这样的飞行速度 看样子 林虽已经去了 拍了拍 正打瞌睡的夜无敌 该干活了 起床吧 第十八章 见到本尊 还不跪下 矿区内 快停下 赶紧停下 你们不要再打了 家主马上来了 不要再打了 整个现场 唯一没有出手的 就是两边的长老 毕竟刚才的事情 发生得太奇怪了 他们都感觉有些诡异 莫名其妙的 叶家队伍后面 忽然说有人偷袭 还死了一个人 叶家的队伍背后 只有林矿的入口 林家怎么可能 绕到他们背后偷袭 这恐怕是一个圈套吧 为的就是 引起林家和叶家的大战 说不定林家和叶家的队伍之中 已经混进了其他家族的人 刚才的事情 就是他们挑起来的 想通了这些 两家的长老 就连忙阻止两方争斗 但奈何一切都发生得突然了 等他们想通的时候 两家的争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基本已经至死方休了 他们两人根本拦不住 无奈 只能发射信号弹 通知家主 唯一能阻止这场争斗的 也只有家主了 两位长老站在矿区之上 看着下方两边的大战 他们纷纷露出了苦笑 今晚一战 他们双方都将损失惨重 这下 可真的完了 他们的长老之位 恐怕不保了 另一边 林放等林随飞远了之后 静止往林府大门走去 诶 林放 我不是在做梦吧 门口的住基镜 护卫看到林放 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满是笑容 家主可说了 谁要是能抓住林放 直接晋升领队 还赏赐一万块零食 原本以为她 是不可能碰到的 没想到林放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哈哈 这下发达了 这难道就是上天的恩赐吗 或者 这是我的契约 这护卫正想着 林放已经走进大门口 他当即站了出来 林放 你还敢回来 看我一巴掌 啪 这护卫话还没说完 瞬间眼前一黑 进入了婴儿般的睡眠 而林放 从始至终都没有停下脚步 静止往里面走去 身后的夜无敌见状 摇了摇头 嘖嘖嘖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两人没有耽误时间 走进林家之后 静止往祖寺的方向走去 现在已经夜深了 不少人都已经睡觉 所以两人一路上 也没遇到几个人 很快就到了祖寺门口 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 忽然出来一道声音 呵呵呵 林放 你果然来了 在林放的身后 走出来了几道声音 正是林碎的孙子林仓 他的脸上 正带着冷笑 林家和夜家 发生大战的时候 爷爷就发觉了不对劲 怀疑今晚的争斗 可能是林放挑起来的 于是他们便将计就计 等林放自投罗网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来了 呵呵 林放你果然聪明 竟然计划让两家打了起来 但可惜啊 你的计划 被我们识破了 没有实力傍身的你 也只有为我们 做了嫁衣 林仓的心中激动 而兴奋 听爷爷说 林放一人的精血 就能开启阻子 有了他 就不用收集 五千林家子弟的精血了 如果这是真的 那可就太好了 林放这拨送人头 来得可太舒服了 不仅把自己 给交代在这里了 而且还帮他们 进入祖寺 直接让他们赢两次 双赢 正当林仓一脸冷笑的时候 场内响起淡然的声音 你确定 声音落下 场内瞬间刚风四起 灵力动荡 雷光闪烁 庞大的灵气 如同潮水般席卷 场内灵力 狂暴肆虐 哄 一股强大的气流 自他体内一出 注击五层 场内几人 忍不住一声惊呼 林仓的同样心惊不已 他眼中 除了震惊之外 还有着一丝恐惧恐惧 心中对于林放的这种 突破速度 已经开始害怕了 突破得太快了 林放被赶出去 到现在才多久 才十天 他离开林家的时候 才练弃五层了 现在呢 注击五层 一天突破一个境界 这是人能达到的速度 若是真认由他这么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林放还真有可能 将林家给掀翻 不过嘛 想到这里 林仓长呼了一口气 还好 现在的林放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但实力 还不算太强 今天 赶紧把他废了就好了 林仓摇了摇头 脸上 再次恢复了自信 不得不说 你的天赋 确实强大无比 令人羡慕 若是让你这样的人成长起来 对我林家 一定是个威胁 但现在的你 在我眼里 依旧是个蝼蚁 说话间 林仓大喝一声 身上的灵力 同样展现而出 四周再次刮起刚风 乾坤震荡 大山一般的威压 重重落下 随后 林仓的身体 缓缓腾空 竟直接站立在了虚空之上 气势滔天 虚空而立 惊丹静 场内所有人都是一惊 瞳孔剧烈收缩 眼中既震撼 又是羡慕 没想到平日里 不险山不露水的柿子 竟然是金丹静修为 隐藏得好深 不愧是柿子 果然厉害 林仓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林放是天才 自己也不是什么蠢才 不然 也不会有今天 实力不强 怎么做柿子 他转头看向林放 想必林放现在 也很吃惊吧 然而 此刻林放的脸上 依旧平静 眼眸之中平淡如水 似乎对于他的修为 并不意外 或者是不在意 哼 不过是在装作不在意而已 硬撑罢了 等我将他踩在脚下之时 就不会 只是这副表情了 想到这里 林仓再次大喝 林放 见到本尊 还不跪下 第十九章 到底谁才是金丹 林家 半空之上 林仓气势滔天 威压遍布场内四周 压得不少人喘不过气来 就连一旁的叶无敌 都有些心惊 境界差距 还是有些大 不知道大哥会怎么应付呢 而林放的脸色 依旧一如既往的平静 微微抬头看着上空淡淡开口 跪下 你配吗 金丹又如何 现在的自己 真实实力 已经达到了金丹五层 林仓不过金丹一层 不值一提 虽然自己是依靠系统 但这个世界本就是不公平的 若是自己没有系统 没有禁须仙体 那么现在自己的修为几何水也不知道 或许早已超越了金丹境了吧 生死之战 强就是强 弱就是弱 没有如果 说着 他随手一掌拍了出去 灵力瞬间化为一个近三米 宽大的金色手掌 朝着林仓的方向拍去 金色手掌所过之处 狂风肆虐 仿佛要摧毁万物 林仓健壮 冷笑开口道 雕虫小技 也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服 他同样灵气外放 凝结出一个巨大的蓝色手掌 比林放这一掌还要巨大 一掌拍了过去 金丹境的灵力比助激进要庞大不少 所以他随意一掌 都比林放这一招要强大得多 这就是境界的差距 即便是再添财 也终究无法弥补 这宛如沟壑的差距 林放此刻 无异于以卵击石 很快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两人凝结而出的手掌 撞击在一起 沉寂一瞬 砰 巨大的爆炸声音响起 引起剧烈的冲击波 直接将一旁的几人先飞 下一瞬 半空而立的林仓 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蓝色手掌 仅仅一瞬间就被打散 而林放的金色手掌 竟然毫发无损 继续朝着林仓飞去 没挡住 怎么可能 林仓顾不得眼中的惊骇 连忙拍出权力一掌 然而这一掌 在跟金色手掌接触的一瞬间 再次消散开来 什么 权力还挡不住 不可能 这个时候 金色手掌已经到了跟前 来不及愣神的林仓 连忙驾起防御 尽全力抵挡 啪 体内防护瞬间破碎 不好 危险 感受到这一掌之中 庞大到无敌的精纯灵力 林仓眼中 直接从惊骇变成了恐惧 啊 不 林仓绝望大喊 最终还是直接被一掌拍飞出去 生死不知 场内 寂静无声 所有人呆若目击 如同石化了一般 呆呆地看着林仓被拍飞的方向 这就败了 林仓柿子 金丹静修为 竟然连林方一掌都没有扛下来 到底谁才是金丹 林方竟然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了吗 太可怕了 他们心中直冒冷汗 深刻怀疑 林家当初赶走林方的决定是否正确 卧槽 这要牛逼 叶无敌忍不住爆出两句国粹 他戒指之中的上官雅雅 也同样惊得不轻 一掌将高自己五个境界的人 直接拍飞 而且还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禁须先体的强大 他是知道的 但没想到 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 怎么感觉林方的表现 比传说之中还要强大呢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击败金丹修为强者 宿主基础收益加一 每秒4010 开启 听到脑海之中的声音 林方震了一下 随后继续往前走 心中默默计算 一天三十多万左右了 晋级下一层境界 只需要两天多时间就够了 不过等自己精丹之后 单单提升到二层境界 就需要二百万 还是要赶快越级战斗 多积累一点基础收益 林方看着自己的杰作 心中很是满意 当然 刚才这一掌 不只是他用了权力 为了节约时间 防止跟林仓缠斗 他直接用了三万灵力 充能了混元仪器权 三万灵石 就是三倍的力量加成 再加上他 原本就有不下于精丹的实力 所以才一掌 直接将林仓击飞出去 不得不说 系统果然强大 想到这里 林方看向 还处于震惊之中的众人 你们还有谁要挡我吗 众人回过神来 连忙四处逃窜起来 林方没有理会这些人 禁止往祖寺走去 反正林仓已废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林方来到祖寺门前 逼出一滴自己的精血 逼到了门口处的器皿之中 很快 这滴血液就被吸收干净 沉重的大门 缓缓地打开来 看到这个大门的厚度 林方有些惊讶 足足有一米厚 而且不知是什么材质打造的 看上去坚不可摧 怪不得林虽将这些年 从没想过 打碎这扇门 进入祖寺 看来是真的打不碎 林方带着夜无敌两人 往祖寺的内部走去 刚跨入里面 外面大门应声关闭 两边灯火自动燃起 像是一排排路灯 将他们的前路照亮了起来 看来这个灯火的尽头 就是祖寺深处了 我们沿着灯火走吧 两人顺着灯火 往深处走去 祖寺之外 林仓的几名手下 顺着刚才林仓被拍飞的方向 寻找了起来 想到刚才的一幕 他们心中一阵后悔 谁能想到 才短短几天的功夫 他们林家的废物 世子林放 就成为了天才 不仅是天才 而且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硬生生从炼器五层 跳到了筑击五层 实力更是超越了 金丹一层的灵仓 这样的天赋 这样的实力 若是放在其他家族 那不得天天好吃好喝 伺候着 要什么给什么 他们林家倒好 直接将人赶了出去 还派人追杀 真是太奇葩了 想到这里 他们就已经恨死了 当初决定 赶出林放的几位长老了 几人摇了摇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事到如今 后悔也晚了 林放已经被他们 给得罪惨了 只能这么一直错下去了 林放此刻的实力 就已经超越了 林家所有弟子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连大长老也打不过了 到那时 林家就危险了 一路叹气 一边寻找 很快 他们就在草丛之中 看到了正在哀嚎的林仓 连忙走上前去帮忙 狮子 你怎么样了 林仓此刻感到 浑身筋骨寸断 完全动弹不得 别动 断了 快叫人 手下相视一眼 放信号弹 通知家主 休 林放归来 实力大增 势子不敌 请家主速速支援 第二十章 其实你的父亲没有死 叶家林矿 林家和叶家两边的子弟 已经全部分开 刚才的混战已经结束 两方人再次站到两边 气喘吁吁 林虽淡淡地 跟叶家家主业绩说道 叶家主 既然我们林家 也发现了这个矿板 我看不如 就我们两家共同来开采吧 这样的话 就算是其他两大家族过来 我们也一样能够受得住 如果只是你一家 来开采的话 万一被其他家族 发现这个林矿 恐怕到时候 叶家说不定什么都得不到了 你说是吧 现在两家争斗的问题解决了 就要商量一下 矿脉的分配问题了 毕竟林家 也知道了这个矿脉 那叶家就不可能再独吞 他来这里 也是主要为这件事情而来 叶季 G 听到之后 皱了皱眉头 心中尽管再不愿意承认 但林虽所说的 确实是实话 但就这么白白的 将林矿分一半给别人 他心中实在是不愿意 林虽见业绩有些犹豫 就要再次威逼利诱一番 就在这时 休 林放归来 实力大增 势子不敌 请家主速速支援 天空之上 忽然飞起一声信号弹炸响 信号弹射出的方向 就在林家的方向 看到信号弹上传达的消息 林家众人纷纷大吃一惊 什么 林放击败了柿子 怎么可能 柿子可是金丹修为啊 林放怎么做到的 绝对不可能 林放不会是买通了庇护所的人帮忙的吧 林家众人直呼不可思议 林仓的实力在林家有目共睹 大部分人连他一招都接不下来 怎么可能会被林放击败 林虽看到这个消息 脸色阴沉的可怕 心中更是惊骇 能够击败林仓 难道林放已经到达金丹境了 这才几天的功夫 他就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不行 不能再等了 此子成长太快 绝不能再放任下去 今天就要撤除掉 能早一分杀掉林放 就绝不能晚杀 林虽直接一跃而起 登上半空 金丹五层的实力全力爆发 以最快的速度往林家赶去 留下了一脸看戏的叶家人 叶继自然也听到了林家人的惊呼 心中又是震惊 又是庆幸 从一个废物的炼气五层 几天的功夫就到了金丹修为 天才的成长速度果然不可思议 还好 林放这样的天才没有 在我们叶家赶出去 林家得罪这样的人 应该够他们忙活几天了 林家祖寺 林放两人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大殿 这里就是祖寺的最深处 大殿一圈 全部被火光包裹 正中央有一高台 高台之上 正握坐着一个古兽如柴的老人 这个老人头发微微散乱 身着古朴的道袍 双眼紧闭 浑身感受不到一丝的声息 就像已经死去了一般 然而 等林放两人到达这里之后不久 他忽地睁开眼睛 看了眼面前的两人 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林放的身上 狮子 你终于来了 我在这里等候你二十年了 听到这话 林放心中疑惑 等我二十年 等我干嘛 而且我已经不是林家狮子了 前些日子 我已经被赶出林家了 老祖听闻 神秘地笑了笑 林家的事情我知道 这不过是小事而已 我等你来这里 是要告诉你 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林家 只是一个分支而已 在中州城 还有一个林家 那里才是真正的林家 而你是那里的柿子 你要尽快将修为提升 修为越高越好 然后去往中州林家 继承柿子之位 帮助家主解决麻烦 家主 林放有些疑惑 中州林家的家主是谁 难道是我的父亲 他不是死了吗 似乎看出了林放的疑惑 林家老祖解释道 家主正是你的父亲 他只是暂时离开这里了而已 并没有死 听到这里 一旁的叶无敌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惊呼出声 卧槽 大哥 你还有这个身份 中州的林家 听名字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肯定比我们荒城要强多了吧 林放也有些惊讶 父亲没死 中州林家 这几句话 让他心中的疑惑更多了 让他感觉自己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林放还想继续问其他的问题 但这位林家老祖 却不愿意过多回答 显然并不想让他知道的太多 世子 一切的疑惑 等你到中州就明白了 希望你能早点找到家主 能帮助到他 这一次的麻烦 有点大呢 林放听闻点了点头 心中不断思索 能有多大 难道我爹他的家主职位 也被罢出了 摇了摇头 将这些想法 抛到脑后 就在这时 叶无敌忽然一声惊呼 坏了 我们来这里的时间太长了 你们林家的大长老 说不定已经回来了 这下我们出不去了 第21章 孙贼 你说要杀谁 祖司 林虽 这有什么 一会我带你们出去 看谁敢在我面前动手 林家老祖不屑一顾 我在这儿呢 他敢怎么着 看把你给吓得 叶无敌听闻 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林家老祖在这里呢 那位大长老 还敢怎么样 在老祖面前 他们肯定不敢动手的 而且就算是动手 林家老祖的实力 一看就很能打 到时候 他一人就能应付了 林放这个时候没有说话 但心里 已经有了其他的想法 他现在的修为是筑基五层 而今晚采矿 所得到的二百万零食 可以让他直接提升到筑基八层 再加上混元仪器权的加持 他的实力已经不弱于大长老林衰 不如今晚就直接动手吧 想到这里 林放上前扶起林家老祖 老祖 我们出去看看 已经凌晨 林衰抵达林家的时候 手下已经将林仓给背了回来 此刻的林仓浑身是血 筋骨寸断 整个人看上去都是软啪啪的 毫无力气 除了脑袋能动 别的地方全都动不了了 看到林仓的惨样 林衰又惊又怒 世子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他们两人打斗 你们就不会在一旁偷袭吗 就眼睁睁看着他 被林放打成这样 他的心中怒极了 这一群饭桶 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这里出问题 就是那里出问题 一家子几千人 被林放一个人 耍得团团转 全都是信求 林衰的怒吼声 让几人瞬间站立起来 纷纷不敢说话 为首的林海 很是委屈 家主 不是我们不帮忙 是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世子就被打飞了 有一人说话 其他人也撞起了胆量 是啊家主 林放一招 就打飞了世子 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世子败得太快了 林放的实力 太强大了 什么 一招 林放怎么会这么强 林衰眼中的怒气 直接被冲散 转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孙子的实力 他自然了解 金丹一层的境界 在整个荒城的年轻一辈 都是数一数二的角色 这样的实力 一般不可能被轻易击败的 更何况 还被一招打成这副模样 难道 林放已经提升到 金丹二层以上了 想到这里 他的后背 瞬间不满冷汗 这是什么提升速度 一天突破一个境界 林放他的境界 都是想突破 就突破的吗 不需要修炼资源的吗 林衰彻底惊了 心中已经有了 一丝丝的退缩之意 得罪这样的一个人 那基本就是致死方休了 如果不及时杀了林放 过不了几天 他真能反过来 杀自己了 这林放的实力 到了金丹基层 林衰回过神来之后 民众地问道 林海几人想了想 脸色有些古怪地回答道 回家主 林放的境界 应该是筑基五层 他们的脸色 很是古怪 他们已经猜到 林衰听到这句话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果然 林衰再次一惊 眼中又惊又疑 筑基五层 你确定 不是金丹镜 几位手下同时点头 不是金丹镜 绝对是筑基五层 死 他们话音未落 林衰直接到抽一口凉气 心中震动得无以复加 筑基五层 就能打败金丹一层 隔着五层境界 还有一层大境界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他的孙子的天赋 本就不弱于一般的天才 同辈之中更是难寻敌手 结果竟然被若他五个境界的 林芳一招击败 简直是天方夜谭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爷爷 一定要尽快杀了林芳 不能让他再成长下去了 这个时候 林苍醒来之后嘶声吼道 眼中已经不顾一切了 林衰再次回过神来 岔儿 你放心 今日 他定然活不成 不用林苍说 他的心里 也已经做好了决策 死子今日必须死 否则必成大患 你们带狮子下去休息 剩下的人 跟我去祖寺 林衰神情一定 立一声说道 随后一人 背着林苍 回到了后院 剩下的人 则是带着林衰 前往祖寺 从叶家林脉赶回的 众位林家子弟 再回来之后 得知消息 也纷纷赶往林家祖寺 近两千人马 气势滔天 将整个祖寺 都围了起来 不然里面 有一点可乘之机 只等林放等人的出现 众人集结完毕之后 一个个心中 对于刚才的消息 震惊不已 哎 你们听说了吗 林放一招 就击败了狮子 我也听说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林放 已经到达京丹静了 哎 我现在忽然感觉 我们赶林 放出去 好像是个错误 你现在才知道 那天去完庇护所 我就知道了 吹吧你就 那你那天 让知识林放的 举手你还不举手 举手 你看那天举手的人还在吗 你还真机智啊 众人的议论 声不算大 但身为金丹静的林虽 自然能够听到 听着这群人 这番左右摇摆的话语 他的心中 怒气冲天 这还没败呢 就一个个想好了退路了 这群人果然是一点不靠谱 他终于知道林放 为什么要离开林家了 带着他们 简直就是拖累 但此刻 正是关键时刻 他必须鼓舞士气 直接放声说道 林放打败狮子的事情 想必你们都听说了 他一个住激进 怎么可能打败金丹静 我看无非是使用了一点不讲武德的手段罢了 似这种不讲江湖规矩的人 即便有点天赋 日后出门在外 也是个祸害 所以 今日我必杀他 谁帮他 谁死 林虽说完最后一句话 金丹五层的威压 直接将整个祖四掩盖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心神一振 顿时没了刚才的想法 这么强大的实力 看来林放还是很难有机会能赢啊 众人默默地想到 就在这时 祖四的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遍整个角落 孙贼 你说要杀谁 第二十二章 老祖被封印了 无法出手 孙贼 你说 要杀谁 祖四门口处 一道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众人心中的想法 场内所有人连忙寻声望去 随后纷纷一愣 他们经过祖四提升实力的人 自然认识眼前的人 这就是他们林家的老祖宗 从他们出生起 便待在祖四的老祖宗 而现在 林放竟然请到了老祖 为他撑腰 这下 该怎么办 这一刻 不少林家人都举气不定起来 这个林家虽然是家主做主 但老祖的一句话 就可以罢除家主 现在看这情形 老祖是站在林放这边了 该听谁的 林飞自然也听到了老祖的声音 看到这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他心中惊恐不已 老 老祖 尤其那一生孙子 他又无法反驳 眼前的老祖 暗辈分 还真是他的爷爷呗 林家大部分人 都受过老祖的恩惠 老祖的一句话 还真会让他瞬间失去人心 最重要的是 这位老祖的实力 更加深不可测 根据林碎的猜测 老祖的实力 恐怕还要在修罗阁主之上 突破了金丹镜的存在 是他们荒城唯一一个 原因 哼 你们这群人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 都把手里的武器给我收起来 站到墙根那里去 哗啦 老祖的话音落下 场内大部分人 直接不假思索地 将手中兵器扔到了一旁 一个个乖乖乏站去了 原本针锋相对的场面 顿时换了另外一副场景 老祖继续看向林碎 还有你 林碎 家主才离开了多长时间 看你把这个林家 倒得乌烟瘴气 现在竟然还敢罢出柿子 追杀柿子 谁给你的胆子 当年我立你为大长老 是让你帮助柿子 继承家主之位的 你倒好 帮着帮着 自己成家主了 你就是这么帮的 现在 你不再是我林家的家主了 也不是我林家长老 自己收拾好行李 自行离去吧 这个林家 已经不需要你了 老祖一锤定音 场内所有人都是一愣 真的 就这么罢出了家主 而且还直接赶走了大长老 没有一丝犹豫 看来 老祖是真的完全站在了林放的这边 这下子 他们林家又要改朝换代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短短十天 他们竟然经历了两位家主 这么算的话 他们是不是也算是三朝元老了 众人心中默默想到 而在这时 一道反驳的声音出现在场内 你说罢出就罢出吗 林家的家主之位 我不会让 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是一惊 什么 大长老竟然拒绝了 说话这人自然是林碎 他的语气非常凝重 眼睛一丝不苟地盯着祖寺门前的那一条印记 之前便有传闻 老祖在外得罪了人 被人封印至此地 一生无法踏出祖寺一步 只有在祖寺之中 才能施展实力 这么多年了 看来传闻应该是真的了 一个无法踏出祖寺的老祖 可是威胁不到我的 这个世界 强者为尊 无法出手的原因 与废人无异 林碎的目光之中 划过一丝冷光 今日 我必杀林放 卧槽 听到这话 一旁的叶无敌愤慨不已 直接大声骂道 卧槽 这么嚣张 林家老祖 你上去干他 让他知道知道 大小王是怎么愤的 干他呀的 叶无敌催促道 老祖脸上 同样怒气冲天 听到叶无敌的话 脸上划过一丝尴尬 连忙低声说道 这祖寺我出不去 无法出手 妈的 失策了 这孙子好像猜到 我不能出手了 什么 你出不去祖寺 无法出手 你特么怎么不早说 叶无敌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用眼神怒骂道 这不是害人的吗 这下牛逼都吹出去了 怎么解决 林碎这边 见祖寺里面 说起了悄悄话 嘴角划过一丝冷笑 果然 老祖无法出手 呵呵 那可就不怪我了 想着 他当即一声大吼 金丹五层的实力 完全展现 威压宛如一座大山 压得全场人都抬不起头来 身体缓缓升起 定格在了半空之中 我现在再说一遍 我林碎 是这林家之主 有谁不服的 站出来 话语声如红中 让在场每一个人 都心神一阵 这两句话 直接将场内不少 还在徘徊边缘的 林家子弟 给拉了回去 纷纷靠拢到了 林碎的身边 见状 叶无敌再次慌乱了起来 戒指里面的上官 雅雅叹了口气 林放虽然有计谋 但现在看来 还是过于稚嫩了 看来这次只能自己出手了 出手之后 恐怕自己又要沉睡了吧 多年的灵力积攒 复之东流了 原本他还想等两人 有了一定实力之后 带他们去上界 帮助自己 现在看来 还是期望过高了 随后 他便在心里犹豫起来 是附身林放 还是附身叶无敌呢 林放的体质更好一些 应该能够承担自己 更多的实力 林放 一会你放松心神 我附身在你身上 帮你杀了眼前的大长老 怎样 上官雅雅 为了防止其他人听到 直接传声 进林放的脑海之中 林放听闻 微笑着摇了摇头 在心中回复道 雅雅姐 这等小事我自会解决 无需你出手 他不知道 上官雅雅 为什么不去附身 叶无敌 反而要附身在他的身上 不过确实正如他所说 眼前的局面 只是小事而已 他自然会出手解决 小事 自会解决 上官雅雅心中一惊 怎么也不相信 林放的话 一个筑击五层 一个金丹五层 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怎么打 但看他自信的笑容 却不像是假话 仿佛真的有自信 林放 你别逞呢 这样 我先附身 在你的身上 若是等 会有什么变故 我可以及时帮你 怎么样 林放拗不过 只能点头同意 下一刻 他就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从头到脚 蔓延至自己的全身 仿佛自己全身的 每一根毫毛 都被摸了一遍 感觉奇特无比 雅雅姐 我怎么感觉自己 被看光了呢 林放疑惑地问道 附身都是这样的 不用奇怪 上官牙牙脸 不红心不跳地打道 刚才为了观察 林放身上 有什么奇特之处 他便在他的全身 游走了一番 所以才让他感到自己 仿佛被看光了 那你附身 夜无敌的时候 也是这样吗 自然不是 我附身的是他的戒指 别废话了 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吧 第23章 那我就简单突破一下吧 场内 所有人无不被 这金单五层的威压 给压得抬不起头来 半空之中的 林衰气势滔天 整个场面风起云涌 林家子弟在这时 再次摇摆不定 都这样了 老祖还不出手吗 林家老祖也有些震惊 没想到林衰 已经狂妄到了这等地步 若是他能够出去 一只手就能按死林衰 可尴尬的是 当年因为主母的事情 被家主遗弃之下 封印在此 现在 连救世子都做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呢 老祖心急如焚 家主啊 你说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吗 他若是想出去 还有一个办法 只要世子的境界 达到金单境 那么通过世子的精血 就能解开封印 但现在的问题是 世子才处激进五层 距离金单境 还有一段距离呢 这一段距离 恐怕没有个几年的时间 都提升不了吧 而且 世子的体质 听说每一次提升境界 百倍难于常人 现在即便是他 也无法帮助世子 立刻提升到金单境 世子 是我考虑不周了 你看 要不你 跟我在里面住几年 等你金单境了再出去 这是林家老祖 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 这个祖寺的封印 极其强大 金单境 完全无法伤其分侯 所以只要在这祖寺之内 林衰就完全拿他们没有办法 若是林衰敢进这祖寺 那他就可以直接出手打杀 所以目前的局面 对他们来说 虽然有些难办 但却并不危险 老祖 不用 我最头疼的问题 你已经帮我解决了 林衰 就交给我吧 林放最头疼的事情 并不是林衰 而是林家的 这些子弟和长老 这些人虽然实力一般 但人数太多了 他不可能全部都杀了 也杀不完 若是林衰刚开始 让这些人围攻自己 自己还真没什么应对办法 而现在 林衰的身边 已经没有几个人支持他了 这样的话 事情就好办了 林衰交给你 他可是金单五层啊 狮子 你不要逞强啊 躲个一时半会 并不丢人 老祖连忙劝道 境界相差太大了 无论再怎么添财 体质 再怎么特殊 也不可能弥补得了的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 林放就已经跨步走了出去 脸色平静 眼神自信 脚步坚定 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喝倒 林衰 你目无尊长 不听老祖训话 胆敢自立为家主 今日 我就代表老祖来 杀你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是一惊 林衰更 是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代表老祖杀我 就凭你那助激进五层 此刻他的语气 狂妄至极 老祖不出 这个林家 他就是最强者 水雨争风 至于林方 他虽然很有天赋 也已经足够强大 但距离金单 五层的实力 差距 依旧不是一点点 宛如勾贺 甚至连做他对手的资格 都没有 林方想要杀他 无异于吃人说梦 场内的其他人 同样不可思议 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错 林方疯了吗 注激五层的境界 就想跟金单战斗 他绝对是疯了 老老实实待在祖司不好吗 非要现在出来逞呢 一代天才 可惜脑袋是个傻的 唉 看来我们的家主 暂时不会更换了 所有人都不看好林方 毕竟 他和林衰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点点 林方的境界 若是高一点 那还有可能会赢 但现在 恐怕悬了 对于众人的探讨 林方微微一笑 境界相差太大了是吗 那好 我就简单突破一下吧 话音刚落 林衰再次冷笑 现在才想起来突破 晚了 临时抱佛脚 有用吗 每个人突破一次境界 短则几个时辰 长则需要一两天 难道林方认为自己会给他这个时间不成 这个想法简直太幼稚了 其他人见状也是摇了摇头 这样的心智 还好林方不是他们的家主 不然迟早要完 叮咚 临时370万枚 是否一键炼化 林方没有浪费时间 在众人嘲讽冷笑的时候 已经点开了系统面板 300多万 足够他直接突破到筑基9层了 筑基9层的实力 加上混元仪器权 应该就没问题了 一键炼化 林方话音落下 系统面板瞬间消失300万零时 零时炼化中 炼化成功 正在为宿主提升修为 下一刻 林方便感到一股 前所未有的庞大灵力 被灌输进他的全身 这灵力 好强 这灵力仿佛无穷无尽 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提升 都要庞大的多 也更加精纯的多 不过瞬间 哄 他体内一阵轰鸣声响起 他的气息瞬间暴涨 扩散至全场 灵力之中 甚至还产生了淡淡的微压 什么 真的突破了 这就突破了 场内所有人 全部被惊掉了下巴 说突破 还真突破啊 一个呼吸 就突破了 这也太快了吧 灵虽 也被惊得差点 从半空之中掉落下来 连忙稳住身形 心中震惊不已 他原本以为 灵放是在用什么 吸人眼瞧的方法 惊蝉脱鞘 没想到他这么诚实 竟然就这么突破了 而且还突破得这么快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 果然 天才是 不能用常理来判断的 不过嘛 就算灵放突破到 筑基六层 那又有什么用 在金丹五层的眼里 筑基五层 和六层别无二致 根本不值得一提 想到这里 灵虽当即开口 哼 就算你突破到了 筑基六层 对于我来说 依旧没有任何差别 众人也是纷纷想到了这个 慢慢地从震惊之中 平息了下来 而灵放这边 则是微笑着 无声地说了两个字 星球 下一刻 灵放身上的气息 再次暴涨 直接塞满了场内 每一个角落 整个场内 都刮起了可怕的飓风 磅礴而恐怖的灵力 宛如洪水盖式 引发一片震荡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巨石重压 就连灵虽都脸色大变 又突破了 第24章 这是简单突破 场内 鸦雀无声 所有人纷纷愣了神 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忍不住一片惊呼 助击七层 又突破了 还能连续突破 什么情况 一口气突破两层境界 这叫简单突破一下 他们想起灵放刚才的话语 心中一片翻江倒海 这特么是简单突破一下 灵放一直这么谦虚吗 不止场内的众人震惊了 就连祖寺里面的灵家老祖 都惊掉了下巴 他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灵放这样突破的 一口气突破到助击六层还不够 竟然还能再次突破 不愧是家主的儿子 完全不能以常理论知 怪不得世子如此自信 看来是有着绝对的底气啊 再接再厉 还能再次突破吗 半空之中的灵虽 身形一阵晃荡 终于没稳定住 落了下来 一落下来之后 回过神来之后 瞬间出手 此时的灵虽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淡定 脸上的冷笑 也化作了焦急 他顾不得心中的震惊 也完全不去思考 灵放是怎么连续突破的 只想趁着现在灵放突破之际 赶快杀了他 灵虽全速爆发 直奔前方的灵放 不能再让他这么突破下去了 谁知道 他会突破到什么境界 万一真突破到金丹镜 一切都完了 此子太过于妖孽 断不可留 卧槽 这孙子不讲武德 灵放快躲开 场内 唯一回过神来的叶无敌 看到灵虽 竟然直奔灵放 连忙提醒道 修行者在突破的时候 正是最弱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需要全神灌注的突破 根本无法出手 而且 也不能对身体设下防御 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手无腹肌之力 若是被灵虽现在下杀手 那灵放完全挡不住 话音刚落 灵虽已经冲到了灵放的面前 满脸冷笑 呵呵 灵放 你还是太自大了 将破绽露在我的眼前 这一次 你死定了 想着 他瞬间出手 这一掌 足足用了八成力 足以将灵放轰成碎肉 众人被夜无敌的呼声 拉回现实 看到这一幕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突破期间 连防御都无法设下 这下灵放死定了 可惜了一代天才 就此陨落 灵放 死吧 灵虽的笑容之中 带着癫狂 一切都结束了 他的噩梦 终于要消失了 毁天灭地的一掌 被灵虽拍出 直接覆盖灵放的全身 朝着他的身体压了下去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闭上了双眼 他们已经能够想象 得到灵放被压成肉泥的景象 哄 下一刻 一道身影 带着惊恐的表情倒飞出去 随后场内 响起灵放平静的声音 金丹五层的实力 就这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众人疑惑地睁开眼 瞬间 就呆立在原地 我不是在做梦吧 灵放竟然没事 想象之中 灵放被压成肉泥的景象 并没有发生 甚至灵放重伤 倒地的情况都没有 眼前的灵放 浑身洁白如新 发丝一丝不苟 气息平稳 表情淡然 哪里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灵放竟然毫发无伤 而且 他们此刻感受到灵放的气息 已经到了筑击近八层 竟然真的突破了 不仅突破了筑击八层 而且还挡下了灵碎的那一掌 与此同时 傅卓在灵放体内的上官雅雅 也惊呆了 刚才他可是时刻注意着灵放的状态 在灵碎一掌拍过来的时候 灵放正处于突破的状态 这个时候必须全神贯注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神 这是所有修炼者一开始就有的常识 而灵放刚才 竟然一边突破 一边出拳 这一拳还直接击退了 比他高出数个境界的灵碎 这怎么可能 这世间无论任何天才 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 灵放还是在出拳之后 才突破到筑击八层的 上官雅雅小嘴 已经张得合不拢了 心里震惊之余 暗自想到 难道刚才观察他的时候 落了哪一点吗 要不要重新再查看一下 相比于旁人的震惊 灵放此刻浑身轻松 丝毫没有受到 刚才被偷袭的伤害 刚才他突破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灵碎想要偷袭 直接充值了 二十万零食的混员仪器权 就等着灵碎攻过来 至于突破境界的事情 系统自己就帮他突破了 他什么都不用管 系统 我现在的实力 若是加上混员仪器权 最高能打出什么样的伤害 叮咚 宿主目前的境界 是筑击八层 在静虚仙体的加持下 宿主已经有了 金丹二层的实力 若是加上 二十万零食的 混员仪器权 宿主的一拳 可以媲美金丹七层 全力一击 金丹七层吗 看来金丹镜 跟筑击镜的差距 还挺大的 体质的差距被减小了 灵放宁眉道 这一点宿主无需担心 等宿主提升至金丹镜之后 静虚仙体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到那时 宿主本身的实力 就可以达到金丹六层 二十万零食 会员仪器权 可重伤原因一层 这样吗 那还不错 那也就是说 他只要到达了金丹一层 就相当于原因一层了 再次有了一个 大境界差距的实力 呼呼 身为当事人的灵衰 此刻喘着粗气 他的心中 已经被恐惧给填满了 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眼中全是不可置信 不可置信的是 林放才助激进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不可置信的是 他刚刚在拍出那一掌的时候 林放明明还在突破 为什么还能出手 甚至还面带微笑 根本毫不影响 就仿佛有人在帮他突破 他什么都不用管一样 这怎么可能 林虽肝胆剧烈 心中已经产生了一丝丝的退意 林放太古怪了 根本不能用常理来判断 看来 只能付出一些代价 用出那一招了 林虽心中思索了片刻 还是决定再次出手 若是现在他不出手 等到林放再成长几天 恐怕支手就能灭杀他 现在 虽然林放跟他势均力敌 但还有机会 想着 林虽眼神一定 全力出手 在心中呼喊 天元长 话音落下 全场的灵力瞬间被抽空 纷纷化作精纯的灵力 凝聚在他的掌间 轰隆隆 天地风云变幻 飓风四起 虚空之中 响起沉闷的雷声 整个大地 仿佛都在震荡 宛如天灾一般恐怖 在零碎的胸前 凝结出一个紫色的手掌 手掌不大 但其中蕴含的恐怖灵力 却让任何人都不敢小觑 身为金丹进强者 成名多年 他自然有着诸多手段 而现在的这招天元长 就是他最强的杀招 这一招若要施展 不仅需要庞大的灵力 还需要燃烧他的精血 损害寿命 才能发出 一般金丹六层巅峰的强者 也不敢应接 零碎的身躯缓缓升空 目标紧紧锁定零放身上 升入红中 零放 这一招 我看你怎么见 第25章 一拳给林家输个中分 场内 天地仿佛变色 整个林家都处于威压之中 境界低的人 直接被压得五翘流血 这一招太过于恐怖 让所有林家子弟 都忍不住浑身颤抖 连连后退 他们纷纷惊恐地 看着半空之上的零碎 连呼吸都感到无比困难 这就是家主的真正实力吗 太恐怖了 好似天崩地裂一般 我快要抗不住了 我已经抬不起头来了 零碎此刻所展现的这一招 在众人看来 就是无敌的存在 在场绝对没有任何人 能够接得下来 此时不是他们小看林放 只是因为 金丹强者 就已经很强了 而家主这一招 明显还是某种恐怖的秘籍 若是林放有这样的秘籍 那谁输谁赢 还真说不准 但现在来看 林放恐怕不行 没有足够的手段和底牌 只能说 他自力太浅 祖四之中 老祖同样凝眉 慎重地说道 这一招很强大 已经超越了金丹六层 世子危险 快让他躲开 金丹六层 卧槽 叶无敌听到之后一惊 连忙冲着林放大喊 大哥 零碎老狗这一招 已经超过了金丹六层 你要小心啊 林放听到之后 淡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在心中问道 雅雅姐 这一招金丹七层 能接得下来吗 上官雅雅一愣 金丹七层 肯定可以接下来吧 他的这一招 顶多也就金丹六层巅峰 你是要我接受你的身体吗 林放摇了摇头 如果他只是金丹六层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特别巧 我正好有金丹七层的实力 金丹七层 你 上官雅雅 完全不相信 一个筑击八层的人 说他有金丹七层的实力 隔水 谁会陷 面对体内的质疑声 林放没有说话 打开只有他 才能看到的系统面板 混元仪器拳的后面 输入了二十万零石 二十倍的力量 会有多强大呢 林放的脸上 有些郁郁郁市 就在这时 零碎的天元掌 也已经凝聚完毕 林放 受死吧 他看到林放 也在蓄力轰拳 脸上不由一阵冷笑 我这一招 起码比刚才强了一五成以上 你拿什么炕 随后 这宛如毁天灭地的一招 直接朝着 林放轰了过去 这一次 不会再有意外了 林放 必死 叮咚 会员仪器拳充能完毕 宿主可全力施展 听到脑海之中的提示 林放全身蓄力 身上的气息 瞬间暴涨二十倍 恐怖到了极点 灵力之中 带着巨大的威压 犹如一座巨大的山脉一般 压在众人的身上 直接让在场大半人 忍不住跪了下去 他们面带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林放 此刻林放身上的威压 竟然比家主还要更重 整个天地都在震荡 所有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地面在剧烈的晃动 林放这一拳宛如实质 以催枯拉朽一般的姿态 朝着前方轰了过去 这一拳所过之处 所有东西都化为积粪 犹如毁天灭地 轰 拳掌相撞 引发剧烈的爆炸声 伴随着一阵强力的冲击波 直接将距离近的不少林家子的 全部冲飞了出去 众人见状 连忙向着后面不断后退 下一刻 林放这一拳 直接冲破了林衰凝聚的掌印 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 继续向着前方轰去 所过之处 依旧一片激粉 仿佛丝毫没有因为刚才的队长 而受到阻碍 什么 林衰目自欲裂 脸色瞬间大变 心中恐惧之意已经填满 连忙快速后退 但此时 全忙已至 不 一道恐惧至极的喊声响起 下一刻 爆炸声 轰鸣声不断响起 直到几个呼吸之后 这种声音 才在很远的地方减弱了下来 此刻众人 都已经退到了林家围墙的边缘地带 等到林放这一拳消失 严陈散去 他们才敢露头查看 然而 紧紧一眼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他们纷纷将眼睛瞪到最大 不可思议之中 带着不敢置信 身体因为震惊 而不断地颤抖起来 林放的这一拳 竟然直接在林家 这整个大院之中 离出了一到三米宽 千米长的沟壑 整个林家 此刻竟然被一分为二 被林放从中间输了个中分 这一拳 将方圆千米的土地 都打得支离破碎 所有人此刻都惊骇到了极点 浑身颤抖 叶无敌和老祖 同样目瞪口呆 这这真的是助击镜 能拥有的破坏力吗 我是在做梦吗 一拳将我们整个林家给分开了 他们知道林放很强 但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强 强得有些不可思议 有些变态了吧 上官雅雅 作为最直观 看到眼前一幕的当事人 他心中的震惊 比之其他人更加剧烈 刚才林放轰拳的那一瞬 他分明感受到了 金丹七层之上的威压和灵力 甚至这一拳 最起码是金丹七层之人 全力一击 才有可能做得到的 而林放 才不过筑计八层的境界 两者之间的差距 起码有数十倍之多 他是怎么打出这样的力量的 难道他也有什么厉害的秘密 但什么秘技能这么强大 能比之前强大数十倍 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眼前的林放 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也有着太多 让人好奇的秘密了 呵呵 还不错 林放看着自己的杰作 心中微惊 不愧是混云仪器权 果然强大 只是可惜 竟然被躲开了 林放微笑着 看向天空之上 此时的半空之上 一道人影 虚空而立 正是林隧 此时的他 披头散发 用力地喘着粗气 浑身衣服破败不堪 手臂也断了一截 林隧看着下方林家 被一拳打出的沟壑 他的心中 无限恐惧 林放这一拳 强大的不可思议 若不是他及时躲开 是真的能够要了他的命 而即便如此 却还是让他几乎重伤 付出了一条手臂的代价 才逃脱了出来 这还仅仅只是 注击八层的林放 若是让他突破到金丹 金丹这个境界 还会有他的对手吗 一人碾压一个大境界 林隧这一刻 才彻底明白 自己将怎样一个天才 推向了自己的队里面 此时他心中不断回想 若是当时没有将林放 赶出林家 若是再坚持几天 等林放成长起来 那他们林家会不会走出荒城 成为整个东荒最为强大的家族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他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非常有可能 甚至只要林放不半途夭折 必定会 第26章 老祖能出祖四 林家祖四 丁 恭喜宿主 越级战胜敌人 基础收益加一 当前每秒可获得五枚零石 林放副手而立 白衣胜雪 眼眸深处 深色而平静 仿佛对于他面前的这巨大的沟壑 毫不在意 淡然开口 我只是略微一出手 便已置你的极限 半空之上的林碎 浑身已被冷汗打湿 心中后悔到极点 也经聚到了极点 此刻 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跟林放斗一个不死不休 林碎慢慢压下心中的震惊 平静开口 林放 你是个天才 实力也已经强大到 连我也无法对抗的地步 不得不说 若是让你在成长 哪怕一天 我都接不下你一招 但很可惜 你终究只是助激静 而我是金丹静 我们两人之间 除了境界的差距之外 还有就是灵力的差距 刚才同样一招 我的体内 还有五成的灵力存在 而你 你的那一拳那么强大 一定很耗费灵力 所以 你一定用不出第二次吧 那么现在的你 就已经任我宰割了 他所说的 还剩五成灵力多少有些夸张 但他敢打赌 林放体内 还剩的灵力 一定没有他的多 刚才那一拳 恐怕就是金丹七层 都得抽空体内的灵力 所以 林放 一定是在强撑着不倒下 就是为了吓退他 而在这时 场内 忽然再次风起云涌 磅礴的灵力 充斥着整个灵甲 一道自信的声音 响彻四周 你看我像是 灵力缺失的样子吗 众人闻言 连忙寻着声音望去 顿时目瞪口呆 林放的身上 灵力充沛到满意 丝毫没有一丁点损失的样子 哪有一点战斗过的痕迹 见状 所有人再次一惊 林放的身上 灵力快速流转 四周场内 灵气动荡 刚才的庞大气息 依然存在 威压依旧磅礴 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林放是真的一点灵力 都没有使用 完全的满状态 这怎么可能啊 不是吧 难道我在做梦 不是在做梦 是真的 林放现在的气息 平吾而庞大 丝毫没有一点影响 是真的灵力充沛 那么强大的一拳 他一点灵力 都没有损耗 所有人都惊望 林虽同样满眼 不敢置信 但见林放自信的神情 让人丝毫不怀疑 他可以继续放出 刚才那恐怖的一拳 林虽心中快速思索 一瞬间 就做下决定 逃 此子太过古怪 不能与之缠斗 先逃 剩下的 以后再说 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转身 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速度 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远处飞去 老左 林家就交给你了 林放直接朝着 林虽逃跑的方向追去 趁着现在他重伤 直接将他杀了 以绝后患 站在围墙上面的众人 此刻还没有回过神来 纷纷在回想 刚才那震天汗地的一幕 筑击八层 一拳 将弱大一个林家 分成了两半 一拳 让金丹五层境界的林虽 重伤逃跑 连家主都扛不住一击 都说天才跟常人不同 他们现在 总算是发现了 何止是不同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上 强大的令人不敢置信 直到此刻 他们才明白 林家 是将一个什么样的天之骄子 赶出了林家 林家剩下的几位长老 此刻都在后悔 后悔当初 将林放赶出林家 我们当初真的是太蠢了 竟然把林放赶出了林家 我就是个傻逼 林放这样的天才 我当时还去追杀他 不到半个月 就提升了一个半大境界 这要是能有三四个月 我简直不敢想象 林放会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 唉 我们都看走眼了 被迷了心智 直到现在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简直是大错特错 几位长老脸上都是苦涩 心中更是苦不堪言 他们现在的状态 就好像激情过后的第一支烟 脑袋里忽然就通透了起来 而在这时 祖寺之中 一句轻轻的叹息声响起 现在才后悔 晚了 花音落下 林家老祖慢悠悠地 从祖寺之中走了出来 林家所有人见状 直接猛了 老祖可以出来 什么情况 所有人全体都猛住了 林家可不是你们的林家 而是林放世子的林家 既然林放世子已经退出家族 那你们就自生自灭吧 随后 就见他留下一句话之后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不见 所有人见状 直接大惊 这是什么能力 瞬间消失 自生自灭 所有人双腿一软 直接跪倒在地上 心中后悔不已 世子房间内 林仓浑身瘫软地 躺在床上 心中愤怒难当 表情阴冷 自言自语地道 我一个金丹 竟然打不过 他一个助击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只要修炼了你的秘法 就能天下无敌吗 怎么连一个林放都解决不了 话音落下 从他的体内 当即传出一道声音 你还说呢 你他妈知道 林放是什么体质吗 那可是禁须先帖 这是间最无敌的体质 若是常人的金丹境界 挨上他一拳 恐怕早已经化为飞灰了 你修炼了我的秘法 硬抗他一拳 只是重伤 这还不足以证明 我这秘法的厉害之处吗 禁须先帖 原来是这样吗 林苍微微皱了皱眉头 随后继续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我的身体 还能恢复吗 体内的神秘人 继续说道 放心 可以恢复的 那就好 林苍当即大喜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恢复 我看就不必了 你们两个 还是就此消失吧 刷 话音落下 林家老祖的身形 当即显现而出 老祖 你 你能出来 怎么可能 你不是被封印了吗 林家老祖轻蔑一笑 你以为 那消息是谁传出去的 竟敢勾结外敌残魂 你可真是 好胆 他话音落下 直接一指弹出 刹那间 林苍的浑身 都燃起来剧烈的大火 连带着残魂也被灼烧 啊 第27章 修罗殿圣子 林随在前面逃 林放在后面追 两人一路 直奔庇护所方向 太阳渐渐升起 阳光洒满大地 庇护所城外 顾飞红正招呼手下们 准备圣子前来的事宜 他们昨天忽然收到消息 说是修罗殿的圣子光临 虽然不知道 圣子忽然要来他们这个偏僻之地的庇护所来干嘛 但顾飞红作为修罗阁主 还是要尽力接待 大家赶紧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圣子说不定已经快要到了 对于这位圣子的 顾飞红心中很难评价 以他的实力境界 在修罗殿根本排不上号 所以跟圣子接触不多 唯一听殿内老人讲过 这位圣子喜怒无常 很难看透 若是跟他相处 需要万事小心 想到这里 顾飞红心中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 将以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根本挑不出毛病 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后 修罗殿的圣子也已经到来 几位手下护卫 先是到来警戒 下一刻 两匹雪龙鞠拉着华贵的座驾 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圣子来了 我们快去迎见 顾飞红健壮 连忙安排众人打起精神 随后带着李凌峰两人 前往雪龙鞠前方叩拜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忽然飞来一道身影 正是重伤逃跑的凌碎 此刻的他劈头散发 浑身破败 再看到前方的庇护所城门 心中一喜 终于到了 只要到了这庇护所 凌峰必定不敢出手 还差百米了 很近了 快要到了 希望就在眼前 林随激动的脸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第一次感觉 庇护所这么亲切 这么充满希望 什么人 顾飞红连忙上前阻拦道 说话间 已经飞上天空 一把将林随拦了下来 林随连忙杀停自己的飞行 从空中滚落了下来 不顾一切的大喊 求庇护所救我一命 我愿意付出零食 不救 顾飞红当即拒绝 虽然心中好奇 林随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但他现在有钥匙在身 圣子前来 可不能出现一点点的差错 更何况 他对林随本来就没什么好感 死了最好 林随心中绝望不已 再次大喊 我戒指里面有几百万零食 还有无数的修行资源 另外我还知道一个零食矿脉 谁救我一命 这些都是你的 听到这话 顾飞红想都没想 就准备拒绝 就在这时 雪龙居的坐驾之中 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 东西给我吧 跟在我的队伍附近即可 林随没有犹豫 直接将手中的戒指脱下 递给了座驾旁的手下 看得出来 这座驾里面的人物身份 一定不简单 出行能够有这等座驾 还有这么多高手护卫 就连修罗阁主 都在一旁毕恭毕敬 恐怕是修罗店的某位大人物 说说吧 是谁在追杀你 年轻的声音再次响起 林随连忙拱手相告 是我林家的一个叛徒 不知从哪修的魔宫 实力大增 再加上偷袭我 导致我重伤 无奈只能逃了出来 一阵糊涂 对于林随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相信 不过看着林随身上的伤痕 以及那断掉的一条手臂 他在心中猜想 难道林家又出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了 还又被他给赶出去了 正当顾飞鸿这么想的时候 林放跟叶无敌已经追了上来 看到林随以及顾飞鸿众人 停下了脚步 麻烦大哥主将林随交给我 以后定有中险 这庇护所 毕竟是之前庇护过他的地方 在这里出手 多少有些不太好 这点面子 林放还是要给的 只是心中疑惑 林随怎么跟顾飞鸿站在了一起 他们身后的座驾里面 又是谁 林放 林随是你打伤的 顾飞鸿看到林放的一瞬 心中就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但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没错 这是我跟林随的恩怨 今天必须了解 麻烦大哥主了 林放再次说道 而顾飞鸿听到之后 却是有些为难 刚才圣子已经答应庇护林随 这个时候 他如果将林随交给林放 那就等于违逆了圣子的话 而他对于林放很是欣赏 心里还是想要帮助林放 所以很是为难 年轻人 此人我已庇护 你自退去吧 庇护所门前 雪龙居缓缓停下 里面圣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言语之中尽是平淡 仿佛只是一道无足轻重的命令而已 而林随听到圣子的话 顿时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林放 你想不到吧 当初庇护你的庇护所 如今还要来庇护我 现在 我就是站在这里让你杀 你敢来杀吗 对了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了 当初林家之人知道你的天赋之后 有不少人都想要支持你 继续继承林家世子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们全死了 我杀的 后来还把他们的尸体 扔到后山为狼了 现在应该 只剩下一堆骨头了吧 林随的脸上 止不住的癫狂 话里的每一个字 都想要激怒林放 让林放就这么退走可不行 这位圣子的手下 各个境界都不低 再加上 还有修罗阁主在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怎么能够放过 最好是能够让两方打起来 直接将林放打杀 再不计也废了林放 越是这么想 林随的脸上就越是癫狂 他的五官都已经扭曲 此刻已经毫无底线 林放这边 脸色依旧平静 眼神之中 没有一丝丝的波澜 对于林随的激将法 他自然清楚 不过此刻在他看来 林随已经是个死人了 抱歉 大哥主 这林随 今日必须死 林放没有理会那位圣子的话 直接对着顾飞红说道 随后直接越过顾飞红 一步一步地朝着林随走去 拦住他 圣子再次发话 坐驾旁边的四名守卫 立即出动 直接将林放围了起来 小子 你现在退走 我们还能留你一命 我们修罗殿圣子发话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 第28章 林随今天必须死 我说的 庇护所门前 圣子的四名手下 一个飞身 来到林放的四周 他们全部都是 金丹六层境界 比金丹五层的林随 还要高出一层 再加上他们平时 都是在修罗殿修炼 所接触到的功法招式 都比林随要强大得多 所以 从实力上来看 四人之中 每一人的实力 都远超林随 为首的球杆见林放 还在不断地往前走 当即警告道 小子 我们圣子保下的人 你就放弃吧 现在退走 我们还能留你一命 若是再往前走 那我们就只能出手了 说话间 四人已经将林放围在了中间 挡去了林放眼前的视野 见状 林放终于抬眸 将目光锁定在 雪龙居坐架上 缓缓地说道 你确定要保林随吗 话音落下 雪龙居之内 没有任何回应 仿佛是不懈回答 而四个护卫 听到这话之后 却是一脸冷笑 这人是傻的吗 圣子都说要保了 他还再问一遍 难道还想在他们 手里抢人不成 简直是痴人说梦 修罗殿做事 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哈哈 林放 我就站在这里 你来杀我呀 我求你了 快来杀我吧 我不想活了 林随已经彻底癫狂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想看着林放死 所以一直在不断地激怒林放 林放等待了许久 没有收到这位圣子的回答 他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看来 这位圣子是确定要保灵衰了 那么 出了什么意外 可就怪不得别人了 他当即点开系统面板 还有大约五十万灵石 足够打出两拳了 会员仪器拳 充值二十万灵石 启动 会员仪器拳充值成功 启动中 林放听闻 直接放开了全身的灵力压制 刹那间 整个场内全部被磅礴的灵力所充满 刚风四起 雷光影线 灵力之中带着淡淡的威压 盖在了所有人的身上 这磅礴的灵力和威压 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筑击八层 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灵力 这已经突破了筑击的范畴 达到了金丹镜的灵力了吧 好强大的灵力 所有人都是一惊 没想到林放境界低微 实力却这么强大 场内灵力动荡 让球杆四人都颇为震惊 不过震惊之后 他们脸上依然不屑 不得不承认 眼前之人确实有这几分实力 但这等实力在他们眼中 还是太过于弱小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 都足以秒杀林放 而且用不了第二招 球杆等人健壮 也同时是放出自己 庞大如山一般的灵力和威压 纷纷压在了林放的身上 场内的灵力立即被抽空 所有人都感到呼吸困难 就连在城头看热闹的众人 都感到身上被压了一座巨石 难以动弹 他们同样开口 林碎 我们保下了 说你不能杀 你就是不能杀 几人相识一眼 纷纷露出了一抹杀意 如果还不听劝 那就死吧 城头上 庇护所门口处 所有人都被门前这激烈的一幕吸引 他们承受着威压 看向林放这边 纷纷摇了摇头 林放虽然还有天赋 短短几天就成长到这种地步 但他的实力相比这些护卫 还是弱了不少 单单灵力这一方面 四人就比他要强大得多 更何况还有功法境界等等各种方面 这么看来的话 林放今日想要杀林碎 怕是不可能了 而就在这时 叮咚 会员仪器权启动完毕 宿主可全力施展 林放的声音再次响起 语气平淡之中带着一丝不屑 是吗 话音落下 他的灵力瞬间暴涨 剧烈膨胀 周围的灵气开始变得狂暴 化作恐怖的雷光 轰隆 虚空之中响起巨大的雷声 下一刻 一股相比之前 强大二十倍的恐怖气息 从林放身上散出 磅礴恐怖的威压盖地 周围一片震动 宛如天翻地险 所有人都产生了 发自内心的恐惧 就连球杆四人 都脸色大变 这灵力和威压 竟然在我们之上 怎么可能 不好 完全挡不住 林放身周雷光闪现 宛如一尊战神 生如红中 这世间 没什么事 是我不能做的 也没什么人 是我不能杀的 我说了 我必杀零碎 谁来 谁同死 场内 鸦雀无声 震战 惊恐 骇然 惊得无法说话 四人在没了之前的不屑 眼眸之中 全是惊骇 原本以为林放 是在装逼 没想到他是真牛逼 此时 一旁的顾飞红 同样脸色凝重 林放的实力 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吗 不敢愣神 他连忙一个飞身 将修罗电圣子 从作架之中代理 将林碎一个人 留在了林放锁定的位置上 临走之时 他顺手释放出一股威压 将林碎重重地 压在了原地 让他无法动弹 林放要杀的人是林碎 你们挡不住 快散开 四人不敢逞强 连忙散开 将林放的目标 林碎给露了出来 散开之后 他们连连后退 直到退到了数十丈之外 才堪堪放下心来 城墙之上的众人 也连忙让开一个 宽阔的空间 以防被林放误伤 这一招太过恐怖 他们哪怕只是在边缘 被擦上一点 恐怕都得重伤 就连林碎身旁的雪龙鞠 都感受到了极致的危险 连忙跑到了安全的位置 扑通 林碎被顾飞红的威压 压得跪在地上 脸色苍白 仿佛在接受命运的审判 他想动弹 但浑身都被死死地压住 完全站不起来 而且 他身上的灵力全无 根本无法抵挡 林放面露微笑 刚才顾飞红的小动作 他全都看到了 不愧是大阁主 果然厉害 二十万零食的 会员仪器拳凝结完毕 他直接一拳朝着 跪在地上的林碎轰了过去 这一拳能够摧毁万物 所过之处 全部化为积粪 让周围观看的众人 一阵赶战心惊 这一拳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 继续向着前方轰去 直直地命中了 庇护所门前 接受审判的林碎 不 恐惧至极的呐喊声响起 不过瞬间 就没了声音 林碎整个人 都消失在这摧毁一切的全盲之中 这一次 是真的一点灰都没有剩下 球杆四人看到这一幕 眼皮狠狠地一跳 这么强的一拳 幸好没有逞能去阻挡 不然他们 恐怕比林碎好不到哪里去 第29章 系统的小功能 破解秘术 呼 恐怖的威压结束 所有人都是尝出了一口气 刚才的重压 实在是太过难受了 让他们纷纷喘不过气来 众人回过神来之后 再次看向地面之上 这巨大的鸿沟 心中依旧震撼 这地面 可是金石铺盖而成的 哪怕金丹镜 想要破坏 都需要一番力气 此刻竟然直接被磨灭成鸡粉 简直恐怖到极点 与此同时 他们还在惊骇 林放竟然真的当着修罗殿圣子的面 杀了他保下的人 难道不怕修罗殿发怒吗 修罗殿可是东荒第一势力 随便来一个原因的手下 都能灭了他们整个荒城的 带着金骇的目光 他们看向依旧白衣圣雪的林放 以筑击八层 打出让四位金丹六层 都只能逃命的力量 林放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忽然发现林放好帅啊 好强大 我好喜欢 城墙之上 不少女子看向林放的目光之中 流露出一丝丝的异彩 实力这么强大的人 其他方面一定也很强 顾飞红同样对于林放 又惊又喜 短短几天 林放就从炼气劲 成长到了 能够单杀金丹五层强者的存在 这等天赋 这等提升速度 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 恐怕要不了几天 林放就能一举超越他了吧 真快啊 顾飞红心中一阵自豪 当初自己的眼光 实在是太好了 一下子就发现了 这个了不起的天才 只可惜 林放虽然是他发现的 但却不能留在这里 这庇护所 也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吸引林放了 顾飞红叹了口气 轻轻地摇了摇头 城墙下 还求我杀你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要求 林放看着 已经连灰都不剩的林隧 平静地说道 同时抬起头 看向城墙之上的顾飞红 眼中露出一抹感激之情 刚才林隧跪在庇护所门前 动弹不得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顾飞红给他的帮助 看来这位修罗阁主也是 极恶如仇之人啊 想着 他向着城头之上拱手感谢道 多谢四位金丹大能帮忙压制林隧 林放感激不尽 说吧 林放直接转身离去 林隧的事情已经了解 他准备再去叶家矿卖一趟 然后启程去网站天宗 这里毕竟太过于偏僻 连金丹都能算作强者 还是要去往更加繁华的地方发展 而球杆这边 四人听到林放的话 瞬间面色大变 连忙跪倒在圣子面前 圣子 我们绝对没有帮助林放 他是在诬陷我们 四人胆战心惊 这个林放怎么这么阴险 临走了 还要摆他们一道 圣子敖文没有说话 望着林放远去的身影 目光有些阴朗 林放是吗 竟然真的当着我的面 杀了我要保下的人 竟然敢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要不是 我被神秘人重伤 就凭你这助击器的蝼蚁 也敢如此嚣张 想到这里 敖文眼中射出一抹金光 随后吩咐道 球杆 去看看秦燕到何处了 让他快些赶来 刚才林放所展现的实力 让敖文很是震惊 对于他来说 林放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这样的人 必须禁止出现在东荒地带 球杆听到后眼睛一闪 秦燕可是原因尽强者 圣子这是准备对谁出手了吗 难道是刚才的林放 以圣子牙字必报的性格 倒是真的有可能 敖文吩咐之后 又转头看向顾飞红 顾飞红 你去把这个林放的资料找来 我想了解一下 这个有胆识的年轻人 是 两人分别退了下去 顾飞红看着敖文带着冷笑的目光 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圣子这是要调查林放 准备对林放出手了吗 这可如何是好呢 圣子的命令他不能违背 但他更加不想让林放受到什么伤害 顾飞红又一次陷入了两难 零碎的事情结束之后 林放和叶无敌在荒城之外 寻找到一处密铃 根据上官雅雅的想法 他准备在这里 给叶无敌传授一些秘籍 让他以后在战斗之中 能够更大发挥自己的实力 就在这里吧 悦尔的声音响起 上官雅雅从林放的体内飘了出来 绝美的脸庞引人注目 淡蓝色的长裙将腰肢衬托得宛如细柳 一双白细的狱卒 踩着晶莹剔透的水晶鞋 着实优雅高贵 师尊 雅雅姐 上官雅雅点了点头 今天看了林放的这些战斗 他忽然觉得 若是不尽快帮助叶无敌提升实力 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自己的徒儿就被他给甩在身后了 有师父的 还没有没师父的实力提升得快 那自己这个师父 做的可就太不合格了 想着 上官雅雅 直接来到两人的面前 虚空一指 一段功法被传入了叶无敌的脑海之中 无敌 这是清玄心法的口诀 你先记下来 这个心法开始修炼之后 可以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吸收灵力 提升修为 叶无敌点了点头 随后找了个石头坐下 开始熟悉功法 上官雅雅 转头又看向林放这边 林放 我觉得 以你的天赋 同镜之人 已经不如你的眼睛 恐怕以后多是越境战斗 之前追杀林碎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追得有些吃力了 毕竟他比你要高出几乎一个大境界 想要追上 实在有些难 不如我教你一个 提高速度的身法怎么样 上官雅雅认真的说道 他虽然是叶无敌的师尊 但叶无敌好像更加听林放的话 所以对于林放他 更加要搞好关系 而且日后想要报仇 以及恢复身体 说不定还需要林放的帮助 所以 趁着现在林放还没成长起来 给予他一点好处 简直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林放也没有客气 那先谢过雅雅姐了 上官雅雅说的确实没错 虽然他的实力远超同镜 再加上会员一气权 可以和高出一个大境界的人战斗 但人家毕竟比自己高出一个大境界 哪怕实力不如自己 在其他方面 也会有着差距和优势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上官雅雅嘴中念出晦涩难懂的词汇 随后伸出纤细的手指 点在了林放的额头之上 下一刻 一段身法练习的画面 被传入了林放的脑海之中 画面之中 上官雅雅穿着干练贴身 不断地在她眼前展示这个身法 林放任认真真的看了几遍 叮咚 接收到身法秘迹 星云闪 是否破解学习 二十万零食 可立即入门此秘迹 听到脑海之中系统的声音 林放一愣 破解学习 二十万零食就能直接入门 这也可以 这功能太变态了吧 这岂不是说 以后随便花点零食 就可以直接学会别人的技能了 以后 只要碰到厉害的功法秘迹 它都可以直接扔给系统 然后花点零食 一键学习 太爽了 那个一键炼化的功能 还有自动补充灵力的功能 再加上这个 一键学习的功能 这个系统 到底还有多少隐藏功能 林放 感觉怎么样 我这个秘迹 若是学会 在别人眼里 你的速度 几乎相当于瞬间移动 可以极大 提高你的速度 以你的天赋 最多三个月 应该就能够入门 上官雅雅 嘴角微微扬起 她对于自己的秘迹 可是很有自信的 好歹是上界之人 随便拿出来点东西 怎么也比下界要强的 不过这个秘迹 多少还是有些难度的 她当年 也学了三个多月 才堪堪入门的 以林放的天赋 应该还能比她 更加快一些 雅雅姐 这身法果然厉害 确实如同你所说 我感觉自己现在 就跟瞬意一样 林放的话音刚落 她的身影 骤然消失 同一时间 在上官雅雅的身后 再次出现 雅雅姐 我现在 应该已经入门了吧 啊 第三十章 林虽却死死了 我杀的 上官雅雅一愣 猛地转过神来 直接惊呼出声 已经入门了 怎么会 这么快 她的美眸之中 剧烈晃动 小嘴直接张来 心中满是不敢置信 要知道 她当年 可是学了三个月 才堪堪入门的 而且这三个月 还基本都是 不吃不睡 一直在学习练习 最终才能有所感悟 怎么到了林放这里 看一遍就会了 她怀疑自己在做梦 自己才刚刚 把秘迹传给她 雅雅姐 你看 林放此刻 正在适应 这个身法的运用 当着上官雅雅的面 接连几个闪身 不断地出现在 不同的方位 看到这一幕 上官雅雅的嘴角扯了扯 还挺熟练 不得不说 林放是个 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 甚至这天赋 得遭天堕啊 对了 这个身法 虽然简单 但对于你这个境界来说 是极其耗费灵力的 你注意一下 自己的灵力 按照我的估计 如果是五十米之外 连续运用此身法 你的灵力 大概只能支持 三个呼吸的时间 上官雅雅提醒道 才三秒 我前世的兄弟 都没这么快 林放心中不以为然 自己可是无限蓝好吗 别说三个呼吸 就是三天 也丝毫不会腿软 雅雅姐 三个呼吸是别人的极限 可不是我的极限 林放的声音 在四面八方 各个不同的地方响起 刷 四面八方 刹那之间 全是她的身影 已经分不清 到底哪个 才是她的真身 而且 林放每一段闪现之间的距离 都有百米上下 这一幕 直接让上官雅雅 倒抽一口凉气 小嘴微张 愣在了原地 自己努努力力学了 三个多月的秘籍 人家看一遍就会了 而且还运用得这么自然 甚至她 还能一直运用这个身法 看上去并不怎么耗费灵力 这等体质 和天赋 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她的心中 一股挫败之感 油然而生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林放这边 现在闪现已经练好了 林家 她是肯定不会回去了 最多再去看望一下 林家的老祖 之后 就要去往战天宗了 还有中州林家的事情 中州林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放心中很是好奇 不过这一切 都等到实力提升起来 之后再说吧 现在的自己 看似在这东荒城内 几乎无敌 但是到了外面 修为还是太低了 还是需要 尽快提升实力 不过 去占天宗之前 倒是可以 再去叶家矿卖一趟 拿点路费盘缠 无敌 我们回叶家矿卖 另一边 修炼阁大殿内 圣子敖文看着手中林放的资料 眼皮剧烈跳动 瞳孔不断地收缩 这个林放 竟然这么厉害 炼器六层 碾压大阁主的炼器七层 七天之内 从炼器六层 提升到了助基镜 又用了一个月 从助基镜一层 提升到助基八层 眼前顾飞红提供的这些资料 他心惊不已 顾飞红心虚地点了点头 上面的资料 他其实已经做了一点点的修改 相比林放真实的资料 稍微保守了一点点 等顾飞红退下之后 敖文看着手中的资料 心中已经有了一丝危机感 林放的天赋 已经不弱于他了 这样的人物 不可能只待在 这偏僻之地 早晚会出去的 若是被其他大势力发现 日后就是他的一个劲敌 绝不能让他走出这里 想到这里 他更加坚定了之前的想法 秦燕 你去会一会这个林放 是 另一边 叶家矿卖处 还不知情的叶家 和林家两家人 依旧守着矿卖的出入口 两边还在等待林随 回来商量最后的结果 业绩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林随去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回来 难不成这林放还很难抓吗 还是遇到了什么别的变故 不等了 这矿卖停下一天 损失的可都是钱呢 若不是怕林家 把这矿卖的消息给传出去 他早在林随走了之后 就直接将林家人赶出去了 现在等了他一晚上 既然回不来 那可就不怪我了 想着 他直接叫来了家族内的长老 悄悄地在他们的耳边 言语了一番之后 几位长老脸色一喜 连忙下去安排 不一会 叶家子弟 纷纷纷站了起来 不怀好意地看向了林家方向 呵呵 林家 我们人你们很久了 兄弟们 干他 当即 所有的叶家人全体出手 直接将散乱的林家人 冲散了开来 大战再次开始 不过片刻 没了主心谷的林家 直接陷入了下风 不一会 林家就全部被包围了起来 叶家人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等我们家主回来 有你们好看的 一众林家子弟愤慨不已 竟然趁着家主不再偷袭他们 这梁子 今天是彻底结下了 叶家几位长老 此时则很是得意 回来 哈哈 你们的那新任家主 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 怕不是 已经死在林家了吧 你胡说 林家气急败坏 我们家主经单五层境界 连你们的家主都不是对手 怎么可能会死 你们别做梦了 就在这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 从众人的身后传来 林虽却死死了 我杀的 第三十一章 自后退者 可活 林虽确实死了 我杀的 林家和叶家人 都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纷纷愣在了原地 林芳 他这话什么意思 家主被他杀了 怎么可能 家主可是经单五层境界啊 他不过是助击妻 怎么可能杀得了家主 你胡说 林芳 你一定是被 我们家主追杀到这里来的 快别胡说了 家主不可能死的 林家子弟纷纷反驳 而叶家这边 几位长老听闻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如果你们家主没死 怎么可能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而林芳却能安然无恙地来到这里 你们啊 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不管这是是真是假 反正现在能够刺激刺激凌家人 也挺爽的 而叶级这边 则是将目光放在林芳的身上 似乎想要看出他说的是真是假 不过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来什么 林芳 你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是想要接替林家家主之位 昨天他就已经听闻 林芳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金丹境 连金丹一层的林仓都不是对手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林芳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千万不能让他在这里接手家主之外 那样林家就再次有了主心骨 矿迈的事情就危险了 林芳听闻笑了笑 接替家主 那倒没有 我只是来这里取点盘缠而已 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 所以看着矿迈 你们一时之间也挖不完 不如分我一点 让我有个去往别处的路费 如何 路费 来我矿迈取 几位长老听到林芳的话 先是一愣 随后直接怒了 怎么这一个两个的 都盯着我们叶家的矿迈 还都是姓林的 今天跟姓林的范冲是怎么着 临时没有 滚一边去 一位长老当即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林芳的身形瞬间闪烁到他的面前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急 直接一拳轰出 哄 巨大的烟尘铺天盖地 眨眼之间 叶家长老就被打飞了出去 生死不知 见到这一幕 全场皆惊 一拳 就连叶纪也被震住了 这是什么身法 还有这一拳之上的威力 是随手一拳 还是权力 他的脸上微微慎重 到这里 心中几乎已经相信了林芳所说 恐怕林芳 还真有杀死林衰的能力了 林芳 你到底想要如何 叶纪再次问道 脸上的表情愈发慎重 刚走了一个林衰 又来了一个林芳 今日之事 恐怕是不好结束了 丁 恭喜宿主越级战胜敌人 可获得基础零食加一 每秒可获得六枚零食 如何 林芳倾笑一声道 这座矿脉 我要了 你们 现在全部离开 什么 要整座矿脉 还要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走 林芳的话 让林叶两家人都梦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林芳把他们给包围了呢 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吧 叶纪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围起来 所有的叶家人纷纷行动 将林芳包围了起来 当着他们这么多人的面 说要占领叶家的林矿 简直找死 而林芳健壮 并没有丝毫惊慌 反而目光看向业绩的方向 大人开口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字后退着 可活 话音落下 不少人扑斥一声 笑出了声 到底是谁包围谁啊 被包围了好 如此嚣张 是傻了吗 唉 剑并没有人听话 林芳摇头叹息 既然如此 就这样吧 下一刻 她的眸光忽然亮起 天空一道惊雷 沉重的威压 瞬间落下 全场所有人 全部被镇压在地 林芳微微叙事 随后一拳轰出 哄 煞时间 宛如天崩地裂 整个矿脉之内 倒是都是狼烟 惨叫声 呐喊声不断 待狼烟散去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此时的矿脉 宛如被一道巨大的沟里 离出来了一道沟壑一般 只是这个沟壑 宛如天欠 巨胆深邃 而刚才包围林芳的叶家人 瞬间死伤大半 而这一切 竟然都是林芳打出来的 全场所有人 此时都惊呆了 叶家的所有人 都双腿一软 直接坐在了地上 这是什么修为 叶家长老 也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扑痴 站在林芳对面的叶绩 一口咸猛地喷出 心中都顿时惊恐起来 此时此刻 她无比相信 林家的林衰 绝对是林芳所杀 有这实力 林衰也绝不是对手 慢着慢着 林芳小友 这矿麦 我们送给你了 我们这就离开 叶级微微颤抖着嘴唇 用惊呼求饶的语气说道 随即 就连忙招呼 所有叶家人 快速地离开了矿麦 叮叮叮 恭喜宿主 可获得基础零十加十 当前基础零十 数十六枚零十枚秒 十六枚 那一天就是 一百三十八万 林芳心中一喜 一天百万了 起码在金丹一层之前 几乎就是一天 可以提升一个境界 想到金丹 她的心中 微微有些期待 提升到金丹之后 自己的禁须仙体 将会再一次升级 到那时候 不知道 会有多强呢 想到这里 她没有浪费时间 当即招呼叶无敌 出来一起挖零十 无敌 出来挖零十了 这么大的一个矿麦 挖出来的零十数起码 也能让自己提升到金丹七吧 另一边 叶家人走了之后 林家众人 纷纷愣在了原地 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到现在他们还没想明白 家主死了 被林放打死了 林放一招 就将叶家的家主打跑了 现在又占了这个林框 想到这里 他们眼中微微兴奋 林放可也是林家的人 他占了林框 那不就等于林家占了林框吗 现在林家的家主死了 那边推举林放 做家主就好了 想到这里 林家的人纷纷上前 想要讨好林放 林放 你也是咱们林家人 现在咱们林家危难 你可不能 而林放早就注意到了几人的举动 当即一拳朝着几人轰出 滚 第三十二章 圣子啊 你这是惹了一个绝世的恐怖存在啊 赶走了林叶两家人之后 叶无敌和林放两人再次进入了矿脉之中 这一次 没有别人的打搅 终于可以拿个痛快了 经过几天的挖掘之后 两人风尘仆仆地走出了矿脉 这几天 可谓是收获满满 林放因为有系统的加持 根本不用去挖矿 直接打手一摸 零食直接到账 方便又快捷 不过因为叶无敌和上官雅雅在旁边 他也没有施展得太明显 即便如此 几天的时间 挖出了上千万块的零食 足够接下来的行程了 而且在挖矿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也或者是系统的bug 比如说 自己将境界提升到金单之后 那么自己的实力 就大概到了原因以上 这个时候 如果自己憋着 不去提升境界 一直一滴境界 去跟别人战斗 那么 积攒零食的速度 会不会快一些 就算是遇到了 比原因更强的强者 自己也可以瞬间提升境界 然后再去战斗 如此一来 就能把收益达到最大化了 想到这里 林放有些跃跃欲试 感觉可行 无敌 你帮我略阵 我突破一下 扔下一句话之后 林放直接打开了系统面板 点击了一键炼化 一个瞬间 他身上的气息 骤然开始提升 身上的灵力 快速暴涨起来 境界朝着注击九层靠近 哄 注击九层 突破成功 这还没完 他的气息继续向上 似乎想要直接突破金单 体内的上官雅雅见状 眼中无限惊讶 静虚仙体 果然妙用无穷 无穷无尽的气海 可以让他无限制的突破 根本无需担心 气海被撑爆的问题 很快 林放的气息 再次猛的暴涨 轰隆隆 这一次 他的身周 都出现了剧烈的冲击波 一阵烟雾飘起 叮咚 恭喜宿主 成功突破金单一层 静虚仙体 进入第二阶段 宿主实力 可强于同径十倍 基础实力 可媲美金单五层 配合二十倍 混元仪器权 可重伤原因一层 终于 金单了 林放的身体 从烟雾之中缓缓升起 金单净宏大的气息 覆盖全场 远比同径 强大十倍的灵力 及威压 自他体内 涌现而出 叶无敌在一旁观看 心中羡慕不已 大哥的实力 又一次暴涨了 我也要加快速度 不能被大哥 拉开了插卷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注意 呵呵 终于找到你们了 才金单净吗 好弱小的感觉 你是谁 叶无敌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警惕了起来 我 秦燕轻蔑一笑 我自然是杀你们的人 话音落下 刹那间 微压盖地 整个旷迈的天空 风云变幻 虚空之中 隐隐雷声响起 灵力交织 化作恐怖的雷龙 在林家上空盘旋 他瞬间出手 强大的雷龙带着闪电 朝着林放的方向轰去 雷龙瞬间抵达林放面前 轰的一声爆炸开来 再看原地 已然没了林放两人的身影 秦燕一愣 什么神法 你是那修罗店的人 林放的声音 从秦燕的背后传出 秦燕一震 浑身毫毛瞬间竖起 连忙以最快的反应速度 飞上天空 当下心中一惊 这是什么速度 刚才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雷龙 击中了林放 而现在 他却毫发无伤地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这速度 连他都没有看清 秦燕的眼中 出现一抹凝重之色 单单是林放这速度 就足以让他心惊 看来圣子得到的传言 飞须 林放确实有两把刷子 想到这里 秦燕的心中仅剩了几分 我们圣子大人 想要你的命 明白了吗 说着 秦燕身上的气势 猛然大变 手上雷龙交织 虚空之间 响起阵阵恐怖的雷声 一股磅礴而恐怖的微能压下 刹那间 上百条数十米的雷龙 自虚空浮下出 盘旋在天空之上 将整个矿脉覆盖 整个场内掀起一股可怕的飓风 大地震荡 周围灵气直接被劈碎 秦燕随手一指 数条雷龙宛如有了生命一般 快速地游动向着林放飞去 瞬间就达到了林放的面前 轰轰轰 刹那间 地上被炸出五个十几米的深坑 一阵烟尘散去 林放再次出现在视野之中 身上光亮如星 一丝不苟 这些雷龙 竟然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 这是什么身法 竟然这么厉害 我竟然看不清他的身形 照这么下去 恐怕我的雷龙用光 也打不中他 秦燕紧紧皱起眉头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助击镜 竟然这么棘手 他再次大手一挥 天空之上的所有雷龙 全部停止盘旋 一个个朝着下方冲去 上百条雷龙 将整个天空都遮住了 这些雷龙带着恐怖的威能 纷纷朝着下方的林放冲击而去 秦燕心中冷笑 这次 我看你怎么躲 上百条雷龙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朝着下方冲锋 那强大的威压 让不少房屋 都直接坍塌了下去 这场面 宛如蔑氏一般 轰隆隆 雷龙在看到林放之后 骤然加速 猛地朝着他冲击 瞬间就在他身上 和四周爆炸开来 整个场内 顿时响起 阵阵爆炸的声音 地面不断震动 林家院内四周的房屋 全部被震塌 数百条雷龙爆炸形成的冲击波 瞬间将场内的众人冲飞 下一刻 一股巨大的蘑菇云 缓缓升起 整个旷迈山谷 被炸出了上百米的巨坑 而在这时 阎尘之中 一道身影 从爆炸的中心缓缓升起 慢慢地升至半空 虚空而立 打完了吗 现在 该我了 林放的身体 缓缓飞升 浑身金丹的气息 当时释放而出 刹那间 一股远超金丹静强者的气息 出现在场内 竟然在一时之间 跟秦燕原音静的气息 不相上下 秦燕见状有些发愣 完全无法理解 他感受着林放身上的气息 心中一片震动 这是金丹能有的气息 金丹静就有这么庞大的凌链 他的眼中凝重无比 甚至多出了一丝丝的忌惮之色 这个林放 太过于古怪了 实力更是强得可怕 远超同静 这种人物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难以想象 这样的人物 若是更进一步 整个东荒年轻一辈 还有谁能够压得住他 难怪圣子一心想要除掉他 想到这里 秦燕不敢犹豫 再次凝结灵力 全力出手 煞时间 天地再次变色 雷光涌动 整个天空都被一片雷云掩盖 当空雷声乍响 雷光闪现 自雷云之中 一个巨大的龙头缓缓出现 随后是龙声 龙尾 这一条雷龙 足足有数百米长 单单一个龙头 就有邻家一个大殿一般 在天空之上 紧紧游动了几下 就带起一阵阵的气流动荡 山石瞬间崩碎 这条雷龙 不管从任何方面 都没有人敢忽视他的恐怖 林放 今日我必须杀了你 天空之上 晴燕声音汗天 而话语竟是从雷龙的嘴里传出 此刻的他 仿佛已经与雷龙融为一体 真正让这条雷龙 有了生命一般 可以随意翱翔 尽情攻击 我也正有此意 今日你必须死 林放继续生智 跟晴燕相同的高度 话音落下 他身上的零力 再次暴涨数十倍 天崩地线 乾坤震动 整个矿脉掀起一阵剧烈的刚风 与此同时 自他的身后 一条巨大的金龙浮下而出 整个巨龙栩栩如生 完全由零力化形而成 龙须龙铃清晰可见 仅仅只是龙头出现 就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金龙身上的庞大气息极威压 自龙身之上 还产生了一丝丝的龙威 宛如真正的龙一般 晴燕甚至还在金龙的眼睛之中 看到了一丝丝的蔑视 好像有些看不上自己的雷龙 这怎么可能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眼皮狂跳不止 心中惊骇到极点 金丹的实力 怎么可能凝聚出 如此强大的金龙 这不可能 晴燕顾不得心惊 在自己的雷龙形成的第一时间 直接朝着零放冲击 零放身旁的金龙剑状 无需零放的命令 竟然自顾自地遨游而出 游动的期间随意一甩尾 竟将那片空间的灵力 直接抽爆了开来 哦 两龙速度极快 瞬间就相撞在一起 哄 金光闪耀 雷光迸发 炙热而璀璨的光芒 在天空之上碰撞 剧烈的冲击波扩散而出 下一瞬 晴燕所操控的雷龙 发出一声恐惧的吼声 之后瞬间破碎开来 整个龙身 直接被撞得支离破碎 什么 怎么可能 晴燕整个人都惊住了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自己一个原因所凝聚的一招 竟然拼不过一个金丹 来不及多想 金龙直接朝着 他撞了过来 随后剧烈的爆炸发生 一道道冲击波 席卷整个矿脉 轰隆隆 巨大的蘑菇云 骤然升起 远在数十里之外荒城之中 不少人都感受到了 这剧烈的震动 带蘑菇云缓缓消散 烟尘散去 秦燕破败的身躯 出现在巨坑的坑底 此刻他已经忘记了 身体被打得支离破碎的疼痛 眼中全是震惊 他的这一招 竟然连一息的时间都没坚持住 就被打得支离破碎 要知道他可是原因进强者 相比林放 可是多出一个大境界的灵力 而且 这还是他最为引以为傲的秘迹 这一招 在整个东荒的同境之间 也难寻敌手 结果连身为金丹的林放一招 都戒不下来 秦燕此刻心如死灰 满是绝望 圣子啊 你这是惹了一个绝世的恐怖存在啊 第33章 饭后飞一飞 身体赛底魁 林放望着已经死去的秦燕 心中微微愤怒 我没有招惹你 你倒是来招惹我了吗 修罗殿圣子是吗 你已有取死之道 无敌 在这等我一会 我去去就来 他一把抓起秦燕的尸体 直接往庇护所的方向飞去 不过片刻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庇护所的门口 抓起秦燕的尸体 直接扔在了庇护所门口处 随后就准备进去 就在这时 上官哑哑的声音 忽然传入他的耳边 别进去 里面有一位化身后期的强者 林放身形一顿 看来不能找大哥主聊天了 摇了摇头 再次往叶家矿脉飞去 在他飞走之后 庇护所上空的天空之上 忽然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一个身影从中走出 正是从林家消失的林家老祖 他看了眼庇护所之中 已经受重伤的敖文 轻笑一声 看来家主的计划 似乎出现了披露啊 林放和叶无敌 离开矿脉之后 顺道去了一趟林家 得知林家老祖已经消失了 他便也直接离开了林家 看来林家绝对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位老祖 恐怕也有别的身份吧 两人了无牵挂 开始向着战天宗的方向前进 经过近二十天的漫长赶路 林放和叶无敌 终于在招生之前 赶到了战天宗 站在战天宗山脚下 看着前往山上漫长的队伍 两人一阵扎舌 来的人可真多呀 不愧是第二宗门 果然厉害 大哥 这里确实比我们荒城 要繁华不少啊 金丹静在路上 竟然随处可见 荒城根本没办法相比 叶无敌看着来往的众人 心生向往 这种地方 才是他们应该来的地方 这二十天赶路的时间里 他无时无刻都在修炼 终于在昨天 将境界提升到了金丹静 原本以为 凭借金丹静的修为 最起码也能在这里横着走了 结果没想到 单单是这一路走来 就遇到了不少于十个金丹 在荒城作为中流砥柱 甚至家主才能有的境界 在这里竟然满地走 嗯 这里确实比我们那里要强得多 就是不知道这次的招生里面 会不会有原因呢 林放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金丹三层 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在压制修为 不想要提升得太快 这样可以多争取一些基础收益 现在哪怕不用会员仪器权 他的真实实力 也已经达到了园阴三层左右 再加上星云闪 即便遇上园阴五层 他也能占而胜之 两人从山脚下排队 很快就到达了山顶 按照占天宗的安排 今天只是报名 明天才会开始正式考核 名字 年龄 修为 林放 二十一岁 金丹三层境界 叶无敌 二十岁 金丹一层境界 两人各自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修为 负责报名的长老点了点头 还不错 这一次招生来的人修为 大概都在筑基八层到金丹五层左右 你们的实力占中等 只要不放弃 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考核的 不过你们也不要因此自傲 想着自己能够取得什么好名次 这一次还是有着一些金丹七八层的黑马 他们是这次考核夺冠的热门人选 你们这修为 应该是无缘了 长老严肃地说道 每一个报名的人 他都会将这些话重复一遍 每一次宗门考核 都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 觉得自己可以一飞冲天 所以就狂妄自大 这一点不可取 就在这时 在宗门的天空之上 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轰鸣声 伴随着破空的声音 那是什么 天上有东西在飞 临放两人连忙寻着声音望了过去 只见 在高空之上 正有一物从远处快速朝着占天宗飞来 穿过云层之后 在身后拖起长长的一道尾云 嗡 在接近占天宗的附近之时 天空之上响起一道剧烈的炸响 竟是因为速度过快 而产生的音爆声 临放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心中惊讶 难道修行舰还有导弹 科技修仙 天空上的景象 跟临放前世看过视频里面的导弹 可太像了 这速度 这音爆声 还有恐怖的威能 太像了 什么导弹鬼 那是我们宗门的太上长老 太上长老在散步呢 散步 临放和叶无敌同时惊呼出声 音爆都出来了 你告诉我他在散步 哪有人用超音速散步的 还有 这不是在天上的吗 这也叫散步 似乎知道两人心中的疑惑 报名长老细以为常地解释道 我们的太上长老最近迷上了养生 听人家说 饭后飞一飞 身体赛里亏 所以他每天吃完饭之后 就在这方圆百里随意地飞上一回 对了 太上长老还是倒着飞的 听说也有什么讲究 不过我不太清楚 卧槽 还是倒着飞的 夜无敌听后大为震惊 而临放这边则是哭笑不得 人上了年纪之后 是不是都喜欢养生 这饭后飞一飞 身体赛里亏可太秀了 果然 哪里的老人都一样啊 临放想到前世小区里面 看到老人锻炼的场景 紧接着问道 那太上长老飞完之后 是不是还要去撞树 撞树 长老摇了摇头 太上长老一般都是撞山 牛星号 临放比了个大拇指 修行界养生果然不一样 第二天 在战天宗的山脚下 集结了将近五千人 这些都是昨天报名 今天参加考核的人 临放和叶无敌也在队列之中 待所有人集结完毕 天空之上长老缓缓升起 声音传遍四周 我们战天宗的考核 今天就要正式开始了 相信这次考核的内容 大家也都大概了解了 待会 我会带领你们去往一处秘境 在这个秘境之中 灵气非常的稀缺 大家刚进入的时候 可能会感觉难以呼吸 等适应适应就好了 咱们这一次的考核也很简单 每个人只需要杀死二十只二级灵兽 然后将灵兽的灵盒上交宗门即可 二级灵兽的实力 大概在筑基八层左右 很容易就能杀死 这个考核很简单 但也有相应的要求 那就是 所有人不得带任何能够补充灵力的物品 零食 丹药 带有法阵的配饰 都不能带到秘境之中 咱们这一次考核的就是 所有人在灵气缺失的情况下 会怎么战斗 经过漫长的讲解 所有人都听懂了考核的内容 简单来说 就是灵气缺失 还不准带任何补充灵力的物品 无法补充战斗消耗的灵力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交给宗门二十枚二级灵兽的灵盒 见所有人都明白了考核内容 长老再次说道 现在 长老们会收走 你们手里的所有物品 希望大家主动上交 考核之所以有这个规矩 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作弊 公平竞争 如果有人胆敢作弊 破坏了考核的规矩 哼哼 直接赶出宗门 说话间 长老们已经开始了行动 一一走到队伍之中 开始收走所有人手上的空间戒指等物品 在走到灵方面前的时候 这个长老继续提醒道 当然了 如果你们有能力作弊 还不让我发现 那我算你们厉害 也算你们的本事 不过 相信你们都不会有这个本事的 说完 他在灵方的身上扫了一圈 微笑着再次开口 你们看这个年轻人就很不错 人家什么戒指都不戴 一看就是会遵守规则的人 大家要多像这样的人学习 公平参赛 靠自己的实力取得胜利 第34章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叛逆吗 灵方心中有些尴尬 这么夸我 合适吗 我是什么都没有戴 但我有挂啊 他此刻很想问一问 如果作弊真的没被这个长老发现 到时候通过考核该怎么算 但犹豫了半天 始终没有开口 一旁的叶无敌 把手中戒指上胶之后 心中微微庆幸起来 幸好这段时间 师尊都待在大哥的身上 不然 若是这个时候出来复身 说不准会被这些长老们发现 还好还好 不过他心中也有些奇怪 自己的师尊 怎么一直复身在大哥的身上呢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再想这些 经过这些天的磨练 他虽然只有金丹一层的境界 但真实实力 已经有了金丹四层左右 通过考核 拿下一点名次 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当然了 大哥肯定是更加恐怖了 在金丹一层的时候 就能强杀袁英一层 现在金丹三层的境界 在场没人会是他的对手 回想起当日临放大杀四方的一幕 他的心里就一阵羡慕 等长老们将所有的事情 都交代完之后 综门考核正式开始了 五千多人 两千多个队伍 每队两人 纷纷从不同方向 被带入了秘境的深处 秘境很大 完全可以容纳这些人 好了 就落在这里吧 这是秘境的西北角 你们静止往前走就可以了 考核时间为一天的时间 在这一天时间内 你们每人都需要积累 二十个二级灵兽的灵核 才算通过考核 如果你们积累的灵核超过一百枚 可以得到一些特殊奖励 是我宗门的一些秘书点击 对你们这个境界大有用处 对了 你们记得 不要去往秘境最为中心的位置 那里会有三级的灵兽 很危险 听到这里 灵放眼前一亮 在心中询问道 系统 如果我越境杀掉三级灵兽 可以增长基础收益吗 可以的宿主 只要是境界比你高的 不管是人 还是灵兽 都是可以增加基础收益的 灵放点了点头 王长老 那如果击杀三级灵兽 该怎么算灵核呢 这个长老姓王 是灵放两人在路上得知的 王长老眼皮一跳 怎么越说危险 还越感兴趣了呢 三级灵兽的灵核一枚 相当于一百枚二级灵核 不过我需要提醒你们一下 三级灵兽的实力 大概在我们境界的清单 八层 以你们的实力 三级灵兽唯有逃跑的份 另外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捏碎手中的呼救灵时 到那时会有人救你们的 不过你们的成绩也会作废 祝你们好运吧 一位长老带着灵放两人 飞到秘境深处之后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 随后身体升空 快速飞走了 两人一落地 一夜无敌就兴高采烈 大哥 我们去哪杀灵兽 二十的灵核 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随随便便杀点灵兽 就可以拿到了 不过刚晋升金单一层的他 还是想多战斗一番 看一看自己的实力 刚才王长老不是说了吗 往深处走可以找到三级灵兽 咱们直接去秘境深处 一枚三级灵兽售盒 就可以完成考核 他干嘛还要去杀那些二级灵兽呢 这位王长老的话 让灵放产生了一丝丝的兴趣 两人说着 往秘境深处走去 另一边 王长老一边往宗门方向飞行 从怀里掏出一个透明状的玻璃球 回向球 这是一个记录显现秘境画面的灵器 主要作用是记录秘境的实时画面 长老们通过回向球 就能实时查看秘境各个角落 在这些弟子发生危险的时候 随时救援 防止意外发生 若是灵放看到这个东西 一定会大吃一惊 卧槽 这不就是监控吗 王长老拿出回向球之后 第一个画面显现的 就是刚才三人降落的地方 画面里 灵放和叶无敌 禁止往秘境的深处走去 刚才王长老不是说了吗 往深处走可以找到三级灵兽 咱们直接去秘境深处 听到两人的对话 王长老眼皮狠狠地一跳 我还专门提醒了一下 不要往深处走 你们还偏往深处走 早知道 我何必跟你们说这个呢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叛逆吗 王长老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继续往前飞 算了 不管他们了 让他们好好尝尝记性 等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知道不听老人言是什么后果了 说着 他头也不回地往宗门方向飞去 很快就飞到了宗门的山顶处 来到长老阁 静止走了进去 此刻长老阁里面 正有数百名长老聚集 在他们的面前 分别放着一个灵器 正播放着考核所在秘境的画面 此时正是考核刚开始 一般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 诸位长老都显得很是随意 一边查看 一边闲聊了起来 这个秘境是真不错 灵器全无 里面三只强大一点的灵兽 还都沉睡了 只剩下一些个三级灵兽 这个秘境 还是我们第一次作为考核的地点 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 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之前不都查看过了吗 也在秘境的各个地方 安装了这么多的画面灵器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 请客间就能赶到 哎 我总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秘境的中心位置 毕竟有两头四级灵兽存在 而且听说 他们好像是在 守着一只即将化形的五级灵兽 一位长老说到这里 眉头微微皱起 四级灵兽 实力相当于修炼者的原因八层 而五级灵兽 则相当于人类的化神之境 灵兽突破五级之后 就可以化为人形 这个秘境之所以灵器全无 就是因为这只灵兽突破五级 开始化形 把所有灵器全部吸收了 一旦这三只灵兽醒来 那么考核的弟子们就危险了 嗨 你不要太担心了 那两只四级灵兽 不是都沉睡了几十年了吗 不用大惊小怪 至于那只五级灵兽 已经化行了上百年 看那样子 应该还需要百年才行 灵兽化形也是很难的 听到这里 几位长老点了点头 这个秘境 他们考察了几十年 里面的两只四级巅峰灵兽 一直在沉睡 五级灵兽在化形 一百多年都没有动静了 除此之外 也就是一些三级灵兽了 不足为惧 几十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的 不可能今天无缘无故的就出事 只要不影响到五级灵兽 沉睡化形 能出什么事 而且 他们在场数百人 哪个不是原因境界 即便四级灵兽暴动 他们也能应付 第三十五章 现在的年轻人 一身的反骨 秘境之中 灵放两人 快速地朝着秘境深处而去 叶无敌借助秘境之中的树干 不断地跳远 而灵放则是一路脚步粘地 在离地半米的位置 低空漂浮前行 两人一路上 遇到不少二级灵兽 和其他考核的弟子 但都没有停下 这些灵兽实在太弱 根本无法让他们提起兴趣 而且 灵放还想着 多杀一些三级灵兽 提升一下自己的基础收益 这么非确实省力 不过怎么感觉有点 不太美观呢 像鬼一样 等进入这个宗门了 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看一点的飞行方式 对了 可以学一学遇见 那玩意帅 灵放在心中思考到 随后又想起系统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多进行越级战斗 提升基础收益 先把基础工资提上去 而且现在的攻击手段 也有些薄弱了 除了一个星云闪的位移技能 就是混元仪器群了 没有其他的攻击手段 战斗起来一直放大招也不行 而且他的大战虽然恐怖 但遇到高境界的人 还是能够及时 嗅到危险躲开的 这样的话 他就需要有一些 其他的辅助手段 才能更好的越级战斗 当然了 灵放想的是 在进入战天宗之后 多学习一些其他的手段 丰富一下自己 最好是能够装逼的 秘技这种东西 强不强无所谓 但一定要帅 毕竟帅是一辈子的事 正想着 在他们的面前 出现一头巨兽 这巨兽足有五米高 一条手臂 都有树干那么粗壮 看上去恐怖至极 大哥 是三级灵兽 暴雄 叶无敌连忙调动 其体内的灵力 集中精神 灵放的身躯 缓缓落地 脸色平静 不是一只 是两只三级灵兽 在两人的身后 同样有一只灵兽出现 堵住了他们的退路 两只暴雄 都是五米多高 巨熊类型的灵兽 此刻他们一前一后 将灵放包围了起来 防止两人逃跑 灵放见状有些稀奇 还挺聪明 竟然知道包围我们 战天宗长老阁内 不好 有考核弟子 进入了秘境深处 遇到了三级灵兽 而且还是两只 长老们手中的回向灵球 是实时传输的 所以 在灵放两人 遇到暴雄的第一时间 他们就已经看到了画面 王长老看着手中 两人被包围的画面 心中一阵无语 不让你们去 你们还真去啊 还一路静止 往秘境深处跑 是怕自己死得太慢 还是怎么着 他原本以为 灵放两人 只是为了在他面前装逼 在他面前冲胖子 没想到 他们竟然真的 前往了秘境深处 顾不得心中的无语 刚过来坐下不久的王长老 连忙收拾好东西 重新前往秘境 秘境深处 距离宗门 已经有了一些距离 他现在赶过去 也需要一些时间 现在他只能祈祷 那两只暴雄 还不太饿了 这样 灵放两人 还能死得慢一些 王长老走后 不少长老 也将目光挪向了 灵放这边的视角 随时观察着那里的动向 唉 现在的年轻人啊 全身都是反骨 没一个听话的 一些长老摇了摇头 无语地说道 三级暴雄 实力已经相当于 人类的金丹八层境界了 而灵放两人 还同时遇到了两只 他们之中 境界最高的灵放 也才金丹三层 遇到这种情况 若是没有人去救 几乎就是必死无疑了 几位长老继续关注 画面之中 吼 灵放两人前方的暴雄 暴雄一声大吼 随手把一旁的树木拨开 向着两人走来 每走动一步 地面就会发生一些 轻微的震动 一步一个脚印 一人粗的树木在他的手边 竟然跟杂草一般 随意地就拔出扔到了一旁 大哥 你一只 我一只 怎么样 叶无底脸上有些兴奋 虽然他的境界 才金丹一层 实力才达到金丹四层 不过这两只暴雄 都属于笨重型的 速度不会太快 他只要躲开 重要的攻击即可 有着师尊教给他的身法 这两只暴雄 绝对无法碰到他 林放点了点头 好 你小心一点 等我解决了这只灵兽 就过来帮你 两人瞬间做好决定 当即分开而来 叶无底在树干之间不断跳跃 吸引暴雄的目光 暴雄一声怒吼 跟着跑了出去 叶无底速度极快 暴雄不管怎么追 都追不上他 根本碰不到一丝衣角 几位长老看过之后 纷纷点了点头 看样子 这两人还有几分实力 脑子也够灵活 知道硬拼不过 就发展自己的速度优势 甩开灵兽 而林放这边 看着向着自己走来的暴雄 面色平静异常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当即右手握拳 做出战斗的姿态 前方的暴雄见状 感觉到了眼前渺小之人的 挑衅意味 顿时大怒 脚步的动作提升起来 快速地冲向林放 一巴掌朝着他的位置拍来 长老哥 几名长老同时惊呼 这小子想干什么 他不会想要硬抗暴雄的攻击吧 他疯了吗 暴雄本身就是力量型灵兽 随手一击 就可以拍死金丹七层的强者 这小子才金丹三层 不要命吗 完了 快躲开 几人正说着 暴雄的攻击已经到了 有几位长老 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林放被一巴掌 排成肉泥的景象 金丹三层 就敢跟三级灵兽应拼 简直是在吃人说梦 几位长老叹了口气 这下子 林放怕是要死了 画面之中 暴雄的巴掌 重重地落在了林放的身上 哄 犹如巨石落地的声音响起 随后在所有人 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中 暴雄巴掌之下 忽然爆发出猛烈的灵气震荡 一道剧烈的气流对撞声响起 之后 这只恐怖巨兽 仿佛被什么力量弹开了一般 巨大的身躯猛的一颤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一直退了三个大步 才停了下来 在他巴掌落下的位置上 除了地面下陷了一些之外 林放竟然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 林放不仅没有被拍成肉泥 而且身上一丝布狗 看上去没有一丁点受伤的痕迹 这一刻 暴雄 以及正看这段画面的几位长老 都愣住了 第36章 卧槽 这么强 什么 击退了 以金丹三层 一拳击退了三级暴雄 几位观看画面的长老 全都愣住了 要知道 三级暴雄随手的攻击力 都相当于金丹八层的强者全力一击了 这样的灵兽 即便是金丹七层的修炼者碰上 也只能落荒而逃 根本不敢与之战斗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 面对如此强力的攻击 不仅毫不退缩 而且还一拳击退了暴雄 甚至 他自身看上去 毫发无伤 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几位长老愣了半天 才反应过来 好手段 难怪如此自信 金丹三层 就有金丹八层的实力 这又是本届的一匹黑马吧 这一届的年轻人 不容小觑啊 我们真是老了 没有这些年轻人有激情了 几位长老看着画面之中 面带自信的灵放 纷纷露出了一抹微笑 眼神之中流露出一抹欣赏的色彩 自信 胆大 又有强大的天赋和实力傍身 这样的人才 若是好好培养 将来定是宗门的中流砥柱 哼哼 看来老王这次的运气还不错 竟然发现了如此天才 几人眼中又是羡慕 又是惊喜 随后继续看向画面之中 暴雄被击退之后 眼中也是露出一抹惊讶 显然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 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虽然他刚才只是随意地拍了一巴掌 并没有用上几分力气 但以往他碰到这个境界的人 这一巴掌早就拍成肉泥了 吼 又是一声大吼 暴雄再次冲向灵放杂拳 因为是灵兽 没有学习过相应的秘籍 他们攻击的方式比较单一 就是用肉身的力量进行攻击 肉搏 他再次冲向灵放 眼中慢慢浮现出一抹暴力 虽然不会说话 但眼神之中的意思很明显 他要用力了 不好 这只暴雄开始用全力了 这样的力量 金丹八层也不敢轻易硬抗 几位长老再次惊呼 但这一次 他们没有之前那么紧张 反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灵放这边 想要再看看 灵放这一次是否还能抵挡得住 同时 几人心中已经做好了决定 若是这一击灵放还能扛得住 那么等 这次考核结束之后 说什么也要争取一下灵放 他们作为长老 宗蒙考核之中的天之骄子 早已被内定 而这些无人知晓的黑马 他们可是有机会的 画面之中 灵放眼中兴奋不已 身躯缓缓升起 将自己升至跟暴雄同一高度 右手再次握拳蓄力 全身的灵力调动至拳头 在他的身周刚风四起 周围气流动荡 一旁的树木 瞬间被刚风切割成碎块 在他的拳头之上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朝着奔向自己的暴雄 一拳轰了出去 刚才暴雄只是随便一拍 他又何尝不是随手一击呢 砰 两拳刚一接触 瞬间就是一道道气流冲击波 扩散而出 冲击波威力极大 直接将两人方圆 五十米内的所有树木 全部击倒 原本有些昏暗的秘境内 顿时亮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暴雄脸上的表情瞬间大变 此刻眼前渺小的人类 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 一座巨大的山峰 向着他撞了过来 下一瞬 他那巨大的整个身躯 直接被撞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百米外的巨石上 比他还要巨大的巨石 瞬间分崩离析 整个被崩碎了 吼 暴雄痛苦的大吼 眼中露出一抹巨异 凌放的这一拳 让他都有些承受不了 感受到了剧烈的疼痛 直接 被打飞了 一拳 观看的几位长老 再次愣在了原地 原本他们觉得最好的情况 也就是 凌放能够抵抗得住 这只暴雄的攻击 同时能够安然无恙 或是受点小伤 却怎么都没想到 凌放竟然一拳将他打飞出去了 看那痛苦的吼声 恐怕已经被打得伤筋动骨了 这样的实力 同级别的其他三级灵兽 可都不一定做得到 这是金丹三层 几人纷纷愣在了原地 凌放这边 将暴雄打飞出去之后 没有犹豫 直接施展星云闪 瞬间闪到暴雄的身前 再次一拳砸了出去 暴雄再次痛苦大吼 眼神之中已经全是害怕 凌放没有理会 狠狠地砸了起来 轰轰轰轰轰轰 连续的暴响声响起 不过片刻 身形巨大且撞瘦的暴雄 整个身躯都被砸烂了开来 死得不能再死 叮 基础收益加一 凌放最后一拳砸开头颅 将里面的三级灵合取了出来 随后 转身往夜无敌的方向飞去 而正目不转睛 看着回向球的诸位长老 则是一片寂静 呆呆地看着没了声息的暴雄 过了许久 才有人回过神来 心生感叹 他是叫凌放吧 这样的天赋 这样的实力 不出意外的话 慈子会是这次考核的一匹黑马呀 哪怕他拿不到第一 但前时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啊 相比秦家的秦修然 以及李家的李玉 他相差的 也仅仅只有禁戒而已了 若是慈子和他们一样 都是金丹八层 恐怕还真说不定谁输谁赢呢 相比秦修然恐怕不行 那个小子着实恐怖 金丹八层就能击败 猿鹰二层的强者 手段着实了得 这个倒是我疏忽了 这些家族子弟的手中 可是有着不少的手段 越级战斗对他们来说 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林放跟他们相比 或许不太行 毕竟境界太低了 手段也没有他们的多 不过一街散修 能够靠着天赋 走到如此境地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样的人才 我要定了 什么你要定了 我说话了吗 都别跟我抢 你不是已经有看好的人了吗 给我留一个 那可不行 要不咱俩换换 我那个给你 这个给我 你当我傻吗 虽然林放比不过那些家族子弟 但除了那些人 就没有人能够跟林放相比了 他夺得这一次考核的前十名 绝对不是问题 这样的天才 谁不想收入自己的门下 所以不少长老此刻 已经争强了起来 还有不少人已经暗戳戳地在心理计划 等到这个考核结束 就偷偷地去林放面前刷一刷好感 等到林放选择师父的时候 也会更加倾向于自己这边 而林放这边 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诸位长老抢破了头 在杀掉那只暴熊之后 很快就来到了叶无敌这边 此刻叶无敌正不断地 在各个树木之间跳动 一旦将距离拉远 就连忙发起攻击 靠着自己的走位和速度 硬生生地将这种暴熊打得皮开肉绽 暴怒连连 暴熊的一声声怒吼 都在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愤怒 他同样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个渺小的人类 正在细耍于他 但他的理智毕竟有限 虽然知道自己被细耍 但还是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一次又一次地朝着叶无敌发起攻击 而叶无敌这边 虽然一直在细耍暴熊 但眉眼之间却是越发忧愁 随着他的不断攻击 暴熊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但却依旧活蹦乱跳 这说明他根本无法穿透暴熊的防御 只能将他打出一些皮外伤 而现在他体内的灵力 已经所剩无几了 躲避的动作 也慢慢地开始力不从心 要不要多久 就要坚持不下去了 正这么想着 脚下一个失误 原本在树干之间跳跃的他 一不小心直接降落在了地面之上 这一失误 他就完全暴露在了暴熊的攻击之下 等他想要再次跳到树上之时 暴熊已经带着无尽的愤怒 来到了他的面前 带着巨大气流的巴掌 直接封死了他面前的大树 用尽一切的力量 朝着叶无敌拍去 叶无敌脸色大变 这一巴掌若是拍下 他不死也得中伤 想要向后退去 已经来不及了 而前方的道路也被堵住 这下可坏了 叶无敌连忙调动全身的灵力 形成防御 准备硬抗 说时时那时快 就在暴熊巴掌落下的一瞬间 灵放的身影闪至身前 面带微笑地看着叶无敌 辛苦你了 我来了 他的脸上带着强大的自信 直接背对暴熊 只是轻轻抬起一只手 哄 这笔人还要庞大的熊掌 轰然落下 让周围的地面都震了三阵 然而 这足以将金丹七层拍成肉泥的攻击 却在灵放的身上 生生停止了下来 叶无敌看着 一手举着熊掌 毫发无伤面带微笑的灵放 眼中激动不已 等我先把这只暴熊解决了再说 灵放微微一笑 直接捉住暴熊的手指 微微用力一甩 在暴熊惊讶的目光之中 他那庞大的身躯 瞬间被甩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远处 刷 下一瞬 灵放运转星云闪 直接来到了暴熊的头顶 一只脚用力踢出 狠狠地踢在了暴熊的头上 沉寂一瞬 哄 一股庞大的气流爆发而出 从灵放踢出的位置开始 气流直接冲破暴熊的脑袋 而后继续往外冲去 强大的气流巨浪夹杂着白色的烟尘 将他前方千米以上的树木 全部冲断 千米之内再无花草树木 暴熊巨大的身躯 也在同一时间轰然倒地 彻底没了声息 丁 基础收益加一 与此同时 正一路赶来 想要援救 灵放两人的王长老 正巧看到了 眼前的一幕 他整个人 直接惊呆在原地 一个霉流神 掉在地面之上 落地之上 满心震惊 嘴中忍不住一阵惊呼 卧槽 怎么这么强 第三十七章 四级灵兽发怒 小五姐去哪了 王长老心中 震惊不已 他真真切切地看到 金丹三层的灵放 竟然爆发出了 金丹八层的强大实力 一击就将三级灵兽暴熊 给打爆了 年纪轻轻 就有这么强的实力 王长老心中惊骇 没想到 自己竟然看走了眼 把这么有天赋的人 当做了一个普通弟子看待 真是 差点把一个好苗子 本届的黑马 给忽视了 还好还好 还好我来了 要不然啊 还真不知道我手下 竟然有一个这么有天赋的人 王长老眼中 闪过一丝亮光 灵放的实力 着实让他很是心动 这样的天才 可要牢牢把握住啊 还好其他的长老还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 自己就能提前下手 先把灵放 拉拢在自己的门下再说 正想着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灵放上来 就用出这么多的灵力 这样下去恐怕不好 坚持到考核结束啊 这样的天才 可别在这个 初级考核上 就被刷下去了 那样的话 他可就只能卖一卖自己的老脸 让灵放破格进入 下一场考核了 不过现在 还是刚开始 倒是可以提醒一下灵放 让他注意一下灵力的使用 甚至王长老 此事已经想好 若是灵放的身上灵力 已经用光了 那他倒是可以趁机 塞给灵放一些补充的灵食 正好可以刷一刷存在感 这个考核 虽然不允许弟子作弊 但可没说长老们不能私自给一些天才弟子开后门 毕竟天才弟子 在他们眼里都是会有优待的 哪怕是违反一点点比赛规则 也无所调位 想着 王长老直接飞起 就想去提醒一下灵放 顺便色点灵食刷刷好感 然而刚刚起飞茶 看到灵放的一瞬间 他再次一惊 满灵力 怎么会 他刚才放出那么强大的招式 应该已经用尽全力了吧 甚至说不定 他用的还是能够 抽空灵力的强大秘籍 不可能一点灵力都没有浪费啊 再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一点灵力都没有浪费的啊 这什么情况 王长老在灵放身上 仔细看了半天 最终也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很快 他就释然了 算了 看来灵放的身上 恐怕也有着什么奇遇吧 这是唯一能够说得通的解释 每个天才身上都有着一些自己的秘密 这一点不足为奇 毕竟在战天宗里面 见到的最多的就是天才 什么样的天才都有 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这样的天才 说不定真的能够在考核 之上展露头角 成为这一届的黑马人物 自己可得好好把握 想着 王长老带着激动的心情 转身离去了 这个黑马目前 可是只有他自己发现了 其他长老肯定还蒙在鼓里呢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等到下一场考核比武的时候 所有的长老都不看好灵放 而只有自己力排众议 淡定地看好灵放 甚至直接将灵放拉到自己的门下 而等到灵放展示真正实力的时候 那些长老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惊讶 很震惊 那场面 真是想想就令人兴奋 灵放这边 在打死了暴熊之后 顺手将灵盒取了出来 扔给叶无敌 他们两人一人一枚三级灵兽的灵盒 现在已经足够通过考核了 而且 等到考核结束之后 还能得到一些奖励 这就挺不错的了 就在这时 两人面前的石头缝里 忽然跑出来一只血白的兔子 一见到灵放两人 就连忙朝着远处跑去 显得很是惊慌 灵放见状 直接将其抓入手中 这兔子很小 还不到灵放的手长大 毛茸茸的 浑身血白 很是可爱 灵放用一只手指 轻轻地从他的头摸到尾巴 毛发很是顺滑 摸起来确实舒服 仿佛不喜欢自己被人这样摆弄 兔子突然间发怒 奋力地朝着灵放手指咬去 四肢还不断地扑腾起来 想要离开灵放的手心 然而这一切的动作 在灵放两人看来 却可爱至极 叶无敌也很是喜欢 好可爱的兔子 要不吃了它吧 正好我也有些饿了 灵放抚摸着兔子没有说话 心中叹了口气 这么小 也不够分的 就在这时 脑海之中忽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叮咚 宿主手中的灵兽名为柔骨兔 为五级灵兽 实力可媲美化神七九层 目前正处于化形最后阶段 虚弱七 柔骨兔 化形 灵放微微一正 他想起自己前世看过的小说之中 好像也有这种灵兽存在 只不过是已经化形之后的 现在在这里 竟然有一个化形之前呢 想到这里 他连忙在心中问道 这柔骨兔是公的 还是母的 母的 化形之后 会化形成为人类女子像吗 这样吗 灵放眼前一亮 当即怒斥夜无敌吃什么吃 整天就知道吃 这么可爱的灵兽 养着多好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多根哥学学 要有爱心 不能随意打杀灵兽 这样是不对的 灵放义正言辞 夜无敌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灵放刚才的话 整个人直接妈了 大哥 要不你看着刚才那两只暴熊 再说一遍 不知是因为灵放的话语 还是习惯了灵放的抚摸 这只兔子 很快就没有像刚才那样 张牙舞爪 在灵放的手中 很是温顺 灵放微微一笑 将其收入怀中 两人继续往前走 另一边 王长老在回去之后 心中立马定下了计策 这么厉害的黑马 让他给遇到了 而且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可得好好隐瞒住 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 不然 这帮不要脸的 肯定跟自己抢 随后他努力地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但无奈的是 他那脸到耳朵根的嘴角 怎么也压不下去 还有那红光满面的表情 任谁都能看到 出来他此刻的心情 终于在走进 长老阁的一瞬间 他用出了全部的努力 将自己的嘴角压了下去 刚一进去 就连忙叹了口气 哎 还是去晚了一步 那两个年轻人啊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敢招惹三级灵兽 那两只三级灵兽 是开玩笑的 直接把他们二人给打惨了 幸好我去得及时 及时就吓了他们二人 不过两人的实力 还是太弱 这次考核 恐怕是悬了 所以说啊 年轻人 还是要有自知之明 对了 你们关注的那些黑马 都怎么样了 王长老自顾自地说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 在场的长老们 此刻脸上的表情 在场的长老们 有一大半都看过 刚才灵方的战斗 所以 在听到王长老说 第一句话的时候 顿时一脸的古怪 为首的李长老 更是一脸的鄙夷 最后实在忍不住 将自己的回向球 放在王长老的面前 重新播放起 灵方刚才战斗的画面 咬牙切齿地说道 哎 你看着我的回向球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王长老 你们都在看 他当即怒了 你们不好好看着 自己挑选的人 看着我这边干嘛 同时心中暗道不好 这一下坏了 竞争一下子变得激烈起来了 这帮子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人 可真是不好对付 就在这时 一旁正关注 秘境的长老 忽然惊呼 不好 秘境中心有变 那两只四级灵兽醒来了 什么 一句话 直接让所有长老 回过神来 连忙拿出自己的回向球 调至秘境中心 这个位置 他们当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放了上百个回向球 只为了随时查看两只灵兽的情况 两只四级灵兽醒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整个秘境都是考核的弟子 若是他们有了什么闪失 所有长老都无法交代 画面里 两只灵兽巨大无比 每一只都跟一座小山一般庞大 左边是一只巨大的牛壮巨兽 右边则是蛇形巨兽 两只灵兽 此刻暴怒无比 向着秘境外围 一声声地怒吼着 吼声传遍了整个秘境 激起了秘境之中 所有灵兽慌乱逃窜 一时间 整个秘境都被引发出了兽潮 周围的三级灵兽 全部一个个趴倒在地 浑身颤抖 却丝毫不敢动它 两只巨型灵兽 愤怒地用兽语质问周围的三级灵兽 吼 乌儿姐呢 小五姐去哪了 快去给我找 第三十八章 找到小五奶奶了 秘境之中 上官雅雅 看着灵放手中的兔子 眼中划过一丝疑惑 这只兔子 可不太像看上去的这么简单 看上去好像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兔子 身体也只有巴掌大小 但它身上虚影一晃而过的灵兽虚影 却丝毫不简单 上官雅雅 立即警觉了起来 这只兔子 分明是一只处于化形期的五级柔骨兔 虽然体型娇小 但它体内隐藏的灵力 却超乎想象 即便是人类之中的化神七七八层的强者 也很难将其战胜 想到这里 上官雅雅连忙提醒道 灵放 你手里的这只柔骨兔 是一只五级灵兽 相当于人类的化神七后七强者 你要小心 上官雅雅的声音传入灵放的脑海 灵放点了点头 这些他已经知道了 此刻他正在打开系统面板 询问系统一些问题 系统 我手中这只柔骨兔 很强大吗 主要是灵放在他的身上 感受不到一丁点的灵力 所以有些好奇 叮咚 宿主手中的柔骨兔若是巅峰时期 相当于人类化神七九层强者 无限接近于炼虚境 普通化神七强者 遇到他只有逃命的分 而且一旦被锁定 就无法逃脱 柔骨兔天生就拥有 无限接近瞬移的速度 哦 巅峰时期 现在 他不是巅峰时期吗 灵放注意到系统所说的一个点 连忙再次提问 是的宿主 现在柔骨兔正处于化神七 最关键的阶段 这个时候 他体内所有的灵力 都会用来化形 正是他的虚弱期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是一只普通的兔子 当然了 如果柔骨兔遇到危险 也可以暂停化形 重新释放力量 灵放点了点头 那可以驯服他吗 五级灵兽 已经有了不逊色于人类的灵质 无法驯服 不过宿主 可以引用自身精血 让他吸食 这样可以 让他依赖于宿主 宿主的体质 是世间已知 最强大的体质 宿主的精血 对于所有灵兽 都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只要宿主 多给他吃下自己的精血 他就会越来越对诉 足有好感和依赖 最后听之认之 灵放没有犹豫 直接将手指 破开一道口子 引出一滴精血 传到指尖 没办法 谁让他有爱心呢 心想着 灵放将手 只送到柔骨兔的面前 柔骨兔 原本还有些迷茫 但在嗅到灵放的精血之后 眼前顿势一亮 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姿势 伸出血白的两只前足 抱住灵放的手指 就啃了起来 吸吮几口 就眯起眼睛 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 看上去可爱极了 显然是对于灵放的精血 很是喜欢 吸食过灵放精血的柔骨兔 也对于灵放 更为亲密了几分 不停地在灵放的手指上 蹭了起来 像是没吃饱的样子 上官哑哑见状 有些不可思议我 但很快就释然了 尽须仙体 这一类的仙体的精血 对于所有灵兽来说 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所以柔骨兔 能够有这种表现 也属正常 就在这时 吼 几声传遍 整个秘境的吼声 震慑天地 引起了秘境之中 所有人和灵兽的注意力 原本跟人类缠斗的灵兽 听到这道吼声之后 宛如惊弓之鸟 纷纷惊慌失措地离开了 整个秘境的灵兽 仿佛大迁移一般 全部朝着秘境的中心位置跑去 天空之上的灵鸟 也一样朝着中心飞去 不过片刻 秘境的外围地方 所有的灵兽的都消失了 这是怎么了 地震了 正处于秘境的深处 正接近于中心地带 他们在听到一声巨吼声之后 就感受到地面在剧烈地震动起来 震动还越来越大 不好 灵兽暴动 灵放感受到有异象 连忙拉起叶 无敌飞向半空 不多时 他们就看到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灵兽 从他们的脚下经过 轰隆隆 所有的灵兽 宛如雪崩泥石流一般 密密麻麻地朝着中心跑去 成体的灵兽密麻麻 连绵不绝 仿佛无边无境 灵放两人无不为之震撼 而此刻 正在灵放手里的柔骨兔 却是非常人性化地 拍了拍额头 这下坏了 小牛和小蛇 怎么这个时候 从沉睡之中醒来了呢 怎么办呢 小五的心里 犹豫万分 眼前这个人的精血 对他很有帮助 只不过吃了两口 他就感觉自己的化形 已经更进一步 说不定在最近几年 就可以直接化形成功了 而且 若是一直吃他的精血 一定还能更加地化形 这一点发现 让他很是不想离开灵放 但如果现在不离开 那么小牛和小蛇 就很有可能会一直闹下去 到时候 很可能会引发灵兽 和人类的冲突 而在这秘境的不远处 就有一个宗门 那里面有几个老头 实力太过强横 小牛和小蛇会吃亏的 小五的心里 乱成了一团麻 哪知道才刚 苏醒出来玩一会 就被发现了呢 半空之上 叶无敌看着下方 依旧密密麻麻的灵兽 心里依旧震撼 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刚才我们怎么没发现 有这么多灵兽呢 灵放则是将目光 缓缓地挪向了 手中的小五身上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一次的灵兽暴动 应该就跟手中的 柔骨兔有关 只是不知道 刚才是什么灵兽 吼叫声竟然那么恐怖 单单从那灵兽的 吼叫声中 灵放就感受到了 不弱于原因近八层的威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现在应该打不过 灵放将柔骨兔拿出来 轻轻地从头摸到尾 不得不说 手感真的特别棒 又软又滑 让他有些爱不释手 吼 灵放两人没有注意的是 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一只三级灵鸟 注意到了他手中的柔骨兔 在确定了位置之后 三级灵鸟 快速地朝着 秘境中心飞去 吼 找到小五奶奶了 找到小五奶奶了 在中心西北方向 在中心西北方向 第39章 他这是缠你的身子 另一边 长老哥 在场的所有长老在 看到这幅画面的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不好 灵兽发生暴动了 那两只四级灵兽 好像生气了 园鸟六层以下的长老 快去救人 其他人 跟我去秘境中心 为首的李长老 立即计划好了一切 当即吩咐了起来 这两只灵兽醒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 刚才那两只四级灵兽 苏醒的时候 他们就预感有些不太妙 一只四级海青行牛 实力堪比园鸟八层 其实还要更强 海青行牛的肉身力量 十分强大 即便是猿鹰九层 也不敢跟起正面硬钢 而另外一只赤铜青尾蛇 也同样是四级灵兽 属于剧毒蛇类灵兽 之中的佼佼者 猿鹰七层之下 几乎无人能够 扛得住他的蛇毒片刻 这两只灵兽若是发怒 对于整个秘境之内的 所有人类来说 都是灾难 而现在 他们一醒来 就到处吼叫 听那巨大的吼声 可不像是开心的样子 一旦他们开始攻击 秘境之中的弟子 那后果不敢想象 此时此刻 已经没有人 去想之后的事情 整个长老阁 被分成了两队 一队前去援救 困在秘境之中的 宗门考核弟子 另外一队 就去秘境的中心部分 先让那两只 狂怒的灵兽冷静下来 所有人立即出发 老王 你境界低一些 一定要把那些孩子带回来 对了 我看好的灵放 可得给我安全带回啊 别让他受了什么伤了 我也看好灵放 就交给你了 我也是 几位长老临走之前 特意对着王长老嘱咐道 他们境界比较高一些 要去对付秘境中心的 两只四级灵兽 而王长老境界低一些 就被安排去援救弟子 王长老听闻 当即在心中大骂 什么你们的 那是我看好的 不过时间紧急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所有人立即出发 占天宗山顶 不少弟子抬头向上观看 此刻天空之上 两队长老全部飞起 化作一道道彩色的流光划过 秘境中心 你说什么 小五姐在哪 海青行牛 眼睛瞪得巨大 鼻子之中 当即发出一股庞大的气浪 将它前方数百米的灵兽 冲飞了出去 其他方位的灵兽 见状眼中露出一抹庆幸的色彩 但依旧匍匐在地 不敢乱动 小五奶奶就在西北方向 距离这里不过几十里 不过奶奶 好像在一个人类的手中 那三级灵鸟忽扇着翅膀 在海青行牛耳边说道 灵鸟一人大的体型 在海青行牛身边 却宛如一只麻雀一般 什么 带我过去 胆敢结识小五姐 我要把它凝成麻花 海青行牛一甩尾巴 又是几百只灵兽 被甩飞了出去 此刻她的心中极度愤怒 刚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发现小五姐不在了 一定是人类将它偷了去 小五姐化形的时候 体型很小 人类很容易就能偷走 这些烦牛的人类 原本以为 他们只是将这里当作秘境试炼 没想到 竟然将主意打在了小五姐的身上 可恶 猫 我要将这里所有的人类 全部杀光 全部 海青行牛的眼睛 已经红了起来 这正是她愤怒到 极点之时的状态 所有的灵兽健壮 都惊恐到浑身颤抖 牛弟 先不要生气 我觉得 我们应该先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一旁同样宛如一座 大山一般的 赤童青尾蛇 在一旁劝倒 她的眼睛 呈数条形赤红颜色 看上去极为妖胁怪异 小五姐化形之前 曾交代过我们 不可随意屠杀人类 不然会引起人类的围剿 现在小五姐的情况 还未可知 是小五姐被劫持 还是小五姐收服的那个人类 我们并不知道 这样贸然就屠杀 可不太好 这里的人类 我们先不用去管 先找到小五姐再说 赤童青尾蛇 显然更加冷静一点 在一旁劝倒 吃 海青行牛鼻子里 再次释放出炙热的气流 原本红起来的眼睛 慢慢暗淡了下去 好 就听你的 三足鸟 带我们过去 吃 三足鸟应了一声 连忙转身往灵放的方向飞去 两只体型如山一般的四级灵兽 顺着西北的方向开始奔跑 它们的体型巨大 每一次走动 都引起大范围的地面震动 几十里的路程 在它们的眼里 其实也不过一两百步 很快就能到达 梦 小五姐 你在哪啊 能听到我说话吗 海青行牛一边行走 一边对着整个秘境吼道 声音传遍四眼 但却迟迟收不到消息 这让它的脾气越来越急躁 巨大的牛鼻之中 不断发出滚烫的气浪 将周围的花草树木 全部冲飞 就在这时 海青行牛和赤铜青尾蛇脑海之中 忽然响起一声 清脆悦耳的女声 小牛小蛇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两兽听后 顿时眼前一亮 停下脚步四处观望 小五姐 我们在找你啊 我们醒来之后 发现找不到你了 怕你有什么危险 两兽不能用传音的方式说话 所以只能通过不断的大声吼叫来对话 声音传出去之后 小五的声音很快传来 不用找我了 我没事 你们让其他灵兽都回去吧 注意不要让它们攻击人类 如果有高境界的人类到来 就警告它们一声 以后不准再来这里试炼 梦 死死 两兽点了点头 海青行牛再次问道 小五姐 我听说你在一个人类的身边 是这样吗 小五 是的 这个人类身上的气息 让我很舒服 对我化形有益 我要在他身边待一阵子 等化形之后再离开 海青行牛立马警觉 小五姐 人类是很狡猾的 待在他们身边很危险 小五 没事的 这个人类很好 他从不随意屠杀灵兽 你们不用担心 快回去吧 赤铜青尾蛇的眼中 闪着妖异的光芒 忽然说道 小五姐 这个人类是雄性吗 小五 是的 雄性 小五姐那么好看 化形成为人类之后 也一定会是大美女 这个人类 绝对居心不良 海青行牛当即大怒 姐 快离开这个人类 他分明 是寄予你的美色 缠你的身子 第四十章 苦口婆心的海青行牛 秘境内 海青行牛的鼻子里 喷洒着热浪 吼声连连 姐 他分明是寄予你的美色 他这是缠你的身子 这人类小子 一定是寄予小五姐的美色 一定是在缠小五姐的身子 不然 怎么可能这妖巧 就遇到了小五姐呢 都是人类的阴谋 为的就是让小五姐 给他生孩子 一定要阻止小五姐 断了这个人类的阴谋 一时间 海青行牛 变得苦口婆心起来 赤铜青尾蛇 同样眼神之中有些凝重 根据他们灵兽史记上面记载 很多人类 都会在灵兽 还没化形的时候 跟他们培养感情 这样等到化形之后 灵兽就会自动跟随他们 雄性为奴为仆 雌性则是被那些人类 收入后宫 这样的先例树枝不尽 而现在小五姐 同样也是 还没化形的时候 竟然就被人类 给吸引住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啊 凭借小五姐的美貌 等到化形之后 这个人类 若是不下手就怪了 这不得不防 怎么可能 我都没化形 她怎么长我的身子 难道她还能提前知道 我要化形 提前把我养在身边不成 小五有些无语 灵兽化形期间 不管是从身上的灵力 还是其他的方面 都不会暴露任何气息 现在 她在别人的眼里 就是一只非常弱小的兔子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常人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 她是化形的灵兽 所以 完全不需要 有任何担心 更何况现在 是她对于这个人类的精血 很是需要 属于是她在占这个人类的便宜 怎么小牛的话 搞得好像自己吃了多大的亏一样呢 你们不用担心了 没事的 等我化形之后 身体会有些虚弱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恢复灵力 正好待在她的身边 你们不用担心我 小五信誓旦旦地说道 海青行牛 还想再说什么 但却被赤童 轻尾舌拦了下来 吼 嘶嘶 两兽一番言语 最终无奈地转身回头 往秘境中心走去 灵放这边 自然不知道 小五和两只灵兽的对话 他在半空之中 悬浮了许久之后 见地面 没了之前的剧烈地震 之前的兽巢 也很快就平息了下去 灵放将目光 看向了手中的柔骨兔 眼神之中 带着意味深长的神色 如果猜测不错的话 刚才的兽巢 应该就是手中 这只柔骨兔平息的 看来这只柔骨兔 还挺依赖自己 竟然没有借此 脱离自己的手中 这么看来 是之前 给他喂服的 精血有了效果 让他不舍得离开自己 既然如此 那他就不客气了 就这么养着吧 等柔骨兔恢复实力 化神七九层的实力 日后又是自己的一大助力 灵放摇了摇头 日后的事情 日后再说 兽巢平息下来之后 他带着夜无敌落下地面 两人往秘境的外围走去 现在这样看来 这一次的秘境考核 应该很快就会停止了 毕竟兽巢都出现了 为了安全考虑 长老们应该很快 就会过来暂停这一次的考核 在走向外围的途中 灵放两人再次遇到了三只 不断挑衅的三级灵兽 无奈之下 灵放只能将其击杀 恭喜宿主 击败三只三级灵兽 宿主基础收益加三 零食十枚 听着系统的播报 灵放的心中一阵舒坦 每秒十枚零食了 一天就是八十六万多 再接再厉 马上一天就一百万了 照这样下去 一天一个小目标 也不是什么问题 微微一笑 他带着夜无敌两人来到之前 刚进秘境的位置 等候长老们的到来 另一边 长老们带着紧张的心情 来到秘境 一路上都在想着 该如何解决这一场受潮 该如何救下考核的弟子 结果来到这里之后 看到秘境之内的太平景象 一脸的猛逼 不是受潮了吗 怎么没了 不是考核弟子们 都有危险吗 现在看着他们 一个个猛逼的样子 好像并没有什么危险 要不是有魏长老 询问过考核的弟子 还真以为 是回向求出错了 最后在两只 四级灵兽的警告之下 长老们带着 所有的考核弟子 返回了宗门 这次秘境考核 其实就是为了考核 你们遇到受潮之时的反应 看你们会怎么处理 看你们 是否会因为这种大范围的受潮 而惊慌失措 不知所措 但大家表现得还不错 只要是返回的人群 都算是你们通过了考核了 咱们明天 会开始下一场宗门考核 比武 这才是考验 你们真正的实力 长老们 带着一脸猛逼的弟子们 返回宗门之后 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他们自然不可能 说是因为这一次受潮 以及四级灵兽的警告 才带考核弟子返回的 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这一次就当是给与这些考核弟子们的福利 就当是他们全部都通过了 毕竟还需要比武 考核通过 才能进入宗门 所以并不碍事 众位弟子听到之后 纷纷点了点头 恍然大悟 虽然他们并不相信长老所说 但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长老门见并没有人出来反驳 就准备结束今天的考核仪式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考核就 而就在这时 场内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打断了长老的讲话 长老 请等一下 我们好像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算清楚吧 寂静的场内 响起一道响亮的声音 这道声音打断了长老的话语 众人文言 纷纷朝着这道声音 望了过去 随后他们的脸上 纷纷有了看好戏的表情 众人目光汇聚之处 说话的这人 是附近三大超级家族之一的 李家世子 李玉 李玉从小就是个刺头 喜欢冲威风 不服管教 这在当地 为所有人的共识 所以 不少考核弟子 在看到李玉的第一时间 就知道这次有好戏看了 李玉生的气宇轩昂 浑身散发着贵气 一句话 就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力 长老 考核之前 我记得你们曾有提醒 这次考核杀灵兽 谁积累的灵核最多 就可以获得宗门的特殊奖励 我们好像 还没有计算这次获得的灵核数量吧 李玉目光自信 高声说道 第41章 不好意思 我正巧有一枚三级灵核 对啊 好像之前长老们确实这样说过 不过这一次考核 不是暂停了吗 那该怎么算 噓 这位少爷就是为了装逼 不用想都知道 他肯定已经完成了 20枚二级灵核的灵核了吧 传闻李玉和秦修燃 一直以来明争暗斗 谁也不服谁 看样子 李玉是想借助这一次突发事件 压秦修燃一头吧 不少人听到这里 纷纷点了点头 最后 那人的解释 最为合理 这一次考核 所有人进入秘境 一共也没多长时间 遇到这种突发事件 很多人可能刚刚进入状态 就已经被带了出来 所以 大多数人此刻手上 都没有积攒几枚灵核的 不过 之前长老确实说过 这一次考核 谁获得的灵核最多 就可以获得奖励 所以 若是秦修燃刚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怎么击杀灵兽 那么这一次 还真的有可能被李玉给超过 李玉的脸上 带着强烈的自信 目光之中 射出一道金光 射向队伍之中的秦修燃 和众人想的一样 考核是否暂停她 并不关心 奖励与否 她也不关心 但是她和秦家的 秦修燃争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哪怕考核 出现了一些意外 但即便如此 她跟秦修燃 依旧要争一个高下 之前我们确实说过 这么一个事情 几位长老相识一眼 自然也看出了 李玉心中所想 不过这也并不算什么坏事 他们自然理解 毕竟有竞争 才能更加快速地进步 而且 这样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青年一辈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让他们更加有进取之心 所以 几位长老同时点了点头 我正巧要说这件事情的 虽然这一次 我们搞了一次突发事件 但之前所说依旧需要计算 我们所说的奖励 也同样奏效 这一次 谁获得的零和最多 那么就可以挑选一本 我们奉送的秘籍 这秘籍对于你们以后 说不定会大有用处 好了 闲话不多说 大家谁获得了多少零和 现在就可以上交上来 话音落下 场内的长老们 立即开始计算起 这一场考核的零和数量 众人健壮配合的 一一将自己 在秘境之中的零和上交 王长老 我获得了15枚零和 我获得了7枚 我只有3枚 这一次事发突然 我又是最晚入场的 时间有限 所以才获得的最少 场内 众人一一将自己的零和上交 因为之前长老已经说过 不管获得多少零和 都算作通过考验 所以他们 也都大胆地上交了上去 在大多数人的零和 都计算完毕之后 众人将目光 都放在了李玉的身上 这个提议是他提出来的 而此刻他的零和 还没有上交 李玉 你获得了多少零和 终于有长老走到了李玉的面前 严肃地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将目光挪了过去 所有人都很想知道 他这一次击杀了多少零和 获得了多少零和呢 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下 李玉微微一笑 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包裹 将里面所有的零和 全都倒了出来 哗啦啦啦 我这一次 一共击杀了78只二级零兽 获得了78美零和 话音刚落 现场所有人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共击杀了78只二级零兽 所有人都惊呆了 要知道 他们进入秘境的时间 一共也猜不到半个时辰 78只零兽 就是全部统一站在那里 让他们杀 他们恐怕都不太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全部击杀得完 二级零兽 虽然只有注击八层的实力 但每只零兽 都有比较擅长的天赋 有的擅长防御 有的擅长速度 虽然实力很弱 但毕竟不是死物 这些零兽可是会跑的 也是会群体进攻的 半个时辰的时间 78只零兽 如果算上寻找零兽的时间 那么平均每一只零兽 在李玉手里 连几个呼吸都没坚持下来 那不就是说 几乎每一只零兽 李玉都是以非常强势的姿态 直接一招秒杀了 所有人都是深呼一口气 看向李玉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凝重的异彩 李玉很是享受众人震惊的目光 直接来到秦修然的身前 大声询问道 秦修然 不知道你这一次 获得了多少零和呢 所有人在这个时候回过神来 纷纷将目光挪了过去 没想到这一次考核 竟然还能吃到 这些大家族之间的八卦 他们也很想知道 秦修然这一次 击杀了多少零兽呢 会不会比李玉更多呢 秦修然此刻目光平静 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拿出了自己怀里的零和 将其倒了出来 哗啦 他还没说话 现场就已经一片哗然 单单只是看着零和的数量 众人就已经知道 这一次秦修然恐怕是要输给李玉了 他倒出来零和数量 怎么看都没有李玉的多 最多只有20枚左右 果然 在将零和倒出来之后 秦修然缓缓开口 我这一次 获得了20枚零和 话音刚落 李玉的目光之中 立马涌现出一抹强烈的狂喜 呵呵 这一次 是我赢了 现场所有人眼中 都是浮现出一抹失望的色彩 就连长老们 也是有些惊讶 只击杀了21只零兽 不应该啊 就在这时 秦修然却再次开口 我记得长老曾说过 击杀一只三级零兽 获得三级零和 可以比你100枚 二级零和吧 不好意思 我这21枚零和里面 正巧有一枚三级零兽的零和 这个时候 秦修然的嘴边 才慢慢浮现出一抹笑意 呵呵 谁笑到最后 还不一定呢 第42章 这四只三级零兽 是你杀的吗 场内 不少人听到秦修然的话 眼中迸发出一抹震惊的色彩 三级零兽吗 那可是相当于 金丹八层境界的强者了吧 这短短的半个时辰时间 秦修然就杀了吗 而且看她的气息稳定 恐怕杀三级零兽 也没费多少功夫吧 一只三级零兽 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万万不敢去触碰的 难度远远超过 击杀一只二级零兽 而且她还杀了 二十只二级零兽 已经足够宗门的考核 这才半个时辰 看来这次宗门的考核 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真是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如果按照长老的说法的话 那么这一次考核的冠军 就是秦修然了 在场的众人之中 发出一阵阵惊叹 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杀了二十只二级零兽 和一只三级零兽 这份实力果真强大非凡 尤其是这只三级零兽 让不少人都是直接摇了摇头 对于他们来说 哪怕是让他们击杀 一百只二级零兽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们还是可以完成的 然而 若是要击杀三级零兽 那就只有金丹八层以上的强者 才有可能完成 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对付得了 一小部分人即便能够取胜 也会很失吃力 只是运气好碰到一只三级零兽而已 我是一路都没遇见 若是我碰到 我也能够击杀 而且根本费不了多少功夫 李玉的脸上有些难看 此刻他 不管是从众人的话语之中 还是长老们的表情上 他都看得出来 所有人都觉得 是秦修燃营了 但这一次 明明是他杀的零兽最多 三级零兽的实力 对于他来说 和二级零兽并没有什么区别 若是让他碰到 他也能杀 秦修燃只是用了一种 取巧的方式罢了 这怎么能够算是秦修燃营了呢 他心中很是不甘 几位长老听到李玉的话之后 微微皱了皱眉头 毕竟他们之前就说过了 三级零兽 可以比你一百枚二级零合 这是已经说好了的 击杀三级零兽 原本就是 他们给予 对于自己实力有自信的人的一种特权 只要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谁都可以去杀三级零兽 而且 他们也是在所有人进入秘境之前 就已经提及了 而你没有去做 那就怨不得别人 李玉说自己运气不好 没有碰到三级零兽 但在修行之中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如别人 就是不如别人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当即 就有长老宣布 我宣布 秦修燃这一次的零合数量为 一百二十枚零合 听到这话 李玉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一声冷哼 就直接转身离开了 秦修燃则是微微一笑 等待着长老公布最后的结果 看来这一次 也只有我获得了三级零合吧 其他人即便有能力击杀 半个时辰的时间 应该也不够的 看来这一次宗门的考核 还是没人 能够跟我一争高下 真是无趣 在场的众人惊叹过后 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看来这一次 天之骄子之间的争斗 还是以秦修燃胜利而结束 他们之间的争斗 我们这些人 根本就无法参与进去 是啊 太强了 对于我们来说 见到就要逃命的三级零兽 对于他们来说 好像并不值得一提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很快 现场的零合查收 就已经进入了尾声 后面的计算 很多人都已经充耳不闻了 因为就目前来看 已经不可能有人 能够赢得了秦修燃了 120枚零合 谁还能有他的多 看来这一次 又是秦修燃获得了第一 所有人在心中笃定道 就在这时 场内忽然想起 长老的一声惊呼 四四枚三级零合 你击杀了四只三级零兽 计算的长老 看着零放手中的零合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他的眼中 满满都是震惊之色 击杀了四只三级零兽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 就连满脸微笑的秦修燃 都是一愣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击杀四只三级零兽 难道是这一次考核的一匹黑马 是王家的 还是张家的 或者是附近哪一家 隐藏的青年才俊 李玉也是一愣 所有人都循着声音望了过去 众人的目光 汇聚在零放的身上 在看到他的修为境界之后 所有人再次再次一惊 金丹三层 不可能 金丹三层 击杀金丹八层实力的三级零兽 还杀了四只 开什么玩笑 所有人看到零放的第一时间 顿时倒吸一口零气 又是震惊 又是惊疑 四 跨越五个境界杀零兽 还在这个短的时间内 连续杀了四个 开玩笑的吧 不可能吧 会不会是隐藏了境界 我以金丹八层的 修为看他 依旧是金丹三层的实力 没有看错 除非他有什么隐蔽修为的秘书 不然不可能瞒得过我 这太夸张了吧 只有四枚零和 全是三级零兽的 这小子难道一开始 就没想杀二级零兽 进入秘境 就直接冲着三级零兽的吗 这得多大的自信 才能这样 在场的众人 纷纷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说 刚才他们对于秦修然 击杀三级零兽 是震撼的话 现在就是不敢置信 毕竟秦修然 可是金丹八层的修为 而且又是大家族子弟 越级作战 完全不是问题 击杀三级零兽 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可是只有金丹三层的境界 而且还连续杀了四只三级零兽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其真实性 秦修然和李玉对视一眼 纷纷从中看出了对方的怀疑 他们同样不相信 这四只零兽是零放所杀 如果没猜错的话 零放恐怕是用了什么 作弊的手段了吧 这么短的时间内 击杀四只三级零兽 即便是他们 也得费一分功夫吧 而现在零放的状态 却是气息平稳 丝毫没有战斗过的痕迹 这一点 就很令人怀疑了 李玉直来直去 当即看向零放这边 直接将心中的怀疑说了出来 这四只三级零兽 是你杀的吗 第四十三章 只是杀几只三级零兽而已 很难吗 这四只三级零兽 是你杀的吗 安静的现场 响起李玉响亮的声音 李玉直勾勾地看着零放 试图从她的脸上 看出一丝心虚 不过看了许久 也没有发现什么 她和秦修然此刻 都很是怀疑 零放能有这种实力 如果零放是像他们一样的家族子弟 那么她的话 还有那么一丝可信度 但零放在这附近 可是没有丝毫的家族背景 这就很令人怀疑了 没有家族的培养 几乎所有人都只能录入无为 不可能跟常人拉开太大的差距 其他人听到李玉的话 同样将怀疑的目光挪向零放 若是刚才 他们心中只是金仪的话 那么现在听了李玉的话之后 就开始彻底怀疑了 以金丹三层的实力 击杀堪比金丹八层的灵兽 有些不太可能吧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 不像是隐蔽境界的人 这其中恐怕有什么蹊跷 他不会是为了赢得这次考核 使用了什么手段吧 我看也是 我金丹五层碰到三级灵兽 都得逃跑 他一个金丹三层 怎么可能杀到了三级灵兽 若真是使用了什么手段的话 那可就有意思了 众人心中的 金仪在李玉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彻底转变成为了怀疑 他们纷纷觉得 以零放的修为 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 别人不知道的原因存在 计算零放零和的长老 此刻也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零放真是像众人说的那样 使用了什么手段 那这牵扯的 可就大了 说不定 进入之前搜身的长老 也脱不开责任 你叫什么名字 零放 零放 说说吧 你这四枚三级灵核 是怎么回事 三级灵兽 是你杀的吗 长老的目光之中 带着些许的审视 脸上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这种破坏宗门考核的行为 所有长老都有责任阻止 也有权利直接将其赶出宗门 永世不再招收 零放的目光环顾四周 看着众人怀疑严肃的目光 脸上依旧平静 淡淡回道 是我杀的 只是杀了几只三级灵兽而已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若是跟你们说我手里 还拿着一只五级灵兽 你们不得吓死 他竟然 承认了 在零放这句话说出口之时 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个时候了 还死鸭子嘴硬 看样子 今天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好 战天宗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他们纷纷换上了看笑话的表情 李玉这边更是直接气笑了 原本今天因为情修然的这只三级灵兽 他心中就已经气不顺了 现在的他 只要听到三级灵盒这几个字 就很是不舒服 而现在这个灵放 竟然又拿出来了四枚三级灵盒来糊弄人 李玉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 灵放是吗 我只能说 你运气不太好 惹到我了 你杀的 那你来说说 你是怎么杀的 用的什么招式 或是什么秘书 李玉已经打算打破杀郭问到底 好 既然你说是你杀的是吗 那你就给我说清楚 是怎么杀的 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我今天非得把你扔到宗门山脚下不可 众人听到这话 全是一脸冷笑 看灵放会怎么回答 而这个时候 灵放还没说话 叶无敌却率先开口 卧槽 你们怎么还审上了 我大哥只是杀了几只三级灵兽而已 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了吗 叶无敌已经感受到了现场气氛的不一般 当即回怼道 而且刚才这位长老算错了 我大哥不是杀了四只三级灵兽 而是五只 若 这还有一个三级灵盒呢 是我大哥杀完灵兽送给我的 叶无敌说着 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枚三级灵盒 摆在了众人的面前 五枚三级灵兽的灵盒放在一起 所有人见状 眼神之中一阵抽搐 看向灵放的眼中带着一丝丝的佩服 不是佩服灵放实力强大 而是佩服他敢当着这么多人 这么多长老的面 明目张胆的撒谎 大摇大摆的作弊 怎么 现在作弊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一点都不带装的吗 随便从怀里掏出来一个三级灵盒 就说是自己杀的 有人忍不住讽刺道 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眼神之中 纷纷闪过一丝认同 而李玉这边 眼中则是闪过一丝不耐烦 目光死死盯着灵放 一字一句地说道 回答我的问题 随着这话落下 现场的气氛当即变得肃默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这个时候 收起了脸上的嬉皮笑脸 不再说话 他们都知道 李玉已经生气了 若是灵放在扯东扯西的 那恐怕就要惨了 秦修然则是一脸看好戏的神情 没想到 在这种宗门考核里 竟然还有人作弊 还是明目张胆的 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呢 灵放这边 丝毫没有在意现场的气氛 而是环顾四周 率先回答起 刚才众人的疑问 刚才叶无敌所说的 确实是对的 我确实杀了五只三级灵兽 但回答完众人之后 他才第一次将自己的目光 缓缓放在李玉的身上 目光自信且平静 直直地对上李玉的眼睛 丝毫没有一丝巨异 缓缓地说道 至于杀这些灵兽 用了什么秘书 杀几只灵兽而已 需要用到秘书吗 我只是随意打了几拳而已 杀几只三级灵兽而已 很难吗 灵放的话音落下 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鸦雀无声 只是随意几拳而已 杀几只三级灵兽 很难吗 这狂妄的话音 不断地冲击着众人的心脏 这些话语 在众人脑海之中 一遍又一遍地回放 他们在金丹三层的时候 别说杀三级灵兽了 碰到不跑 就算是胆子大了 而灵放现在却还反问 很难吗 他们所有人都觉得 灵放此刻已经不是狂妄自打 而是彻底地疯了 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敢如此回答 第44章 你挺弱的 听明白了吗 只是随意几拳 李玉和秦修然听到这话之后 同时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 小小的金丹三层 觉得击杀几只三级灵兽不难 要知道他们 在金丹三层的时候 碰到三级的灵兽 恐怕都需要熬战一番才能战胜 毕竟是 跨越了五个境界 能够战胜 就已经很是不易 而灵放竟然在半个时辰之内 一口气击杀了五只 眼前这人的狂妄自大 已经彻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哼 灵放是吧 三级的灵兽也不算太强 但在我金丹三层的时候 也做不到轻易击杀的 所以 你是不是说错了 寂静的场内 响起秦修然的声音 他的语气虽然平静 但所有人都能听得出来 这一句话 是直接将灵放逼到了悬崖边处 连秦修然都承认自己 不能轻易击杀三级灵兽 那么 按照灵放所说 他岂不是要比秦修然和李玉 还要更有天赋 更加天才的天之骄子吗 听到这话 李玉忍不住直接出口讽刺道 金丹三层击杀三级灵兽 我也做不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比我们两个还要强 李玉的话 顿时让现场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在场的众人 纷纷摇了摇头 李玉的这个问题 可以说 直接让灵放下不来台了 怎么回答 在场的所有人里面 除了秦修然 就是李玉的实力最强 两人的实力远超同镜 远超在场所有人 现在两个人同时逼问 看灵放还能怎么回答 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这么自打狂妄 直接撞到枪口上了 场内 气氛慢慢生腾 复杂多变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看着灵放 他刚才的一句话 直接得罪了两大家族的狮子 这一下子 看他还怎么下得来台 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 恐怕李玉就真的要出手了 所有人都一脸冷笑 而灵放的内心 却是平静无比 看向李玉 接着他刚才的问题回答道 我确实认为 你们不如我 都金丹三层了 连个金丹八层的灵兽 都打不死 那不就是不如我吗 至于这样一遍又一遍的确认吗 灵放也喜欢直来直去 不如就是不如 还搞得 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装什么逼呢 这一句话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秦修然都愣住了 没想到灵放竟然自大到了这种程度 他不由地摇了摇头 心中满是惋惜 给你台阶还不顺着下来 真是不可理喻啊 李玉这边 自然是直接怒火生疼 你再说一遍 虽然知道灵放的意思 但他还是要继续确认一遍 年纪轻轻 就这么耳背吗 我再重新说一遍 我刚才的意思是 你 挺弱的 明白了吗 灵放走到李玉的面前 明确地说道 现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他这响亮的声音 所有人都僵住了 此刻他们都惊呆了 灵放是疯了吗 他们知道 灵放很狂妄 但没想到 他竟然能够狂妄到这个地步 直接走到李玉的面前 指着他的鼻子 说他挺弱的 这几句话 和直接打了李玉的脸 有什么区别 灵放的周围 不少人连忙回过神来 向着四周退了退 以免一会打起来的时候 血喷出来 见他们一身 哈哈 我李玉被人说狂妄 说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第一次碰到 比我还要狂的人 李玉愣了片刻之后 终于反应过来 当即大笑了起来 等笑完之后 他的脸色猛的一变 眼神之中充满了杀意 他此刻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给灵放的底气 让他胆敢在自己面前 这样说话 随即 一股庞大的灵力 自李玉的身上喷涌而出 周围形成巨大的气流对冲 金丹八层的庞大气息 以及威压出现在场中 重重地压在所有人的身上 李玉心中怒火中烧 恭喜你 已经成功地惹怒我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之所以这么狂妄 是因为无知吗 李玉的声如红中 响声震天 所有人都猛地一阵 连忙朝着外围退去 以免伤及无辜 而灵放脸上平静 心中却很是兴奋 废话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要开打了 这些家族子弟 一个个怎么都跟耳背一样 听不懂话呢 非要自己一遍一遍地重复 才能听得懂 下次再碰到这种喜欢装逼的 直接上去打脸 想着 灵放就想将体内压制的灵力 释放出来 就在这时 远处李长老的声音忽然传来 你们在干嘛呢 现在还不到比武的时候 禁止打斗 谁若是要出手 立即赶出宗门 李长老在宗门 也有一定的威望 他的一句话 让周围当即反应过来 连忙来到灵放两人的中央 阻止了下来 李玉见李长老来了 也连忙收起自己的灵力 家族之人之前就嘱咐过他 遇到李长老 一定要忍让 这位长老在宗门威望很高 若是惹怒了他 不管是谁 都会被赶出宗门的 算你好运 李玉向着灵放 扔了一个冷冷的眼神 便转过头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长老到来之后 直接询问起一旁的长老 李长老 是这样的 刚才这个叫灵放的年轻人 说随意几拳 就能击杀三级灵兽 最重要的是 他在这短短的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击杀了五只三级灵兽 长老将灵放 获得了五枚灵合的事情 说明了一下 在场的所有人 见到李长老到来 脸上再次露出了 看好戏的表情 李长老都来了 看这个灵放 还怎么装算 还随意几拳 就能击杀一只三级灵兽 半个时辰 就能杀五只 牛皮都要被吹破了 看他在李长老面前 还敢不敢装逼 李长老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目光之中 带着些许的若有所思 听面前这位长老所说 他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才金单三层 怎么会有那么恐怖的实力呢 思索了片刻之后 才说到 如果灵放真的击杀了 五只三级灵兽 那么回向球 应该会有记录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直接查看回向球吧 第四十五章 挡住三级灵兽 全场惊呆 回向球 灵放听到长老的话 眼神之中 带着些许的疑惑 他还是第一次 听说这种灵气 还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见灵放有些疑惑 上官哑哑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里面响起 回向球 就是可以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重新显现出来一遍 你们之前探索的那个秘境 里面就有很多个回向球 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 之前你战斗的画面 应该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听到这里 灵放这才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监控摄像头吗 没想到这个世界 还有这种东西 好神奇啊 就是不知道 这种灵气的原理是什么呢 有机会搞几个玩一玩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跟自己前世之道的物品 一模一样的灵气 心中很是惊奇 忽然间 他想到一个问题 之前在秘境之中 他把那只五级灵兽 也给带回来了 这个画面 不知道有没有被记录 会有人看出来 他手上这只兔子 是五级灵兽吗 一时之间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紧张 而他眼中的紧张 正巧让秦修燃和李玉注意到 他们两人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灵放为什么紧张 一定是因为之前所说都是谎话 而听到还有回向球记录 心里有些慌了 心虚了 在他的面前装逼 可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而且是足以后悔后半生的代价 长老 麻烦你拿出回向球 开始播放秘境里面的画面吧 李玉已经迫不及待了 当即开口道 李长老闻眼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灵放之后 就直接从怀里拿出了回向球 他手中的这个回向球 可以播放秘境之中 任何一个角落里面 其他回向球记录的画面 只需要简单地寻找一番 就能找到灵放战斗的画面 由于回向球的画面太小 李长老在找到灵放的画面之后 直接动用灵力 将其放大了百倍 呈现给在场所有众人观看 所有人眼前一亮 嘿嘿 这下子 灵放可是要丢人丢大了 画面很快显现而出 正是王长老带着灵放 刚进入秘境之时的场面 三人落地之后 王长老照常对他们 说明了一下秘境的情况 并且警告两人 一定不要前往秘境深处 那里有三级灵兽 这一切都非常的正常 所有人进入秘境之后 都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对于这些长老的话 他们更是不胜其烦 实在有些听不下去 终于坚持了好大一大赏 王长老终于说完了 在一切都交代完之后 王长老再次飞向天空 把两人留在了原地 画面之中 在长老走后 叶无敌再次询问 大哥 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 而灵放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现场所有人都是疑论 灵放微微一笑 既然王长老已经说了 秘境深处有三级灵兽 那我们就去秘境深处吧 什么 还真敢去 看到这里 众人不可思议地看向灵放 切 装样子而已 一旁的礼遇不屑地说道 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明白 灵放一定很会装样子 所以现在哪怕是在画面之中 灵放所说的话 他也完全不相信 他的心里再不断猜测 是不是灵放知道他们的面前有回向球 故意在回向球前方这么说的呢 这么想的话 倒也合理 看来 为了今天的装样子 是做了不少功课吧 众人继续往下看 画面之中 两人在长老走了之后 就禁止往秘境深处走去 路过别人 击杀二级灵兽 也丝毫不管 只顾着往秘境深处走去 一旁的秦修然注意到 灵放此刻 竟然从进入秘境开始 就一直使用灵力来飞行 他微微摇了摇头 进入这种秘境 竟然还不知道节省灵力 真是太蠢了 为了做样子 就不惜这么耗费灵力 真是装得够像的 只可惜 装得有些过头了 画面还在继续 灵放跟叶无敌 一直往秘境的深处走去 随着他们的深入 附近的人越来越少 很快就已经变得荒无人烟 只剩下灵放两人 而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走 所有人见状 都是眼睛一跳 还敢继续往前走 找死吗 越是往秘境中心走 灵兽的实力差距就越大 以他们现在这个位置 恐怕连二级灵兽都很少见了 再往前走的话 就要遇到大批的三级灵兽了 果然 在众人这么想的时候 两人的面前 就已经出现了一只三级灵兽 而在与此同时 他们的后面 也同样站出来一只灵兽 看到这两只两兽的那一刻 所有人心跳都是猛的一顿 三级暴雄 这可是三级灵兽之中的佼佼者 力量大 防御强 很难将其击杀 灵放碰到这两只灵兽 恐怕就只有逃跑的份了吧 哼 三级暴雄 还是两只 灵放 这样的两只灵兽 是你杀掉的几只灵兽 其中之一吗 李玉 直接将冷笑挂在脸上 呵呵 终于碰到三级灵兽了 三级暴雄 还是一次出现两只 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是金丹三层 就是金丹八层碰到了 也只有逃命的份 根本没办法打 那么接下来 你们逃命的画面 要显现出来了吧 等会 我看 你还怎么装逼 他已经调动好体内的灵力 等会一旦画面中显示 灵放两人开始逃跑 那他就直接抱起 直接将这个家伙给废了 到那时 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 灵放自然听到了 李玉的讽刺 微微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无知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画面之中 一只灵兽 终于没有了耐心 吼 一阵吼声过后 急躁地向着灵放冲来 一巴掌朝着他的位置拍来 所有人见状 都是一惊 身体不由自主地 向着一旁躲去 眼睛也是猛的一臂 还不躲开 要成肉泥了 而画面里面的灵放 依旧脸色平静 丝毫没有被眼前的危险所影响 只是伸出拳头 冲着那笔人 还庞大的巴掌轰去 哄 犹如巨石落地的 声音响起 暴雄巴掌之下 忽然爆发出猛烈的灵气震荡 一道剧烈的气流对撞声响起 随后 这只恐怖巨兽巨大的身躯 猛地一颤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一直退了三个大步 才停了下来 而灵放 始终站在原地 面色平静 真的 挡住了 这一刻 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内心震撼到了极点 第四十六章 两个老银币不讲武德 长老阁 王长老江 这次考核的事情 整理好了之后 走出了长老阁 这一次考核 他们占天宗的外门长老 分成了两拨 一拨负责监督考核前 和考核后的相关事宜 主要是关于弟子作弊 以及事后的处理 是以李长老为首的那拨人 而王长老他们所负责的 则是秘境的考察 以及在秘境之中 负责弟子们的安全等问题 现在 秘境出了状况 他们自然难逃责任 所以 刚才一直在处理 终于完了 去看看 我的关门弟子林放怎么样了 王长老抬头望天 嘴角止不住地抽搐 虽然因为考核的事情 受了点惩罚 但想起意外获得了林放 他还是忍不住兴奋起来 心中畅快无比 什么你的关门弟子 那明明是我的徒弟 告诉你别跟我抢啊 明明是我的 你们推不要脸 这个时候 长老阁再次走出两位长老 正是之前 同样看好林放的两位长老 他们两人出来之后 直接接话道 王长老健壮 眼皮狠狠一跳 林放明明是我早就看中的 你们怎么能如此不要脸 这几只老狐狸 一个个脸都不要了 两位长老一听 直接乐了 你先看中 就是你的了 我还先看中了那门弟子呢 他成我徒弟了吗 先看中没用 你都会抢才行 你说是吧老张 对啊 哈哈 不说了 我去眼 两人话还没说完 忽然化作一道流光 往林放所在的位置飞去 卧槽 两个老银币 不讲武德 王长老破口大骂 连忙飞身跟上 与此同时另一边 场内不少人 都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金丹三层 硬抗三级暴雄的一击 而毫发无伤 这可是以力量著称的三级 灵兽暴雄啊 刚才暴雄的那一击 恐怕就是 金丹七层的强者 也不敢硬抗吧 金丹五层以下 如果被这一巴掌拍中 此刻 应该已经成为肉泥了 而林放不仅没事 而且还击退了暴雄 简直强得离谱 仅仅只是接下了一击而已 李玉在一旁不屑地开口 虽然刚才的这一击 很是让人震惊 但他敏锐地发现 刚才这只暴雄的攻击 最多只有金丹八层左右的力量 根本没有用出全力 而林放用出全力 也仅仅只是 击退了三步而已 这样的实力 还是杀不了暴雄的 要知道暴雄 除了力量强大之外 防御力也同样远超同级别灵兽 一般的灵兽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虽然林放的实力 有些超出他的预测 但也仅此而已 不足以改变他的想法 画面继续展示 林放击退暴雄之后 这只暴雄也是有些意外 但随即再次暴怒 再次向着林放冲锋起来 而且这一次不再留守 用出了全力 这巨大的巴掌还没有拍过去 就有阵阵的风声呼啸而过 让现场的众人一阵惊恐 这次的力量 明显比刚才要强大两倍以上 怎么当 这一击 林放应该要避其锋芒了吧 正这么想着 画面之中的林放 竟然直接迎头上 再次握拳选择硬刚 所有人见状再次一惊 还要选择硬炕 哄 又是一次剧烈的响声响起 一道身影直接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巨石之上 将巨石砸得四分五裂 又击飞了 所有人见状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一次 用出了全力的暴雄 竟然还是被击退了 不 不是击退 是被击飞了 林放这一拳的力量相比之前 竟然同样暴涨数倍 竟然直接击飞了暴雄 下一瞬 林放没有再给暴雄机会 直接栖身而上 来到暴雄的身前 一拳拳地向着暴雄砸了过去 现场顿时惨叫连连 吼声不断 不过片刻的时间 暴雄就彻底没了声息 轰然倒下 下一刻 现场鸭雀无声 所有人内心疯狂颤动 死了 暴雄被这么硬生生地打死了 好可怕的力量 这真的是金丹三层 该有的实力吗 不少人浑身颤抖 根本无法想象 一个金丹三层 打死了了 以力量和防御著称的暴雄 而且是用肉搏的方式 硬生生砸死了他 这等力量 简直恐怖 而且林放 还仅仅只是金丹三层的境界 这就更加让人震惊了 在这一刻 不少人之前 对于林放的怀疑 已经渐渐开始转变了 不少人看向林放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抹歉意 对于自己之前的话 表达自己的歉意 能够强杀一只三级暴雄 这等实力 他们之中很多人 已经不如了 他们之前的话 确实有些辱人了 李长老此刻 同样有些意外地 看了一眼林放 心中惊讶无比 之前 在这东荒地界 没听说 有如此天才啊 难道是那里的后起之秀吗 还是有了什么奇遇 如此年纪 如此境界 就有如此实力 单单这份天赋 就足以让他心动 林放已经成为了 他心中的一匹黑马 他的心中 已经在暗暗琢磨着 该怎么去拉拢 眼前的这位天才了 李长老扫视全场 确定没有其他同级别的长老在 心中暗暗欣喜 还好现在还没有其他长老 发现林放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长老 这样可否证明 我有击杀三级灵兽的实力 现场 林放平静的声音响起 打断了众人的想法 不少人听到林放这话 没有犹豫当即点了点头 强势击杀三级暴雄 而且在击杀之后 依旧气息平稳 看上去好像并没有耗费多大的力气 这样的实力 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长老也同样点头 你刚才这样的表现 已经足以证明 有能力击杀三级灵兽了 我相信你的这五枚灵核 都是依靠击杀灵兽的来的 你叫林放是吧 这次考核 你的表现很不错 不知道你 对于宗门的师父 心中有没有人选 李长老兜兜转转 终于问出了 自己想问的事情 这样的天赋 这样的实力 此时不拉拢 更待何时 第47章 遭长老们轰抢的林放 场内 林放摇了摇头回答道 还没有 他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长老是谁 不过也无所谓 败入谁的门下 对他来说都差不太多 李长老迫不及待地说道 那你是否愿意 拜入我的门下 成为我的弟子 李长老的话音刚落 现场所有人 再次倒抽一口凉气 李长老在战天宗外门 可是非常具有权威的长老 一方面 是他的实力 远超其他外门长老 已经达到了化神期 跟内门长老一致 而另一方面 则是宗门的太上长老 跟他也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存在 就连秦修然和李玉 都想拜入他的门下 而现在 他竟然主动要收林放为徒 所有人此刻内心 再次震动起来 看向林放的眼神之中 带着强烈的羡慕之情 宗门考核还没结束 就被李长老收下了 这样的事情 若是发生在他们身上 晚上做梦都能笑醒 嘶 这颇天的富贵啊 真是让人羡慕 而此刻场中 唯一和大家有不同心情的人 就是李玉了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已经停下的画面 脸色阴沉无比 这次进宗门考核前 父亲特意跟他交代过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拜入李长老门下 若是拜入李长老门下 那以后李家的地位 就能更上一个层次 原本他想着 等这次考核结束 展示完自己的天赋 就主动向李长老提及此事 相信他应该不会拒绝 但怎么也没想到 考核还没结束 林放竟然入了李长老门下 不行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容许发生 林放 你能够击杀一只三级灵兽 天赋确实还可以 不过单单只是击杀一只三级灵兽 就如此费力 你的实力在我看来 还是有些弱了 场中 李玉的声音淡淡响起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为了吸引李长老的注意 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见李长老也看了过来 李玉再次说道 话语之中带着强大的自信 这三级灵兽 虽然实力堪比金丹八级修饰 但在我看来 还是弱小的可怜 我若出手 只需一招 就足以将其击杀 他说的是实话 对于他的实力而言 击杀三级灵兽 确实无需第二招 林放的天赋优秀 而他此刻 就是要扬长臂短 在李长老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 这个世界 天赋毕竟只是天赋 唯有强大的实力 才是最实在的 林放虽然天赋可以 但现在而言 实力就是不如他 所以他也有着自己的优势 李玉的话 吸引了场中所有的人 不少人顿时议论纷纷 嘶 李玉现在好像也是 金丹八层的境界吧 击杀三级灵兽只需一招 那岂不是说 寻常金丹八层强者 在他面前也抗不下一招 简直恐怖啊 这些大家族的子弟 跟常人宛如两个世界的人 众人的惊叹 让李玉很是受用 同时也时刻注意着 李长老的脸色 一个是有着大潜力 但实力低微的天才 一个是有着大潜力 而且实力强大的天才 李长老应该知道 该怎么选的 就在这时 叶无敌忽然开口 这有什么好嘚瑟的 说得好像谁一招 杀不死三级灵兽似的 难道你们都没看出来 我大哥刚才的战斗 一直都在玩吗 他根本就没有出权力好吧 李长老 麻烦你把回向球 切换到我那边 我大哥杀第二只灵兽的时候 同样只出了一招 叶无敌的话 让现场所有人再次一愣 刚才那么凶猛的战斗 你告诉我是在玩 玩着玩着 玩死一只三级灵兽 这是什么变态的玩法 李长老同样吃惊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刚才还没出权力吗 想着 他迫不及待拿出回向球 将画面切换 随后 众人就看到了 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 画面之中 灵放先是轻轻一抬手 就挡住了三级暴熊的全力一击 然后抓住暴熊的熊掌 一把将其甩飞了出去 再然后 一个闪身来到暴熊的面前 一脚踢了出去 煞时间 强大的气流 直接将方圆千米范围的树木 全部吹倒 而暴熊那巨大的脑袋 整个被灵放踢爆了开来 看到这里 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的眼中都在疯狂颤动 真的一脚踢死了三级灵兽 而且看上去 灵放好像依旧没有消耗多大的灵力 轻松无比 灵放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所有人心中震惊不已 李长老则像是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一般 眼中彻底没了矜持 直接上前拉着灵放的手道 灵放 我想让你 拜入我的门下 不知你是否愿意 这样的天才 已经让他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收入门下了 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出来一道声音 灵放不可 众人寻着声音望去 发现天空之上飞来几道流光 不过片刻 那三道流光 就直接飞到了灵放和李长老的面前 正是王长老等人 他们三人刚落地还没站稳 就直接开口说道 灵放 不要答应 老李啥也不会 就会玩什么俘虏 你跟着他没前途的 灵放 你拜入我的门下 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呆 老王 你干嘛抢我台词 灵放 我门下有很多女弟子 各个貌美如花 含苞待放 你懂得 老贼 安敢坏我弟子道心 灵放 还是修行最为重要 这样 只要你能入我的门下 我就送你一件衬手的兵器 如何 三位长老来了之后 一人一聚 直接将现场 所有人都惊呆了 众人还从来没有见过 几位长老 抢一个弟子的场面 他们一个个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其中最为嫉妒的 就输礼遇了 他看着长老们 争抢灵放的这一幕 脸色阴沉无比 心中怒火中烧 这原本应该是我的待遇 应该被长老们轰抢的 应该是我才对 灵放 气人太甚了 看来明天的考核 留你不得了 他的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明天的比武考核 他要让灵放知道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天赋仅仅只是天赋 第48章 帮小五划行 叮咚 你有新的消息 本系统已根据宿主 开发新的功能 新功能可加快宿主 手中灵骨兔的划行速度 嗯 系统还能开发新功能 灵放微微一正 怎么加快 只需一百万灵石 本系统可将灵骨兔的划行时间 缩短至五个时辰 灵放听到这个新功能之后 眼前顿时一亮 区区一百万而已 这点灵石 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而这一百万 就能换一个化神器 九层的高手在身边 这个有点爽啊 灵放的思绪万千 对于这个新功能 他还是有些心动的 他想要让小五划行 最重要的 就是身边有个化神器的高手 比较心安 起码以后出门就有保障了 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回去看看这个新功能怎么使用 灵放心中暗暗想到 场内 长老们因为灵放的缘故 还在争论不休 你一言他一语 已经快要打起来了 最后几位长老 齐齐地看向灵放 异口同声道 灵放 我们几个 你想要选谁 作为你的师父 老李会服录 我的枪法厉害 老王精通剑法 那位长老会得比较杂 啥都会一点 你想学哪样 听到这话 灵放回过神来 选谁作为自己的师父 想学哪样 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作为一个成年人 自然是 我可以都学吗 以后行走江湖 自然是既多不压身 更何况他有系统在 分分钟就能学会所有秘书 与其纠结学哪样 还不如争取一下 全都学一遍 都学 几位长老眼睛一跳 怎么这灵放不按套路出牌呢 灵放 修行路上 最忌讳的 就是贪多嚼不烂 一个人精通一两样就行了 都学的话 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的 到时候很容易都不精通 李长老 与众心长地劝道 灵放自信地摆了摆手 没事 我年轻 牙扣好 嚼得烂 长老 你再考虑考虑吧 你这一次获得了 综盟考核的冠军 我们可以奖励 你一种出金秘书 你想学哪一种 灵放 有预剑术吗 预剑术 为什么要学这个 几位长老心中疑惑 预剑术 在他们看来滑而不实 看起来华丽 用处真的不大 本来就能飞 再加上各间一起飞 太浪费灵力了 在场的其他人 也很是疑惑 看灵放的样子 不像是剑修 为什么要学预剑术呢 灵放面带微笑 自信地回答道 自然是因为帅 他本身就有足够强大的秘籍 几乎没有什么秘籍可以超越 所以 学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定要帅 等学会了预剑术 每次出门都一剑而行 多拉风啊 强不强都无所谓 但帅 可是一辈子的事 众人 在场不少人下巴掉了一地 哭笑不得地说道 还以为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结果就是因为帅 果然天才的思路 和常人不同 一言一行 都令人匪夷所思 我倒觉得 灵放所说的 不一定是他的真心话 他学预剑术 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只是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以灵放的天赋 一定不会 只是因为 帅才学预剑术 这么简单的 一阵议论过后 精通剑法的王长老 从怀中 拿出一本秘书 递给了灵放 这本秘书有着 诸多剑招和剑法 也有你想学的预剑术 你可以先研究研究 如果碰到哪里不懂的 千万不要闭门造车 一定要来找我 我给你解答 王长老语重心长地说道 他的眼神之中 闪烁着老谋深算的神情 这本秘书 里面记载着他毕生所学 各种剑法层出不穷 相信灵放 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而这些剑法 基本都有着很多法门 一个人断然无法学会 只要他感兴趣 没事来找自己请教几次 那这徒弟 不就到手了吗 这就叫舍不得 孩子套不到狼 王长老兴奋地想到 很快 宗门的第一场 考核圆满结束 所有人在长老们的带领下 再次回到了宗门门口处 因为还不是宗门弟子 所以他们这几天 都要住在山下 灵放和叶无敌自然 也回到了山下 在山下的酒店 开好了房间 两人一人一间 各自走进了 自己的房间之后 灵放拿出灵蛊兔 放在自己的面前 表情严肃地说道 不知道你能不能 听到我说的话 我知道你是 秘境之中的五级灵兽 实力强大 现在正处于 化形期关键时期 如果我猜测得没错的话 你的化形 应该还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这一百年里 你是无法出手的 只能将所有灵力 全部用于化形 我有一个秘书 可以帮助你 提前化形完成 你想要试试吗 不过 我会有一些要求 灵放说完之后 静静地等待 柔蛊兔的回答 他知道 灵蛊兔一定能够听得到 只是不太确定 灵蛊兔是否会说话 过了好一会 房间之中 忽然传出一道月耳的声音 什么要求 这道声音 非常清脆悦耳 可以说十分动听 灵放知道 这正是灵蛊兔的声音 看来他还是有些动心的 当即开口 我的要求就是 一旦我帮助你化形完成 你要跟在我的身边 我的身边 缺乏实力强大的高手 你一旦化形之后 实力应该堪比化神器九层 我需要你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护我 当然了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你出手 小五这边 听完灵放的话之后 再次陷入了沉思 灵放说有能够提前化形的秘书 他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但今天吃了两滴灵放的精血 确实对他有着不少的好处 这又让灵放有了几分可信度 再三考虑之后 小五也同样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也有一个要求 我每天需要吃一滴你的精血 第49章 小五化形成功 每天吃一滴我的精血 可以 灵放直接点头同意 他憋了两辈子了 这玩意多得用不完 而且之前他问过系统 系统说他的体质特殊 精血比常人旺盛百倍 凝结速度也要快百倍 几乎是可以有无限多的 所以 每天一滴 根本不值一提 别说一滴 就是一碗他也放得出来 你同意了 小五有些意外 原本以为灵放会考虑一阵子的 毕竟 精血是人体血液的精血 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宝贵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同意了 同时 他的心中有些感动 没想到灵放竟然这么看重自己 这个时候 灵放再次说道 不就是精血吗 等你化形之后 哪怕你不说 我也会每天都给你的 小五更加感动 谢谢你哦灵放 灵放摆了摆手 谢什么 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五 我叫五 跳舞的五 灵放点了点头 五儿 很好的名字 正好缺个性 他的心中已经大概清楚 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 恐怕不只是一个小说的世界 应该是多本小说融合的世界 小五这个名字 他再熟悉不过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 真是让人意外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遇到其他角色 回过神来 好的 小五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今晚 我就能帮你化形成功 今晚 灵放话音刚落 小五和上官雅雅同时惊呼 目光紧紧盯着灵放 心中不可思议 五级灵兽化形 一般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这是所有人和灵兽的共识 而现在小五 才刚刚化形一百多年的时间 想要彻底化形成功 起码还需要再来一到两百年 怎么可能一晚上就化形成功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灵放的话 太过不可思议 两女无论如何 都无法相信 而灵放 也并没有解释那么多 只是微笑着说道 我的秘书 可是非常强大的 到底灵不灵 你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吗 说着 他来到自己的床上 盘腿坐下 你来我怀里 一会我施展秘书之后 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小五带着疑惑 最终还是跑进了 灵放的怀里趴下 静静等待着灵放的秘书 尽管他不太相信灵放的话 但是仪式也没什么 感受到一个柔软又毛茸茸的小事物 撞进自己怀里之后 灵放微微一笑 化形吧 我的小五 点开面板 输入了一百万零食进去 点击开始 一百万零食啊 希望别让我失望 叮咚 能量凝聚完成 开始帮助宿主灵宠化形 系统的提示声弹出 随后 灵放便感受到 一股庞大的灵力 从自己体内缓缓流出 流向怀中 柔骨兔的体内 这一道由灵力组成的长河 将它们连接在了一起 柔骨兔在灵放的怀中 微微一正 连忙贴近灵放的身体 他的眼中露出一抹不敢置信 灵放输往他体内的灵力 竟然真的在帮助他化形 他能够感受得到 原本他费尽所有灵力 都无法冲开的屏障 此刻竟然在一点点的消散开来 这就说明 灵放的这个秘书 非常有效 而且 比他自己化形 要更加快速 小五心中喜悦不已 说不定 灵放真的有可能 在一晚上的时间 帮他冲破屏障 成功化形 为了保存灵力 小五也直接陷入了沉睡 将自己的身体 完全交给了灵放 任由他摆布 灵放这边 将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系统之后 轻轻打了个哈欠 然后开始了闭目养神 不一会 一阵呼噜声传出 灵放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上官雅雅 在一旁猛逼地看着 进入梦乡的灵放 不是要帮小五化形吗 怎么睡了 在他感受到 两人体内连接的灵力之后 再一次陷入了震惊 还真的在帮小五化形 关键是 灵放都已经睡着了 怎么还能帮他化形呢 一心二用 在天才 也没有这么一心二用的吧 一边睡觉 一边传输灵力 上官雅雅 心中不知道经历了 多少次的世界观塌陷 最终只能将这一切 全部归功于灵放的天赋 这样的天才 世间罕见啊 看着已经熟睡的灵放 她的心中开心不已 看来 真的是捡到宝了 可要牢牢把握住啊 日后 灵放说不定能够真正去往 遥不可及的巅峰 希望那时 她依然在灵放的身边吧 上官雅雅美眸之中 带着一抹期盼 随后再次返回了灵放的体内 根据自己的经验 把灵放这已经不知道 被她探查了多少遍的身体 再次仔仔细细 认认真真 不放过每一根毫毛的 再次探查了一遍 第二天 床上的灵放 早已经没了之前打坐的姿势 此刻的她正舒舒服服地 躺在床上 享受着自己的美梦 但一切美梦做完之后 她才渐渐苏醒 感受到自己的身上 好像压着什么 便伸出手摸了摸 嗯 怀里的柔骨兔 怎么好像变大了 好像比之前更加柔软了 像是真的柔软无骨一样 也没毛了 更滑了 这是怎么回事 灵放此刻的大脑 还没彻底苏醒 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缓缓抬头看了过去 一睁眼 就看到了一个 满头秀发的小脑袋 这是 画形成功了 灵放微微转醒 带着狐一的目光 再次往下看去 看到了好几处风景 不确定 再看看 他完全直起腰来 小五画形成功的身体 完全展示在了他的面前 晶莹剔透的肌肤 滑嫩可口 小腰盈盈可握 宛如细柳 小脸穷鼻 无处不再诱人犯罪 是还在做梦吧 灵放有些疑惑 便伸手捏了面 硬 小五在这时 也苏醒了过来 坐在灵放的面前 直起身子 伸出鲜嫩的小手 揉了揉眼睛 等彻底回过神来之后 才缓缓地睁开眼 露出了无辜单纯的大眼睛 看上去诱人无比 这憨娇可居的模样 让灵放直接看呆住了 灵放敢向系统发誓 他之前帮小五画形 只是为了让自己身边 多一个高手 绝对没有那些老色批的想法 但现在 有了 第五十章 都被看光了 还谢人家呢 小五揉过眼睛之后 有些好奇地 看着自己的小手 五根葱玉指张张合合 而后又甩了甩偶臂 转头看看这里 看看那里 他此刻就犹如一个 新生的婴儿 对于一切都不太了解 也很是好奇 仿佛在适应自己的新身体 也对自己现在的身体 好奇得很 而灵放这边 则是一脸呆滞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五 众所周知 在这玄幻世界 灵兽化形之前 是从来不穿衣服的 也不会穿衣服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那么化形之后 身上自然一丝不挂 灵放看着欢欣雀跃 正欣赏自己身体的小五 心中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玄幻小说 果然严谨 灵放 我现在是化形成功了吗 小五看了许久 还是第一次化形成为人类 自然对所有的东西 都很是新奇 但也并不是很清楚 自己到底有没有彻底化形成功 而他的身边就有人类 自然要问一问灵放了 灵放听到之后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随后非常严谨地说道 你离我近一些 我仔细地看一看 小五按照灵放的要求 站到了他的身前 灵放的表情非常严肃 看上去非常认真 很令小五信任 你转一圈 转得慢一点 我辨认一下 你有没有人类的特征 哦好 小五在灵放的面前 缓缓转身 毕竟是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所以 他只能将所有的信任 全部都交给灵放 小五非常的听话 随后在之后的半个时辰里 小五按照灵放的要求 做出了不少动作 虽然心中疑惑 不知道灵放让他做这些 是什么意思 但灵放既然这么说了 肯定有他的用意 小五愣愣地想道 嗯 从我刚才的观察来看 你现在已经彻底化形成人类了 人类所有的特征你都有 而且还化形得非常好 不错不错 灵放认真地说道 小五听到之后 内心喜悦不已 直接上前抱住了灵放 灵放 谢谢你 他的心中很是感动 灵放真的用一晚上的时间 就帮他完成了化形 而且还这么完美 而且还帮他 确认是否彻底化形成功 灵放真是太好了 耗费了这么大的灵力 他一定很累吧 日后 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 小五心中暗暗想到 上官雅雅 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无语地直摇头 可怜的孩子 都被看光了 还谢人家呢 怪不得之前 在秘境里面的时候 那两只四级灵兽 一直防着 哎 又一个人落入灵放手中了 回过神来 小五带着感激的目光 看向灵放 随后忽然一愣 灵放 你怎么流血了 你受伤了 灵放正享受着 怀中的柔软 听到小五的话 顿时一愣 与此同时 感受到自己的鼻尖一热 反应过来 连忙捂住了鼻子 有些尴尬地说道 小伤而已 不值一提 小五听到之后 心中再次感动 灵放既然不惜受伤 也要帮我划行 真是太好了 就在这时 灵放屋子外面 忽然传出叶无敌的声音 大哥 你起床了没 我们现在上山去吧 此刻已经日上三竿了 今天还有战天宗的比武考核 自然要早点过去 叶无敌说着 就准备推门而入 他的手刚刚碰到门框 就听到一声 啊打 下一刻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着距离自己千米外的酒店 有些猛逼 我怎么忽然之间飞出来了 难道我学会星云闪了 这不对吧 这身法 怎么不听我使欢呢 灵放这边 帮叶无敌飞出去之后 再次看向小五 我今天要去战天宗考核 你现在化行之后 会不会被发现 战天宗高手如云 小五虽然化行了 但若是境界高的大能 应该还能看得出来 所以 需要提前商量好 小五摇了摇头 我化行之后 只有比我高出两个大境界的强者 才能看破 也就是合体之境才可以看破 跟我同镜都看不出来的 灵放点了点头 化神之后是炼虚 炼虚之后才是合体 这么高的境界 即便战天宗有这等强者 也是权位很高的人吧 今天战天宗比武 只是外门弟子考核 这些大人物应该不会到场 所以应该没问题 好了 那你今天就跟在我身边 不要乱跑 这件衣服你先穿上 以后成为了人类 出门在外都要穿衣服的 这是世俗的规矩 当然了 在我面前就可以随意点 灵放说着 拿出了一件粉色的长裙 递给了小五 这是他昨天特意买来的 小五点了点头 自己现在已经是人类了 那还是按照人类的规则来吧 在灵放的帮助下 他第一次穿上衣服 穿好了之后 在灵放面前转了一圈 怎么样 灵放看着眼前身着粉裙 笑容可居 身材小巧 却又十分有料的小五 眼中只有些发愣 小五的个头 紧紧达到他的肩膀 小腰如同细柳 原本精英剔透的肌肤 被粉裙染上了一层粉色 看上去更加鲜嫩可人 看了半天 才给出了一句评价 很美 这是他真心的评价 回过神来 现在小五的事情也解决了 他们是时候 去占天宗一趟了 今天还有比武考核 可不能耽误 想起这个考核 灵放打开面板 将昨天王长老给的那本 建树秘书 交给系统 帮我看一下 这本秘书学会需要多少灵石 叮咚 资料上传中 破解中 破解成功 宿主是否花费十万灵石 将这本秘书提升至入门级别 确定 灵放点头道 随后就感受到一大段的资料信息 以及各种影像传入自己的脑海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上出现了一丝丝细微的变化 气息开始从之前的狂暴 变得凌厉起来 呼吸之间 有着细小如渐渐的气息飞出 随后一指 一柄灵气化成的灵剑凭空出现 锋利的剑身将空气都切割了开来 灵剑随他心动 只拿打 精准无比 灵放眼前一亮 还不错 有着剑术在 金丹九层也进不了我的身了吧 第五十一章 不是 他凭什么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去综门了 灵放看着在自己面前 不断展示身材的小五说道 可是 这个怎么穿呢 小五来到床边 拿起灵放之前拿出来的两只水晶鞋 有些疑惑 这个鞋子呈水晶状 亮晶晶的 小五很是喜欢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穿 灵放无奈 只能上前帮忙 让小五坐下之后 他拿起小五小小的小脚 将水晶鞋套了进去 鞋子买大了 灵放摇了摇头 他知道女孩的脚都很小 但没想到 小五的脚竟然这么小 只有他的巴掌差不多大小 若是在前世 恐怕只能穿3435这种号码的鞋子 不过幸好 水晶鞋上也有袋子固定 不是那么容易掉 他很快就帮小五穿好了鞋子 小五 你既然已经化形成为了人类 那么就得跟大家一样 有属于人类的名字 不如这样 你以后就叫灵舞吧 嗯嗯 小五乖巧地点了点头 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 两人手拉手走出了房门 来到了房屋外面叶无敌的面前 叶无敌看到灵放身边的小五 不由得一愣 这是谁 难道是师尊变的 但是怎么跟师尊长得不太一样吗 在他仅有的一些印象中 他的师尊是属于玉姐型的 而眼前这个女孩 怎么看都是罗莉型的 跟他师尊完全不一样 无敌 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 小五 你叫他小五姐就行 他就是我们在秘境之中 遇到的那只柔骨兔 那时候他处于化形期 现在已经化形完成了 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灵放也知道叶无敌疑惑 便简单地跟叶无敌解释了一番 啊 那只柔骨兔 叶无敌再次一愣 回想起昨天灵放手中的那只兔子 这才反应了过来 但反应过来之后 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看他们两人亲密的模样 叶无敌忍不住问道 大哥 那我师尊怎么办 灵放 话音刚落 灵放身上忽然释放出一阵强大的威压 没有反应过来的叶无敌瞬间被压倒在地 连忙大喊 师尊我知道错了 我说错话了 您在我大哥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灵放 哄 叶无敌说完之后 身上的威压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愈发强大了 这一次他直接被压趴在地上 丝毫动弹不得 灵放摇了摇头 该 灵放体内上官牙牙眼神之中 尽是无奈 我这徒弟什么都好 就是嘴太欠了 这可怪不得我不附着在他的身上 一阵嬉闹过后 三人往占天宗的山顶走去 走路太慢了 我们直接遇见吧 灵放对着两人提议道 现在他已经将手里的这本剑术 学习到了入门级别 遇见对他来说就是小儿科 这么拉风的事情 自然要一出场就展示出来 好啊 两人异口同声 随即 一把足足有一米宽的金色大宝剑 出现在三人面前 这把大宝剑 完全由灵力化形而成 已经化形成为实质 完全可以站在上面 灵放手当其冲 轻轻跃起 站在大宝剑的剑身之上 随后又将小五拉入怀中 叶无敌坐在剑柄上 好了 咱们这就出发吧 大宝剑慢慢开始升空 在升到足够高度之后 瞬间加速 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 飞射而出 占天宗的比武擂台 类似于大型体育场 由一块块巨大的巨石垒 弃围成一个圆 圆圈的中心是比武擂台 而在四周 则是犹如阶梯一样的观众作席 保证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都能看到擂台上的情况 此刻擂台的观众席 已经坐满了人 这次前来观看的 不只是有参加考核的弟子 同时也有宗门各处的长老 闲来无视的外门弟子等 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人 快看 那是谁 出场竟然这么拉风 玉剑 这谁的零件 好大 卧槽 玉剑却实帅啊 临放三人玉剑而行 飞入场中之后 立刻就引起了场内的一片惊呼 吸引了场内不少的目光 不少人羡慕不已 这是哪来的闲眼包 他们怎么没有想到 用这么拉风的方式入场呢 三人很快入场 来到了抽取号码牌的长老面前 临放666号牌 叶无敌527号牌 带回擂台比武之时 叫到你们的号码牌之后 就可以上擂台比试 擂台比武是采用抽签的方式 一人一个号码牌 同时抽两个号码 抽中谁 谁就上场 比试过且赢的人 得到宗门弟子资格 之后是考核名次排行的比武 到那时候可以随意比试 临放和叶无敌 领过自己的号码牌之后 带着小五走上了观众席 三人刚一入场 刹那间就吸引了 在场无数人的目光 观众自然不是在看 临放和叶无敌 而是临放身边的小五 小五虽然穿着简单 但却依然光彩照人 盖过了在场所有的女弟子们 好美啊 太完美了 这真的是人类 能够有的模样吗 简直是个妖孽 如此仙女 应该不食人间烟火 不应该落入凡尘的吧 哦 这是我第275个 想要保护的仙女了 众人一阵赞叹 目不转睛 生怕一会就看不到了 而他们的目光 让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人类的小五 还是有些紧张 连忙往临放的怀里靠了靠 紧紧抓住临放的胳膊 将自己完全贴在了 临放的身上 软弹的触感传来 临放心中惊叹 忽然感觉没有内衣 看在众人的眼里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顿了下来 无数人脸上 刚刚露出的笑容凝固了下来 心情逐渐落入谷底 最后摔得七零八岁 所有人都在风中凌乱了 不是 他凭什么 这走了狗屎运的家伙 我好羡慕他 许多人在心中暗骂 心情瞬间不爽到了极点 纷纷咬牙切齿的 死死盯着临放 心中祈祷 他们一定兄妹吧 一定不是道理 第52章 小五 我的舌尖精血 你想要吗 观众席 所有人看着灵放 都是一阵咬牙切齿 他凭什么 凭什么可以获得这仙女的欢心 灵放到底走了 什么狗屎运 一时间 灵放直接成为了在场 大部分男人心中的公敌 此时 有一道自诩风流倜傥的身影 来到灵放的面前 没有理会灵放 而是直接看着小五说道 你好 我是东荒情家秦修然 可以邀请你坐我那边吗 秦修然脸上带着满满的骄傲 语气非常自然 仿佛小五只有按照他说的坐 才是最合适的 看啊 是秦修然 许多人的注意力 本身就在小五这边 自然注意到了秦修然的走动 秦修然是本次比试夺冠的热门人选 传闻他金丹八层的境界 就有匹敌原音镜的实力 天赋强得恐怖 秦修然对于自己的身份实力 自然很是自信 虽然眼前的灵放他昨天已经见过 实力天赋也还不错 但在他看来 依旧一般 这么美的女子 自然是要跟在最强的天才身边 才最合适 然而秦修然在说完之后 小五和林放两人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一直在摇耳朵 说着悄悄话 仿佛根本没有 听到他刚才的话语 秦修然脸色有些尴尬 只能转身看向林放 林放 我知道你 你的实力天赋都还不错 若是跟着强大的家族 说不定还能有一番作为 只要你将这女子让给我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跟在我的身边 怎么样 跟在他秦修然的身边 前途无可限量 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的 林放天赋不错 应该知道该怎么选 秦修然的脸上 渐渐露出笑容 目光之中带着自信 林放作为一个懂礼貌 且文明的年轻人 别人问话自然要回复的 所以 在听完秦修然的话之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礼貌的微笑 去泥马的 四个字落下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愣住了 直接开骂秦修然 这是谁啊 这么勇 秦修然脸上的笑容凝固 眼眸之中 闪过一丝杀意 强制压制了自己心中的愤怒之后 继续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这句话 会令我很不高兴 昨天 你已经得罪了李玉 今天你在得罪我 同时得罪我们两个人 你就不怕我们联合起来对付你吗 我好怕呀 林放贪了贪手 无所谓地说道 随后便继续跟小无脸贴脸 说着悄悄话 这一举一动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她根本没有将秦修然放在眼里 所有人见状都是道西一口凉气 林放疯了吗 在秦修然面前这么嚣张 真的合适吗 秦修然的胸口不断起伏 在不停地压制着心中的怒气 此刻她恨不得直接一巴掌拍死林放 但不能这么做 这里是战天宗 是东荒第二大宗门 若是在这里动手 她一定会被取消考核资格 哪怕她秦家在东荒也有些势力 但在战天宗这里 依旧不够看 你 很好 希望你不要后悔刚才所说的话 眼间越来越多人看向这里 秦修然也不便在这里多待 只能转身离开 林放这边 在秦修然走了之后 扫尸四周 发现依旧有不少考核的弟子望向这边 心中无奈 小五确实太过吸引人 擂台比武不开始 恐怕那些人会一直盯着这边 得想个办法 让这些人死心 小五 我今天的精血还没有给你 你想要吗 要 小五重重地点头 好 我刚才将体内最为珍贵的舌尖精血逼了出来 就在我的舌尖之上 你现在就吸食了吧 最珍贵的舌尖精血 小五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有些疑惑 不过既然是最珍贵的 那应该对自己的修为大有好处 他感动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 林放 随后主动伸手 搂住林放的脖子 扬着小脑袋啃了上去 小舌头滑入林放嘴中 在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找到了舌尖精血 当即心满意足地吸收起来 而林放也同样心满意足地被吸 现场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呆立在原地 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 还有他们心碎的声音 他们的女神 竟然主动去吻林放 而且看上去还那么开心 众人之前所有的祈祷和幻想 都在这一刻破灭了 嘎嘣 许多人直接将牙齿都咬碎了开来 狠狠地从嘴中吐出半颗牙齿 林放小五两人一阵交流之后 这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小五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 舌尖精血 果然厉害 仅仅这一滴 就让他的瓶颈有所动摇 若是再来上一些 恐怕要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直接提升到练须静了 林放 以后我可不可以每三天 不 每十天吸收一次你的舌尖精血 小五在心中思索过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他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些过分 但这是唯一 能够让他快速提升实力的方法 还是要试一试的 为此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林放心中波涛汹涌 脸上凝重非常 在做了非常大的决心之后 终于回到 可以 我们就每三天一次吧 主要太多了 他也受不了 刚才就差点把持不住 另一边 秦修然回去之后 自然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他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心中将林放仇恨到了几点 刚才这一切 一定是林放故意给我看的 此时林放已经上了 他的必杀名单 他心中不断计划起来 既然林放不识好歹 那便只能来硬的了 林放 我给你机会 你不知道珍惜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秦修然的目光 死死盯着小五 心中不断计划 一会比武开始 找机会跟林放上同一个擂台 直接出手废了他 然后再使用一些强硬的手段 拿下他身边的女子 就在这时 一位挥袍长老 飞身来到比武台中心 平和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 战天宗外门考核比武 现在开始 第53章 抽奖 绝缘之首 比武台上 下面 有请李长老抽取号码牌 被叫道号的弟子 需立即来到比武台 一炷箱之内若是不来 便取消其考核资格 比武台上的长老主持完之后 看向观理台那边 此刻李长老 已经开始了抽签 在他的面前 放着一个大箱子 里面有所有人的号码牌 他只要从中抽出两张 有这两个号码牌的弟子 就要上台比试 众人反应过来 连忙将目光汇聚过去 很快 李长老抽出了两张号码牌 展开之后缓缓念叨 356号 895号 这两个号码的弟子 请立即上台 花音落下 有两人立即飞升来到比武擂台 考核正式开始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谁也不服谁 很是激烈 两人都在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 灵力肆意外放 使得现场狂风四起 场内众人一阵惊呼 不出片刻 一道身影倒飞而出 砸在了擂台之下 两人奋出了胜负 895号获胜 请站在外门弟子的观众席 356号可以离开了 下一场 665号 457号 比试开始 665号获胜 666号 527号 比试很快就轮到了叶无敌和林放 他们两人碰到的对手 都是金单三四层的低境界 自然很快就结束了比试 比试完成之后 两人都已经拥有了宗门弟子的资格 需要等到所有弟子的比试都完成之后 才能继续比试 林放有些无聊地将脑袋枕在小五的腿上 感受着小五身上的分箱 身体一阵放松 不过令林放心惊的是 躺在小五的腿上 竟然看不到小五的下巴 竟然被挡住了 怪不得早上的握感那么实在 林放摇了摇头 连忙停止了危险的想法 打开系统面板 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抽奖活动 每天的抽奖 他是都要参加的 但是系统的抽奖 好像自从那一次 爆出了一个20倍混元权之后 就再也没有其他秘书了 也不知道是时候不到 还是怎么回事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 花个一万零十零花钱抽个奖 就当是完了 叮咚 抽奖开始 林放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轮盘 开始快速转动起来 很快 转盘上的字体变得模糊 转速越来越快 直到最后 划成一圈光影 停 随着林放话音落下 转盘开始降速 越来越慢 最后几乎是一点点的 再挪动了起来 看着转盘挪动的方向 林放眼前一亮 这一次 好像转不到十万零十那一栏 看样子 应该是秘书或者装备吧 很快 转盘终于停了下来 绝缘之手 看着上面的字体 林放心中疑惑 是防止触电的吗 不应该会这么简单吧 林放感觉自己的双手 被什么东西包裹了一下 然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传来 为他解惑 叮咚 绝缘之手 为宿主被动技能 宿主的双手 可以阻止化神七以下 任何用灵力施展的攻击 只要攻击附带灵力 宿主 只需伸手就可以挡下 只要被宿主双手挡下的攻击 都会直接消散 此技能无需灵时 无冷却七 随时可释放 林放心中一惊 直接坐了起来 可以挡住化神七以下 任何用灵力施展的攻击 还是个被动技能 无需灵时 卧槽 那岂不是说 化神七以下的强者 几乎都伤不到我了 只要是化神七以下的灵力攻击 都对他无效了 这个技能爽啊 才精丹七 就化神七之下无敌了 此刻他只想站起来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林放心中激动不已 抱着小五狠狠地亲了一口 才渐渐压制住了心中的兴奋 呼 这才乃到哪 距离无敌还远呢 林放在心中劝道 场上的比试还在进行 此时所有的弟子都已经上台一遍 宗门弟子已经挑选完毕 接下来 就是外门弟子之间的排名赛了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挑选 自己挑战的对象 李玉这边早已经等待多时 此刻排名赛已经开启 他们可以自由挑选对象了 这个时候 是最好下手的时候 他对着身旁的艺人说道 李峰 去吧 把他身边的叶无敌先废了 让他知道知道 得罪我是什么样的后果 李峰点了点头 率先站了出来 往比武台上走去 随着他站在比武台上 场内不少人一阵惊呼 纷纷认出了台上的李峰 啊 这李峰可是李玉之下的第一人 他怎么率先出场了 上来就玩得这么大吗 李峰是要挑战谁呢 不少人都对于李玉身边的李峰 很是了解 他跟李玉一样 有着金丹八层的境界 而他的真实战力 其实已经超越了金丹九层 可以称之为 原因之下无敌 这样的人出手 几乎是选中谁 谁倒霉 李峰上台之后 目光扫视全场 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 叶无敌的身上 你 出来 527号 我 叶无敌见挑中了自己 心中有些疑惑 他们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偏偏挑中他了呢 但还是收拾了一下 走上台去 叶无敌面色很是凝重 他毕竟 才金丹一层 眼前这人几乎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 这一场比试 恐怕很难赢的了 不过他已经有了进入宗门的资格 哪怕这一场输了 也无所谓 好 双方已经就位 比试开始 两人上台之后 长老当即宣布 比试开始 林放这边 心中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台上这里风的眼神 他总觉得 有哪里不太对劲 转头看了看秦修然 发现并没有反应 他又将目光 转向李玉这边 此刻的李玉正 一脸冷笑地盯着台上 感受到林放的目光之后 直接露出了挑衅的笑容 无声地说道 夜无敌 废了 下一个 就是你 第五十四章 神妖要求小五都不会拒绝 林放在看到李玉眼神的一瞬间 就知道 台上那个李锋 是他安排的了 果然有阴谋 想要废了夜无敌吗 林放的眼神 慢慢变得凌厉起来 低头对小五说道 小五 我一会需要上台一次 你待在这里 不要动动我 说着 摸了摸 意味在自己怀里 小五的兔头 小五非常拐巧 听话地点了点头 很是享受林放的摸头 将整个脑袋 紧贴林放的胸口 不断地来回蹭啊蹭 仿佛对于林放 很是依赖 香甜的气息 传入林放的鼻腔 让他心中 不免有些疑惑 这也太拐巧了吧 之前没话形的时候 小五虽然也很温柔 但好像也没有 像现在这样亲密吧 而且 小五好歹也是 几百年的大妖了 怎么在他面前 表现得跟个小女孩一样呢 刚才自己抽奖的时候 抱着他又轻又啃的 他也不拒绝 这是怎么回事呢 系统 我感觉小五化形之后 对我的态度 也太亲密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呢 化形毕竟是通过 系统来完成的 小五的变化 应该也只有 系统能了解 叮咚 亲爱的宿主 本系统的灵宠进化功能 是通过宿主的灵石 为灵兽进行化形的 由于化形之时 使用的是宿主的灵石 就相当于用宿主的灵力 帮助灵兽化形 他的体内全是宿主的灵力 所以对于宿主 有着最高的亲和力 再加上宿主之前的 精血喂养 再一次提到了 灵兽对于宿主的 依赖程度 所以 他自然对宿主 摆一摆顺 不管是从心理上 还是潜意识 都会认同宿主的话 无法拒绝宿主的要求 还有这个说法 灵放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一百万灵石 是真没白花 还有意外的收获 那以后 他碰到一些强大的灵兽 如果帮助他们化形 或者用精血喂养 岂不是可以组建一帮灵兽军团 什么要求 他都不会拒绝 是的 灵放心惊 但已经不敢 再问下去了 摇了摇头 连忙将心中的某些幻想 抛出脑后 认真看向台上 现在叶无敌还在战斗呢 他怎么能想那些东西呢 回去再想 比武擂台之上 战况看上去很是激烈 叶无敌 一直不间断地在进攻 引起众人的不断惊呼 才金丹一层的境界 竟然就能爆发出 金丹四五层的实力 这又是哪来的天才 而灵放这边 则是看出了 一丝非比寻常 看上去叶无敌 一直在进攻 而李峰 则是被动挨打 但若是仔细感受 两者的气息 就会发现 叶无敌的气息 已经开始变得紊乱 而李峰 则跟刚上台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变化 他的嘴角 甚至一直带着冷笑 根本毫发无伤 完全是在戏耍叶无敌 片刻之后 擂台上的叶无敌 终于停下了攻击 连续后退几步 努力地平稳着自己的气息 心中思索到 打了这么久 对方却毫发无伤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 实质性的伤害 进阶差距太大了 看来只能认输了 哈哈 打累了 我都还没出手 你怎么就累成这样了 弱 实在是太弱了 既然你累了 那么就换我出手吧 李峰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眼神之中 划过一丝危险的光芒 跟这么弱的人对战 真的太没意思了 无聊至极 他刚才一直都是在戏耍而已 现在叶无敌也不打了 那么就结束吧 想着 李峰身上庞大的气息 猛地涌现而出 想比之前 强了数十倍的灵力和威压 铺天盖地而来 一出手 就引起了全场人的震惊 打了这么久 原来李峰 一直都没有施展自己的实力吗 太强了 金丹八层 就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我觉得 金丹九层 也不一定能够战胜他 不管是境界还是实力 叶无敌都跟李峰差距太大了 如同相隔一道深渊 李峰庞大的威压一出场 就直接重重地 压在了叶无敌的身上 一声闷哼 叶无敌的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试着挪动自己的脚步 却发现 根本无法动弹 身体完全被固定住了 而这还没完 李峰在将威压 锁定叶无敌之后 再次出手 一把由灵力凝结而出的灵剑 出现在他的身前 灵剑之上 那灵力的气息告诉众人 即便是金丹八层强者 也不敢硬接这一招 灵剑很快凝结而成 李峰带着冷笑手指一挑 灵剑顿时飞射而出 直冲叶无敌的契海位置 契海是修炼者储存灵力的地方 随着修炼可以不断增长扩大 但若是被刺破 就会像破了的气球一样 再也无法储存灵力了 见此情形 感受到那灵剑之上的恐怖气息 叶无敌也不敢拖大 连忙对着在场的长老大喊 我认输 认输并不可耻 以后再赢回来便是 但若是契海被刺破 那么他这辈子都无法修炼了 然而李峰并没有停手 反而疑惑发问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这一灵剑 继续朝着叶无敌的契海攻去 这一招可谓狠毒至极 台下主持的长老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台上冲去 但时间太短 灵剑的速度太快 他根本无法赶在之前拦下 不好 叶无敌接不下这一招 还没停下 完了 叶无敌要废了 快躲开啊 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招的危险 但此刻台上的叶无敌 却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硬扛即将到来的这一件 眼看着这一件越来越近 只需一瞬 就能刺破叶无敌的契海 让他彻底成为一个废人 李峰坐在看台之上 嘴角的冷笑愈发强烈 结束了 这就是顶撞我的下场 吃 哄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闭上了眼睛 不敢直视 他们已经想象到 叶无敌被刺破契海重伤的场景 听到擂台之上的声音之后 他们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向擂台之上 然而只是一眼 所有人都愣住了 叶无敌的前方 正站着一道身影 正是凌放 此刻 凌放正倾抬一只手 刚才那恐怖无比的零剑 在刺中 凌放这只手的时候 竟然直接消散了开来 见状 全场鸦雀无声 第55章 一把不够 那就一万零剑 一百万 哄 擂台之上 李锋那让全场人 都感到惊惧的零剑 在接触到凌放的一瞬间 直接破碎了开来 化为灵力 消散于天地之间 看着零剑 最后消失为虚无 所有人都愣住了 眼眸之中 纷纷划过 一抹剧烈的震撼 四 金丹三层硬抗 李锋的攻击 还好像毫发无伤 怎么可能 这么强大的攻击 连我一个金丹八层 都不敢说 能够轻易接下 凌放就这么接住了 凌放的强大 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 很多人都震惊住了 明明只有金丹三层的凌放 竟然挡住金丹八层 相差五个境界 李锋的强大一击 这份实力 简直恐怖 在场的长老此刻 同样无不为之震惊 其他人可能没看清楚 但他们身为原音镜 自然比其他人看得更加透彻 刚才李锋的那一道零剑 是被凌放用手硬生生抓碎的 而且 凌放没有用出任何零力 这是什么手段 这凌放 可着实让我们惊喜啊 几位长老相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惊讶和疑惑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他们抢夺林放的决心 擂台之上 林放缓缓放下手臂 将目光一向李锋的身上 目光变得冷冽起来 刚才叶无敌已经认输 为何不停下 刚才李锋的那一招 分明是要置叶无敌于死地 而且还用境界的威压 压住让叶无敌无法动弹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鄙视了 而是谋杀 我刚才的那一招太过于强大 所以不太好控制 一旦发出 我也无法阻止他 李锋有些敷衍地说道 此刻也在惊讶于 林放挡住了他的一招 不过 很快他就释然了 刚才不过是随意一招罢了 根本不值一提 林放虽然能够挡住 但应该抵挡得很辛苦吧 听了李锋的话 林放没有反驳 而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说得很有道理 合情合理 随后转头看向擂台旁边的长老 长老 叶无敌已经认输 他们的比试结束了 我可以跟他比试吗 长老回复 按照规则 一般是不允许连续比试两场的 但若是对手同意的话 就可以 李锋自然知道 林放指的是自己 我没问题 只要你赶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试 他正愁 该怎么激怒林放跟自己比试 没想到送上门来了 原本的任务就打叶无敌 现在林放来了正好 不需要少爷出手 他正好一起收拾了 长老 麻烦宣布一下吧 叶无敌下去之后 台上两人都同意了接下来的比试 长老当即宣布 本场比试 李锋对战林放 现在开始 擂台上 两人面对面 林放面带微笑 平静地说道 我的这一招 也是有些庞大 我不太好控制 若是伤到你了 希望你不要见惯 他的语气很是平静 就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 但随着他的眼眸落下 擂台四周的灵力 忽然变得灵力起来 四周巨风四起 原本平静的气流 就像是被切碎了一般 变得咄咄逼人 而林放身上的气息 更是犹如一道道尖刺 锋利无比 在场的众人 纷纷感到身上一阵刺痛 犹如千万道真尖刺在自己身上一样 随后 在林放的身前 同样凝聚出一柄灵气所化的灵剑 这灵剑整体呈黄金色 宽大无比 整个一个黄金大宝剑 灵剑一出 威压立刻就传遍了全场 嘶 这灵剑上面的气息 已经能够比你刚才李锋所化的灵剑了 林放竟然强到了这种境界 感受到这灵剑之上的气息 在场的众人无不为之震惊 甚至心中已经到了惊骇的地步 金丹三层 凝结出足以堪比金丹九层攻击的灵剑 在场外观看的王长老比其他人更加震惊 我昨天才给林放的剑法 他这么快就学会了 林放施展的剑法 正是他昨日传授的秘书 要知道当初他修炼这本秘书之时 可是足足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堪堪入门的 而林放这才一天的功夫就学会了 这是什么恐怖的天赋 擂台上 李锋脸色丝毫不变 就这 甚至眼中还有着一丝丝的不屑 林放的这一招 也就跟刚才他的灵剑旗鼓相当 相当于他随手一击罢了 虽然很强 但也就仅此而已 这样的攻击 对于他来说 就相当于被马峰折了一下而已 虽然痛 但也就是个皮外伤 根本不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秘书 李锋讽刺地说道 而林放并没有理会他的话 身上的灵力还在释放 灵剑仍然在继续凝结 嗡 场内气息变得更加凝联 自林放的身前 再次有灵剑凝结而出 这一次 直接凝结出了十把相同的灵剑 这十把灵剑 不管是从气息上 还是威力上 都丝毫不亚于刚才的灵剑 这些灵剑一出 即便是金丹八层的强者 都感到皮肤有些微微刺痛了起来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已经精锯了起来 呵 这样的攻击 我随手就能击破 质量不行 数量再多有什么用 李锋依旧不屑 在他的眼里 这样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 随手就能摧毁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是吗 灵放平静的声音 在场中响起 既然十把剑不够 那就一千灵剑 十万灵剑 一百万 话音落下 灵放的深周 再次出现了 密密麻麻 数百个灵力的气息 随后 一点画面 在擂台的不同方位 同时出现 上百把灵剑凝结而出 不过眨眼间 近千把灵剑 覆盖在擂台之上 千把灵剑 仍旧继续分化 十个方位 同时开始凝结 每个方位 再次凝结一千灵剑 整个比武场地 刚风四起 擂台之上的天空 都被占满 整个昏暗了下来 瞬息之间 又是上万把 灵剑凝结而出 每一把灵剑上面 都带着恐怖至极的气息 这上万把 灵剑上面的气息叠加 让在场所有人 内心疯狂震战 众人无一步感受到了 致命的威胁 至此 全场寂静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平静的声音 再次响起 现在呢 第五十六章 李玉 滚上来 擂台之上 灵剑的数量 还在不断上升 灵放的灵力 仿佛用不完一般 不停地凝结灵剑 此刻 漫天的灵剑 宛如江河之水一般 已经覆盖场内 整个天空 几万把灵剑 出现在天空之上 密密麻麻的 根本看不到 天空是什么颜色 庞大的威压 犹如天塌了一般 令众人完全无法抵抗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背了一座 巨型山脉般的沉重感 灵剑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他们已经感受不到刺痛 而是难以呼吸 无数人惊恐万分 虽然他们并不在擂台之上 但这几万把灵剑之上 蕴含的恐怖气息 依旧让他们产生了 极大的危机感 哪怕只是坐在台下 甚至有屏障保护 但依旧感觉毫不安全 我已经无法呼吸了 这得有多少剑啊 天啊 这怎么当 太强大了 灵放太强大了 若是我跟他对战 此刻已经吓尿了 这些灵剑会把我切得连扎都不剩的 很多人惊恐到 已经不敢说话 目光死死地盯着擂台之上 观理台上的王长老 和一众其他长老 猛地站起身来 丝毫无法掩饰 眼中的震惊之色 死死盯着擂台之上 老王 这就是你送给灵放的剑法吗 是 我那剑法 我记得应该挺难的呀 王长老脸上 有些哭笑不得 原本以为少说 也得一两月时间 才能入门的剑法 这才一晚上的时间 灵放就学会了 而且把这剑法 运用到了如此地步 这是什么天赋啊 还有 一下子凝结出几万把灵剑 这真的是金单三层 能够办到的吗 王长老忽然感觉 这剑法他自己都看不懂了 所有长老此刻都意识到 他们昨天虽然已经很看好灵放 但依旧低估了他 台上 李峰浑身的汗毛纷纷竖起 多年战斗的直觉告诉他 如果硬扛这一攻击 那他绝对会被切成肉片 怎么可能 看着半空让他头皮发麻的灵剑 李峰心中满是惊恐 此刻他再也没了之前的不屑 之前嘲笑凌放的灵剑攻击 对他来说 也就相当于马蜂折了一下而已 却怎么也没想到 凌放能放出几万只马蜂 若是被这几万只马蜂 同时折下来 那是真的会死人的 凌放这边 凝结灵剑仿佛上了瘾 这剑法也是他第一次释放 刚开始的时候 由于比较生疏 才一把灵剑 就用了他大半管的灵力 后面熟悉之后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凝结 甚至可以同时凝结几百几千 对于他来说 这种灵剑 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少 反正自己不用拦 而且 补充系统补充灵力 所消耗的灵石也不多 再来几万把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不过 现在已经够用了 金丹之下 没人扛得住这种攻击 去吧 灵放手指一挑 现场的灵剑 犹如倾盆大雨一般 从各个方位 各个角度 朝着李锋飞射而去 刷刷刷 场内的所有灵力 瞬间被切割成细丝 无数的灵剑 硬生生将擂台 变成了真空环境 台上的李锋 这时才反应过来 看着漫天的灵剑 他的脸色一片绝望 腿脚发软 根本生不起一丝斗志 想要躲开这道攻击 却发现 全场所有位置 全是灵剑 根本无处躲避 连忙冲着场外大喊 我认输 我认输 我输了 快停下 不好意思 我也控制不了 灵放平静地说道 李锋连忙施展 自己最强的绝招 进行抵挡 然而 在这巨量的灵剑面前 仅仅坚持了一个瞬间 就直接消散了开来 下一刻 密密麻麻的灵剑 突破屏障 射向李锋的身体 啊 痴痴 哄 数量恐怖到极致的灵力 相互摩擦 在场中 形成了剧烈的爆炸 随后便是一阵 蘑菇云缓缓飘起 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擂台之上的灵放 心中生起一阵恐惧之感 强大至此的剑鼠 还有谁能挡得住 这强大的灵力波动 恐怕就是金丹九层 也根本无法抗住吧 此刻灵放在他们心中 已经不能用强大来形容了 而是恐怖 强大到恐怖 令人恐惧 金丹静 真的可以这么强吗 不少人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惑 陷入了沉思 随着一道道冲击波 扩散四周 将众人从愣神之中带了出来 再看台上 此刻哪里还有李锋的身影 灵放这一招 直接将李锋打成虚无 什么都没有留下 此刻 所有人都为李锋感到惋惜 你说 你惹他干嘛啊 这不是活该吗 众人摇了摇头 心中已经做好决定 以后惹谁都不要惹灵放 擂台旁负责主持的长老 盯着李锋的位置 愣了片刻 许久之后才反应过来 连忙宣布 这一场 灵放胜 败者请离场 话音刚落 在场的观众眼皮一跳 都没了 还怎么离场 卧槽 无敌 叶无敌忍不住一声惊呼 大哥简直太无敌了 太牛逼了 此刻叶无敌看台上的灵放 仿佛闪着耀眼的光芒 他的心中已经决定 再也不为大哥找小老婆 而抱不平了 这么强大 这要牛逼 自己的师尊 不一定扛得住 还是找人分担分担吧 观众席 李锋盯着只剩一人的擂台 愣神了许久 心中怒火中烧 他李家的人 灵放就这么杀了 他怎么敢的 原本以为李锋一人 就足以解决灵放两人了 但现在 这是非要逼他出手吗 叮咚 恭喜宿主越级击杀敌人 奖励基础收益加一 系统提示声响起 台上的灵放 微微一笑 忽然发觉 他的这个系统 只有不断地惹势 找强大的敌人击败他们 才能获得成长 这样的方式虽然累 但提升的速度是真的快 若是灵放从来不越即战斗 那么他现在的灵石 应该还是每秒一枚灵石 恐怕这一个多月 也就能成长到助击初期而已 想到这里 灵放将目光缓缓地 挪向台下的李玉 该处理李玉的事情了 李玉 滚上来 第57章 跪下叫爷爷 我可以考虑 只废掉你 李玉 滚上来 擂台之上 声音震天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道声音 再次猛的一惊 灵放还要继续 刚才那么激烈的战斗 灵放的灵力 应该都用得差不多了吧 怎么可能还有 余力战斗呢 而且 这要对战的人还是李玉 李玉的实力 可是比李锋还要更强的 怎么对战 众人纷纷查看 灵放身上的灵力 但却猛然间发现 刚才那么强大的一击之后 灵放身上的灵力 竟然还是饱满的状态 什么情况 这人是涌动机吗 怎么战斗都不需要灵力的吗 指不尽的震惊 解不开的疑惑 充斥着众人的脑海 让他们纷纷愣了神 观众席上的李玉 脸色有些难看 心中愤怒非常 敢让我滚上去 你是在找死 他眼中闪过一抹强烈的杀意 一个飞身跳向空中 直接施展灵力 如同炮弹开炮 震天旱地一般 飞向擂台中央 刚一落地 就激起一阵灵气动荡 整个四周都有着微微震动 就连金石打造的地面 都出现了几丝裂纹 仅仅只是出场 就这般震撼 引得在场所有人侧目 擂台之上 李玉面对面看着灵放 眼中无比不屑 如你所愿 现在我成功地被你激怒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 待会该怎么收场 我们之间的差距 远超你的想象 不知是哪里来的自信 让你觉得 有资格跟我对战 你可知 刚才你费尽力气 才击杀的李锋 我随手便可败 李玉的话语之中 带着强烈的自信和不逊 灵放同样倾笑道 费尽力气 你想多了 刚才只是我随意一招罢了 本想着陪那个李锋玩一玩 谁知道一不小心玩死了 灵放说的是实话 那灵剑本身就是 昨天刚拿到的剑法秘书 今天拿出来玩一玩罢了 跟灵放的混元一气 全相比的话 确实是随意一击 而这些李玉显然不幸 用出那么多时间和灵力 施展而出漫天的剑语 怎么可能会是随手一击呢 剑语之前他了解的 灵放说大话的性子 能够说出这般话 也不足为奇 李玉继续说道 随你怎么说吧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跪在地上 给我刻一个想头 我可以考虑不杀你 如果你可以让你的道理 服侍于我 我还可以考虑 让你跟在我的身边 以后代替李锋的位置 如何 李玉的话中 带着几分施舍的意味 原本若灵放只是 只身一人的话 那他随手就杀了 不过今天灵放带来的小五 着实太过吸引人 那小巧玲珑的模样 晶莹剔透的肌肤 彻底激起了他的摧毁欲 所以 若是灵放愿意奉送的话 那他也可以大度一次 给灵放一个活命 还能一飞冲天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跪在地上 叫我一声爷爷的话 我可以考虑 只废掉你的修为 如何 灵放平静地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全场接近 让李玉跪下叫爷爷 灵放是疯了吗 这么桀骜不驯 真的合适吗 不过李玉说话 也确实挺可恶的 开口就要人家的道理 这是任何男人都不能忍的 确实 所以灵放这是要冲发 一怒为红颜吗 只可惜 李玉不是李峰 恐怕这次灵放有些难了 众人一阵愕然 了解李玉的人都知道 他的强大 是跟下面人断层一般的强大 虽然还没有进入外门 但是已经比大多数外门弟子 还要强大了 在外门数万弟子当中 恐怕他的实力 已经能排到前十 这还只是他表面上的实力 若是有什么底牌 只怕排名会更加靠前 虽然灵放之前的表现 已经很是不错 但若是在李玉的面前 恐怕还是不够 哼 果然狂妄的没边了 只希望等会有出手之后 你不要后悔 李玉怒火冲天 已无法压制心中的愤怒 一个跳梁小丑 为何总能在他面前蹦打 简直狂妄至极 现在就让灵放认识一下 两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他的身上 灵力冲天起 四周的空气都被震碎 顷刻间磅礴的威压盖式 引起整个比武会场一片震荡 狂暴的灵力激荡而出 仿佛能够摧毁一切 哼 李玉一声大喝 天空之上 立即风起云涌 顷刻间就凝聚出一个 巨大的灵力锁化拳头 灵力凝结而出的拳头 足足有大半个擂台那么大 这拳刚一出现 立即就让全场感受到了 巨大的压力 剧烈的重压 让整个会场都是一阵压抑 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 在场所有弟子都感到 头顶仿佛压着十万大山 根本无法抬头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弱小 当初在秘境之时我就说过 杀你 我根本用不了一招 李玉此刻宛如神佛 神情之中带着极度的狂妄和自信 他从没将灵放放在眼里 一拳足以将他摧毁成肉泥 这一招 灵放还能抗得住吗 现场的变化 让观理台上的长老们都微微侧目 灵放虽然已经有了 金丹之下无敌的实力 但碰到这般强大的李玉 应该也看不下来吧 几位长老对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丝紧张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出手救下灵放 观众席上 狂妄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次 不会有意外了 秦秀然看着台上一脸冷笑 对于灵放 丝毫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甚至 他还很期待看到灵放被砸成肉泥的一幕 哄 犹如天塌了一般 巨大的灵拳 直直地冲着擂台之上的灵放杂趣 这般气势 仿佛滔天灭世 足以摧毁一切 场中金丹九层的强者 望着这惊天汗室的一拳 心中生出一种 根本无法抵挡的无力感 这么强的一拳 谁能挡下 眨眼之间 巨拳已经重重地砸在了擂台之上 将灵放整个包裹其中 强烈的冲击给整个比武场 都带起了一阵剧烈的地震 比武擂台 在这灵拳重砸之下 都直接下线了树枝 巨大的烟尘 宛如蘑菇云一般升起 所有人的眼皮疯狂跳跃 灵放不会是像李峰那样 直接被砸成虚无了吧 所有人死死盯着 擂台上灵放的位置 已经能够想象到 烟雾散去之时 他的惨状 然而这时 烟雾之中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 就这 第58章 立威 范佛 立威 范佛 就在众人 纷纷在担心 灵放会不会被这强大的攻击 直接泯灭的时候 烟雾之中 传出一道平静的声音 紧接着 一道强横的气流 冲击震荡而出 将擂台之上的烟雾 尽数驱散 灵放俊朗的身形 显现出来 所有人见状 全都大吃一惊 此刻的灵放 浑身一丝不苟 身上白色衣袍 没有丝毫凌乱 黑色的长发 在风中肆意飘扬 看上去没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见状 所有人当场愣在了原地 怎怎么会 这足以让原因 一层都受伤的攻击 灵放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我不是在做梦吧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刚才李玉的那一拳 已经有了惊天动地之势 金丹境界 根本无法阻挡 即便是金丹九层 在这一拳之下 也难以存活 像灵放这金丹三层的境界 照理说 应该直接灰飞烟灭 才对 哪怕他实力再强 防御再高 也应该会受伤的 而看现在灵放气息平稳 脸色平静 身上一丝不苟 根本不像 是被伤到一丝一毫的样子 诸位长老 也纷纷站起身来 脸上的震惊之色 丝毫不亚于在场的观众 这么强大的攻击 灵放怎么可能会安然无恙呢 会不会是灵放刚才 借助身法 躲开了李玉那一拳 有几位长老眼中 带着探究的神情 在心中猜测到 而这话一出口 为首的 李长老立刻摇了摇头 将目光挪向了 灵放脚下的擂台地面 灵放四周的那一片擂台 此刻都被李玉那一拳 给完全摧毁 而擂台上他站立的位置 正是刚才李玉那一拳的正中心 按理说那里 应该被摧毁的更加严重 但现在他所站立的位置 脚下的地面 竟然安然无恙 没有一丝损伤 这就足以证明 灵放不仅没有躲开 而且是实打实地扛下了 这恐怖的一击 看到这里 几位长老也不禁在心中发问 灵放到底有多强 李长老作为在场实力最高的长老 对于刚才的战斗他 看得也最是清楚 刚才李玉那一拳落下之时 他分明看到灵放 只是轻轻地抬起一只手 而那灵力所画的巨拳 在接触到他的那只手之时 接触的部分 竟然直接消散了 而且 灵放刚才连灵力都没有施展 看上去就像是用蛮力硬生生 将这恐怖的一击 直接击碎了一般 这是什么手段 想到这里 李长老的眼中 射出一道金光 心中震惊到了极点 对于灵放的招揽之心 也已经到达了顶点 如此天赋 如此实力 这样的人 今天他就是拉下这老脸 也得把灵放收入门下 若是不收下灵放 他能后悔一辈子 晚上睡觉都得哭醒 擂台之上 李玉同样有些不可思议 你怎么可能没事 他的攻击他最为清楚 刚才他看似风轻云淡 实则那一拳 已经用出了自己的八成力量 即便是原因一层 也不敢轻而易举地应接 更别提金丹境界了 基本是擦着伤 碰到死 灵放怎么都不可能没事的 我说了 你 太弱了 灵放轻轻地摇了摇头 淡淡地评价了一句 这样的攻击 你就算来一百次 结果也是一样 根本无法伤到我 而我 只需一拳 即可杀你 灵放再次平静开口 他说的是实话 李玉的这一拳 已经堪比原因一层 对于常人来说 或许是个 了不起的天才 但在他面前 根本不够 狂妄 李玉愤怒难当 仅仅只是躲开了 他一道攻击罢了 就这么装逼 一拳即可杀我 你杀个试试 李玉脸上 尽是桀骜不驯 根本不相信 灵放所说的话 从没见过 哪个金丹三层 敢在他面前 如此嚣张的 在场的众人 也不聋 同样听到了 灵放的话 心中多少有些 不太相信 尽管刚才灵放 挡下了这一击 但他们 还是觉得 灵放有些说 大话了 李玉的实力 可是堪比原音二层的 跟金丹镜 完全是两码事 虽然不知道 灵放用了什么身法 躲过了他的攻击 但要想一拳就杀了李玉 恐怕是巨大化吧 有一些金丹后期的强者 认真分析道 他对于灵放的话 很是怀疑 对呀对呀 虽然灵放很强 但李玉 也同样强得可怕 要知道 李玉在金丹八层的时候 可是就杀过 原音一层的强者呢 这么厉害 怪不得李玉那么有底气 这样看来的话 恐怕灵放还是难以取胜啊 是啊是啊 不少人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不是灵放不强 而是李玉太过于强大了 相比之下 就显得灵放比较弱了 众人纷纷有些惋惜 天才 就怕遇到比自己 更加强大的天才啊 而叶无敌听到众人的话 却是满脸的不屑 金丹八层才能杀原音一层 这么弱 我大哥刚晋升金丹的时候 就已经杀过一个原音强者了 那原音感觉也没多强啊 连我大哥一拳都扛不住 叶无敌不屑地说道 所有人听到这话 满脸不可思议 金丹一层跨一个大境界 杀原音一层 做梦了吧 这是人能办到的事 吹也没有这么吹的 不少人都摇了摇头 表示完全不幸 擂台之上 李玉嚣张无比 你说你一拳就能杀了我 我就站在这里 你杀个试试 刚才灵放挡下他那一拳的时候 确实挺震撼人心的 他观察到现场不少人都对于灵放刮目相看 简直太装逼了 完全盖过了他的风头 这绝对不容许 所以现在 李玉也想效仿灵放 轻松地挡下灵放的攻击 让大家看看 所谓的天才 在他李玉的面前 什么也不是 哼 虽然不知道灵放 是用什么手段挡住了我的攻击 但以他精丹三层的境界 能有多强的实力 刚才那漫天的剑雨 就是他的极限了吧 但那样的攻击 对于我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不值一提 李玉自信地想到 第59章 B 不是这么装的 擂台上 李玉双手背后 脸上风轻云淡 自信且平静 宛如一副高人的模样 看得出来他很努力地 再学灵放的样子装逼 在李玉的对面 灵放不由地摇了摇头 B 不是这么装的 得有相匹配的实力才行 不然 那就是在找死 他已经大概知道 李玉也就相当于 原因二层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 不足以让他用出全力 五成力量就够用了 多了也是浪费 灵放的目光来到现实 看着桀骜不驯的李玉 淡淡开口 如你所愿 话音刚落 他深周的灵气 瞬间停止飘动 擂台四周 乃至整个比武场内的灵气 全部向着他的身体涌去 随即 擂台之上 猛地发出剧烈的冲击波动 瞬间就将整个比武场内的灵气 全部震散 灵放体内 一道由灵力组成的光柱 冲天起 直达天际 天空之上的云层 被直接穿透开来 轰隆隆 云层之上 不断有雷声响起 整个天空都变得昏暗了下来 场内所有人 连忙向着天空看去 顿时惊恐万分 啊 天塌下来了吗 天空之上 灵鸟尽数落地 而众人头顶的天空 好像要塌陷下来了一般 竟然朝着下方砸来 宛如天灾灭世 随后 一股庞大而又恐怖的威压 盖在了比武场内 请客间 比武场内的屏障 瞬间被压碎 所有人都被压弯了腰 低境界的弟子 甚至已经开始口鼻出血 快要承受不住这剧烈的重压 恐怖的威压 宛如天灾的场景 让所有人都心生恐惧 就连几位境界低的长老 此刻都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压力 心中直呼不可思议 李长老抬头看向天空之上 一道足以覆盖整个擂台的巨大灵泉 出现在天空之上 那灵泉太过于庞大 覆盖了众人的视野 所以他们 才以为是天塌下来了一般 不好 大家快散开 李长老大呼 叫醒了还在惊恐之中的各位弟子 临放这一拳过于恐怖 如果不及时后退 恐怕比武场上的观众 也会被击伤 所有人被惊醒 连忙后撤 纷纷撤到了比武场的最外围 在最远的地方观看 这时他们才发现 临放竟然放出了 跟之前李玉一样的招式 只不过临放的这一拳 比李玉还要更加强大 更加恐怖 让观众席的他们 都有些无法承受 巨大的灵泉 此刻已经凝结完毕 带着巨大的威压 开始向着擂台砸去 距离擂台最近的观众席 因为不堪重负 瞬间被压他 擂台上 李玉感受到 天空之上巨拳之中 蕴含的力量 脸色瞬间大变 眼神之中 带着极致的震惊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临放这一拳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不敢拖大 他连忙使出 自己最强的一招 进行抵挡 李玉浑身散发着 灵力的金光 浑身用力 周围的擂台瞬间塌陷 全力一拳 朝着天空之上轰去 汉地拳 给我去 他一声大喝 将自己最强的一招 送上天空 哄 两拳瞬间相撞在一起 比雷声更加恐怖的暴响 响彻在众人耳朵之中 不少人直接被震的耳膜出血 紧接着 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 从两拳之中散发而出 向四周扩散 宛如冲击波一般 直接将观众席之上的众人 尽数冲飞 所有人连忙在半空之上 稳住身形 继续看向半空之上 两拳相撞之后 灵放那巨大的灵拳 仿佛遇到了阻碍 下降的速度慢了下来 见状 李玉心中狂喜 挡住了 而下一刻 咔 一声轻响 传入众人耳边 紧接着 李玉那全力一击的拳头之上 开始不断地出现裂纹 咔咔咔的声音不断 拳头瞬间变成了蜘蛛网 裂纹遍布 下一瞬 李玉的拳头 整个直接爆碎了开来 而灵放的拳头 依旧安然无恙 再次朝着擂台冲来 速度越来越快 什么 李玉的脸色再次大变 眼中不可思议和惊恐 自己的拳力一击 竟然连一个呼吸都没坚持住 怎么可能 灵拳已经接近 来不及多想 李玉连忙将自己全身的灵力 全部用来防御 刚架好防御 这一拳便已经到了 巨大的拳头 朝着李玉碾压而来 而他全力架起的防御 顷刻间就化为碎片 见状 李玉眼中净是绝望 不 轰隆 巨大的灵拳 重重地砸在了擂台之上 所有人都感受到地面都跳动了一下 气浪烟尘瞬间散步 覆盖整个比武场 距离比武擂台最近的观众席 彻底坍塌了下来 所有人心中惊恐到了极点 这得多强的实力 才能打出这样的一击 连观众席都塌了 这特么是金单三层 带烟雾散去 所有人再次看向擂台之上 刚一看过去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被惊吓得 差点从半空掉落下来 原本那高出地面一米的比武擂台 此刻竟然硬生生地被砸成了平地 被砸得跟擂台周围地面持平的地步 由此可见 临放的这一拳到底有多强大 不少人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庆幸 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幸好刚才躲得早 不然若是被这一拳的冲击击中 恐怕都得受伤 擂台上 临放依然气息平稳地站在地上 身上一丝不苟 仿佛根本没有用多大的力一般 而刚才意气风发的李玉 竟然被硬生生砸进了擂台里面 完全跟擂台融为了一体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竟然真的一拳就杀了李玉 一拳就将堪比元英二层的李玉轰杀 这真的是金丹三层能够做到的吗 众人心中震撼地翻江倒海 这个时候 他们想起之前叶无敌的话 我大哥金丹一层的时候 就杀过元英了 那元英连我大哥一拳都扛不住 想到这脸 众人后背直冒冷汗 原本以为叶无敌说这话 是为了装逼 没想到临放竟然真的只要牛逼 第六十章 秦修然 该你了 叮咚 恭喜宿主越境击杀敌人 获得基础收益加一 官吏台上 诸位长老不可思议地看着 已经成为平地的擂台 心中的震惊难以压制 金丹三层 可爆发出比元英二层 还要强大的实力 真是不可思议 愣神了许久 一位长老才开口说道 话语之中 难以压制他此刻的激动 此时 在他的心里 什么天才 大才 妖孽之才 这些词汇根本配不上 凌放的天赋 他们修行多年 还从未见过 有跨越一个大境界 一拳轰杀敌人的天才 辞职以后 必成大器 想到这点 所有的长老眼中 都是闪着金光 不把凌放 不把凌放说为徒弟 他们死不瞑目 不过 现在凌放杀了李家的李峰 李家的人 若是知道了 会不会找凌放的麻烦 有冷静一些的长老问道 他们之所以冷静 是因为自知自身的实力太低 已经教不了凌放了 徒弟的实力比师父还强 这若是传出去 可不算长脸 而李长老听到这话之后 直接一声冷哼 哼 宗门比武 死伤在所难免 若是有人借机 向我那宝贝图发难 我战天宗不介意 让他直接消失 这一番霸气的言论 响彻整个比武场 所有人都是一愣 看样子 战天宗这事 要保下凌放了 凌放的天赋 在长老的心中 已经超越了整个李家 众人羡慕非常 其他长老也连忙回到 对 宗门比武 总会有死伤的 要怪 只能怪死的人 实力太弱了 不过李长老 你有句话 我不是太赞同 凌放明明是我的宝贝图 怎么就成你的了 放屁 明明是我先看中的 分明是我的徒弟 你们这帮 不要脸的老家伙 耶和 你很牛啊 你先看中的 就是你徒弟了 凌放这样的天才 一定要交给 实力最强的长老 这样才能发挥出 他的天赋 懂吗 你的意思是 我实力不行 敢不敢打一场 谁怕谁啊 我让你一直守你 也赢不了 官吏台上 几位长老说着说着 一个个急了眼 抡胳膊卷袖子 准备开干 其他几位长老连忙 在一旁劝架 场面好不热闹 观众席上的众人健壮 心里一阵发酸 这还没进宗门呢 长老们就强起来了 从今往后 凌放是要一飞冲天了呀 这就是天才的待遇吗 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 此刻在看向 擂台中央的凌放 她的身上 仿佛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所有人都在心中断定 凌放以后 一定会大有成就 说不定会成为 战天宗顶峰的人物 名头响彻整个东荒 就在这时 擂台之上 再次响起凌放的声音 秦修然 该你了 凌放将目光 缓缓地挪到了观众席 秦修然的身上 平静地说道 秦修然也好 李玉也好 既然自己已经跟他们结仇 那么以后他们的报复 在所难免 所以不如 趁能杀的时候 直接杀了 有些事情 要么不做 要么做觉 从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凌放就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不管是凌碎 还是凌仓 他最后都处理干净了 让这样的人活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因自己一把 所以必须铲除干净 不过 让凌放唯一遗憾的是 当初修罗殿的那个圣子 他没有机会杀掉 那天他杀掉修罗殿的情验之后 原本是想直接 将圣子也一并处理了 但上官雅雅提醒他 那个圣子 是化神器的修为 以他当初的境界和实力 过去就是送死 所以他只能作罢 比武场内 凌放的声音 响起不过片刻 立即有人惊呼出声 还要继续 卧槽 连着战斗三人 而且 一人比一人还要强 我尼玛 我去春风院都做不到连战三人 凌放真的是一个涌动机吗 都不知道累的吗 众人 原本以为鄙视到了这里 凌放就可以结束了 但没想到 他竟然还要继续 他们仔细回想 凌放战斗的这三人 一个李峰 一个李玉 一个秦修然 李峰戏耍夜无敌 被凌放杀了 李玉之前 跟凌放结仇 而秦修然 则是调戏凌放的道理 这三人 可都惹过凌放啊 想到这里 众人心中一片谨慎 这三人可都是 得罪过凌放的人 怪不得他要连战三场 看来以后遇到凌放 一定不能轻易招惹啊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几道流光滑过 瞬间降落在比武场内 紧接着便是一股化 神奇修为的威压 覆盖整个会场 除了李长老之外 其他所有的长老和弟子 纷纷感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威压 所有人大吃一惊 如此威压 恐怕不是原因 就是化神了吧 难道是哪家的家主来了 官礼台上的李长老微微皱起了眉头 是秦长风 他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秦家家主 也是秦修然的父亲 秦长风 除了秦长风之外 还有秦家的几位长老 个个都是化神器的修为 秦长风的目光环顾四周 最终落在了擂台中央临放的身上 开口如红中 震慑全场 就是你要与我而比试 听到这话 场内所有人表情都凝重了起来 秦家家主都来了 那可就不好玩了 恐怕今天的比试 要到此为止了吧 秦长风的目光灼灼 让任何人都不敢与其对视 而临放则丝毫不惧 只是秦长风依旧淡然开口 是 待如何 第61章 临放对战秦修然 是 你当如何 面对摄人的目光 临放丝毫不惧 不卑不亢地说道 平静的声音 落在寂静的场地内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秦修然的父亲都来了 还要打 有几位化神器的强者作为后盾 即便是 临放有对抗秦修然的实力 秦长风会让他赢吗 只怕到时候 秦长风一个威压 就直接将临放压在地上起步来了 擂台上 临放说完之后 不再理会秦长风 直接转身 看向观众席上 秦修然 还不下来吗 秦长风见自己被无视 脸上有些尴尬 再次开口 我儿子实力不弱 一会鄙视中 可无法保证你的性命 我劝你还是直接认输算了 临放直接回怼道 我劝你还是劝劝你儿子吧 只要让他自费修为 再给我道理磕头道歉 我可以不杀他 话音还没落 众人一阵愕然 在秦长风的面前 说要杀他的儿子 临放一直这么嚣张的吗 这胆量 可不比天赋弱呀 狂妄 秦长风当即怒火中烧 化神器的修为全力施展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无尽的重压 空气都被压得扭曲 整个比武场都在震荡 李长老见状 连忙施展修为 驱散了这一重威压 秦家主 你过分了 在我们战天宗的比武场 施展实力 要不要我去找那门长老 陪你玩玩 李长老的目光一片冷冽 直勾勾地看着秦长风 秦长风这才注意到 自己失态了 连忙压制住身上的威压和灵力 他虽然是化神器高手 在场的几位长老 也没他的实力高强 但李长老等人 都只是外门长老而已 而战天宗的数百名内门长老 可跟他一样都是化神器的修为呢 更别提 还有实力更加强大的其他长老了 若是在这战天宗闹市 无异于找死 既然你那么想跟我而比试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希望一会 你不要后悔 秦长风扔下一句话 便带着秦家长老 飞身去到了秦修然的身边 一来到观众席上 秦长风就连忙嘱咐道 然而 此子心性不简单 若是成长起来 恐怕会对你不利 一会不要留守 直接灭杀于他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嗯 我知道的父亲 秦修然看了眼 还在观众席上乖巧坐着的舞 心中愤愤不平 不用父亲说 他也肯定要杀了灵放的 不然 怎么得到他的道理 秦长风自然也注意到了秦修然目光的方向 看到我的瞬间 他也是有些惊艳 瞬间就明白了秦修然的想法 去吧 杀了灵放之后 你想做什么 为父帮你 谢父亲 秦修然带着狂喜的心情 飞身去往台下 借用身法 宛如在空气之中滑动一般 平稳地落在了擂台之上 身形飘逸 行云流水 好不装逼 淡然开口说道 我来了 两人就位之后 主持的长老立马开口 擂台比试 生死自负 任何人不得插手 死的一方不得有任何报复 比试开始 话音传遍全场 所有人拭目以待 对于这一场比试 很是期待 灵放和秦修然 两人应该是我们这一次比试之中 实力最强的两人了吧 他们比试 不知道会是谁赢呢 我比较看好灵放 我总觉得 他刚才跟李渔的比试 还没有施展权力 怎么可能 刚才那么激烈 不可能还有留守的 我赌秦修然 他毕竟是金丹九层强者 比李渔要高一层 而且他的天赋 比李渔也要强大得多 灵放恐怕不是对手 我也这么认为 秦修然在金丹九层的时候 可是就已经杀过 原因二层强者了 那等实力 不敢想象 众人看着擂台上的两人 纷纷猜测到 但大多数人 还是比较看好秦修然 毕竟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境界也比灵放 高出了不知多少 境界差距太大 天赋也不太好弥补了 再看台的另一边 秦长风和几位长老 也是颇有兴趣 去吧 跟战天宗的长老 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让他们知道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有资格跟你比试的 秦家几位长老 也是笑容满面 世子天赋一禀 实力远超常人 与他对战之人 实力太过低微 我看无法在世子手下 撑过一招 光是威压 就能让他趴在地上站不起来 这样的人还贪招式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 评判着下面的比试 虽然比试还没开始 但他们仿佛已经知道了结果 根本不会有任何意外 擂台上 林放两人平静地对视 谁也没有出手 过了许久 秦修然忽然笑了 林放 我刚才在观众席上所说的话 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我只是想要你的道理 服侍于我而已 你失去一个道理 却可以得到数不尽的好处 甚至我秦家的侍女 你可以随意挑选 如何 林放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吧 我收回刚才的话 现在 即便你自费修为磕头道歉 我也要杀掉你了 说着 他直接出手 金色的灵力 如同潮水一般席卷而下 请客间 天空为之变色 大地震动 磅礴的威压和威能 散发而出 整个会场都掀起了一阵 令人惊惧的刚风 所有灵气全部碾碎 所有人都有股发自灵魂的震战 林放还是那么强大 就好像刚才的战斗并没有让他消耗多少灵力一样 哄 金色的拳芒 自灵放体内轰出 如同包裹了黄金的炮弹一般 射向擂台之上的秦修然 威能之强 令人震撼 而秦修然这边 脸上挂着冷笑 丝毫没有将灵放的混元仪器拳放在眼里 右手紧握拳头 同样一拳轰出 轰隆 两拳瞬间相撞 直接在擂台之上 引发了剧烈的大爆炸 和一道道的冲击波动 这个时候 秦修然才释放出体内的灵力压制 一股强大的气流 自他体内散发而出 瞬间引起风云变色 雷声轰鸣 一举一动之间 带有天地之势 场内健壮 一片惊呼 原因静 第62章 秦家撕破脸 强杀凌放 观众席 所有人无不为之震惊 天哪 秦修然竟然已经提升到原因静了吗 怪不得知道凌放杀死李玉 还能如此自信 这样看来的话 凌放这场比是怕是要惨了 若秦修然是金丹九层 那么结果还不太好说 但他是原因的话 只能说凌放时运不济 遇到了比自己境界高强的天才 可惜了 这一次凌放怕是要输了 在秦修然的实力展示出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结果 原因的天才对战金丹三层的天才 谁输谁赢 一目了然 看台上 秦长风这个时候 才终于露出了笑容 几位长老也很是灿烂 没有想到吧 我家柿子可是原因静 李家那个小子 早就不被柿子放在眼中了 更何况一个金丹三层的小子 秦家几人看了眼在场的观众和长老们 他们的眼中皆是震惊之色 见到这般 他们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一出手就能震惊所有人 这才是秦家世子秦修然 擂台之上 秦修然浑身金光环绕 说话宛如雷音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可你却一直视而不见 现在 你可知我们两人之间的差距了吗 刚才你应该已经用尽全力了吧 而我 只是用了五成十力而已 我若是全力出手 源音四层也可一战 秦修然的语气 终于不再平静 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若他还是金丹九层 恐怕今天 还真拿不下凌方 但巧合的是 就在昨晚 他顺利地将境界提升到了源音境 这一个境界的提升 立马就让他有了质的变化 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今天在看到凌方杀了李玉之后 他依然平静 自然是因为 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莫大的自信 就让你看看 我们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吧 话音落下 秦修然已经动手了 身上雷光闪烁 掌尖金光环绕 朝着凌方拍去 轰 龙 一招发出 天空雷声震响 如同雷龙一般朝着凌方冲去 仅仅是这简单的一掌 却让整个擂台 瞬间塌险 雷龙冲向凌方 所过之处 皆被离出一道沟壑 金丹九层 都无法损坏的擂台地面 此刻却轻易被损毁 他以成源音之境 一朝一世之间 都可引发天地之势 这跟金丹镜 强行震荡天地灵气不同 在金丹面前 他即是天地 所有人都在看着擂台之上 剑情修然 举手投足之间的灵力动荡 所有人都有种莫名的震撼 这一次 恐怕凌方要败了 源音之境 已经知道如何压缩施展 而出的灵力 虽然正是 看上去没有金丹的 破坏力那么大 但灵力却更加精纯 就像是将一块铁石 打造成了一把刀阻一样 更加锋利 也更致命 这一掌 足以拍死比秦修然高 一个大境界的源音三层 台上众人 瞬间捏了把冷汗 凌方面对着 蕴含恐怖能量的雷龙 眼中丝毫不惧 像刚才一样 再次一手握拳 拳头灵力涌动 随后用力地挥了出去 十万灵石的 混元仪器全启动 刹那间 拳掌相撞 金光闪耀 雷光迸发 炙热的光芒 在虚空之中猛烈碰撞 发出一阵阵刺响 场内不少人的耳膜 都被穿透一出鲜血 咔嚓 那势不可挡的雷龙 瞬间破碎成粉末 下一刻 高下立分 一道身影 从擂台上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在场所有人都猛地站起身来 纷纷愣在了原地 什么 秦秀然被击退了 怎么会 秦秀然刚才那一掌 就算是原因三层 也接不下来 为何被击飞的会是她 很多人都被震惊到了 眼中闪过 不敢置信的一彩 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幕 倒飞而出的身影 竟然是秦秀然 而灵放依旧平静地 站在擂台之上 宛如雕像一般 屹立不动 稳如泰山 怎么可能 秦家的几位长老 和秦长风猛地 站起身来 眼中矩阵 明明只有金丹 三层修为的灵放 竟然能够打飞柿子 要知道秦秀然 可是原因境界 而且本身就可越急而战 即便是原因四层 也可一战 这样的实力 竟然还能被灵放所伤 难道金丹三层的灵放 就已经有了 匹敌原因四层的实力了吗 这是什么恐怖的天赋 秦长风的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冷意 看来 今天不得不出手了 哇 秦秀然落地之后 瞬间一股 甜意涌上喉咙 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 强忍着剧痛 将自己被折断的手臂 掰了回来 这个时候 他的眼中 才终于露出了一抹 不可思议的神情 他竟然受伤了 而且还伤得不轻 就因为灵放 这简单的一拳 要知道 他刚才可是已经用出了 八成的实力 而那雷龙 竟然请客间 就被灵放击碎 这岂不是说明 灵放此刻的实力 已经比他还要强了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圆英镜 灵放只是个小小的金丹 比自己第七个境界 自己怎么可能 被他重伤 秦秀然的脸色 慢慢猙獰了起来 怎么也无法相信 刚才发生的一切 灵放今天 必须死 虽然他已经受伤了 可能无法跟灵放对抗 但秦家的人 可是在这里呢 秦秀然的表情 已经彻底猙獰起来 将目光投射 向观众席秦家挤人的方向 随即 寂静的场内 忽然响起了 秦长风的声音 然而 可以了 你先退下去养伤吧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为父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闪过 秦长风的身影 出现在擂台之上 站在了灵放的对面 目光威严 身上画神七三层的 全部灵力施展而出 立刻在全场 形成了一层重力场 瞬间就将灵放 禁锢在了原地 秦长风的目光一走 淡淡地说道 小伙子 你的实力不错 天赋也很好 只可惜 你的性子太过于刚烈 不懂得过刚一舌的道理啊 话音落下 全场所有人都是一愣 秦长风这是要撕破脸了 准备强杀灵放 第六十三章 小无险危 鼻无场内 秦长风的威压 覆盖每一个角落 压制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诸位长老们 李长老当即大怒 秦长风 你做什么 秦长风刚才到访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现在看到这一幕 李长老心中 已经慢慢冷了下来 有了一些不好的猜测 哼哼 做什么 自然是杀人了 秦长风一改之前的态度 直接明目张胆地说道 他来这里 自然不是来观看弟子比武的 而是带着修罗店 带给他的任务来的 几位长老 麻烦你们了 秦长风将目光 转向秦家几位长老的方向 有些敬畏地说道 看上去并不像是 在对自己家族长老对话 反而像是跟位高权重的人 说话一般 话音落下 五位长老同时升起 迅速飞到比武会场的 五个方向 联合起来 用灵力化作一个 密不透风的屏障 直接罩在了场内 屏障宛如一个 真实存在的墙壁一般 飞鸟经过之时 直接一头撞在了屏障之上 无法前进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大惊 心中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封锁整个会场 压制住他们所有人 秦长风这些人现在做的 可不像是因为 儿子比武失败而报复灵放啊 怎么好像 是要杀过他们所有人呢 诸位长老此刻 也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秦长风带来的这几位长老 竟然每一位 都有化神七五层的实力 比身为家主的秦长风 还要高强 而且 施展的秘法 也不是秦家的秘法 几位长老心下一凉 他们不是秦家的长老 是修罗殿的人 这个时候 几位长老才明白过来 这是秦家和修罗殿的阴谋 这个比武会场 足有上万人 除了考核的弟子之外 还另外有几千外门弟子 在这里观看 他们可都是 占天宗的新鲜血液 代表着未来的中流砥柱 若是修罗殿将他们全部杀害 那么 占天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都会处于断层的情况 若是这一切真的发生 那么占天宗在未来几十年内 都会处于没落的状态 占天宗外门鄙视 一般都是他们这些外门长老负责 而且有他这个化神七强者在 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人在这里闹事 万没想到 与他们占天宗交好的秦家 竟然暗中投靠了修罗殿 带着修罗殿的人来到了这里 修罗殿这是准备和占天宗撕破脸了吗 想到这里 离长老双目通红 已经愤怒难当 秦长风 你难道不怕我占天宗事后报复吗 还有你们 若是你们今日真敢如此 我占天宗势必跟你们不死不休 哪怕引起整个东方的战争也在所不惜 在场所有人都被压制住了 秦长风带来的五位长老 每一位都比他的修为要高得多 这个时候 没有内门长老在场 根本没有可以跟他们对抗的力量 李长老心如死灰 此刻已是绝境 擂台上 秦修然来到林放的面前 脸上再也没了之前的温文尔雅 满是无尽的癫狂 反正一会这里所有人都要死 他也索性不装了 呵呵 林放 我该说你是运气好呢 还是不好呢 在即将获得比试冠军的时候 忽然被杀死 而你的道理将会被我享用 不得不说 世事无常 有些事情 就是这么无奈 古语有言 天才之人在未成长起来之前 千万不要暴露锋芒 你为何就是不听吗 你就是太过于出风头了 不过也好 起码让我发现了你的道理 如此美味的仙女 我可要好好享用了 对了 下辈子一定要记住 投胎一家有背景的家族里面 不然再好的天赋 也没用 碰到我还是要死 不知为何 以前秦修然并不喜欢如此长篇大论的 但此刻在林芳的面前 她却有些忍不住 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这个时候 林芳越破防 她就越高兴 若是现在不把这些话说给林芳听 一会可就听不到了 一番话说完之后 秦修然心中一片畅快 只可惜 想象中林芳怒火中烧 无能怒吼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她依旧是一脸的平静 仿佛并不在意此刻的危险情景 林芳在秦修然说完之后 忽然说道 确实事事无常 人生总是会经历大起大落的 希望待会秦家被灭的时候 你不会被打击的 我已经决定了 今日 就先灭掉秦家吧 恶灵芳的话传入在场所有人的耳边 他们都是一阵恶然和无语 大哥 都这个时候了 你就不要这么桀骜不驯了好吗 我们大家都老老实实等死 你就非得跟大家不一样吗 灭了秦家 就你 你灭给我看看 死到临头了 还如此猖狂 也不知道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 父亲 杀了他吧 期待着灵芳破防的样子没有出现 秦修然也有些气急败坏 这个家伙太过嘴硬 他已经不想浪费时间了 秦长风点了点头 在秦修然让开之后 当即一掌朝着灵芳拍了过去 煞时间 天地变色 风云变幻 雷龙化为实质 符文在他掌尖闪烁 就连空间都出现了扭曲的波动 感受到掌尖蕴含的恐怖灵力 在场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这随手一掌 就不知道比秦修然权力一击 要强大多少倍 恐怕就是原因九层强者 也会在这一掌之下 化为灰烬 这就是化神七强者的恐怖 即便只是随手一掌 也根本无人能够抵挡 李长老和诸位长老健壮 愤怒大吼 不要 秦长风 你敢 我今世 必杀你 哦 雷龙现世带着强大的冲击 向着灵芳的身体撞去 众人忍不住纷纷闭上了双眼 化神七强者的一击 谁能抵挡 他们已经能够联想到灵芳 被轰杀成为灰烬的场面 这一次 不会再有任何意外 秦修然面色之中 带着癫狂的兴奋 下一瞬 擂台之上 忽然划过一道金色的闪电 眨眼间便闪烁至灵芳的身前 正是前一刻 还坐在观众席上的小五 只见他轻轻举起小手 金光迸发 顷刻间便击碎了这道雷龙 见状 全场瞬间寂静无声 第六十四章 奖励小五轻轻 嘴对嘴 比武会场 这是 化神七强者 所有人全部识化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中全是震撼 那连原因九层都无法抵挡的雷龙 竟然被如此轻易地击碎了 绝对是化神七强者无疑 而这位化神七强者 竟然是灵芳身边那个 漠不作声的道律 原本以为灵芳的实力天赋 已经很强了 结果他的道律 竟然比他还强 众人狠狠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无法相信眼前一切 李长老等人也纷纷愣在了原地 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不知道灵芳的道理 能否挡得住修罗殿武人呢 在秦长风的对面 无儿再击碎雷龙之后 就来到了灵芳的身边 随手一挥 瞬间解除了灵芳身上的禁锢 然后就仰起小脑袋 等待灵芳的夸奖 对于这个小可爱 灵芳自然毫不吝啬 巴唧一口亲上去 然后伸手摸摸小脑袋上 顺滑地秀法 好老婆 奖励你的 刚才在那边 有没有想我 有 无儿抱着灵芳的胳膊 脑袋不断地往灵 放怀里蹭啊蹭 轻腻地说道 这一幕 直接看傻了众人 而灵芳 还在秀着恩爱 趴在无儿的耳边问道 眼前的这几个人 你有信心打败他们吗 无儿扫尸了一圈 点了点头 他们都挺弱的 好 那就把他们全杀了 六个人 我奖励你六个小青青 是那种嘴对嘴的哦 听到这话 无儿的眼前当即一亮 重重地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 之前嘴对嘴的青青 不就是精血吗 打死六个弱鸡 就可以奖励他 六滴精血 简直太赚了 而一旁的秦修然的脸色 则是彻底地阴沉了下去 化神七强者 竟然甘愿做灵芳 这个小小金丹的道理 他凭什么 还当着他的面亲热 灵芳真该死啊 他心中的妒忌和怨恨 已经达到了顶点 擂台上 秦长风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诧异 随后慢慢变得凝重起来 没想到 还有高手 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 能够轻易击碎化 神七强者的一击 那实力境界 起码也得是化神七强者 而且实力 不会比他弱 起码也是化神七 三层之上的强者 没想到 灵芳身边 还隐藏着如此高手 差点就因为 大意在在这里了 一直以来谨慎的性格 让他感觉自己 可能拿不下眼前之人 便直接看向半空之中 几位长老 还得麻烦你们一下 几人点了点头 他们也看出了 有些不对劲 能够轻易接下 秦长风的雷龙 实力应该也不弱 为了节省时间 由他们出手 直接碾压 是最稳妥的 想着 五人之中的四人 纷纷从半空之中 飞升而下 来到了秦长风的身边 漂浮在半空中 目光冷冽 杀意净险 虽是化神七强者 但可惜你只有一个人 怕是还不够 虽然眼前之人身上的灵力 他们无法看穿 但从刚才 抵挡秦长风的攻击上来看 这个五的实力 也就在化神七 三四层左右 这样的实力 他们之中一个人 就足以碾压 更别提 他们四人联手了 只能说 眼前之人 运气不太好了 想着 几人对视一眼 各自将自己浑身的灵力 和威压施展到最大 五位化神七强者的 威压降临会场 所有人 全部被压倒在地 就连化神七的李长老 都被压弯了腰 完全动弹不得 全场京剧 化神七强者 果然恐怖如斯 秦修然 在一旁张狂大笑 哈哈 六位化神七 五层强者在此 到底是谁杀谁 化神七五层 听到这话 李长老等人心中 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 彻底破灭 四位化神七 五层强者联手 这下彻底完了 临放的道理再强 也无法战胜吧 在场所有弟子长老 都心如死灰 然而这时 五儿的身影 骤然消失不见 化为一道急速闪电 整个场内 瞬间布满金色的 电流网络 众人都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直接消失了 这是什么速度 修罗店几位长老 扫尸一圈 瞬间脸色聚变 不好 是化神高见 下一瞬 蹦 他们身边的 一位长老倒飞出去 在空中划过一道 宛如炮弹的痕迹 激起一阵空间震荡 紧接着 其余三人 几乎同时 受到巨大重击 倒飞出去 还没落地 身体再次被重击 不受控制地朝着 天空之上倒飞 瞬间击碎现场的屏障 向着高空射去 一道娇小的身影 再次闪烁至他们附近 重重地一脚踹下 空气瞬间被抽爆 四道身影 急速砸落 哄 几声巨响 四人重重地砸在了场内 金石打造的地面 此刻 犹如豆腐一般 直接被砸出一个个 巨型深坑 哇 刚一落地 几人立即吐出一大口鲜血 面如死灰 脸上带着无尽的惊恐 不用灵力 就这么强 怎么可能 五人眼中满是惊骇 心中 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他们身为化神器 身体防御 可不是原因可比 犹如钢铁一般的身体 即便是 原因九层全力一击 也无法打破 他们的体外屏障 而这样的身体强度 在小五面前 竟然不堪一击 仅仅不过两招 他们便是浑身 多处骨头断碎 气海破漏 内脏爆炸 已经是重伤了 而且 从始至中小五 都没有运用灵力 仅仅是依靠肉体力量 就将他们打到如此地步 这是什么强者 台上众人刚反应过来 就傻了眼 整体石化住了 刚才还意气风发的 化神器强者 现在竟然如同死狗一般 趴在地上 完全无法动弹 四位化神器五层强者 竟然被一个小女孩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秦修然和他的父亲 满脸不敢置信 看着地上 如同死狗一般的修罗店长老 两人宛如失了神 场中寂静无声 第六十五章 化神九层的老婆 不好意思 我老婆是化神九层 寂静的场内 响起林放的淡淡的声音 一句话落下 全场鸦雀无声 众人的心头 宛如遭受了巨垂重击 场内的弟子们 以及诸位长老 全都石化住了 林放的道理是化神器九层强者 怪不得 四位化神五层联手 都无法坚持片刻 怪不得 林放一直都那么自信 面对李玉平静不屑 说杀就杀 面对秦家父子 依旧平静淡然 原来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众人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 三弟 快逃 这时 擂台上的修罗店长老 忽然大声喊道 其他三人也跟着大喊 四人联手 都无法抵挡一息的时间 恐怕小五真的是化神器九层强者 今天的计划 算是彻底失败了 原本以为 今天会是瓮中捉鳖之局 却没想到 他们才是那个鳖 现在他们能做的 就只有让三长老逃出去了 逃 逃 最后一位修罗店长老反应过来 连忙化作一道流光 报射出去 速度之快 前所未见 事情有变 必须将情况报告给修罗店 以免耽误大事 秦长风见状 也连忙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报射 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只要逃出去 就一切皆有可能 哪怕这个强者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同时追上两个方向逃跑的人吧 毕竟他们好歹也是同一个大境界的 秦长风暗暗地想到 然而 就在两人逃跑的刹那间 小五的身影再度消失 在众人眼睁睁之下 骤然消失了 没有一丝征兆 众人全都瞪大了双眼 也无法发现他的身影 下一瞬 天空之上便响起一声不甘的怒吼 不 随后 就见那逃跑的修罗店长老的身体 无力地从空中掉落下来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已然气息全无 而小五依旧不见踪影 再一瞬 另外一个相反方向 响起秦长风不可思议的惊呼 怎么可能 哄 话音未落 他的身体已经砸落下来 直接没了声息 当场变成尸体 见状 全场接近 全部石化 鸦雀无声 修罗店剩余的四位长老 再次猛喷一口血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他们眼中的光芒彻底消散 无力地倒在地上没了声息 叮咚 恭喜宿主 您的灵宠为您战斗 战胜了六名超越您 两个境界的敌人 可为宿主增加基础收益 十二枚零十每秒 卧槽 小五战胜的敌人 也能算在我这边 而且还一人给了两个基础点 系统的这个消息 直接让灵放震惊了两次 只不过让他疑惑的是 小五打死的敌人 竟然也能算在自己的头上 叮咚 只要敌人比宿主境界高 不管是您战胜的 还是您的灵宠战胜的 都可以增加基础收益 这么爽啊 灵放是第一次知道 还有这个规则 这服务也太贴心了 灵放心中的喜悦难以压制 心中越来越觉得 给小五花的这一百万零食 简直是太值了 简直赚打发了 能打能睡 还听话 全能啊 灵放内心狂喜到无以复加 有种一夜暴富的感觉 有人欢喜便有人忧 现在若说谁最难受 那当属秦修然了 哈哈 一定是幻觉 都是假的 我是在做梦 一切都是假的 我秦修然才是第一 你们应该仰慕我才对 都是假的 我才是第一 占天宗 快拿出你们所有的资源培养我 我才能让你们更加强大 快给我 快给我 秦修然仿佛得了失心风 在会场里面又唱又跳 丝毫不再顾及之前的形象 众人见状 心中一阵唏嘘 没想到这个时候 秦修然竟然疯了 从最高仅仅一眨眼 就跌落到了最低谷 换谁都很难承受得住的 灵放也是心生怜悯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秦修然竟然疯了 看他现在的样子 一定生不如死吧 我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说着 灵放再次叹了口气 疯疯癫癫的秦修然听到这话 眼中闪过一丝得逞 表现得更加疯狂了 同时内心冷笑 灵放 我们的事情还没结束 今日之仇 他日一定百倍奉还 然而 就在这时 灵放的声音 忽然在他身边响起 呵呵 看你这么生不如死 不如我就帮帮你 送你上路吧 免得你再承受 这份痛苦 听到这话 秦修然猛然大惊 转过头去 不知什么时候 灵放竟然已经来到了 他的身边 灵放右手紧握拳头 灵力已经凝结完毕 二十倍会员仪器全凸脸 不给秦修然一点 抵挡躲避的可能性 见状秦修然 瞬间绝望 不 哄 现场 浓烟滚滚 比武会场 直接被开出了一个大洞 看着已经化为灰烬的秦修然 灵放微笑着摇了摇头 他怎么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患呢 叮咚 恭喜宿主 越级击杀敌人 获得基础收益加一 此时众人已经回过神来 看向灵放的眼神 带着满满的羡慕 灵放也太好运了吧 道理长得美若天仙也就算了 还是化神器强者 这尼玛 还有没有天理了 化神器九层的老婆啊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夸张 灵放凭什么 他除了长得俊点 天赋好点 实力强点之外 还有哪点比我强的 现场 众人心中酸得要死 又有这么好的天赋 还有长老赏识 还有实力强 美若天仙的道理 简直太不公平了吧 另一边 李长老等人 纷纷愣了片刻 再次看向灵放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丝的猜测之意 如此年轻 就有一位化神器跟随 而且又有这样的体质 还有那强大到极点的秘书 这种种迹象 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灵放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恐怕是有着大背景 想到这里 诸位长老一窝蜂的 来到灵放的身边 嘘寒问暖 好不热情 单单就灵放这份天赋 谁看到了不得抢着要 这时 半空之中一道 苍老的声音响起 你们不用抢了 灵放你们交不了 还是来我门下吧 话音未落 王长老等人立马急了 他们这些人 还没争论清楚呢 怎么又来一位长老 当即上头的说道 我们交不了灵放 去你门下 你算老几 说着 就抬头 往半空之上看去 等看清说话之人时 吓得腿一软 直接坐在了地上 太上长老 第66章 通天路数 太上长老 王长老脸上冷汗直流 腿都吓软了 刚刚自己说了什么 对着太上长老说 你算老姐 完了 彻底完了 百年谨慎 毁于一旦 另一边 观众席上 众人反应过来 心下一阵震惊 太上长老刚刚说什么 他要收灵放为弟子 卧槽 灵放转大发了 刚入门就被太上长老看中 看来灵放的天赋 就连宗门高层 也很是心动啊 能够约一个大境界作战 这样的战斗力 谁不心动 说的也是啊 不过 如果灵放败入太上长老门下 那他还算是外门弟子吗 外门弟子 哼哼 你想多了 你可知道 就连咱们 战天宗的宗主 都是太上长老的弟子啊 灵放这一下子 直接成了宗主的师弟了 卧槽 差距这么大吗 还有呢 宗门里面 有的长老 还是太上长老的徒孙呢 这么算的话 有些长老 都得喊灵放为师叔 而他们的弟子 就得叫灵放师叔祖 死 这还得了 刚入门 就这么大的辈分吗 我的天啊 直接成爷爷辈了 这也太爽了吧 天啊 杀了我吧 我以后碰到灵放要叫师叔祖 众人又是震惊 又是羡慕 天赋好 实力强 长得俊 又有这么漂亮的道律 道律又是化神奇强者 现在又受太上长老的赏识 直接成了师叔祖 好处全让灵放一个人站了 若是换作别人 能够其中一个待遇 晚上做梦 都得咧着嘴 人比人的死 或比货的人啊 灵放也有些意外 眼前的这位 正是他 昨天刚来这里时 遇到的那位 在天上 以超音速散步的 太上长老 灵放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太上长老很是直接 过来之后 就看向灵放问道 仿佛早已经内定了一般 我愿意 灵放点了点头 谁教他都一样 这个倒是无所谓 不过 这位太上长老手里的 秘法术法 应该比这些外门长老 要强不少吧 好 好图 来我身边来 太上长老很是高兴 连连招呼灵放 李长老等人 连忙拱手道喜 恭喜师尊的一天才弟子 灵放的天赋 是我生平警戒 特意给师尊挑选出来的 相信在师尊门下 他必定一化成龙 李长老为什么 在宗门里面辈分高 威望强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太上长老 是他的师尊 所以当初李家和秦家 才争着抢着 要拜入他的门下 毕竟拜了李长老 就相当于 是太上长老的徒孙了 那在宗门的地位 不可同日而语 太上长老点了点头 嗯 你有心了 有时间了 去我那趟 我看看你的俘虏学得怎样了 李长老当即狂喜 师父这意思 不就是要教自己 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吗 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句恭维 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 看来师父 是真的对灵放 很是上心啊 嘶 这下子 恐怕老李 又要跟我们拉大差距了吧 其他长老一阵羡慕 而王长老 则是敢怒不敢言 他在心中鄙夷道 妈的 拿我的徒弟 孝敬你的师尊 老李这脸皮 是怎么练出来的 事情很快就告一段落 几位长老留下 安排比武事宜 而灵放 则跟着太上长老 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 灵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身边这个小女孩 是从秘境之中带出来的吧 是那只柔骨兔 灵放惊讶地点了点头 是的 不是说 合体七强者 才能看得出来 小五的身份吗 难道这位太上长老 已经到了合体七了 而小五 则是瞬间谨慎起来 小手握住 抓住灵放的手指 水汪汪的眼睛 瞬间变红 这是战斗的姿态 哼 不用紧张 我对你没有敌意的 你既然跟我徒师道理 那也就算是我的儿媳妇了 感受到氛围忽然转变 太上长老微笑着解释道 他之所以这么问 只是确认一下而已 自己的徒儿身边 能够有一个化神奇强者 出门在外 他也放心一些 灵放自然知道 太上长老的意思 伸手扶了 扶小脑袋上的秀发安慰道 没事 不用怕 太上长老 也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 从怀里 拿出了一本秘书 递给了灵放 这本俘虏之书你拿着 回去熟悉一下 等过几天 你的师兄 也就是现在的宗主 闭关出来之后 我让他找机会给大家宣布一下 到那时我在正式教你 学习这门福禄 福禄之术 灵放拿着手里的秘书 有些好奇 这福禄能否增强自己的战力呢 似乎看出来 灵放的疑惑 太上长老说道 福禄之术可攻可防 如果你能够入门 相信单凭福禄之术 你就可以跟原鹰战斗 福禄天生就带有强体配性 如果你的福禄够多 是可以叠加的 威力也会成倍上涨 而且 只要你练出来福禄 不去用它的话 它就一直存在 相当于将你的攻击保存了下来 随时可以使用 若是你的福禄足够多 足够强 那么即便是原鹰二层 你也可以秒杀 即便是原鹰三层 也很难攻破 你的防御 灵放眨了眨眼 心中有些惊讶 秒杀原鹰二层 这么强 这福禄的威力 已经堪比自己十倍的 混元仪器权了 还有能够抵抗 原鹰三层攻击的防御力 也是令人震惊 它的绝缘之手 虽然化神器以下绝缘 可以化解任何攻击 但只是能够防御 带有灵力的攻击而已 但若是碰到 原鹰三层的体修强者 被凸脸的话 它也只能躲避 而若是将福禄修成 以后碰到原鹰 即便是 它站在那里不动 都没人能够破它的防 牛逼 想到这里 林放将这本福禄之术 交给系统 系统 帮我破解一下 学习之入门 叮咚 检测到 通天路术 正在破解中 通天路术 破解成功 学习至 入门需要五十万灵石 可否学习 第67章 太上长老世界观崩塌了 林放拿着这本福禄之术 简单翻看了一下 随后就传入了 系统之中 学习 刚才系统 已经破解出来了 福禄的要领 只需要花五十万灵石 即可一键学习 五十万而已 也就半的小五 林放果断选择学习 叮咚 正在为宿主传输要点 正在匹配相应功能 传输成功 匹配功能 开发成功 智能浮露功能 可根据宿主需要 一键秒生成任意数量 任意类型的浮露 攻防随心所欲 若检测到宿主 即将发生危险 本功能可被动激活 帮助宿主 炼制足够防御攻击的浮露 进行防御 炼制浮露不消耗宿主灵力 消耗账户零十 每张浮露 须一枚零十 十万张浮露 可防御猿鹰一层 全力一击 二十万张可防御猿鹰二层 以此类推 最高可防御猿鹰五层的攻击 十万张浮露进攻 相当于猿鹰一层 全力一击 以此类推 最高猿鹰五层 浮露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随着宿主的境界提升而提升 卧槽 这么强 林放没有想到 这浮露之术 竟然可以做到猿鹰五层的层次 比他的混元仪器权还要厉害 而且还可以防御猿鹰五层的攻击 这点确实强 还有系统的功能 也是被爽 自动防御 这样以后 哪怕是被高境界 强者偷袭 哪怕他没有反应过来 系统都能帮他进行防御 有这个功能在 他现在的真实战力 再上了一个台阶 猿鹰五层无敌 林放的眼前一亮 心中喜不自禁 太上长老人如其名 祖武福 对于俘禄最是了解 此时 他还在跟林放讲解 关于符鹿的基础知识 林放 这符鹿之术 若是叠加起来 也是非常强大的 希望你能够好好学习一下 这几天你先看看 以你的资质 相信哪怕不用我教 不出半年 你也能够窥探一二 祖武福颇为看好的说道 符鹿毕竟不是剑术 比剑术要高深很多 一般人没有个三年五载 根本别想入门 而林放天赋一柄 他相信 一定比常人更快 师尊 符鹿是这样施展的吗 林放手指一挑 一张蓝色半透明状的符鹿 出现在他的指尖 赫然是一张雷符 随手甩了出去 天空之上瞬间降下一道惊雷 雷光暴闪 远处一座山峰随之乍响 咔轰 啊 看着远处山峰的崩碎 太上长老祖武福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我不是才刚把秘书交给他吗 就刚才简单地看了一遍 他就学会了 有没有搞错 我还没教呢 师尊 是这样吗 林放的声音打断了祖武福的思考 他努力地平复了一下心中的不平静 有些尴尬地说道 嘿嘿 是这样没错 你的天赋果然厉害 这么快就学会了 不过 你也不要因此就骄傲自满 符鹿的炼制 是非常消耗灵力的 一般大家都是炼制出来之后 先保存在身边 战斗之时可以随时用 这样更加能够应对突发事件 既然你已经学会了炼制 那么这几天 你可以自己多炼制一些 最好炼制个一万张马 最好是不同类型的 攻击防御都有 同时也可以试着同时炼制十张符鹿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祖武福与众心长地说道 林放的天赋 确实超出了他的意料 不过 天才最大的缺点就是 容易骄傲自满 所以 祖武福准备先打击他一下 一万张符鹿 没有个十天半个月 是绝对不可能炼制完的 祖武福心中暗暗地想到 他此举也是为了磨练一下 林放的性子 林放这边平静地点了点头 一万张吗 心念一动 系统帮我炼制一万张符鹿 好的宿主 什么时候可以炼制完成 已经炼制完成了 本系统是超级多线程系统 炼制一张 和炼制一万张所需的时间 不会有差别 0.001秒就可以炼制完成 林放一愣 在心中比了个牛逼 宿主下次只需在心中 想一个数字 符鹿便可炼制成功 林放点了点头 这系统 这服务 这功能 还有谁 回过神来 看向祖武福 师尊 我明白了 随后心念一动 场中异象瞬间突起 半空之中 密密麻麻的各色符鹿 骤然显现而出 每个颜色 代表着不同的作用 蓝色代表雷符 红色代表火符 黄色代表土符等等 攻击符鹿和防御符鹿都有 整个半空都被这各色的符鹿 照耀成七彩 整整一万张符鹿 瞬间盖住了整片天空 这 这这卧槽 眼睁睁看着这荧幕的祖武福 再次瞪大了双眼 整个人都傻了 世界观都被眼前荧幕给震塌了 一万张符鹿 一眨眼的功夫 就炼制完成了 有没有搞错 要不要这么快 祖武福感觉自己的脸 被打得啪啪响 刚还在响灵方炼制一万张灵方 需要几天呢 现在就完成了 徒儿 你这样显得我很呆 祖武福忽然觉得自己收下灵方 好像是个错误 因为他好像根本交不了灵方 给本秘书 自己就学会了 需要他这个师尊吗 完全不需要 这样的徒弟 只要带着往宗门藏书阁一领 啥都不用管 他自己就学会了 有没有师尊 对他来说也没啥区别 祖武福有些崩溃 好消息是 找到了个天赋惊世骇俗的好徒弟 坏消息是 自己根本交不了 啥秘书看一遍就会了 自己这个师尊有没有一个样 想到这里 他已经不知道是该高兴 还是该难受了 过了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 嗨嗨 不错不错 很不错 那个 你这几天 自己再好好精进一下 三天之后 等你师兄闭关出来 我们就给大家宣布一下 祖武福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我这徒儿在培养培养 有没有可能 让他做下一任战天宗宗主呢 第六十八章 林放 你也不喜欢穿衣服睡觉吗 黄昏 林放走出祖武福的山谷之后 看到叶无敌和李长老 在山谷的入口处等待 无敌 李长老 李长老脸上带着笑意 恭喜你了师弟 我叫李长青 以后你叫我长青师兄吧 叫李长老就不合适了 嗯 长青师兄 你和无敌怎么会在一起呢 林放来到两人的身边 有些疑惑 两人为什么会在一起 李长青回道 这次考核 除了你之外 就属无敌的天赋最好了 金丹一层的修为 就能击败金丹四层 这等天赋 也是让我心动啊 所以我就说他做了徒弟 林放点了点头 叶无敌的体质 也是先体 李长老赏识 也是理所应当 我还要去见 一次师尊 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 在内门弟子的区域 叶无敌知道 让他带你们过去吧 李长青 简单交代了一下之后 就走进了山谷 林放三人 随即往自己的住处走去 因为内门弟子更加靠近 宗门核心地带 所以这里相比外门 更加繁华一些 路边的摊贩应有尽有 已经形成了产业链 糖葫芦咧 糖葫芦咧 我这可是在上古墓穴之中 挖掘而出的 很有可能是 合体大能强者留下的好东西 这特么怎么看都像个夜火 你跟我说是花瓶 丹药了 林立内外商丹药 我这里都有 可以来看看 林放一路走 一路感慨 这一幕像极了前世的夜市 只不过卖的东西不一样吧 正走着 小五忽然停下了脚步 目光紧紧盯着糖葫芦 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这个果子红红的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我想吃这个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林放点了点头 直接买了几串 递到小五的手里 吃吧 想吃多少都可以 小五看着手里的糖葫芦 红红的 上面还有一层晶莹剔透的糖叶 甚是好看 缓缓地伸出粉嫩的小舌头 在糖葫芦上面甜了甜 甜甜的味道直打口腔 她的眼睛立马一亮 忽散忽散 像只看到好吃的小兔子 她毫不犹豫地咬下一颗果子 用力地咀嚼几下 当即享受地 把眼睛弯成了月牙 嗯 好好吃 谢谢你林放 林放此刻有些看呆了 回过神来之后 微笑着说 在我们人类世界 感谢别人的时候 可不能只说谢谢的 还要有相应的动作才行 不能只说谢谢 还要有相应的动作 小五显然不懂 疑惑地看向林放 叶无敌也疑惑地看向林放 啥动作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上官雅雅也侧耳倾听 心中同样疑惑 下界难道还有不一样的规矩 林放继续说 在我们人类世界 当你高兴的时候 应该抱着我亲一口 这样才能充分表达你的开心 我也能跟你一起开心 当你要感谢我的时候 你应该嘴对嘴亲我一口 就像我给你吸食精血的那样 这样才能表达你的感谢 林放一本正经地说道 叶无敌 上官雅雅 小五恍然大悟 哦 是这样呀 说着 当即点起脚尖 手臂还住林放的脖子 主动亲了上去 林放微笑着将他抱起 尽情索取 叶无敌见状 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脸上 我特么就不该问 上官雅雅 也是忍不住在心中吐槽 油嘴滑舌 怪不得当初那两只四级灵兽 千方万方怕小五被拐走呢 只能说 他们看人真准 两九 林放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真甜 他忽然觉得自己 有点喜欢上吃糖葫芦了 味道确实不错 三人继续走走逛逛 小五看到什么喜欢的 就拉着林放清两口 最后抱着各种的玩具 书本 零食 还有各种的衣服鞋子 有小五喜欢的 也有林放喜欢的 往住处走去 很快 三人就回到了那门弟子的住处 两人每人一座别院 配置相当的豪华 跟外门弟子差距甚大 两人告别之后 分别回到自己的别院里面 开始练功休息 战斗了一天 林放也有些累了 收拾好之后 就抱着小五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 林放一觉醒来 映入眼帘的 就是小五美妙的脸颊 小脸红扑扑的 此刻整个小身体 都趴在了林放的身上 怪不得晚上总感觉透不过气来呢 林放随手一摸 滑腻的触感传入掌心 当即一只棱 爱不释手 片刻后 林放坐了起来 打开系统面板 开始修炼 林放修炼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系统帮他修炼 410万5647枚零食 可提升至金丹四层 不过才一晚上的时间 还不到一天 他就涨了100万枚零食 直接将昨天帮小五画型 而消耗的100万补了回来 林放当即点击一键炼化 一键炼化400万零食 炼化中 炼化完成 正在帮助宿主提升修为 轰轰轰 林放的身体四周 一阵闷响 身为金丹镜的他 已经可以压制自己 提升修为时候的破坏力 只需要在自己的身周支起屏障 将这狂暴的灵力圈 在屏障之中即可 这样起码修为提升之后 不用换房子 但即便如此 林放身上的衣服 还是在请客之间 就化为粉末 咔嚓 哄 体外屏障 瞬间被冲破 一道冲击波 自他的体内冲出 将屋内的家具扫荡了一遍 呼 金丹四层了 林放站起身来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金丹四层的他 不用任何秘书 单单依靠自身力量 就已经金丹之境无敌 若是使用会员仪器权 可以于原鹰五层一站 再加上俘虏之术 原鹰六层到七层 他都可以一站 跨越一个大境界 还多战斗 现在他的实力 完全不能看境界了 床上 小五也被林放突破的冲击波 震醒 醒来之后 揉了揉眼睛 看着床边的林放 脸上带着一丝疑惑 咦 林放 你也不喜欢穿衣服睡觉吗 第69章 金丹静 怎么可能这么强 林放两人互相穿好衣服之后 手拉手走出了房门 叫上叶无敌 一起去吃早餐 新的一天 有一份美味的早餐开始 战天宗虽说是个宗门 但其内部空间非常庞大 各种街道错综复杂 说是一座城池也并不过分 而且还是非常大的城池 在这里面什么都有 林放两人的别院不远处 就是吃饭的地方 三人点好了早餐之后 坐在一旁等待 因为这里是内门弟子的活动区域 林放两人昨天才来到这里 所以 很多人并不认识他们 因此 该来的意外 很快就来了 今天 小五按照林放的想法 穿了粉丝的短裙 配上白色的过膝丝袜 头顶还戴着一个兔子耳朵 看起来可爱极了 哪怕只是坐在这里 也频频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好美的女子 为何世间会有这么美的女子呢 简直完美无缺 若是这等女子做我的道理 我怕是都没什么心思修炼了 嗯嗯 话说 这位仙子身边 那两个男的是谁 其中一人虽然长得还行 但两人那修为 实在不堪入目 这种修为 怎么会来到我们 内门弟子区域呢 这两人不会是外门的弟子 一路追着仙子 来到这里的吧 应该是仙子的追求者吧 看那俊俏少年和仙子的距离 我怎么感觉 他们是道理呢 什么道理 这位仙子 一看就不食人间烟火 怎么可能有道理 这话我们不爱听 你不要说了 早餐店内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林放三人 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目光 林放心中表示很无奈 以小五的容貌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这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三人吃好了之后 就准备离开这里 这时 有一个锦衣滑袍的青年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人一出现 不少人当即就认出了他 拦住林放的人叫因为 原因五层的境界 在内门弟子之中 名气不小 实力算是中上等 因为拦住林放三人的去路 眼睛在小五的脸上扫来扫去 眼中带着一抹惊艳和贪婪 这位仙子 简直是天人之姿啊 不知道仙子的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因为 在这内门之中 也有些名号 可否邀请仙子聊一聊 小五身边的林放和叶无敌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才金丹靖的实力 肯定是哪的外门弟子偷跑过来的 所以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在场的不少人 见状都纷纷停下了脚步 脸上不免为林放三人担心起来 因为在这内门之中颇有势力 在宗门里面嚣张跋扈 惹得不少人敢怒而不敢言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在宗门之中 有个大表哥 是战天宗内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因为正是仗着这层关系 才能在宗门之中为所欲为 不少人都不敢轻易招惹 而现在林放的道理 被因为看上了 今日他们怕事 难以离开这里了 另一边 听到因为的话 林放轻轻地摇了摇头 果然 该来的还是来了 难道自己长了一张 好欺负的脸吗 怎么一个个 都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呢 当然了 林放也不想惹麻烦 遇到这种事情 他还是尽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别人不讲理 他得讲理啊 不能总是打打杀杀的 那样不好 想着 林放便带着平和的语气说道 朋友 你能夸我的道理 我很高兴 但你刚才的话 我不喜欢 不如这样 你先自费修为 然后再磕三个响头 我就放过你 如何 众人一听 皆是愣住了 让原因五层的因为 自费修为 磕头认错 现在的金丹镜 都这么嚣张的吗 哪怕有美女在怀 怕落了面子 也不至于如此装逼吧 因为虽然在宗门之中的实力 并不是最顶尖的 但怎么看 也比林放的实力 要高强得多吧 不少人看到这里 纷纷摇了摇头 为林放的 不理之叹了口气 有如此美貌的仙子为道理 确实让人想要拼尽一切 但林放以这种口吻 跟因为说话 岂不是一句话 直接就惹怒了他 这样接下来该怎么收场 因为也是不怒反笑 哈哈 让我自费修为 让我磕头 这些我可都不会啊 不如你来告诉我 怎么做 说着 他的体内金光爆起 直冲天际 整个场内瞬间震动起来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威压 因为全身原音五层的灵力 充斥全场 再次说话之时 话语之中带着阵阵雷音 我很想知道 你有没有能够撑得起 这份狂妄的实力呢 一个小小的金丹 让我磕头 简直笑话 小子 你装逼装错人了 场内所有人宛如经历 狂风暴雨 摇摇欲坠 不少人面色凝重 不得不说 因为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起码在内门弟子之中 不算弱了 众人看向林放 心中捏了一把汗 不知道他面对如此强大的阴危 该如何做选择呢 认错 还是继续选择错误的道路 跟阴危对抗 林放悠悠地呼出一口气 语气依然平淡 不会磕头 那我就帮帮你吧 跪下 话音落下 他的眼眸之中 猛地射出一道金光 心念一动 四周各色的符露 瞬间出现在场中 五十万张符露瞬间出现 又全部去往半空之上 所有符露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张巨大无比的符露 出现在众人的头顶之上 遮盖住整个天空 在那符露之上 有古法写着一个大大的种子 煞时间 一股磅礴 而沉重的微压 重重地压在了众人的心头 就连周围的灵力和空气 都沉重到完全无法流动 天地宛如崩塌 苍穹好似阵炼 所有人见状 都有古法子内心的 震惊和惊恐 扑通 在符露下面正中央的鹰味 感受到了 巨大到无法承受的重力 双腿瞬间被压断 被迫跪在地上 脸色一片惨白 以头枪地 在南动弹一分 因为脸色聚变 瞬间惊距到极点 满眼不可思议和恐惧 清单镜 怎么可能这么强 场中寂静无声 第七十章 废了鹰味 下次注意 场内一片死寂 所有人漠不震撼地 看着这一切 根本无法想象 一个精单镜的弟子 竟然能够拥有 这么强大的实力 仅仅只是一招 就将原鹰五层 镇压在地 动弹不得 那巨大的重力 浮路之中 蕴含的力量 就连原鹰六层 都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他们眼中 纷纷带上了 不可思议的神情 林放揽住小五的柳妖 表情淡然 仿佛根本没有出手一般 而刚才意气风发 桀骜不驯的鹰味 被压得贵服在地上 满脸苍白 眼中尽是惊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鹰味的话还没说完 一张浮路 直接封住他的嘴巴 让他无法开口说话 林放淡然开口 别说话 深呼吸 可能会有点疼 你坚持坚持 话音刚落 一道灵箭凝结而出 直直地刺向鹰味的气海 啊 鹰味绝望大喊 面如死灰 吃 林间瞬间穿透他的气海 他的身体 犹如扎破的气球一般 灵气全部被放了出来 因为身体一阵微米 瘫软在地 以后他都无法再进行修炼了 场内所有人都惊呆了 竟然真的费了鹰味 天呐 金丹镜 就拥有镇压 原因五层的实力 这俊俏少年 恐怕不是外门弟子 那么简单吧 呼 还好刚才没有冲动 不然现在被废的 就是我们了 太可怕了 这是谁的弟子 现场众人震惊的同时 心中也不由地 暗暗为灵放担心起来 鹰味的实力 并不算很强大 他之所以能够在宗门里面 嚣张跋扈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大哥 鹰道 鹰道是战天宗的内门大师兄 在这宗门内 除了长老宗主之外 就属他的实力 最强 原因八层的修为境界 化神器之下 已然无敌 几乎超越了 所有的外门长老 在这战天宗之内 无人敢惹 现在 林芳废掉了因为 那他的大哥鹰道怕 是要生气了 就在这时 远处 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谁人在打斗 宗门禁止 私斗不知道吗 听这话的声音 就知道是宗门巡逻的长老 众人连忙散开 各做各的事情 尽量和林芳保持距离 在宗门里面 除了擂台上之外 弟子是禁止在 其他地方战斗的 现在临放此举 就是违反了 战天宗的弟子规定 长老已经被 这里的动静给惊动 接下来 怕是要受到处罚了 很快 一道身影 就自半空之上飞来 来人正好是 外门的王长老 他老远就看到了 这里的战斗 便马不停蹄地 往这里赶来 一来到这里 就看到了 他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英伟 王长老 救我 地上趴扶着的 英伟露出了笑脸 在宗门私斗 最严重者 可以被废掉修为 赶出宗门 废掉了我 你也好不了 这是谁打的 王长老心中 有些生气 是谁这么嚣张 赶在宗门内部私斗 是不想活了吗 场中 随着王长老话语落下 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不说话 生怕王长老把气 撒在自己的身上 王长老 是他 是那仙子身边的少年 我已经被他废掉了 王长老 你要为我做主啊 因为颤抖着双手 指向了临放这边 王长老 顺着英伟指的方向 这才看到了临放三人 所有人见状 都在心中 为临放捏了一把汗 内门私斗 还废掉了同门 恐怕临放 也要被废掉修为 逐出室门了吧 王长老 在看到临放的瞬间 便是直接走了过去 来到临放的面前 深吸一口气 随后 恭恭敬敬地 拘了一躬 临放师叔好 话音落下 全场皆惊 不少人 直接一口水喷了出去 因为脸上的笑容 僵在脸上 所有人都宛如做梦一般 师叔 让王长老喊师叔 什么情况 这少年模样的人 竟然是长老的师叔 长老的师叔 那岂不是跟宗主同辈了 所有人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王长老 别叫王长老了 你是太上长老的弟子 辈分比我要高 还是叫我师职吧 王长老有些无奈地说道 原本看好的弟子 忽然之间就变成了 自己的师叔了 再次见面多少 还是有些尴尬的 而其他人一听 再次一愣 太上长老的弟子 他们忽然想起 刚才临放施展的 正是俘虏之术 以金丹境界 碾压原音境界 原来是太上长老的弟子啊 怪不得这么厉害 连长老都喊师叔 那临放起 不是他们的师叔组 对了 这因为是你打的吗 在咱们宗门中 弟子是不不允许打斗的 你知道吗 王长老再次说道 因为一听 再次兴奋起来 终于说到我了 是的 临放点了点头 王长老听后 脸上当即严肃起来 严厉地对着临放训斥道 下次注意 知道吗 对了 你吃饭了没有 你还是第一次来内门这里吧 我带你各处转转怎么样 说着 就带着临放三人往远处走去 遇到什么好玩的地方 连忙跟临放介绍了起来 将一脸猛逼的众人 留在了原地 这就 结束了 下次注意 没了 众人回过神来 再次看向英伟之时 眼中带着嘶嘶的快意 活该 英伟也愣住了 这就完了 不是 我修为都被废了 一句下次注意就完了 因为委屈的眼泪直流 却根本没人管他 所有人该吃饭吃饭 该干嘛干嘛 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 宛如一场闹剧一般 英伟绝望怒吼 心中崩溃至极 啊 良久 两个小跟班来到了英伟的面前 大哥 你这是怎么回事 大哥 你是被人打了吗 你别吓我了 大哥 英伟缓缓地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红丝 声音嘶哑 快 带我去找我哥 两人赶紧台上英伟 带他去往英道的别院 在别院的门口 英伟冲着里面大喊 大哥 你要为我做主啊 内门新来了一个弟子 牛逼轰轰的 连你也不放在眼里 说一招就能将你打败 第七十一章 刷刷小怪声升级 基础收益五十零十 英伟将话语传入别院之后 便在门口静静等待 过了许久 里面才传出淡淡的声音 又是你挑衅在先吧 听到这话因为连忙便解道 没有 真没有 哼 我还不了解你 我身为内门大师兄 在内门之中 多少也有些面子 谁人没事会找你的麻烦 无非是你惹祸挑衅在先 踢到了铁板 被人给废了 又来我这里寻求帮助罢了 你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别院里面 英道的声音 骤然严厉起来 因为身上冷汗顿时升起 脸上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但是那个人确实很厉害 才精丹尽修为 就把我打成这样了 而且听王长老说 他还是太上长老新收的弟子呢 这一次 因为没有敢撒谎 将原本的经过一五一十的 全部说了出来 他知道在这么撒谎 这位大哥 是真可能撒手不管的 而大哥对于有实力的人 是非常感兴趣的 林放能够将他打成废人 肯定是有一些实力的 再加上连太上长老都收他为徒 这就足以引起大哥的兴趣了 果然 英道听到这话之后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讶 太上长老新收的弟子 当年连他这样的天赋 都没有被太上长老看上 这件事 一直是他这些年来的遗憾 原本以为太上长老这辈子 都不会再收徒了 没想到现在 竟然主动收下了林放 看来 是该出门转转了 我知道了 等我出关之后 会亲自去会一会这个林放的 英道的声音淡淡地传出 因为顿时狂喜 有大哥出手 吻了 然而这时里面再次传出声音 你现在直接下山返回家族去吧 以后不要再上山来了 啊 大哥 大哥 林放这边 跟着王长老转了一圈之后 最终还是来到了宗门的比武场上 大哥 我们来这里干嘛 刷刷小怪声升级 林放说了剧夜无敌听不懂的话 而他的脸上满脸笑意 以前没有那些人跟他战斗 无法提升经验 现在这么好的经验池 自然不能放过 今天他准备放开手 能刷多少刷多少 王长老也不明白林放的意思 但见他满脸兴奋的表情 便也跟着留了下来 林放把小五留在看台上 独自去报了名 报完名之后 静止走到擂台之上 大家麻烦停一下 请听我说 在场所有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纷纷看向林放这边 随后就见他冲着全场扫尸一圈 然后非常嚣张地说道 各位 我不是针对谁 我想说 你们在座的全是垃圾 嚣张无比的声音传遍全场 在场所有人都怒了 卧槽 这小子谁啊 这么嚣张 干他 骂的 太嚣张了 不干他 不足以平民愤 干他 冲啊 场内众人都被这段 朴实无华的话语 给冲破了理智 一个个激动万分 原本在看台上 看好戏的众人 也纷纷开始报名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干掉这个嚣张的人 看台的另一边 王长老满腔无语 这就是他说的刷金燕 一句话 直接骂了全场 连他这个长老 都没能幸免 真是 太嚣张了吧 比武场内 刑事瞬间火爆 林放的一句话 直接引爆了全场 所有人带着愤怒 冲到台上 第一个冲上台的人 眼中兴奋无比 嘿嘿 我是金丹五层近见 你个小小的金丹四层 也敢装逼 看我 哄 这人的话还没说完 身体便已经到了台下 两眼一闭 直接睡了过去 叮咚 恭喜宿主 越级战胜敌人 基础收益加一 当前每秒 可增长38枚零食 下一个 场内 瞬间寂静了 不少人都猛逼了 这就结束了 要不要这么快 林放的这一拳 直接排除掉了 金丹五层近见的人 不少人看了看第一个人 又看了看自己 默默往看台上走去 第二个人上场 我金丹六层近见 哄 下一个 我金丹八层近见 蛟龙出海 下一个 叮咚叮咚 基础收益加一 之后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七位弟子上台 同样被一拳轰飞了出去 在金丹九层强者上台 依旧被林放一拳打飞出去的时候 全场都猛逼了 谁去都是一拳 金丹三层秒杀金丹九层 有没有搞错 台上这人究竟有多强 这一刻 原本场内火爆的形式 瞬间冰冷了下来 这时 看台上已经有人认出了林放 直接阻拦了 还想要上台挑战的众人 擂台上那是林放 金丹三层的时候 就秒杀了实力 堪比原因四层的秦修然 咱们上去就是送菜 嘶 林放 我说 怎么这么强呢 还好我没去 卧槽 怪不得呢 不上了不上了 这家伙 明显是在逗我们玩呢 他这实力不去那门挑战 那我们外门干什么呢 草 看他一脸渐渐的笑容 我总感觉有阴谋 各位想上台找麻烦的人 也纷纷停下了脚步 淡淡地感叹了一句 我们好像确实是垃圾 林放这边 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 系统面板上不断地加一 叮咚 每秒可获得50枚零食 每天可获得430万2000枚零食 最终面板定格在了 每秒50枚零食上 林放微微一笑 不错不错 这才好玩嘛 在这种棕门里面 刷经验才爽 五天后 整个棕门的所有角落 都响起了一个中年人的声音 所有内外门弟子长老 全部到棕门会场集合 听到这道声音 不少弟子都是疑论 有些不知所以 而长老们听到之后 则是眼前一亮 宗主出关了 与此同时 内门一别院忽然一阵乍响 随后完全坍塌开来 从中走出一道身影 眼中冒着金光 正是阴道 时间刚刚好 林放是吗 我很想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 可以得到 太上长老的赏识 第七十二章 有不服的 可以上来 另一边 叮咚 正在为宿主炼化零食 零食炼化成功 正在为宿主提升境界 提升境界中 境界提升成功 恭喜宿主 升至金丹七层境界 禁需先体 即将在宿主提升到 原因境界之后 再次升级 请宿主尽快提升 别院内 林放面带微笑 猛地睁开眼 一道宛如实质的金光 骤然射出 直接射向 对面夜无敌的别院 对面别院 宛如引爆了炸弹一般 轰鸣声 豁然响起 轰隆 整个别院 直接坍塌了下来 里面 只来得及传出 夜无敌的一道声音 卧槽 谁偷袭我 不讲武德 林放射出金光之后 尝出了一口气 口鼻之中 竟是灵气环绕 浑身散发着 丝丝热气 呼 好强 林放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心中兴奋不已 现在的他 跟前几天宛如两个境界一般 完全不是之前可比 现在即便是不使用任何秘书 单纯靠着体制的力量 就足以秒杀秦修然 若是用上混元仪弃权 原因九层也可一战 而再加上俘虏之术的话 他的实力就达到了 李长老这种化神七强者的层次 带着兴奋的心情 林放收拾好了之后 带着小五走出了别院 夜无敌这个时候 也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 眉宇之中 带着一丝丝的自信 兴奋之后也是有些心惊 竟然已经精丹五层了 看来夜无敌的天赋也不一般啊 走了无敌 去宗门会场 三人结队前行 往宗门会场走去 占天宗会场 场面空前宏大 外内门弟子长老 足足几万人 占满了偌大的场地 一般是重要的日子或者事件 才会所有人在这里聚集 不少人都在猜测 这一次宗门会是什么样的大事 等所有人到齐之后 数百道流光从空中划过 内外门的诸位长老 静直飞到了众人面对的高台之上 外门长老实力一般在原音层次 为首的李长老是化神镜 而内门长老则都在化神境界 最高的长老为化神九层修为 内外门长老分成两对 分别站在两边 有请宗主 有请太上长老 所有人目光汇聚一处 虚空之中 骤然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两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 正是宗主秦战天 和太上长老两人 他们两人一经现身 场内数万人 顿时就感受到了 如大山一般的威压 所有人都难以抬起头来 整个场内的灵气都无法流动 让人一阵呼吸困难 秦战天两人到来之后 虚浮在虚空之中 随手一挥 便将这压着数万人的威压 打散了开来 随后落坐在高台的座位之上 秦战天两人坐好之后 其他长老也纷纷坐下 秦战天坐下之后 率先开口 声音传遍全场 宛如泛音 今日叫大家前来 示威两件事 第一件事 中州那边 即将要开启 50年一度的宗门排名赛 这场比赛 关乎所有宗门 未来50年的排名和兴衰 所有宗门 都会派出最顶尖的弟子参加 我们自然也会参加 每个宗门10人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大家抓紧修炼 我们会在宗门排名赛之前 举办一场内门弟子比武 以比武的前十名 去参加这场比赛 获得宗门前十名 去参加排名赛的弟子 我们会有厚重的礼物奖赏 单要 秘点 武器装备 可随意挑选 秦战天的声音传遍全场 不少内门弟子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带着一丝向往的神色 宗门排名赛 中州 50年一度的宗门排名赛 竟然在今年 又要再次开启了吗 这走出东荒 代表战天宗的担子 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听说中州那边 各种大能强者伶俐 不少弟子都很想去看看 他们跟其他宗门之间 到底有多少差距呢 林放心中 也同样很感兴趣 中州 是他早晚就要去的地方 正好顺着这次排名赛 去看一看 自己那位便宜老爹 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还有 也不知道中州那边的林家子弟 他们都是 什么实力呢 秦战天似乎知道众人所想 直接开口道 排名赛没有实力限制 只要是宗门的弟子 就可以参加 不过我想提醒你们一句 华神七一层 在那里恐怕只能排到中等名次 什么 华神七才能排到中等 不少人直接惊呆了 知道中州的宗门更加强大 弟子实力也强 但没想到 差距竟然这么大 在战天宗这边 原因九层就已经是宗门前列了 而在中州连华神七 都只能排到中等 那排在最前面的弟子 会有多强 华神七九层 那顶尖的弟子 不得练虚境 练虚境的弟子 死 不少人倒抽一口凉气 一个弟子 比他们宗门的长老境界还高 这差距太大了吧 秦湛天看了眼中人的表现 微微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这些 继续说道 好了 下面说第二件事 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太上长老近日新收了一名弟子 名叫林放 天赋决然 深得太上长老的欣赏 相信等他成长起来之后 会是宗门顶尖人物 林放 你上来一下 台下林放听到自己的名字 轻轻一跃飞向高台 来到了秦湛天的身边 对于林放 外门弟子已经司空见惯 而内门弟子并没几人认识他 所有内门弟子 都将目光汇聚到林放的身上 刚看过去 不少人都是一阵惊疑 台下顿时一轮纷纷 嗯 不是说天赋一禀吗 怎么财经丹近七层 啊 连原因都不到 就这 我感觉我上我也行 难道是受重伤 境界倒退了 不会吧 我还以为化神奇呢 这样的境界 也能得到太上长老赏识 台下内门弟子 一阵一轮 对于太上长老收下的林放 很是惊疑 他们完全想不明白 财经丹这样的境界 怎么会伸得太上长老的赏识呢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呢 台上的林放 自然听到了众人的话 面对这些嘲讽和惊疑 他的心中不被反省 怀疑我的失恋 那不是正好可以让我 刷一波经验值 想着 他直接开口对众人说道 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 有不服的 可以上来 第七十三章 阴道要出手 接受任何挑战 随意鄙视 林放的话 无疑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众人眼中 既有惊疑也有不屑 他以为他是大师兄吗 财经丹的境界 怎么说话的口气 比原因还牛逼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林放的化神器呢 简直太装逼了吧 一旁的内门长老 听到这话 连忙想要阻止 林放继续说下去 太上长老看中的弟子 天赋一定不会弱的 但林放现在的境界 实在太低了 在外门弟子当中 都算不上顶尖 这样的实力 若是被内门弟子挑战 怕是会伤到林放的 太上长老 要不我去转移一下话题 祖武福正看得高兴 转移话题干什么 我这徒儿不是 准备接受挑战了吗 啊 您就这么看着他接受挑战 林放这境界 一位内门长老 有些担忧地说道 林放的境界太低了 他还是怕林放 在战斗之中 万一受到什么伤害 那就不好了 而祖武福则 是摇了摇头 无妨 随他去吧 我这徒儿 你别看境界低 实力不弱的 原因六层之下 应该没有他的敌手 什么 祖武福的话 让所有的长老 都是一阵心惊 原因六层以下没有敌手 不可能吧 几位长老相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震惊的色彩 他们知道太上 长老眼光高 挑出来的弟子 肯定不会差 但若是金丹七层 就能占原因六层的话 那也太夸张了吧 都快一个大境界的差距了 哪怕林放是个原因二层 他们都不会多说什么 内门长老们 依旧担忧 而一旁的秦战天 则是颇为感兴趣 他一出关就听到 师尊收了一个徒弟 也没有好好了解 如今一听 看起来师尊 对于林放很有信心吗 师尊 林放能有此等战力 秦战天确认道 祖武福微微一笑 这只是我预估的 他的表现 恐怕比我预估的 还要更强 他的天赋 是我今生罕见 金丹三层的时候 就有了原因四层的战力 现在他已经金丹七层 战的原因六层 会是问题吗 秦战天听到这里 也是一惊 这么厉害 怪不得师尊收下他之后 竟然这么高兴 一时间 他的心中 也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期待了起来 台下 你们谁来 林放说完之后 不少人都感觉自己 受到了藐视 几人同时开口道 我来 五个人一起开口 随后皆是一愣 没想到 竟然很重复了 五人的境界 刚好是从金丹九层到 原因四层五个境界 他们相识一眼 要不你先 还是你来吧 反正谁去结果 都一样 一个金丹镜而已 要不你来 五人互相谦让了起来 在他们拿下看来 一个金丹镜的 不是手道擒来 而且他们以高境界 对战低境界 赢了也不算光彩 所以都打算 让其他人先上 就在这时 台上的林放 再次说话 你们的境界太低了 还是换人吧 话音落下 场内一片哗然 一个金丹七层 说原因进的 强者境界低 这是他们所有人 听到的 最骇人听闻的一句话 所有人都表示 完全不可思议 这么狂妄 真的合适吗 台下这五人 也是一愣 纷纷不可思议地 看向台上 你在开玩笑吗 这笑话 一点也不好笑 在他们看来 林放能够战胜 他们之中一人动难 结果竟然说 他们实力太低 现在林放有没有天赋 他们不知道 但在装逼方面 确实无人能及 几人甚至怀疑 太上长老 会不会被林放 这装逼的口气 给迷惑了 高抬之上 林放没有再说话 当讲道理 无法让人信服的时候 那么就只有打负他了 林放直接释放体内 压制的灵力 请客间 灵力瞬间变得狂暴 夹杂着巨量的雷电 场内巨风四起 乾坤震荡 宛如潮水倒灌 金丹七层的威压 却直接镇压了 半个会场的弟子 所有人都是一惊 从林放的身上 他们竟然感受到了 比原音五层还强的 庞大灵力和威压 一个金丹七层 竟然有原音五层 这么庞大的灵力 众人满眼不敢置信 台上刚才对于林放 不太看好的 长老眼眸矩阵 心中对于林放的怀疑 瞬间消失不见 林放仅仅只是 身上的这份庞大灵力 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原音五层之下 真的无人是他对手 台下 这是金丹镜 开什么玩笑 这五人直接惊呼出声 林放的威压 几乎全部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对于林放的实力 是感受得最为真切的 林放身上的威压 竟然直接压得 他们五人全部无法动弹 这分明是原音五层之上的强者 才能有的实力和威压 这一刻 几人终于明白 为什么林放要换人了 这是真的嫌弃 他们境界低压 我们认输 几人欲哭无泪 还没出场 这就输了 看来太上长老 还真不是随便挑选的徒弟啊 林放缓缓地散开威压 五人感到身体一清 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中一阵苦笑 看来以后 还是不能随便做出头鸟啊 丢人不说 还白挨一顿打 叮咚 恭喜宿主 越级战胜五人 奖励基础收益加五 目前每秒 可获得零时五十五枚 林放听到系统提示音 微微一笑 看向台下 还有谁要上场吗 外门弟子 已经无法给他刷经验值了 现在只有内门弟子 才能给他带来一些经验 所以但凡有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现在每天四百多万 零时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等他到了原音境 第一层境界 就是一千万零时 二层 就是两千万零时 到那时候 这点零时 还是不够看 林放的话音落下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其中一人站了出来 我来试试你吧 这时 场内又一道声音响起 还是我来吧 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全部惊重 大师兄 应该要出手 第七十四章 我说了 谁来都一样 所有人的目光汇聚一处 看到阴道的一刹那 全场皆惊 阴道的身影 从人群之中缓缓走出 看向高台之上的林放 我挑战你如何 大师兄 虽然林放可以击败 原音似曾强者 但依然不值得大师兄出手吧 不少人都感到吃惊不已 阴道本身就是内门弟子之中的天才 实力境界又是最高的 原音八层的实力全场最高 他出场 不是等于欺负林放吗 众人再次看向林放 在内门之中 大师兄的实力 已经是顶尖 原音八层的境界 连华神都敢一战 这样的实力 林放也不可能抗得下了吧 然而 林放的回答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面对阴道的问话 他依然平静 可以谁都可以随意挑战 自信的话音传入众人耳边 所有人听到的 只有无尽的狂妄 全场哗然 竟然接受了 面对已经是宗门弟子 顶尖存在的阴道挑战 林放竟然还是接受了 他是不知天高地厚 还是疯了 所有的内门长老 也同样惊疑 金丹七层 就跟同样是天才的原音 九层战斗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不管林放再怎么是天才 都毫无可能获胜 要知道 音道之所以是大师兄 可不只是他的境界高 他的天赋 也同样碾压所有人 原音七层的时候 就已经敢跟化神对战 而不落下风 如今原音八层的境界 起码也是 吻压化神一层的实力 这样的天赋和实力 林放一个小金丹 拿什么打 音道这边 依旧很是平静 林放 你能跨越这么多境界作战 确实天赋一比 实力也不错 但修行者战斗之时 看的可不只是天赋 而是真真切切的实力 起码在我看来 你现在的修为 若要成为太上长老的弟子 还不够格 话音落下 音道的目光一灵 身上压制的灵力 骤然爆发 哄 现场 不少人避之不及 直接被先飞出去 空气震荡不断 一圈又一圈的冲击波动 自他为中心 不断地向外扩散 场内所有弟子和长老 都是一惊 目光震撼非凡 原因九层 音道的境界 竟然再一次提升了 要知道三个月前 他才刚刚提升到原因八层了 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就再次提升到原因九层了吗 这天赋太恐怖了吧 找这么下去 恐怕不出一年 他就能达到化神七境界了吧 到那时 东荒之内 最年轻的化神七强者 非他莫属了 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天赋 谁能比你 谁敢一战 不少长老都是深吸一口气 不断地压制心中的喜悦 辞职以后 必是宗门栋梁之财啊 林芳 不知面对现在的我 你还能否像刚才那般自信 音道红音震天 声声震耳欲聋 他平静的外表下 内心早已狂风巨浪 波涛汹涌 他的心中 很不服气 对于林芳不服气 对于太上长老的决定 不服气 他自到战天宗以来 同境之中从未遇到敌手 从来都是越即而战 而且从未败过 而同龄人之中 他的修行速度 更是碾压所有人 为什么他这样的天赋 都无法入了太上长老的法眼 而林芳才精丹之境 竟然能被太上长老 主动受为弟子 他想不通 也不接受 除非今日林芳能够 以这样的境界击败他 否则这辈子 他都想不通 林芳 可敢一战 音道再次问道 高台之上 祖武福也看向林芳轻声问道 林芳 如何 有把握吗 若是林芳现在是原音一层境界 那他丝毫不会担心 两人战斗的结果 但可惜 林芳只有精丹七层 而音道 则是原音九层 两人差距太过巨大 就连他的心中 都对于林芳 没有太多的信心 若是林芳摇头 他便立马阻止这场战斗 然而 面对如此情景 林芳脸上 没有丝毫紧张之情 依然轻松平静 都说了 谁来都一样 怎么就没人信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比天赋 他轻轻一跃 从高台之上跳了下来 我说了 谁来挑战 都可以随意 众人一听这话 心中一正 还是接受了 林芳继续说道 我知道 你们之中有些人 或许会觉得 我好像很狂妄的样子 但其实我一点都不狂妄 我只是 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清晰的认知而已 实话实说 虽然我只是精丹精简 但原因已不在我眼中 话音落下 天空之中 忽然显现 阵阵雷声爆响 天雷浮现在 整个会场的上空 宛如天节一般 乾坤直接震碎 虚空之中 出现道道波纹 仿佛有些承受不住 巨大的压力 下一刻 足够容纳数万人的 会场上空 骤然出现 一道道彩色的浮路 仅有众人 手掌大小的浮路 此刻竟然直接掩盖住了 会场的整片天空 数量之巨 足有数十万张之多 天空瞬间昏暗 阳光都被遮住 数十万浮路 散发着各色耀眼的光芒 其中所蕴含的威压 让在场所有弟子 及外门长老为之胆寒 五十万张浮路 全部显现 宛如一座巨型山脉 又好似大海道观 灭世一般的一幕 出现在众人眼前 所有人发自灵魂的振战 什么情况 宗门大阵被触发了吗 这是太上长老的通天路数 好强大的威压 这浮路的威压 不算太强 只有化神奇左右 难道这些浮路 都是灵方炼制出来的 此刻 就连诸多外门长老 都有些震战 满眼不可思议 他们竟然 从这浮路之中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浮路之中 所蕴含的灵力 起码也有化神奇之上 这岂不是说 现在仅仅只是 金丹静的灵方 已经拥有了 化神奇的实力 台上 阴道脸色 瞬间凝重到极点 他从这巨量的浮路之中 竟然感受到了 死亡的威胁 也就是说 灵方这一招 足以杀死他 怎么可能 金丹静 怎么会这么强 第75章 何人在此装逼 50万浮路 密密麻麻浮现在半空之上 数量之巨 如同大江水漫金山 全场几万弟子 此刻都感受到了 几乎无法承受的重压 扑通 全场一半人 直接坐倒在地 根本无法起身 而剩下的一半人 也几乎达到了极限 所有人惊恐到几乎绝望 还只是 浮路之中所蕴含的威压 就有这么强大的威压 那这些浮路所产生的攻击 会有多强 若是灵方有什么歪心思 用这些浮路攻击全场 恐怕在场中 起码得有一半死伤吧 我说了 我无敌 你们随意 如何 灵方说着 一步一步地朝着 阴道走去 每走一步 阴道身上的压力 就增大一倍 地面也开始一点点裂纹 他现 灵方这浮路的威压 已经是 如同真实一般 即便是阴道员 阴九层比金刚 还要坚硬的身体 竟然开始颤抖了起来 甚至他发现 自己此刻竟然被禁锢了 身体已经无法动弹 一个金丹七层 将他一个 阴阴九层禁锢 无法动弹 阴道终于无法平静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冷汗瞬间 湿进了衣服 终于 在灵方到达他的身边之时 所有浮路上的威压 全部夹在了阴道的身上 他的身躯 再也无法坚持 扑通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下 阴道终于坚持不住 跪在了灵方的面前 刚才的意气风发 刚才的自信 此刻 完全化为乌有 他引以为傲的天赋 引以为傲的实力 都被眼前的灵方 完全击碎了 以第一个大境界的修为 压得他缘 阴九层 无法动弹 连出手都无法做到 还有这浮路之上 让他感到致命威胁的恐怖威呢 这就是太上长老 主动收灵方为徒的原因吗 他重重地低下头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 认输 哗 这一刻 全场哗然 所有人内心 疯狂振战 大师兄认输了 强如大师兄 原因九层境界 竟然都在灵方面前认输了 这是不是说明 连他都无法接下灵方的服录 这也太可怕了吧 不少女弟子 更是双腿乱颤 看向灵方的眼中 增添了一抹溢彩的光芒 灵方好帅 好想被他镇压 灵方这边 撤掉了所有威压之后 见阴道还是跪在原地 怎么 心中不服气 阴道缓缓地抬起头 脸上刚才惨白 还没有完全退去 我身为那门大师兄 竟然输给了 比我第一个大境界的你 而且连出手都无法做到 输得彻彻底底 我已经不配再做大师兄了 阴道的眼中 已然全是为民 他那骄傲的内心 全部在刚才那一刻 被彻底击碎了 灵方却是摇了摇头 你觉得你输给我不应该吗 你错了 大错特错 灵方的话 宛如当头棒喝 直接惊醒了阴道 他抬起头 不解地看着灵方 众人也纷纷不解 灵方继续说道 我从修炼到现在 不过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 我从练习期修炼到金丹镜 这样的天赋 你能比吗 而我自修炼以来 就从来没有跟铜镜战斗过 筑击五层 战金丹一层 筑击八层 战金丹五层 金丹一层 战元鹰一层 这些战斗 我从未有过败戒 你拿什么跟我比 全场进的可怕 落真可闻 灵方的话 给所有人心头一记重击 从一开始 灵方就跨越半个大境界作战 到了金丹 竟然直接开始 跨越一个大境界作战吗 这天赋 这实力 太可怕了吧 怪不得他一直这么狂妄 原来并不是狂妄 而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啊 身世人比人气死人 所有人震惊的同时 又是一阵羡慕嫉妒狠 英道同样心惊得狠 灵方的这些战绩 没有一个他能够做到的 这就是太上长老看中的天才吗 让人望尘莫及啊 不过 灵方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英道带着疑惑 看向灵方 灵方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若是没有我这样的战绩 没有我这样的天赋 你干嘛要跟我比呢 你不是没事找罪兽吗 我是天才 而你 只是一阶普通人 天才有天才做的事 普通人有普通人做的事 天塌下来 又不需要你来顶 你费那么多心思干吗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懂 灵方的话 让全场皆是一愣 灵方是天才 而他们 是普通人吗 虽然他说的 好像并没有错 但就这么说出来 也挺打击人的吧 而且 大师兄确实也挺有天赋的 实力 也很强的好吧 只是跟灵方比起来 可能差距 还有点大 不少人都在暗暗担心 灵方这么打击英道 他不会因此而自闭 失去道心了吧 然而 英道听了灵方的话之后 眼中却是开始恢复了色彩 你说的好像 还挺有道理的 众人文言 纷纷晕倒 哪有道理了 他在骂我们呢 一个片刻 英道缓缓站起身来 冲着灵方双手作一 谢谢你 灵方 教师说吧 我被分大 灵方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高台上 诸位长老又是震惊又是羡慕 看向灵方的眼中带着些许的渴望 秦湛天的脸上也同样闪过一丝异彩 师尊 你的眼光 真是突飞猛进啊 灵方的表现 着实让他都惊讶非常 这样的境界 就有这样的实力 即便是他年轻时候 也根本做不到灵方如此 就今天的表现来看 此子日后 必成大器 宗门的会议 在众人的震惊 和羡慕之中 即将结束 宗主秦湛天 缓缓来到高台的边缘 好 看得出来 大家现在应该 已经认可灵方的身份了 那么下去之后 碰到灵方该喊师叔的喊师叔 该喊师叔祖的喊师叔祖 知道了吗 那么今天的宗门会议 就到此 秦湛天的话 还没说完 虚空之中 忽然响起一阵大笑声 哈哈哈哈 结结结结结 哈哈哈哈 结结结结结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场内所有弟子 和长老都是一惊 连忙上下左右看去 何人在此装憋 祖武服一声冷哼 虚空之中 直接裂开巨大的缝隙 一只大手探进去 请客间 就从里面 抓出一人 扔在了地上 第七十六章 小武又被盯上了 何人在此装憋 太上长老祖 武服一声大喝 虚空之中 立马出现一道漆黑的裂缝 一只大手探进去 抓住里面的人 扔了出来 扑通 笑声戛然而止 那人一脸的尴尬 和猛逼 是修罗殿的人 太上长老一眼 就认出了眼前之人 是修罗殿的长老齐鹏 你来我战天宗干嘛呢 如此鬼鬼祟祟的 要不杀了吧 几位长老眼中一领 齐鹏在修罗殿 也算是位高权重的长老 有着练虚境的实力 比他们战天宗 所有的长老境界都要高 这个时候 鬼鬼祟祟的过来 准没好事 既然抓住了 那不如直接灭了 诶别别别 我是来一五会友的 是带着修罗殿弟子 过来交流的 齐鹏脸上带着冷汗 连忙解释道 原本他看这里人多 想要装一波小逼 震慑一下战天宗的弟子 好为接下来的弟子 比武开个好头 却没想到 战天宗的太上长老 和宗主都在 直接就把他 从虚空之中抓出来了 这可尴尬了 尴尬的同时 他心中也很惊讶 请客间将他 从虚空之中抓出来 这位太上长老的实力 不一般啊 至少比他要强得多 哦 以武会友 嗯啊 你看 弟子们 我都已经带来了 齐鹏大手一挥 虚空之上 再次裂开一道缝隙 三位身穿修罗殿黑袍 年轻人 从中跳了出来 这三人都是 原因九层的境界 一个个眼神锐利 神情自信狂妄 修罗殿 谢时 邓涛 万峰 特来讨教 三人虽然嘴上礼貌 但眼中的不屑 却已经呼之欲出了 甚至 还有人微微撇了撇嘴 仿佛感觉有一丝无聊 这三人 是我修罗殿年轻一代中 最强的三位弟子 如何 齐鹏得意地问道 虽然不知道 圣子为什么要让他 带着弟子前来鄙视 但这三人 可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 绝对可以战胜 战天宗的所有弟子 他有这个自信 齐鹏一改之前的点头哈腰 看向自己带来的三位弟子 淡淡地说道 你们三个 来之前 不是一直想要见识一下 战天宗弟子的实力吗 如今已经带你们来了 就自行挑战吧 这几个少年 眼中带着不羁地点了点头 一人打着哈欠站了出来 修罗殿谢时 原因近九层修为 我也不挑人了 你们谁想上都可以 谢时不管是话语中 还是眼神里 都丝毫没有将战天宗的弟子 放在眼里 任何人都能从他的脸上 看出深深的不屑 这表情 真欠揍啊 战天宗不少人脸色难看 一个个双拳紧握 修罗殿此行 怕不是来以武会友的 而是来羞辱他们的 这比试 要是输给了他们 恐怕日后 会听到修罗殿无休止的嘲笑 战天宗弟子们虽然气愤 但是对于修罗殿的人 也不敢小觑 原因九层的境界 直接就排除了 他们大部分人 上去对战的可能 他们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战天宗的 顶尖弟子身上 人群之中 有人蠢蠢欲动 但又有些犹犹豫欲 似乎在比较着双方的实力 第一场比试 大家都想开个好头 若是第一场 就输了 那是极为打击士气的 片刻后 人群之中 走出一道身影 战天宗内门弟子英道 原因九层境界 英道的目光之中 带着坚定和沉稳 不少人在他站出的一瞬间 就换上了期待的目光 现实也有些意外 哦 听闻你是战天宗的内门大师兄 实力应该是最强的吧 第一场 你们就派出了最强的弟子 后面的战斗怎么办 后面自然是有 比我更强的人出场 请 英道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战天宗的场地 顿时被划分出来一个偌大的区域 提供给两人战斗 战斗即刻开始 两人同时出手 会场内瞬间地动山摇 雷音大作 灵气动荡 威压覆盖在众人身上 引得一阵惊呼 两人类似于体修 战斗风格以肉身对撞为主 解释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接近对手 正面轰拳 英道也不成多让我 握拳迎击 两人身影不断闪烁 场内境界低的人 根本无法探寻他们的身影 空气不断被轰碎 大地都在震动 每一次撞击 都有一道道冲击波 向着外围袭来 不过一个呼吸的功夫 两人便已经不知对决了多少拳 整个场地 到处都是数米左右的深坑 这些深坑 全是两人对拳的冲击波破坏而成的 哄 再次一声暴响之后 英道和解释分别退至两边 竟然势均力敌 你的实力不错 有资格让我用出真正的实力了 解释眼中的不屑微微退去 但脸上依旧带着狂妄开口道 说着就开始施展自己的秘书 英道也不在藏桌 一同出手 两方真正的战斗即将打响 另一边 修罗殿的人群之中 万峰有些无聊地 将目光转向战天宗的人群之中 下一场比试就到他了 正好趁着现在挑一挑人选 其实也没什么好挑的 在他看来 战天宗的人都很弱 根本没有资格让他出手 除非是一些漂亮的女弟子的话 那他不介意玩一玩 万峰的目光 不断地在战天宗各位女弟子脸上扫过 无趣地撇了撇嘴 就在此时 一道俏丽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眼前 瞬间让他眼前大亮 让周围所有人和美景 全部黯然失色 万峰都看呆住了 此间 竟有如此美妙的女子 万峰目不转睛 根本无法挪开目光 看来 今天真是没白了 待会就挑战这位仙子 也好趁机培养培养感情 说不定往后会是一段人间佳话呢 嘿嘿 万峰不由自主地幻想道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的灵放也感受到了万峰的目光 当即将小巫揽进自己的怀里 直接挡住了万峰的视线 万峰当即有些恼怒 可恶 这是谁 为何能够跟那仙子如此亲近 难道是道旅 才精丹静地修为 这样的垃圾也配得上仙子 简直是暴殿天物 第77章 跪下磕头 自废修为 另外一边 阴道和解释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两方大势激烈碰撞 虚空之间火光闪耀 雷光迸发 下一瞬 胜负已分 两人的身影同时倒飞 阴道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刚一落地 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瞬间惨白 而解释则是稳稳落地 虽然落地之后 气息紊乱 身形狼狈 但终究比阴道的状态好了许多 什么 大师兄竟然败了 不可能 同镜之内 大师兄是不可能败的 战天宗人群中 一阵不可思议地惊呼响起 众人都没想到 首战出场的大师兄 竟然出师不力 败在了修罗殿弟子手下 战天宗第一人 就仅此而已了吗 呵呵 谢时嘴角带着讽刺 眼中充满了不屑 修罗殿另外几人眼中 也是充满了唏嘘 战天宗第一人 就这实力 看来 今天的以武会友 可以结束了 真是无趣啊 面对他们的嘲讽 战天宗诸位弟子心中 愤怒非常 但又无可奈何 算了 来都来了 还是玩一玩吧 就当是放松放松 给枯燥的修行解压了 又是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 万峰一脸随意地走了出来 他的浑身上下气息 灵力非常 仅仅只是站在会场内 众人都感到了皮肤一阵刺痛 再看身上背着的灵剑 很显然 他是一名剑修 而且看上去 实力比刚才的谢时 要更加强大 我跟我师弟一样 你们谁都可以上 只要接得住我一剑 就算我说 万峰轻蔑一笑 根本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此言一出 所有人直呼狂妄 不少弟子眼中 愤慨不已 但却并没有人站出来 此战是两个宗门比试的第二战 按照三局两胜的规则 若是这一战再输了 那他们就算彻底输了 所以 众人都不敢轻易尝试 高台之上 祖武福跟林放传音 林放 这人你能否胜之 打他如打狗 林放言简一该 祖武福一愣 再次说道 好 那一会你上场 帮我鸣下一局吧 林放点了点头 随后便要站出去 而在这时 万峰的声音再次响起 既然你们不出来 那我可选了 不知道这位仙子出来 跟我站上一场如何 万峰的目光 再次看向了小武身上 所有人都是一愣 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 顿时惊艳不已 修罗电几人脸上 瞬间挂上了 看热闹的笑容 看来万峰 还真把这里 当成游乐场了呀 万峰继续说道 当然了 对于此等美貌的仙子 我自然是舍不得下手的 不如你陪我找个 寂静的地方聊聊天 我这一场 就算输给你如何 修罗电的谢时 知道他师兄的癖好 连忙附和道 如此美女 配上我师兄这样的英雄 或可成为 我们两大宗门之中的 一段佳话呢 可恶 汝人太甚 战天宗内门之中 不少再次露出 愤怒之色 人群之中的小五他们 自然早就看到了 不少人都早已将他 当成了心中的完美女神 而此刻修罗电 竟然如此言语羞辱 简直是太狂妄了 是可杀不可辱 而外门弟子们 此刻却显得颇为淡定 甚至在听到万峰 要挑战小五的时候 他们的脸上 纷纷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他们想起前几天 宗门考核的时候 这位姑奶奶 可是在眨眼间的功夫 就打死了六位化神奇强者啊 现在 万峰一个原因九层 要挑战他 还当面调戏 这得是多么盼着 自己死啊 这位仙子 不知我刚才的提议如何 万峰再次问道 不如何 场内一道平静的 声音响起 不少人 这才注意到 小五身边的林放 此刻林放 一手将小五揽进怀里 脸色平静地说道 一旁的现实健壮 当即怒了 小子 赶快把你的手 从这位仙子的身上拿开 不要自寻死路 一个精丹镜的小垃圾 怎么胆敢染指 师兄看中的女人 简直找死 万峰的眼中 也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 刚才就已经看着人 很不顺眼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还敢在 自己眼前跳脱 他看向林放 平静地说道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这位仙子分开 并且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如若不然 那我挑战的人选 可就要换成你了 林放这边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 万峰的话 在一旁跟小五 和叶无敌 交代好了之后 缓缓走出人群 站在了万峰的对面 修罗殿众人一看 结实一愣 这是要冲冠一怒 为红颜 只可惜 选错了对象啊 万峰微微摇了摇头 我不管你是为了 在仙子面前装逼也好 还是被愤怒 冲开了理智 你最好想清楚 上来的代价 是什么 而林放上来之后 平静开口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跪下磕头 自费修为 二 我把你打得跪下磕头 再费你修为 选一个吧 修罗殿众人听闻 都是疑论 金丹镜 给他们原音镜选择 没开玩笑 万峰更是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林放 根本没有想到 一个金丹镜的人 敢在他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语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 怪不得 你能够捕获仙子的芳心 原来嘴上功夫 如此了得 万峰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继续说道 只可惜 吹出来的实力 并不能让你真的强大 以你的实力 我即便是杀你 也用不了一剑 你挑战我 不过是自寻死路 万峰言语之中 尽是平静 不只是对自己实力的强大 而且还是对 林放境界的蔑视 如此低的修为 他根本不需要出手 仅仅只是施展一些威压 都足以将灵 放压地站不起来 第七十八章 这把稳了 林放师叔 加油啊 林放师叔 这一战一定不要输啊 战天宗看到林放上场 连忙大喊加油 林放师叔 可是能够一招 就击败大师兄殷道的 这一场比试 应该能赢下来吧 战天宗众人 也不是很确定 不过对于林放的实力 还是很看好的 修罗殿这边 谢时一脸冷笑 呵呵 加油 有用吗 你们可知 我师兄究竟有多强 就连击败了 你们宗门第一人的我 都难以在我师兄手上 走过十招 就林放这金丹的垃圾修为 我大师兄吹口气 就能吹死他 谢时的脸上 竟是骄傲之色 我们修罗殿 真是太强大了 把他们战天宗打的 都只能派出金丹上场了 谢时的话 让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看到众人愣神的表情 一脸冷笑 呵呵 吓傻了吧 而战天宗这边 所有人都愣住了 跟大师兄势均力敌的谢时 都能在这个万风手上 坚持十招 那万风也没多强啊 大师兄可是在 林放师叔手上 连一招都走不过的 一时间 他们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 这把吻了 林放师叔族 干死他 林放师叔 这把吻了 您只管尽力出手即可 连殷到这时 都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跟着大喊 师叔 一招打败他 让他尝尝你的厉害 望着战天宗 更加激动的模样 修罗殿几人一脸猛逼 谢时更是陷入了沉思 自己说错什么了吗 怎么威胁完他们 他们喊得更起劲了 万风也是有些发愣 但本着上场先装逼的原则 他还是放出话来 哼 没想到你在战天宗的辈分还挺大 看来 那位仙子 一定是你以权谋私强弩来的吧 我今日 也算是为名除害了 看我一会 啪 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 所有人都是一愣 目光紧紧盯着林放举起的手掌 以及万风捂着的脸 刚才在众目睽睽之下 林放竟然到万风的面前 一个巴掌 甩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 对于原因竞强者来说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 伤害虽然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万风整个人都怒了 你 竟敢 啪 又是一道清脆的耳光声 林放一个反抽 再次甩在了万风的脸上 平静地问道 现在舒服点了吗 哼 现场 骤然灵气暴虐 剑气冲天 万风没有再废话 直接飞身上天 强大的威能 在整个会场弥漫 顷刻间 便是数丈长的巨大灵箭 凝结而出 灵箭之上 剑气凌然 让在场不少人 都感到目光一阵刺痛 皮肤更是开始发麻 浑身上下 像是针扎了一样 落风六剑 万风带着暴怒 一出手 就是震天动地 让所有人都为之惊惧 这威能 已经超过了刚才大师兄 和那谢时的战斗了吧 一出手就这么强大 好强 即便站得这么远 仍然能够感受到 这一剑之中的强大力量 修罗店几位弟子 一脸冷笑 胆敢如此侮辱万风师兄 这灵放师在找死 这一剑 足以将它灭的 连扎都不胜 巨大的灵箭 顷刻间便已经形成 骤然朝着灵放次来 速度之快 哪怕是原因 也根本无法躲避 灵放 你给我死 哄 这把大剑 直直地插在地上 大地都为之震动 一阵烟雾席卷 掩盖了灵放的身影 修罗店众人见状 面带狂喜 师兄的洛峰六剑 即便是我 也不敢硬抗 灵放惨了 哼 这就是惹怒修罗店弟子的下场 万风也很高兴 灵放果然只是 嘴上功夫了得 实力弱小的可怜 连他一剑都抗不下 还如此嚣张 确实是找死 就在这时 烟雾之中 忽然爆发出一阵 狂暴的灵力波动 冲击波扩散而出 将这笼罩的烟雾 全部驱散 灵放的身影 显现在众人的眼前 此时的他 双手复后 面色平静 眼中毫无波澜 身上一丝不苟 完全没有一丝受伤的痕迹 而那把从天而降的巨大零剑 竟然硬生生地 被他头顶的几张俘虏抵挡住 完全无法斩下 怎么可能 修罗店所有人 全部瞪大了双眼 要知道 万风的实力 原本就远超同镜 寻常原因九层 在他手上 连三招都无法坚持 再加上万风暴怒出手 直接施展了剑法洛峰六剑 这一招即便是寻常原因九层 都会被灭杀 像林放这种境界 更是会被直接压扁才对 而现在林放不仅扛下了洛峰六剑 还毫发无损 此子太过古怪 还是记录回去禀告圣主 看是否加入暗杀名单吧 齐鹏的眼中带着一丝凝重 默默地从怀里 拿出了一个回向球 擂台上 林放指尖轻轻一挑 头顶着具有惊天威能的巨剑 瞬间化解开来 消散在半空之中 你的实力 根本无法让我提起一丝出手的欲望 林放看向万风 微微摇了摇头 眼中平静淡然 狂妄 刚才你身上出现的浮露 应该是战天东的什么防御秘宝吧 不过凭借防御法宝 挡住了我随手一击罢了 就敢如此嚣张 你不过是小小的金单七层而已 而我可是原因九层 万风破口大骂 林放的语气和表情 让他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从未见过比他还要狂的人 当即 万风背后零剑出鞘 手握零剑施展身法 向着林放飞去 林放平静地摇了摇头 伸出手对着天空之上 打了一个响指 啪 响指的声音 回荡在会场的所有角落 煞时间 天空之上一巨大的 金色阵图浮现而出 阵图笼罩整个会场 阵图完全显现 金光骤然照亮全场 场内所有的飞鸟 飞剑 风沙 灵气 空气 全部被死死地压在地上 现场 瞬间变为真空 跪 林放平静地声音落下 哄 啊 原本在半空之上 自有翱翔的万风 瞬间掉落在地上 庞大的威压 请客间 就压断了他的双腿 身体直接折了过去 他的身上 犹如贝勒五十万座大山 将他死死压在地上 完全无法动弹 又一道威压压下 万风以头枪地 重重地磕在地上 而他此刻 正趴向的方向 正是林放的方向 这一刻 全场皆惊 第七十九章 苍原浮露阵 现场 一片死寂 所有人漠不震撼地看着这一切 竟然 一招就败了原音九层 应到深吸一口气 还是难以压制心中的震撼 他知道 林放很强 但没想到 林放能够强到这种地步 要知道像他们占天宗修罗殿的顶尖弟子 原本就是远超铜镜的天才 虽是原音九层 但真实战力 起码也要化神七二层左右 而这样强大的实力 竟然一招都戒不下 那岂不是说 仅仅只是金丹镜的林放 就有了最少化神七三层的战力 太夸张了吧 想到这里 阴道的头上全是冷汗 幸好刚才跪得快啊 不然现在趴在地上的 也有自己一份了 刚才那是 苍原福禄镇 祖武福和秦战天相识一眼 纷纷看到了 双方眼中的震惊 刚才 林放所施展的这一阵图 竟然是苍原阵图 这阵图是太上长老 游历中周 意外获得的强大秘书 带回来之后 延细百年 在前几天传给了林放 但这个秘书 就连他这个太上长老都 还没有学会 而现在 林放竟然如此轻松地 就施展出来了 以无法为有法 以一物化万物 以福禄形成阵法 两者融合为一 便加法为成法 这便是 以福禄搭建而成的 苍原福禄镇图 祖武福游记得这阵法的口诀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但只有研习之后 才知道到底有多难 这可是 要修行者 先炼化出几十万张强大福禄 再将这几十万张福禄搭建成为阵法 这两件事 不管哪一件 对于他来说 都几乎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努力 而若是想要 两者同时进行 难如登天 想到这里 祖武福深深地看了林放眼 自己这个宝贝图 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现场 战斗并没有停下 苍云镇图还在运转 死死压住万风的身体 让他动弹不得 随着林放心意移动 天空之上再次开始凝结灵力 场内灵气宛如龙卷风 狂暴地朝着一个点汇聚而去 师叔这事 一心二用 剑斧双修 哇 好厉害啊 师叔好强 战天宗弟子们 眼中纷纷闪过一丝异彩 纷纷激动地惊呼道 高台之上 祖武福满脸骄傲地 看向秦战天 我亲自挑选的弟子 如何 秦战天压制住心中的激动 轻轻点了点头 很不错 岂止是很不错 这等天赋 这样的实力 秦战天都已经想将 未来的宗主之位 传授给林放了 嗡 随着一阵清响 天空之上缓缓浮现出 一个灵剑的剑尖 随后是剑身 最后是剑柄 灵剑凝结完成的这一刻 磅礴的气息瞬间笼罩全场 那剑上蕴含的威能 让几乎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 趴在地上的万峰 浑身毫毛竖起 脸色苍白到了极点 快救我 洛 林放面无表情 轻声说道 随后 灵剑 犹如空对地导弹一般 骤然加速 化作一道射线 朝着万峰飞去 不好 万峰有危险 快去救人 齐鹏反应过来 连忙对一旁的邓涛说道 从林放凝结的这剑气之上 他感受到了远超原阴镜的灵力 这一剑若是落下 万峰不死也是重伤 万峰在修罗殿 已经算是天才中的天才 未来都是修罗殿的中流砥柱 绝不能就此陨落 在这场鄙视之中 下一刻 邓涛已经飞身出去 小子 快放了万峰 邓涛说着 竟然从背后 朝着林放的方向飞去 他眼中闪过一丝 危险的光芒 飞身的同时 已经调动好灵力 全力朝着林放攻击而去 很显然 他并没有打算去救万峰 而是直接攻击林放 此刻林放所 展现出来的天赋和实力 已经让他感到了一丝威胁 这样的人 若是不趁着机会杀掉 以后必成大患 所以邓涛准备一不做二不休 一举除掉这个未来的强敌 呵呵 救万峰 这等废物 也配我来救 我直接灭掉战天宗 这难得一遇的天才 不是更好 卧槽 偷袭 修罗殿贼子不讲武德 baby 师叔快躲开 战天宗弟子们这个时候 也反应过来 发现修罗殿的邓涛 竟然在这个时候 朝着林放出手 现在正是师叔全神贯注 对付万峰的时候 若是被邓涛偷袭击中 恐怕至少也是重伤 而林放此刻 却好像并没有听到众人的惊呼 也并没有注意到邓涛的到来 而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趴在地上的万峰 看着那恐怖的一剑 直直地落向万峰的身体 与此同时 邓涛已经飞到了林放的附近 带着全力的一拳 猛然砸了过去 这一拳带着他将近九成的力量 寻常化神器二层都难以接下 就林放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会被直接抹杀 呵呵 死吧 邓涛嘴角带着冷笑 天才 可是最容易夭折的 轰隆 这一拳带着惊天动地的阵势 瞬间将林放 淹没在恐怖的灵力 动荡之中 强大的气流 将前方千丈的所有建筑 全部磨灭 千丈的沟壑 随着显现 附近所有事物 全部破碎 现场所有人 心头都是一阵 师叔 没了 齐鹏更是非常意外地看向邓涛 没想到他竟然不听自己的命令 没有去救万峰 不过 很快他就释然了 这样也好 以林放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足够引起修罗殿重视了 迟早要派人暗杀他的 邓涛也算是为修罗殿产 出了一个未来的劲敌 而这时 他的眉头忽然一跳 猛然看向天空 瞬间脸色大变 天空上的阵图还在运转 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下一瞬 狂暴等飓风四起 吹散了现场的灰尘 林放的身影慢慢显露出来 此刻双手覆后 背对邓涛 浑身发丝一丝不苟 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 而邓涛的面前 不知什么时候 立起了一座俘虏搭建的墙壁 挡住了他全部的攻击 林放这时 才缓缓转过身来 面色淡然而平静 眼眸深邃 仿佛在俯瞰一只蝼蚁 到你了 第八十章 化神二七的邓涛 被挡住了 怎么可能 邓涛看着自己面前的俘虏墙壁 瞬间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 他在占天宗内部 可是除了圣子之外的第一人了 同镜的情况下 他也是一招 就可以击败万风 刚才那一拳 早已突破了原因的范畴 竟然连林放之起的一道墙壁都打不破 邓涛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 必杀林放的想法 金丹就有这样的实力 这要是林放到了原因境 恐怕到时候 连他都无可奈何了 趁着今天还能杀林放 必须杀了他 另一边 林放没有丝毫废话 待将万风废掉了之后 他转过身来 倾抬一只手 咦 苍原阵图骤然流转 飞向邓涛的头顶 阵图之上 俘虏金光更甚 耀眼而危险 硕大的威压继续释放 一时间 场内再次重压四起 所有人皆是一惊 这苍原阵图 竟然还可以继续使用 哄 巨大的压力 压在邓涛的身上 让他身体猛然一顿 身体竟然被压得弯曲起来 他用力抬起手臂 心中一惊 竟然连我都被压制住了吗 怪不得万风连洞都动不了 看来 原因九层的实力 是无法杀死林放了 不能藏桌了 看来 今天想要击败你 就只能用出一些真本事了 邓涛面对这快要 将他压弯腰的阵图 竟然轻笑了起来 众人皆是不解 而邓涛笑过之后 面色忽然变得自信 身上原本就无比强大的气息 竟然再次猛然扩大 哄 强大的气流 自他体内喷尸而出 竟直接扩散至全场 他身上狂暴的灵力 瞬间暴涨数倍 强大到令人恐惧的气息 缓缓浮现出来 他原本有些微米的状态 顿时变得强大起来 轻轻一抬手 刚才未曾打碎俘禄墙壁 瞬间支离破碎 其实我是 邓涛的神情无比自信 说话宛如神音 此刻身上的灵力和气息 跟刚才的他宛如两人 天哪 化神二层 好强大的气息 现在邓涛身上的气息 比林放还要强上数倍 场内一阵惊呼 不可思议 修罗殿长老的脸上 也微微露出了一丝微笑 林放的实力 虽然出乎他的意料 但他们修罗殿 也不是没有天才 只不过 邓涛一直比较低调而已 现在既然来战天宗了 那就让战天宗好好看看 修罗殿的抵御 比武场上 邓涛终于展现出了他狂妄的一面 原本我是不想暴露实力的 只可惜 你这只蝼蚁 太过于跳脱了 既然如此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天外有天 话音落下 邓涛的身影骤然消失 纵使战天宗 已经原因九层的阴道 都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刷 眨眼间 他竟然已经闪到了林放的身后 猛然一脚朝着林放踹去 另一边的林放 依然面无表情 再次倾抬一只手 两道防御瞬间搭建完成 呵呵 同样的伎俩 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邓涛一脚踹在墙壁之上 咔嚓 这肩不可摧的墙壁 再次支离破碎 随后继续朝着林放攻去 而在这时 林放的身影 同样消失不见 再次现身之时 他已经距离邓涛数百丈开外 随后手指轻挑 空中再次开始凝结零件 巨量的零器被吸收过去 仅仅只是一个剑尖 就让人感受到了惊恐的气息 这零件之上蕴含的气息 竟然比刚才废掉万峰的那一剑 还要强大数十倍 即便是邓涛都感到了威胁 修罗殿长老 齐鹏面色也有些凝重 作为炼须进强者 他能够感受到林放这秘书的威力 若是被击中 恐怕连邓涛都要扛不住身死盗销 邓涛 不要发愣 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齐鹏的话 让邓涛连忙反应了过来 他立即朝着林放冲来 现在才想到释放秘书 晚了 邓涛面带冷笑 林放的这一招剑法秘书凝结其慢 等林放凝结完 他足以让林放死上千百遍了 瞬间 他就到了林放的面前 带着自己最为强大的一击 朝着林放轰去 给我死 这一拳若是击中 即便是化神一层 甚至二层强者 都会灰飞烟灭 呵呵 如此天才 可惜只能昙花一现 齐鹏冷笑道 战天宗 注定要被修罗殿一直压制 不会有出头之日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邓涛这一拳已经几乎打出 众人纷纷闭上双眼 他们已经能够想象到 林放被打得支离破碎 血肉横飞的场面 然而这时 天空之上金色的苍原阵图 骤然散发出剧烈的光芒 让所有人都无法睁开眼睛 金光聚闪 将所有人都照出道道身影 相比之前 不知道明亮多少倍 下一瞬 这苍原阵图 竟然主动投射出一道实质性的光柱 刚刚挥出一拳的邓涛 瞬间就感到千万吨重压 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请客间 他体内的灵力 力量 全部被压制住 拳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吸附住了一般 不受控制 猛然砸在地上 他的身体瞬间被压趴在地 趴在林放的面前 跟刚才万风的方式 几乎如出一辙 现场 鸭雀无声 所有人呆若目击 完全愣住了 强如画神二层的邓涛 竟然都扛不住林放的俘虏重压 怎么可能 齐鹏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 目光错愕 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幕 林放施展的苍原阵图 他早已探清威力 最多也就化神一层的威压 根本不可能把邓涛压趴在地上 而现在场内的威压 怎么会忽然暴增了这么多 绝对不可能 齐鹏带着金仪的目光 看向天空上的苍原阵图 只一眼 他整个人瞬间呆住了 怎么会 林放是什么时候凝结的 远处 太上长老又是震惊又是狂喜 宝贝图啊 你才精丹的修为 就有了画神七的实力 这也太夸张了吧 第八十一章 这惩罚也太敷衍了吧 场中 金光照耀 烈日炎炎 让不少人都被汗水浸湿了衣服 而趴在地上的邓涛 却是面色惨白 根本感受不到一丝暖意 他虽然无法抬头 却能够感知到 林放那足以杀死他的灵箭 还在继续凝结 请客见 林放的灵箭已经凝结完成 这一箭跟之前 正是庞大的箭一不同 上面所蕴含的气息并不磅礴 但却非常锋利 仿佛能够切割开任何事物 仅仅只是灵箭之上 散发的气息 就让不少人的身体上出现了 倒倒血痕 让人丝毫不怀疑 这一箭可以将他们切成两半 住手 齐鹏反应过来连忙怒吓 同时心中也不敢置信 他们修罗殿的第一人 化神二层的邓涛 竟然还敌不过林放 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 想那么多了 他从林放的这一箭之上 竟然感受到了 不输化神四层的灵力 这一箭若是落下 邓涛必死无疑 他们修罗殿 已经被林放废掉了一个万风 现在若是再死一个邓涛 即便是他回去也不好交代 齐鹏瞬间想好一切 便准备去救下邓涛 然而 他刚已有动作 却忽然身体一顿 瞬间冷汗直流 在他的肩膀上 此刻竟然搭上了一支皱纹纵横大手 哼哼 齐长老 弟子之间比试 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否则 对你的性命不好 祖武服的声音 从他的背后响起 让齐鹏心中瞬间锦铃大作 丝毫不敢动弹 他心中丝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敢再动一下 祖武服的这只大手 瞬间就能拍烂他的身体 他虽然是练虚境 但也只是练虚一层而已 而这位太上长老的境界 最低也是练虚六层以上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另一边 林放看着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邓涛 平静开口 在刚才偷袭我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想好 自己的结局了吧 说完 他直接手指一落 不 不要邓涛惊恐 而绝望地大喊 然而 并没有什么用 在众人激动的目光中 空中悬停的林剑 瞬间落下 恐怖的剑意 将整个场内的所有事物 全部切割成粉末 林剑速度快到极限 大部分根本无法看清 这件的身影 只能看到一道又一道 金色细丝出现在场中 慢慢形成 密不透风的金色编织网 到最后邓涛的身体 被这张金色的大网 完全盖住 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 看到邓涛的身体 快速消失 到最后彻底消散不见 这一切 仅仅发生在一瞬间 齐鹏看着邓涛 慢慢化作飞灰 内心已经几乎崩溃 脸色极其难看 太上长老 我带着修罗殿弟子 本着友谊第一 比是第二的原则 来以武会友 你看看你的弟子 都做了什么 我后上场的两位弟子 一死一废 你们就是这样会友的吗 修罗殿来了三人 结果一死一重伤 这下彻底完了 齐鹏的目光 狠狠地看向邓放 恨不得马上杀了他 但他却丝毫不敢动弹 默默地将回向球 收进怀里 心中已经想好 修罗殿案杀名单之中 邓放必须排在狩猎 而齐鹏的话 听在战天宗众人的心里 却有些不爽 什么有一第一比是第二 修罗殿弟子刚来的时候 我们可都看着呢 一个比一个嚣张 这叫会友 对啊 还有林放正在跟万峰比试的时候 修罗殿的邓涛 为什么忽然偷袭 这偷袭若是重了 恐怕现在林放已经被废了吧 实力不如人 还够偷袭 被师叔杀了 也是活该 场内众人意润纷纷 齐鹏的脸色 随着他们的意润变化万千 但却无法反驳 不过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他修罗殿 在战天宗死了人 战天宗该如何交代 齐鹏将目光投向太上长老这边 太上长老再怎么说 邓涛也是被林放杀了 你们起码 要给我个交代吧 祖武符身 为战天宗的高层 总不可能说 那些没有营养的话了吧 祖武符凝重地点了点头 两宗之间发生摩擦 死了人 确实要处理好的 随即 他看向林放 徒儿 你可知 你刚才犯了大错了 人家修罗殿过来以武会友 你却杀了人家 这样是不对的你知道吗 祖武符的目光 凝重且严肃 让在场所有人都是一乐 难道 太上长老要触发林放了吗 林放这边 不好意思师尊 我看他好歹 也是个化身二层 想着应该也有些实力的 却没想到 连我一剑都扛不住 这确实是我的过错 祖武符文言点了点头 你知错了吗 林放 回师尊 知错了 祖武符一改刚才的笑脸 而是严肃地说道 光是知错可不够 你犯了错 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来了吗 太上长老 要怎么惩罚林放呢 会不会很严重 总不可能将林放逐出师门吧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中 祖武符重重地说道 我就罚你 今天不能吃晚饭 给我好好反思反思 众人 齐鹏 好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是 师尊 林放拱手之后 回到了人群之中 战天宗弟子之中 不少人扑的一声 差点笑出声来 不许吃晚饭 这也叫惩罚 直到太上长老 向来护犊子 但现在 在修罗殿长老面前 连装都懒得装了吗 而齐鹏整个都傻眼了 罚林放不准吃晚饭 这是哪门子惩罚 这就完了 连敷衍都不带敷衍的吗 祖武符满意地 看着林放走下台之后 立即就恢复了愁容 哎 我的弟子顽恋 是我管教不周了 刚才我已经重重地 惩罚了我这爱徒 也算是 给修罗殿一个交代了 希望你们能够节哀顺便 比试结束之后 齐鹏怀着复杂的心情 带着两人 回到了修罗殿 回到修罗殿的第一时间 他就连忙去到了 圣子的寝宫 他在门口的屏风下 直接跪下 圣子 今日战天宗 比试有变 战天宗来了一人叫林放 实力恐怖 连邓涛都被他杀了 现在 只有回向球 能够救他的命了 两久 屏风后 才传来敖文的声音 又是林放 第82章 和修罗殿圣子的比试 圣子殿内 敖文坐落主位 看向跪在下方的齐鹏 那林放现在什么境界 原因还是化神 敖文心中很清楚 这个林放 绝对就是当初修罗庇护所的那个林放 当初他就感觉 这个林放会是自己劲敌 只可惜那时受伤 没有除掉 结果现在才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他竟然就成长到了这种地步 台下 齐鹏听闻之后 脸色有些古怪 呃 林放是金丹七层境界 什么 敖文刚端起的茶杯 轰然碎裂 邓涛不是已经到了化神期了吗 还能被金丹七层的林放杀掉 跨越两个大境界杀敌 即便是他也不可能做到 敖文此刻眼中闪过一丝怀疑 他有些怀疑 齐鹏话里的真实性 台下齐鹏见圣子金仪 连忙从怀中掏出回向球递了上去 圣子 我有回向球作证 林放确实只有金丹七层的境界 但他的实力跟境界完全不对等 要不是在现场 齐鹏也不会相信自己的话 但林放的实力是他亲眼所见 做不得假 哦 我看看 敖文接过回向球 直接观看了起来 画面显现出来的第一时间 敖文目光一领 果然是他 画面之中 显示的先是林放跟万峰的战斗 看到林放一招 就直接废掉了万峰 敖文的心中惊讶不已 之后 又看林放跟邓涛的战斗 敖文的眼中 终于是忍不住震撼了起来 这世间 竟有如此天赋之人 敖文的心中 一下子就有了巨大的危机感 金丹战化神 连他都没有把握能够做到 林放却如此轻松 而且就连邓涛 也同样是被林放一招击败了 这样的实力和天赋 着实恐怖啊 圣子 在这回向球之中 可能看得不是太真切 我当时在现场感受到的 这林放的真实实力 应该只是在原音九层上下 但他拥有两门强大的秘术 正是这俘虏和剑术 这两门秘术 极大的增加了他的战斗力 这才让他如此轻松地杀了邓涛 秘术吗 敖文的眼前微微亮起 修行者都知道 秘术这种东西 并不能算作修炼者的实力内 因为秘术虽然能够短暂地提高实力 但又有诸多限制 而且还非常耗费灵力 一般人可能施展一两次秘术 就能耗尽体内所有的灵力 一旦施展了秘术 那就意味着不能长时间战斗 也就是说 林放看似很轻松 就击败了万峰和邓涛 实则早已用尽了权力 说不定跟邓涛这一场战斗 已经被抽空了灵力 若是邓涛的境界再高个一两层 或者再多坚持一下 说不定死的就是林放了 若是如此的话 那林放就不足为惧了 他的真正实力 只有原因九层左右 除非林放 能够一直无限制地施展秘术 否则遇到再高两层的强者 他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 敖文的脸上 才微微有了一丝笑意 既然如此 那就趁此机会 跟林放做个了断吧 修罗庇护所林放两次不给他面子 现在又杀了修罗殿弟子 该还账了 齐鹏长老 麻烦你再跑一趟战天宗 邀请林放三日之后 来我修罗殿 我想跟他比试比试 圣子跟林放比试 齐鹏一愣 圣子可是实实在在的 化神七九层强者 实力更是比他这个恋须劲 还要强大得多 如此实力 竟然邀请林放比试 虽然林放的天赋确实恐怖 但实力还是不对等的吧 林放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赢得 还有一点 是齐鹏最疑惑的 林放为什么要来修罗殿比试呢 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 这是个鸿门宴吧 圣子 如果林放不来怎么办 齐鹏犹豫半天 终于还是问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惑 敖文笑了笑说道 放心 他会来的 说着 将另外一个回向球 扔给了齐鹏 齐鹏拿起一看 回向球的画面之中 显现出李林风 和顾飞红的相貌 此刻的他们 好像被关在一个地牢之中 浑身上下惨不忍睹 像是受到了多种疾形 这是 你只管 将这个交给林放即可 敖文的笑容很是温暖 但眼中尽是寒意 顾飞红是谁 正是林放所在的 修罗庇护所的阁主 身为修罗殿的人 竟然帮着外人 隐瞒林放的天赋 暗中给林放送信 欺骗他这个修罗殿圣子 让他错过了杀掉林放的机会 他敖文 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人好过 而幸好当初没有杀了顾飞红 现在还能有点用处 齐鹏自然不知道其中缘由 带着疑惑的心情 再次往战天宗飞去 另一边 林放走在路上 听着系统的播报 叮咚 恭喜宿主成功越级击败三人 基础收益加四 当前每秒可获得零食五十九枚 这是林放刚才在会场内跟英道 万峰和邓涛三人战斗之后的收获 英道和万峰两人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 基础收益加一 而邓涛则是高出了两个大境界 基础收益加二 还算不错 不过还要赶紧将基础收益提高到一百以上 马上原因期了 后面零食会更加紧缺 林放不交不造 早已在心中计划好了 偌大的一个宗门到处都是比他境界高的弟子 他只需要利用师叔的这个身份 让那些弟子跟他战斗即可 这样相信很快就能将收益刷到一百以上 每秒一百块零食 那他一天的收益就接近一千万了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但现在却有种不够用的感觉 摇了摇头 林放继续往前走 这时 他的身后一人快速跟了上来 师叔 你等一下 刚才那个修罗电厂老又回来了 说要找你 启鹏 找我 林放心中疑惑 这齐鹏会修罗电竟然没挨打吗 看来修罗电的人还怪好嘞 死废了两个弟子竟然都能不问不问 他又说找我什么事吗 没有 那人摇了摇头 林放想了想 最后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这里是战天宗的地盘 相信齐鹏也不敢造次 第83章 灭修罗电也没难度 战天宗门口 齐鹏灰头土脸地站在原地 脸上有些尴尬 原本他是想直接飞 进战天宗内部的 谁知刚到门口 想继续往前飞 就直接被一把拽了下来 刚想发怒的他看到 祖武符也在 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说吧 又来我战天宗什么事 祖武符的脸上 很不客气 上一次一时疏忽 让齐鹏跑进了战天宗里面 他就已经很不爽了 现在竟然还想往里跑 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想进就进 太上长老 我这一次 是来邀请你们的弟子 去往我修罗电比试的 对了 最主要是邀请 灵放过去 齐鹏脸上 带着些许尴尬 还有些紧张 邀请灵放去修罗电 傻子都知道修罗电想干嘛 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 时刻紧绷 生怕祖武符一个 不开心将他直接拍死 果然 祖武符听到这话 直接一声冷哼 哼 邀请灵放去修罗电 你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 不去 你回去受罚吧 祖武符毫不客气地说道 齐鹏连忙回答 太上长老 先别急着拒绝 还是等灵放出来之后 你问一下他的意见吧 正说着 灵放已经赶了过来 齐鹏连忙上前说道 灵放 我们圣子 看你的实力不错 有心想要跟你切磋一番 不知你意下如何 邀请我切磋 灵放疑惑 你们圣子呢 让他出来切磋吧 齐鹏连忙解释道 不是在这里切磋 我们圣子想邀请你三日之后 去我们修罗殿跟他切磋 齐鹏摸了摸怀里的回向球 心中还是紧张不已 哪怕到了现在 他都不知道圣子到底 是什么意思 给灵放看一个 他们修罗殿弟子受罚的画面 灵放就能过去了 而灵放也很是疑惑 去修罗殿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你们修罗殿的暗杀榜了吧 怎么 你们现在暗杀都不被人了吗 嗯 没有没有 齐鹏满头大汗 发现自己怎么也解释不清楚 连忙从怀里 逃出了一个回向球 我们圣子说 你看了这个就知道了 说着 他递给了灵放 灵放拿过回向球之后 输入灵力激活画面 当画面显现出来 看到里面之人的第一时间 他立马愣住了 顾飞红大阁主 还有李凌峰二阁主 画面中 两人身上惨不忍睹 已经承受了多种疾形 奄奄一息 刹那间 空气瞬间凝固 灵放的眼中 涌现出一丝寒意 顾飞红和李凌峰 对他有恩 不仅庇护了 他免遭灵家追杀 而且在后面 他追杀灵衰的时候 顾飞红也在暗中 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 还有那日 他本想直接进入庇护所 杀了修罗殿圣子 好在有顾飞红的阻拦和提醒 才让他没有冲动 现在这位圣子 把他们两人囚禁 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在逼他 逼灵放去修罗殿比武 而只要去了修罗殿 不管输赢 修罗殿 都不会让他活着回来 呵呵 修罗殿圣子 好手段啊 灵放的眼中 杀意明显 面带微笑地看向齐鹏 既然这位圣子想要 将他逼入绝境 那就看谁死谁活了 回去告诉你们圣子 三日之后 我去修罗殿 好的 我会转告的 齐鹏带着满意的心情 离开了战天宗 留下门口处 祖武府有些惊讶 徒儿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呢 修罗殿明摆着 没安好心啊 画面中那两人 对我有恩 我必须救他们出来 灵放淡淡地说道 他的脸色 已经恢复了平静 心中快速思考 去修罗殿鄙逝 他也并不一定就会死 如果牙牙姐 能出手的话 那么谁死谁灭 还真说不准 牙牙姐 刚才的事情 你听到了吗 我想去修罗殿救人 灵放能够想到 实力最强的人 也就是他体内的上官牙牙了 战天宗的太上长老 和宗主 虽然实力也很强 但在灵放的预测之中 他们的实力 应该和修罗殿殿主 是一个级别 大约都在众伯之间 没有太大的差距 而修罗殿除了殿主之外 还有那么多的长老弟子 若是没有压倒性的绝对实力 去了就是送死 而这之中 他能想到的 只有上官牙牙了 虽然不知道 上官牙牙是什么实力 但既然是从上级而来的 实力应该会很强大吧 哼哼 平日里连声问候都没有 现在遇到麻烦 想起我来了 上官牙牙轻哼了两声 非常悦耳 从她的语气之中 林放听到了一丝丝的傲娇和酸异 听牙牙姐的语气 你一定有办法吧 林放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连忙问道 嗯哼上官牙牙 再次轻哼一声 我总感觉 你叫我牙牙姐 不是那么的亲切 姐姐 林放连忙换了一个称呼 不行 不好听 上官牙牙 摇头拒绝道 我才比你大几百岁 你就叫我姐姐 把我都给叫老了 那叫牙牙 林放问道 片刻后 林放的耳边响起上官牙牙 勉为其难的声音 行吧 那就先叫这个吧 暂时也没什么好的称呼 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 至于办法嘛 自然是有的 而且很多 甚至别说是救人了 就是把修罗电直接灭了 也没什么难度 灭修罗电也没难度 林放心中一惊 看来牙牙的实力 比她想象中还要强大得多 那要不到时候 直接灭了修罗电算了 林放提议道 好说好说 不过嘛 想要我出手 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要求 上官牙牙的脸上 微微带着笑意 在幻化出来的椅子上 坐了下去 翘着二郎腿 脚尖轻轻挑动着水晶鞋 什么代价 什么要求 正当林放疑惑的时候 上官牙牙继续说道 想要我出手 你需要准备足够的零食 最少一千万枚零食 可以让我勉强出手 施展出一丝的实力 一千万零食 只能发挥一丝的实力 林放有些惊讶 同时也有些疑惑 牙牙口中的一丝实力 是多少呢 随即 上官牙牙 已经解答了她心中的疑惑 虽然只能发挥出一丝的实力 不过灭个修罗殿 杀几个 炼虚之上的合体七 还是轻轻松松的 第84章 三日之七已到 合体七 林放惊了 彻底惊了 众所周知 原因之后是化神 化神之后为炼虚 炼虚之后 才是合体境 也就是说 这等强者比现在的林放 高出至少四个大境界 这样的境界 哪怕是林放有系统在身 再加上她的体质优势 也根本无法弥补 而牙牙 竟然只需要施展一丝力量 就能轻松秒杀合体 这样的实力 绝对让现在的林放 望尘莫及 完全只能仰望的姿态 一时间 林放感觉自己 好像绑上了一个富婆 一个强大无比的富婆 牙牙 你真是让我惊喜无比啊 林放兴奋地感叹道 至于一千万的零食 那不是随手可得吗 只需要花费一千万 就可以灭掉修罗店 这生意 简直太值了 要不是 现在牙牙只有灵魂体状态 林放都想抱着她 狠狠地亲上一口 以表示自己心中的激动 牙牙 你真是太好了 若是你现在不是灵魂体 我即便被你镇压 也得亲你一口不可 林放激动地表示道 随即 她忽然想到了 上官牙牙所说的要求 牙牙现在是灵魂体状态 她所说的要求 不会就是 帮她恢复身体吧 你猜的没错 我的要求 就是要你在 渡劫飞升到达上界之后 帮我恢复身体 上官牙牙优雅的声音 再次传来 肯定了林放心中的疑惑 可以帮你恢复身体吗 林放自言自语道 在之前 帮一个魂魄炼制身体这种事情 她根本想都不敢想 但现在随着实力越来越强大 她越发地发现 修真者能够做的事情 确实超乎她的想象 恢复身体这种事情 也并不是不可能做到 牙牙 我都会帮你恢复身体的 林放一改常态 认真地说道 而且 我记得你说过 你是被奸人所害 才浑浑俱灭 只剩下一缕残魂的 你放心 等我到了上界 你的仇 我来报 林放说的 确实是心里话 上官牙牙帮了她这么多 这一次还要给她这么大的帮助 说什么等飞升之后 都要帮她报仇的 这是林放早已想好的 而上官牙牙这边 听到林放的话之后 则是有些红了眼睛 但还是带着傲娇的声音说道 切 说大话谁不会 她心里当然希望 林放能够帮她报仇 但上界的实力和境界 根本不是现在的林放 能够想象得到的 所以现在林放所说 根本无法做数 但见到林放坚定的眼神 她又觉得 似乎她能够做得到 不由的眼神红了起来 很快她就恢复了平常 毕竟不是几十岁的小女孩 不会因为林放的几句话 就感动得天昏地暗 在林放付诸行动之前 她自然只是保持观望态度 好了 不说我的事情了 这次我出手 至少需要一千万的零食 你最好准备两千万以上零食 方便应付突发状况 因为一千万只 够我用出一招 如果你在三天之内 无法获得一千万的零食 那我劝你 就不要去救人了 上官雅雅 适时地泼了一盆冷水 但她不知道的是 以林放现在的系统 只需要两天 就可以获得一千万的零食 根本不需要任何准备 林放的眼睛微微眯起 正所谓斩不断理还乱 她准备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灭了修罗店 管她是非因果 先灭了再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林放分别去找了 祖武福和秦战天 之后以各种理由 挑战战天宗的内门弟子 师兄 师尊 我想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挑战所有的内门弟子 林放认真地说道 至于为何如此 自然是为了刷经验 现在战天宗 比她境界高的弟子多的是 现在她身为战天宗 辈分最高的人 自然要利用这个优势 把系统的基础收益 发挥到极致 能多刷一点 就多刷一点 这可都是钱啊 林放开心地想到 比武场上 师叔 你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胜其他内门弟子 为何还要跟他们战斗呢 再一次跟林放战败的 阴道不解地问道 自然是为了刷经验 林放依然是那句 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 然后继续投入了战场之中 师叔 我是原音镜九层修为 你可要小心了 一弟子善意提醒 还是你小心一点为好 哄 咔嚓 啊 师叔 我错了 叮咚 恭喜宿主越级战胜敌人 可获得基础收益加一 每秒可增加59枚零食 林放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极点 师叔 果然跟传闻之中一样强 根本无法战胜啊 之后 所有的弟子在挑战林放的时候 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林放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一直尽力地刷遍所有数据 不管任何人求饶 都直接一招败之 非常努力地刷经验 只可惜系统规定 每天只能刷20个基础收益 等于说 他每天只能跟20位 比他进阶高强的修炼者战斗 超过20之后 就不会再继续计算基础收益了 师叔 您稍微轻一点 我怕疼 师叔 我是女孩子 能不能不打呀 我可以帮你暖床 不要打我好吗 师叔 我已经被你打了两遍了 你到底 要做什么实验啊 我疼 我认输 什么 不能认输 师叔 你不要欺人太甚恩吾 哇 近距离观察师叔 忽然发觉他好帅啊 呜呜呜 但是我现在好像有点危险啊 三天之后 林放听到系统的播报 叮咚 恭喜宿主越级击败一位敌人 基础收益加一 当前基础收益 每秒118枚零食 林放停下了战斗的身影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三天的时间到了 修罗殿等人 早已在占天宗门口等候 林放 三日之期 一到 速来修罗殿 第85章 天孙一旨 可开天 占天宗 内门弟子别院中 轰隆隆 随着一阵强烈的气流 波动传出 内门一处硕大的别院 轰然倒塌 可怕到极致的威压 从中传来 直接压倒了附近的 所有修行者 连一些长老 都无法承受这股威压 这是哪位大能 竟然拥有这么强的实验 不少人震惊地 看着眼前的废墟 心中不断猜测 很快 废墟之中 缓缓地走出一人 白衣圣雪 面容俊美 浑身一丝不苟 在场所有人见状 都是一愣 这是 临放师叔 临放师叔 这是修为又增强了吗 他身上的气息 好强大 强大到仅仅 只是身上的威压 就令人恐惧 临放身上 散发着刚刚提升修为之后 没来得及收敛的威压 双眼金光满意 叮咚 恭喜宿主修为 成功提升至 原音一层境界 宿主修为 抵达原音境之后 竟需先提 可再次进化 正在进行第三次进化 进化中 进化成功 恭喜宿主实力再次提升 第三次体质升级 宿主的实力 已超越常人一百倍 真实实力 已达到常人修为 化神九层境界 哦 已经达到化神七九层了吗 还不错 临放随手一握 虚空之中 顿时出现一道道裂纹 临放体内 上官哑哑 见到此等情形 直接张大了小嘴 眼中不断颤动 随手一握 竟然连虚空 都承受不住了吗 这样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于练虚境了吧 这种体质 太可怕了 上官哑哑的美眸之中 划过一丝异彩 临放心中很是满意 练虚强者 随手就可以撕开虚空 他现在的实力 也几乎可以做到了 战斗力相比之前 又是一次大的提升 对了系统 我记得你说过 等我提升到原因之后 还会有额外奖励吗 叮咚 是的宿主 奖励早已准备好了 现在为宿主开启原因 进届奖励 神级秘法 天孙 天孙一旨 一旨可开天 以宿主现在的修为境界 一旨可强杀练须九层修士 一旨可强杀练须九层 纵使是灵放 听到系统的话 也不由得一惊 几乎跨越了三个大境界 这系统 越来越夸张了 原本以为混元仪器权 就已经足够无敌 没想到 还有秘术更加勇猛 这要是让他再多提升几个境界 岂不是他自己 就可以直接灭了修罗殿了 修罗殿再强大 最多也就有合体七的强者 若是等他提升到原鹰九层 说不定真的可以强杀合体七强者了 灵放强行压制住狂喜的嘴角 心中还是不断激动 呵呵 该去修罗殿了 灵放带着小五 化作一道流光 很快就来到了战天宗门口 此时修罗殿齐鹏 已经等候多时 除了修罗殿的人之外 战天宗太上长老 祖武福和其他主委长老也在 见灵放飞了过来 连忙围了上去 灵放 我始终觉得 你去修罗殿鄙试 颇为不妥 万一 祖武福有些担心 修罗殿虽说是让灵放去比武 但谁知途中 他们会耍什么把戏呢 他就怕灵放去了修罗殿 就再难出来了 灵放是万年不遇的天才 若是在修罗殿 有了什么闪失 他绝对悔恨终生的 世尊 我去修罗殿可不只是为了比武的 灵放微笑着说道 比试什么的 有什么意思 而是去杀人的 那修罗殿圣子之前 又是派人追杀他 又是拿骨飞红 两人威胁他 这样的人 他今天一定要杀 等他杀了修罗殿圣子之后 若是修罗殿肯 对他道歉认错 那就不需要雅雅出手 而若是想要为修罗殿圣子报仇 那他就只能发出雅雅了 祖武福不太懂灵放的意思 更加不知道 灵放这么自信的原因是什么 但还是有些担心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身为炼虚境九层强者 若是修罗殿想耍什么花招 他也可以在请客间 将灵放给带回来 只要回到战天宗 有战天宗的数百万福禄在 哪怕是修罗殿的那几个 合体静老怪物 也不敢强闯 好吧 那就麻烦师尊了 灵放知道 祖武福心中的担心 便点了点头 上前一步 看向修罗殿气蓬几人 走吧 带我去你们修罗殿 修罗殿内 数万弟子 全部被召集在一处 围在比武会场的四周 所有弟子 各个神情激动 时隔这么多年 圣子又要出手了吗 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实力了 上一次出手 我记得还是十年前吧 那时候他可是 都已经化神七了 现在十年过去了 起码也要化神七四五层了吧 好强大 只是不知道 圣子这么强大的实力 为什么要主动挑战 一个金丹靖的小子呢 谁知道呢 可能是太无聊了吧 我倒是听说 那小子也挺强的 只是金丹靖的修为 竟然就击败了 我们内门的邓涛师兄 这样的实力 可并不弱小啊 啊 邓涛师兄 也好厉害 只不过即便如此 那小子还是没有资格 跟我们圣子战斗吧 哼 到时候看看 就知道了 我猜啊 那小子身上 一定有圣子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才如此的 嗯嗯 看着吧 那小子绝对在圣子手上 撑不过一招的 修罗电比武场内 人满为患 一轮声纷纷 几位长老站在高台之上 目光看向天空某处 看到几道 流光在空中划过 眼睛一灵 他们来了 在高台的主位之上 修罗电圣子敖文正闭着眼睛 面色平静非常 感受到来人的气息之后 他的脸上划过一丝冷笑 来了吗 不错 够胆量 哼 有羁绊的人 就是容易控制啊 我就这么明目张胆的 设下鸿门宴 你还是得过来 你或许天赋可以 但在心性方面 还差得远呢 第八十六章 区区修罗电根本不用放在眼里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来了 高台之上 敖文缓缓睁开眼睛 看向台下 脸上带着冷笑 你可知 今日来我修罗电 你就不可能再活着走出去吗 敖文脸上带着微笑 却直接直言不讳地说道 这里是他占天宗的地盘 灵放只要来了 就必死无疑 所以他说出自己的目的 也无所谓 而且 大家都是聪明人 这点小计谋 谁都看得出来 根本无需隐藏 敖文说 这句话的时候 时刻注意着灵放的表情 他很喜欢看别人惊慌失措 面色大变的样子 只不过想象之中 灵放慌乱的表情 并没有出现 灵放在听到他的话之后 依旧很是淡定 巧了 我今天来 也是来杀你的 咱们的目的 还是挺相似的 既然敖文都敞开心扉了 他也就无所谓了 两人之间的仇恨 本就是透明的 说与不说 就是曾窗户指的事情而已 哈哈 杀我 你觉得可能吗 我修罗殿光是化身期的长老 就有数百名 还有数十名炼虚镜长老 更有合体镜的老祖在 凭你们几个人 你觉得你能杀得了我吗 你既然已经入了 我修罗殿 只要我一声令下 你立马就会化为飞灰 敖文心里很是兴奋 他都没想到 今日灵放竟然真的能来 说真的 若是灵放一直归缩在战天宗 他修罗殿也无可奈何 但没想到 为了庇护所的顾飞红那两人 他竟然就这么来了 灵放是真的重情义 还是有些傻了 所以 我们之间的战斗还进行吗 你是直接派人围攻我还是怎样 灵放的眼睛扫过全场 全场数万名弟子 还有天空之上的长老 确实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人倒是来得挺齐的 正好一举歼灭 自然要打的 反正你已是瓮中之憋 我就陪你玩一玩吧 敖文笑着说道 说完 就静止飞了下去 来到了比武场上灵放的对面 在灵放的身边 祖武府有些担心 灵放 咱们这就被包围了 待会怎么办 要不我现在 带你逃出去吧 现在他们修罗殿的 合体进抢者还没出手 我只需撕裂虚空 几个呼吸就能带你返回宗门 祖武府也没想到 敖文竟然直接将他们给围上了 还如此直白 直言相告 就是要杀灵放 这一点 确实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但看灵放依然平静的表情 他想不通 灵放怎么还能如此淡定 难道灵放还有后招 灵放这边 不必担心 我身后有超级大能坐镇 区区修罗殿 根本不用放在眼里 师尊你且退下 等我先把这个敖文击败了再说 说着 灵放抬脚往比武台中心走去 可以开始比武了 两人面对面 都是神情自信 目光之中带着不屑 敖文率先开口 才不过短短三天的时间 你竟然又提升了三层境界 这样的天赋 着实让我心惊了 只不过 不知道若是对上我这话神五层 你还战战胜吗 话音落下 敖文率先释放压制的气息 顺时间一股庞大的威压蔓延全场 浓厚而又令人惊恐的气息 自敖文的身上缓缓溢出 一时间 全场激动 果然 圣子的实力已经到达了化神五层 果然是修罗殿天选之人 好强大的气息 这股气息 应该已经远超寻常化神五层了吧 敖文身上庞大的灵力散出 引起会场一阵剧烈的狂风 而灵放则是已然不动 化神七早已不在我眼中了 灵放淡淡地说道 不管是狂风还是肆虐的灵气 都无法伤害他分厚 只见他同样释放出自己的灵力 一股庞大的冲击波顺势而出 直接平荡了会场所有的狂风 修罗殿弟子见状又是一惊 仅仅只是原因近的气息波动 竟然就能和化神五层的圣子 不相上下 看来这灵放 真的跟传闻之中的一样强大 修罗殿之中 除了圣子 还真没人能够胜他了 哼 不错不错 看来你还有点实力 既然如此 我们就玩玩吧 敖文虽然惊讶 但依旧没有把灵放放在眼中 虽然现在看上去 灵放已经有了和他化神五层匹敌的能力 但化神五层 只是他隐藏之后的修为而已 他真正的境界可不止这么低 现在不过是压低修为 跟灵放玩一玩而已 想着 敖文主动出击 翻天掌 随着他话音落下 天空之上即刻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手掌 手掌整体呈火红色 上面还带着炙热的气息 宛如火焰化成的一般 在场的弟子 纷纷感到身上一阵被炙烤的炎热 盯着天空之上的这一掌 震惊不已 圣子的这翻天掌 恐怕就是化神七八层的修饰 也难以抵挡吧 随手攻击竟然就能如此强大吗 太强了 巨大的手掌从天降 直直地拍向下方的灵放 翻天掌足有百米长 在这巨掌之下 灵放显得非常渺小 在场众人健壮纷纷摇了摇头 在这么强大的一招之下 灵放存活的可能性很小了 看来 今日的比斗已经结束了 实力的差距宛如天欠 比武台上 巨大的手掌向着灵放覆盖而去 眼看就要将灵放压成肉饼 而这时 灵放终于动了 只见他轻轻抬起一只手 煞时间 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灵力 动荡自他的手上传出 磅礴的力量寝刻间便让虚空出现 一道道裂缝 随后 这巨大的翻天掌 竟然硬生生地停在了他的头顶 完全无法继续下降 现场 所有人目瞪口呆 不可思议地看着灵放 仅仅只是一伸手 就接住了圣子的翻天掌 不少人瞬间便对灵放摸了轻视之色 灵放像是在拍打苍蝇一样 随意地挥了挥手 翻天巨掌像是 被什么恐怖的事物击中了一般 直接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撞飞了出去 最后撞在了修罗殿附近的大山之上 灵放随意地拍了拍手 你还是放开所有修为吧 现在这样的实力 根本无法让我提起兴趣 第87章 敖文 练须镜 轰隆 被灵放拍飞的这一掌 落在修罗殿远处的一座山峰之上 瞬间就将硕大的山峰拍平 众人寻声望去 眼中瞬间震动起来 敖文也是意外地看了眼灵放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的翻天掌 足以匹敌化神九层强者 全力一击 没想到既然被灵放这么轻松的 就接下来了 看来灵放的是 实力确实不能用常理来判断 想要压制实力跟他战斗 恐怕是难以取胜了 想到这里 敖文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也罢 既然你想看看我的全部实力 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吧 他堂堂一接圣子 怎么可能只有化神五层这样的实力呢 化神五层 只不过是他的伪装而已 话音落下 敖文眼中释放出一股耀眼的光芒 浑身原本就庞大无比的灵力 骤然再次提升 他身上的气息 也如同充气的气球一般 瞬间扩大到远超钢材 哄 自他体内一道倒气流 猛然扩散而出 直至数千米 将他身上不少 正在观战的弟子 全部冲飞 一股如同大山倒塌般 翻江倒海一般的气息出现 压在了在场中人人的身上 让近万人都无法呼吸 数万米的会场内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无可匹敌的气息和威压 这 这是 练虚境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不可思议地看向场中的敖文 圣子竟然是练虚境 太强大了吧 祖武服也跟着一惊 脸色慢慢变得凝重起来 之前一直传闻 修罗殿圣子是化神器五层的修为 这样的修为在整个东荒 年轻一代都属于绝顶 却没想到他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竟然是练虚境 这样的实力和天赋 也太恐怖了 他的心中有些担心 不知道灵放还能应付得下吗 而灵放这边 感受道场内强大的气息和威压 微微一笑 这样才对吗 他也很想看看 现在的自己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化神器的实力 已经不足以让他用出全力了 现在只有练虚境 才能让他认真起来 呵呵 灵放 现在的你看起来可真是弱小啊 敖文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一个圆阴一层 一个练虚一层 两个大境界的差距 纵使灵放再强 也不可能弥补这么大的差距 更何况 他也不是蠢材 练虚一层的他 足以发挥出练虚五层左右的实力 两个半境界的差距 谁来都挡不住 欧依 我就让你看看 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声音落下 敖文的身影肆移到闪电 顷刻间就到了灵放的身前 他的身周 强大的气流横扫而出 在身后留下一条直直的沟壳 练虚境 已经可以掌握一丝天地之力 根本不是画神七 这种垃圾境界能比的 他的随手一击 都能轻易捏死画神九层 现在 你可以死了 敖文迫不及待 主动出手 带着强大的一拳轰向灵放 灵放在他面前 跳脱得太久了 他早已无法忍耐 只想尽快将灵放撕成碎片 敖文带着冷笑 一拳砸了过去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拳 但却运用了一丝天地之力 在场中人都感到 仿佛有一座大山向着灵放砸去 敖文的对面 灵放面无表情 眼中依然淡然无比 看到敖文的攻击 他这才一手握拳 朝着敖文轰了过去 修罗电珠为长老见状 嘴角带着一丝丝讥讽 就这么站在原地迎接圣子的拳头 无异于以卵击石 圣子这一拳 足以将灵放轰成虚无 碰 翁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 不过一瞬 一道暴乱的气流 从两人之间冲出 数万平方米的会场 直接从两人之间分裂开来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瞬间扩散而出 被这道冲击波击中的人 直接口吐鲜血 已然重伤 咔嚓 整个会场 再也坚持不住两人的攻击 直接彻底裂开 从两人的之间 分开一到三米宽的勾去 敖文的身体一颤 后退三步 而灵放浑身俘虏包围 毅力不动 神情平静且强大 挡挡住了 所有人见状 目瞪口呆 这一拳 两人竟然平分秋色 不分胜负 灵放明明 只是原因一层的修为 圣子可是练虚一层 竟然拿他不下 就连修罗电的长老 都有些震惊住了 要知道 圣子本身就可越即而战 就是练虚五层 都可匹敌 按理说这一拳 足以将原因一层的灵放 轰成虚无 怎么会被他挡下呢 而且 两人似乎平分秋色 太上长老脸上 划过一丝喜意 没想到灵放的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 练虚境的范畴 难怪如此自信 敖文也是一愣 没想到你的防御 竟然这么强 看来单纯依靠肉身的力量 还无法拿下你啊 敖文眼中 闪过一丝凝重 刚才他虽然只是试探 但也用出了肉身的权力 即便如此 也根本不是化神经 能够抵挡的 没想到灵放竟然挡住了 而且看上去并没有受伤 既如此 那我也不试探了 话音落下 敖文的眼神之中 浮现出一抹金光 下一刻 一股磅礴 而恐怖的气息降临 天空之上雷声四起 电闪雷鸣 灵力骤然狂暴起来 让不少人直接口吐鲜血 一道道天雷骤然降下 将整个会场 击出一个个坑洼 整个会场剧烈震动 场中飓风四起 虚空之中 裂开一道道漆黑的裂缝 现场宛如天灾一般 所有人都发自灵魂的振战 扑通扑通 现场不少弟子 再也坚持不住 纷纷跪在了地上 这样的威压 就连在远处观战的他们 都已经无法承受 就连太上长老 脸色无比凝重 仅仅只是阵势 就如此强大 敖文的这秘书 恐怕已经达到了 练须五层的范畴 相比刚才 至少强了数倍 临放还能抵挡吗 修罗电场老门 则是面带笑容 而且笑得非常灿烂 临放再怎么天才 也不可能 弥补这么大的境界差距 这一招 他必死 第88章 练须近九层长老出手 彻底撕破脸 现场 天空之上惊雷爆起 纷纷向着一处聚集 很快 就凝结成一个 充满雷电的手掌 这一幕 让全场人惊惧不已 这这是天雷吗 圣子已经可以 引动天雷了吗 好恐怖的力量 不少人惊恐地 趴伏在地 根本不敢起身 这宛如天怒一般的攻击 根本不是他们 这个层次能够抵挡的 练须近强者的战斗 他们连靠近都无法做到 不少修罗电长老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 没想到 圣子竟然已经达到了 这个程度了吗 仅仅只是刚入练须近 竟然就已经可以 灵活运用天地之力 圣子这一掌 是完全由天地雷电形成 跟灵力所画的招式完全不同 威力更加不可言喻 下一刻 天雷掌终于凝结完成 上面狂暴的雷电之力 敖文神情强大 狂傲不已 灵放 能够死在我的天雷掌之下 你也足以自傲了 说着 天空的雷电巨掌动了 带着狂暴的雷电 朝下方的灵放盖来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巨大的天雷掌 带着狂暴无比的气息 上面漫溢而出的天雷 击中几处山峰 山峰瞬间炸裂成石块 仅仅只是天雷掌上溢出的力量 就足以堪比 刚才敖文所施展的翻天掌 这天雷掌的力量 已经恐怖到极点了 看台之上 掌老们见状 纷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眼中看向敖文的眼神之中 带着一丝欣赏 圣子这一掌 早已远远超越同境 就是寻常恋须四层强者 都无法接下 恋须五层强者 也不敢硬抗 而恋须境之下的任何人 在这一掌之下 都绝对会化作飞灰 这就是境界的差距 恋须境之下 皆是蝼蚁 再看灵放 此刻她的脸上 终于不再平静 而是露出了一抹纠结 她此刻在心中思考 自己是用混元仪器权 还是天孙呢 若是用天孙的话 会不会有点大才小用啊 毕竟天孙可是能够 强杀恋须九层的绝招 若是现在用出来 有点杀鸡用宰牛刀的感觉 想了想 她最终还是决定 继续用混元仪器权 再加上一些俘虏的力量 随即 灵放再次一手紧握拳头 拳头之上迅速凝结灵力 体内翻江倒海一般的灵力 全部一出 她的周周灵气 宛如海浪一般翻滚 混元仪器权 也足以达到 练须五层的攻击 看台之上众人健壮 纷纷戴上了讥讽的表情 原音镜就想硬扛 简直是痴人说梦 再找死 轰隆隆 剧长强压之下 修罗殿附近的山峰 全部崩塌炸裂 距离地面的灵放 也越来越近 巨大的天雷掌 朝着灵放压来 而灵放这边 她手上的混元仪器权 也已经充能完毕 微微抬起头 一手握紧拳头 朝着天空之上的天雷掌 猛然轰去 灵放脚下的地面 宛如受到了强大的后座力一般 地面猛地下沉 凹陷出一个大坑 整个会场都是剧烈一阵 所有灵气全部被震碎 一道金色的光柱 自灵放拳头之上被射出 带着猛烈的攻势和攻击 朝着天空之上飞去 不过眨眼间 就到了巨掌下方 光柱在巨掌之下 显得十分渺小 敖文见状不屑一笑 这么小的一拳 能做什么 然而下一瞬 金色光柱直直向上 仿佛可以摧毁万物 瞬间穿透了 带着狂暴气息的天雷掌 轰隆隆 天雷掌被绞得粉碎 瞬间炸裂开来 在修罗殿半空之上 引发了剧烈的空爆 将整片天空的雷云 和所有事物 全部冲飞出去 冲击波瞬间扩散四周 将所有弟子全部冲飞 地面上的所有修罗殿弟子 全部蹊跷流血 面露惊恐的色彩 怎么可能 敖文瞬间吐出一口鲜血 直接瞪大了双眼 满眼不可思议 看台之上 不少炼虚境的修罗殿高层长老 也完全震惊住了 为何灵放能够释放 这么强大的招式 圣子 这足以跟炼虚五层匹敌的天雷掌 竟然都被打碎了 施展秘术的敖文 实力最低 也在炼虚近五层以上 这都能说 这灵放是何方神圣 叮咚 恭喜宿主成功月两级击败敌人 可获得基础收益加2 当前基础收益 每秒可获得120枚零石 每天可获得1036 8000枚零石 灵放缓缓放下手臂 双手附后点了点头 还不错 每天可以获得1000万零石了 下一步 可以向着一天一个小目标前进了 回过神来 灵放没有犹豫 乘胜追击 再次凝结混缘仪器权 向着敖文冲去 20倍混缘仪器权 很快凝结完成 灵放的手上 又一次凝结出金色的光芒 敖文健壮 连忙呼喊 快拦住他 与此同时 看台上的诸位长老 也反应过来 住手 几位炼虚近的长老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挡在了敖文的身前 数位长老 全是炼虚近修为 不少炼虚七层强者 其中 还有一位炼虚近九层的强者 他们浑身气息极其磅礴 一出场 就带给了众人极大的压力 灵放随手撤去攻击 停下脚步 看向被长老们包围的敖文 怎么 不打了 敖文擦去嘴角鲜血 脸上微微猙獰了起来 刚才我只是 陪你玩玩而已 现在 你要跟他们打 我先杀了你之后 再跟他们打也不迟 灵放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两人本身就已经撕破了脸 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 而敖文听到灵放的话之后 却是直接大笑起来 哈哈 不好意思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得听我的规矩 灵放 你的实力很强大 连我都很是惊讶 但可惜 你今日只能死在修罗殿 敖文脸色彻底猙獰了起来 毫不隐藏自己的心思 这灵放从庇护所的时候 就屡屡得罪于他 再加上 有这么强大的天赋和实力 绝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今日必须杀了他 不然以后冬荒 还真的要被他掌控了 想着 敖文看向自己身前的一位 炼虚九层境界的长老 长老 不要留守 杀了灵放 第八十九章 天孙一旨 去 修罗殿 敖文看向身前的长老 尊敬地说道 秦广长老 带你出手了 知道了 圣子 秦广点了点头 目光凌厉地 看向前方的灵放 我那孙子秦燕 是你杀的吧 一个月前 他的孙子秦燕 跟着圣子外出游历 原本就是去的 东荒最为偏僻的地方 怎么都不可能有危险的 却没想到 等圣子回来的时候 却带回来了秦燕的尸体 还有一个名字 林放 原本他并不相信 有圣子在 林放为何还能杀了他的孙子 但现在看来 连圣子都不是林放的对手 那他的孙子 死在林放手上 也不足为奇了 你孙子秦燕 林放听后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我想杀你们的圣子 希望你能够让开 哼 让开 我不让你能如何 秦广眼中带着强烈的寒意和杀意 不再说话 当即飞上天空 看向地面的林放三人 今日 你们都要死 秦广的声音震天 话音未落 一股足以覆盖 整座修罗殿的气息一出 强大的气流 驱散了附近所有的灵气 滔天的威压盖下 整个虚空都浮现出道道裂纹 露出一片漆黑 仅仅只是威压 就让这片空间 有些无法承受 开始撕裂 这种阵势 相比之前林放两人的战斗 不知道墙上多少倍 修罗殿弟子健壮 纷纷面露激动之色 这么大的场面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们将目光投向林放 没想到林放一个小小的原音镜 竟然就让修罗殿 练须九层的长老出手 实在是不可思议 敖文目光猙獰 脸上带着冷笑 天才 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没有强大的背景 再天才也无用 台下 祖武福和小武两人 闪身到林放的身前 祖武福快速地说道 林放 我来挡住他们 让小武带着你 逃回战天宗 只要回到战天宗 有俘虏大阵 他们不敢进入 此时林放却好似还在发呆 他正在与体内的上官雅雅聊天 上官雅雅扫了眼外面的情形 有些慵懒施展了一个懒腰 展示出绝美的身材 随后缓缓站起身来 看来是要我出手了吧 不过竟然只是个连蝼蚁 都不如的练须境 真是无趣 而林放却摇了摇头 在心中跟上官雅雅说道 先不用你出手 正好我最近新学了个秘书 先试一试 威力怎样 秘书 什么时候学的 上官雅雅一愣 他可是 每天都盯着林放的 林放任何时候做了什么 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什么时候学了秘书 随即他轻轻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让林放试一试也无妨 反正有他在 林放怎么都不会有事的 祖武服见林放没有动 仿佛在发呆 连忙催促道 快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然而林放在回过神来之后 微笑着说道 只是个恋须九层而已 无妨 说着 他向前走出几步 来到了祖武服的面前 祖武服一愣 只是个恋须九层而已 还无妨 恋须竟在整个东荒 都可以横着走了好吗 怎么听林放的话 好像并没有放在眼里 林放继续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 我去去便来 他这强大自信的话语 让祖武服都猛逼了 眼睁睁地看着林放走到前方 场中 修罗殿弟子 见状都是一愣 林放不会以为凭借他的实力 可以跟恋须九层抗衡吧 这不是在做梦吗 长老可是恋须九层啊 跟林放 已经几乎有三个大境界的差距了 林放是看逃不出去了 准备自暴自弃了吗 恋须竟从六层开始 每一个阶段都远超上一境界数十倍 每一个境界之间的差距都宛如沟壑 根本不是前五个境界能比的 所以 众人才会觉得 林放是准备自暴自弃了 因为即便是打败了圣子的林放 在恋须九层眼里 依旧是蝼蚁 敖文和几位长老也都一愣 随后脸上带上了冷笑 还以为林放准备逃走呢 如果逃走的话 修罗殿还真需要浪费一些功夫 没想到 林放竟然如此狂妄 竟然想要跟练须九层的秦广长老对战 痴人说梦 以卵击石 天空上的秦广 自然也注意到了林放的举动 他的脸上 划过一丝惊疑 但很快就被仇恨掩埋 管他在耍什么把戏 我自一力破支 秦广心思一动 他面前的虚空 骤然裂开一道缝隙 随手从中抽出一把零件 练须境的强者 已经可以随手撕裂虚空 也可以将自己的物品 存在虚空之中 因为虚空是无限大的 所以这种存放的方式 相比空间戒指 要更加方便 哪怕是一座大山 也可以随手存进去 秦广抽出一把零件 立于胸前 庞大的灵力骤然收缩 全部被吸收在零件之上 虚空中 天空之上 方圆数万米内所有的灵气 全部被强制吸收在零件之上 零件上金光四起 气息骤然大涨 堪比神兵一般 断地开天 秦广的话音落下 直接一箭朝着地面劈了下去 下一刻 秦广手中的零件 一瞬间化作了数十万米长 仿佛要将整个修罗垫 都劈成两半 修罗垫所有山脉 全部爆碎成石块 天空之上 也浮现出一抹长长的 虚空漆黑 这一箭 真的仿佛要开天断地一般 巨大的威压之下 整个会场顿时凹陷下去 一道深刻的沟壑 强大的动能 使得四周所有的空气和灵气 纷纷四处逃窜 仿佛遇到了足以毁灭 他们的事物 足五幅见状 脸色骤然变得凝重起来 连忙准备施展屏障 保护灵放 秦广这一箭 连他都没有把握 能够应接 除非有提前炼制好的俘虏 做抵挡 灵放现在只是 原音镜的修为 如何能挡 而灵放这边 见天空之上的零件 即将劈下 灵放轻轻伸出一根手指 指向天空的巨大零件 指尖闪烁着一个微小的光点 但其中却蕴含着 恐怖到极致的杀伤力 他面色平静自信 轻轻开口 天孙 去 第九十章 杀敖文 惊动修罗殿圣主 哼 这么弱的灵力 能做什么 敖文注意到 灵放指尖一点光芒 满脸不屑一顾 从他那指尖之上传来的灵力 弱小的连孩童都杀不死 看上去就好像 仅仅只是会发光而已 难道灵放 还想着抵挡 秦广长老的断地开天 看来灵放真的是 准备自暴自弃 站着等死了 半空之上 秦广零件重重地劈下 你的大剑仅仅只是一个动静 就引起了巨大的风暴 空气骤然暴响 显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压力 而大剑所路过的区域 无意不是露出了漆黑的虚空 全部被大剑之上的威势撕开来 孙子 爷爷要为你报仇了 秦广眼中带着冷意 目光死死地看着下方的灵放 他要看着灵放 被这段的开天撵成肉末 在场众人无一人敢呼吸 全部秉息凝神 疯狂朝着会场最外围逃去 他们可不想成为秦广长老复仇之下灵放的陪葬 再看灵放 此刻他依旧看着自己的手指 手指之上的光芒 还是那么微弱 他在心中有些疑惑地问道 系统 这就可以了吗 叮咚 是的宿主 本秘书已经超越了下界的理解范畴 以他们的境界看不出来是正常的 宿主只需要将手指指一个方向 然后射出即可 灵放点了点头 抬起手臂 手指指向天空之上的灵剑和秦广 天孙 去吧 问 随着他话音落下 原本他指尖微弱的灵力 竟然骤然暴涨数一倍 从他指尖开始 一道强烈的宛如激光一般射出 激光瞬间穿透了所有事物 细细看去 连飘荡的空气和灵气都被击穿 整个修罗殿会场的整片虚空 全部露出了漆黑 眨眼间 天孙激光便射向秦广的十万米灵剑 咔嚓 天孙一指 直接将这恐怖的灵剑击射断 仿佛没有任何阻碍 什么 怎么可能 正死死盯着灵芳的秦广 瞪大了双眼 眼中剧烈震动 这是什么手段 场内的长老也是闪过一抹不可思议 煞时间 庞大的威能阵势瞬间停息 滔天的气势宛如漏气了一般 直接为民 而灵芳射出的这一指 依旧毫无阻碍地继续飞行 朝着秦广飞去 速度极快 根本无法躲避 不好 危险 这时 秦广才终于从这一道激光之中 感受到了无可匹敌的力量 他的眼皮剧烈跳动 这是死亡的威胁 秦广来不及过多震惊 连忙架起所有防御用来抵挡 十层宛如实质的屏障瞬间升起 这样的防御 就是炼须九层强者 也要好一会才能打碎 然而 这些屏障 在撞上天孙一指的瞬间 便直接被穿透 依旧没有任何阻碍 刷 眨眼间 十层防御 连带着秦广坚硬如铁的身躯 全部被穿透 怎么 可能 秦广目自欲裂 秦广的洞口 满脸不可思议 他想抬手捂住 却早已没了力量 眼前一黑 彻底失去了气息 扑通 秦广的尸体 从天空之上掉落下来 所有人全部惊呆了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秦广长老 死了 炼须九层修围的秦广长老 被灵芳给杀了 他们不是在做梦吧 这 怎么会这么强 奥文和他身前的所有长老 都呆住了 目光死死盯着地上的秦广 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 修罗殿 所有人的脑袋宛如爆炸了一般 根本无法接受这庞大的信息量 不少人的世界观都崩塌了 原因一层 杀了炼须九层强者 这个世界是假的吧 他们一定还在做梦 就在这时 嗡 天孙一指穿透秦广之后 并没有丝毫停留 竟然还在继续直线社区 顷刻间就到了天空的顶点 跟整个天顶 撞到了一起 天顶之上 顿时出现一道道水波纹 就好像石子扔到水中一般 紧跟着 这水波纹越来越大 波动得越来越快 整个天空都在震动 咻 一道被穿透的声音 响彻在众人耳边 他们纷纷向上看去 所有人全部呆住了 蓝白的天空之顶 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 竟然久久无法愈合 天空之上 竟然如同被捅破的气球一般 露出一个大洞 露出了里面漆黑的虚空 所有人都能从这片虚空之中 看到各种行程 现场 所有弟子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天 被捅破了 凌方的意志 竟然射杀了炼须九层强者 还捅破了天 上官雅雅和祖武福 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 这就是凌方所说的秘书 什么秘书这么强大 竟然一举击杀了 比他高三的大境界的秦广 上官雅雅 看向天空之上 还没有愈合的黑洞 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即便是炼须境强者 也仅仅只是能够撕裂虚空 虚空被撕裂之后 很快就会自动愈合 而此刻零放这一指 竟然让天仿佛露了一个大洞 久久无法愈合 这一招 已经超越了炼须境的范畴 几乎达到合体境的实力了 原因境 就有了堪比合体境的实力 哪怕是在上界 也根本无人能够做到 上官雅雅心中再一次确定 自己还是低估了零放的天赋和实力 这是什么手段 难道零放已经超越了炼须境 怎么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奥文反应过来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心中后悔不已 他这是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存在 奥文连忙将目光挪向零放 却发现 零放正对着自己满脸笑意 在他的指尖之上 竟然再一次凝结出刚才的那种光芒 一瞬间 他脸色大变 心中害怕到了极点 来不及照顾自己的面子 他飞速射向天空 就想逃离这里 长老 快救我 零放要杀我 虽然修罗殿是他的地盘 但此刻他完全感受不到一丝丝的安全感 零放看着飞速逃离的奥文 手指轻轻抬起 天孙一指再次射出 刷 整片虚空都被划开 激光带着强大威能 朝着奥文飞射而去 感受到身后巨大的危险 奥文丝毫不敢回头 眼中彻底生出绝望 啊 快救我 就在这时 虚空忽然传出一道声音 而敢 随即 一只巨大的手掌 挡在了奥文的身后 奥文健壮顿时松了一口气 太上长老 终于来了 这下安全了吧 然而 天孙一指面对挡在面前的手掌 依旧宛如无物一般 直接穿透了开来 瞬间穿透手掌 紧接着射穿了奥文的身体 强大的威能 瞬间将他体内的所有生机 全部摧毁 奥文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 直接僵住 眼神迅速暗淡 身体直直地从天空掉落 咔嚓 一道惊雷劈出 虚空之中 被划开一道极长的裂缝 三道身影从中走出 其中一人的手心冒着鲜血 三人带着强大的威压和怒意 是谁杀了圣子 第九十一章 上官哑哑出手 扑通 奥文的身躯 无力地从空中掉落 砸在了地上 仿佛砸在了众人的心头 众人都是 一阵 眼中惊惧又阵战 林放竟然真的敢杀死圣子 还是在他们的修罗殿大本营 在他们的修罗殿 竟然一连杀死了 炼虚九层的长老 还有圣子 林放今天 不可能活着走出修罗殿了吧 虽然众人震惊林放的实力和胆量 但这里可是修罗殿 在这修罗殿内 可不只有炼虚境的长老 还有合体境的太上长老和圣主 刚才的声音 似乎就是太上长老喊出的 恐怕现在已经在往这边赶来了 这样的情况下 林放怎么活 正当众人这么想的时候 天空一道惊雷 虚空一道裂缝 三道身影从中走出 看到这三道身影 所有人都是一阵激动 太上长老和圣主来了 三位合体境的大能都来了 这下林放一定走不了了 虚空之上 三道身影一走出来 就带着极大的怒意 一位手心流着鲜血的太上长老 直接看向地面的林放 刚才为何不停手 刚才正是他伸手 想要阻挡林放杀敖文 但没想到 竟然直接被林放的天孙 穿透了手掌 这就相当于 因为他的大意 直接害死了圣子 这让他如何不怒 听到这话 林放笑了 我为何要停手 你们修罗殿长老和圣子 联合起来围攻我 我自然要被迫还击了 被迫还击 质问林放的那位太上长老 更加愤怒 你接连杀了我修罗殿圣子和长老 这叫被迫还击 他和圣主等人 早就在关注这场鄙视了 之前只是见林放境界这么低 根本闹不起什么风浪 所以就没管 但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圆英镜的林放 竟然眨眼间 就把他们修罗殿 给搅得天翻地覆 甚至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接连杀了秦广和敖文 连他一个太上长老出手阻止 竟然都没阻挡住 现在的一幕 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林放听到这人的话 再次一笑 原来你们一直在看着呢 那你们应该能够看到 他们围攻我 我杀了他们 只能怪他们自己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圣主敖拜说话了 我只看到了 你杀了修罗殿长老和圣子 他的一句话 直接将这件事情定性 随后继续说道 我现在只问你 杀了我修罗殿的人 你想怎么死 敖拜话音落下 林放身边的祖武符 瞬间如临大敌 天空之上的这三位 都是合体境的强者 而且现在 又是在他们修罗殿的大本营 这下怕是难以走掉了 刚才他也很是震惊 震惊于林放 竟然真的杀了敖文 原本若是杀了秦广 或许只是让修罗殿没面子 但杀了敖文就不一样了 敖文可是敖拜的亲儿子 这一下 直接变成沙子之仇了 祖武符心中快速转动 想办法准备逃离这里 然而 这个时候 林放却是上前一步 先别说死不死的 咱们可以先坐下来聊一聊 和平解决 林放的话听到众人耳边 他们皆是一愣 杀了他们修罗殿圣子 还想和平解决 做梦呢 现在想求饶 晚了 而林放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只要你放了我朋友 顾飞红和李林风 然后把修罗殿的宝物 分我一半 我就不灭你修罗殿了 如何 林放分别伸出两根手指 淡淡地说道 呃 众人全都愣住了 到此刻 林放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这是 林死也要装个逼 敖拜更是像看傻子一样 看向林放 看来你是选择死在这里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给我儿子陪葬吧 敖拜说完 他身边的两位太上长老骤然起飞 飞到天空之上 两人分别站立在虚空的两个方位 双手掐绝 默念咒语 请客间 一道巨大的屏障升起 直接盖在了修罗殿会场之上 屏障请客间就形成盖在了整个修罗殿 两位太上长老缓缓沥沥于虚空 封锁了最上方的两个方位 而其他弟子和长老也纷纷得到命令 连忙开始行动 有的飞到天空之上 有的在地面朝着林放三人围了上去 所有弟子面色激动 叙事待发 有圣主等人坐镇 他们心中一下子就有了底 亮林放也不敢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手 场中 数万弟子分别围在林放身边的各个方位 天空之上密密麻麻 地面上成群结队 而林放面对这样的情形 有些怜悯地摇了摇头 你们以为我说的商量 是在求饶吗 其实我是想饶你们一命啊 但很可惜 你们并没有珍惜这一次机会 林放在心中默念 哑哑 这一次真的要你出手了 嗯 一声听不出语气的声音传入她的脑海 话音落下 林放身上的气息和灵力骤然收拢 全部被压制在了体内 一瞬间 她体内的灵力全部消失不见 仿佛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所有人见状都是不解 完全不知道林放在耍什么花招 而下一刻 自林放的脚下 忽然结起了冰 她浑身气息忽然变得冰冷 眼眸都变成了冰蓝色 浑身的灵力也同样成了冰蓝色 整个人的气息 气质 灵力 全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跟之前的林放宛如两个人 修罗殿的几位长老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他们总感觉 现在的林放 有种令人恐怖的感觉 林放优雅地踏出一步 自她的位置开始 周围瞬间结冰 她轻轻抬起头 看向天空 有些享受的 微眯起双眼 好久没有出手了 就 随便玩玩吧 随着她的画音落下 天空之上 凭空飘起了雪花 空气之中 也附带上了一丝丝的寒气 不少人抱了抱肩膀 以他们化神经炼虚静的修为 竟然感到了一丝寒了 这些雪花 慢慢地从天上飘下 落在屏障上的一瞬间 竟然直接穿透开来 两位合体镜 强者架起的屏障 足以抵挡练须 九层强者的攻击 然而雪花落上 却仿佛毫无阻碍 随即 临放优雅地 抬起一根手指 随便在一个方位 轻轻一点 下一瞬 临放手指向的方位 数万平方米 全部化为冰雕 那个方位的所有人 近万名弟子和长老 全部瞬间被冰封 瞬间化为冰雕 再也没有一丝生机 这一刻 全场死寂 第九十二章 修罗殿的所有宝物 我全都要 修罗殿会场内 白雪挨挨 整个会场 都披上了一层银霜 原本神情激动的众人 纷纷转头 看向临放所指的 那个方位 瞬间呆立 在原地 原本那里 有他们修罗殿的 长老和弟子 元英镜 化神镜 甚至还有 练须镜各种境界 足足上万人的队伍 而此刻 全部化作了冰雕 冒着逼人的寒气 这些冰雕里面 所有人都还保留着 原先的表情和动作 栩栩如生 却再没有任何气息和生机 上万人 不论什么境界 全都在一瞬间 全部被冻死了 这一切的发生 没有任何过程 没有任何人痛苦 没有任何人反应过来 一万修罗殿弟子 就这么瞬间死去了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这是什么手段 所有人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牙齿和心脏疯狂颤动着 连带着浑身剧烈地抖动起来 此刻他们的内心 已经恐慌到了极点 敖拜和两位太上长老 也呆住了 满脸不可思议 虽然他们 也能在一瞬间 杀死这么多人 但却从没想过 临放这种方式来的震撼 小子 竟敢杀我修罗殿之人 你是在找死 一位太上长老反应过来 直接暴怒出手 合体镜的实力全然展现 滔天的巨大威势 瞬间覆盖全场 天雷滚滚 飓风刮起 乾坤震裂 虚空之中 瞬间被挤压出一个 巨大的黑洞 由火焰形成的巨大手掌 瞬间形成 这位太上长老带着莫大的威能 强势朝着临放弓去 轰隆隆 巨大的火焰手掌 宛如天道崩瘴 陨石下落 瞬间就到了临放的面前 巨大的火焰 着实逼人 仿佛要将临放 彻底焚烧殆尽 然而面对这一切 临放仅仅只是 抬眸看了一眼 眼中只有一丝丝的淡然 仿佛是蔑视 又或者 根本就是无视 直一眼 天空上的火焰巨长 瞬间被冻住 连巨长上燃烧的火焰都被冰冻 滔天的气息瞬间停止 狂风都成了冰的形状 而这位出手的太上长老 瞬间化为了冰雕 他脸上好保留着 刚才暴怒的表情 碰 咔嚓 化作冰雕的太上长老 从空中掉落在地上 直接摔得粉碎 不只是冰雕粉碎 就连这位太上长老 被摔得粉碎 没有任何鲜血流出 太上长老脸上 也没有任何痛苦之色 就这样 直接支离破碎了开来 现场 所有弟子和长老血都凉了 心中的惊恐 加上天气的寒冷 让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 瞬间就将合体镜的太上长老冻死 这是什么手段 这是什么神仙手段 天要往我修罗殿吗 几位长老嘴唇不住地颤抖 内心完全无法冷静 林放刚刚连出手都没有出手 仅仅只是看了太上长老一眼 太上长老就直接化作了冰块 那岂不是说 林放是超越了太上长老的高手 而且说不定还是合体镜高层 甚至超越了合体镜 高空之上 敖拜两人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此刻他们终于明白 林放为何敢置身犯险 来到他们修罗殿 为何一招原音的境界 却能一招强杀 炼须镜长老和圣子 为何面对他们的威胁 还能如此淡定 这一切都是因为 林放根本就不是一个原音镜的修士 而是隐藏了修为的合体镜大能 而且至少还是合体镜高层 想到这里 林放刚才的反常 一下子就合理起来了 原音镜一指 强杀练须九层 林放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 竟然都没人看出来 竟然都没人怀疑 哪有人原因 就能强杀练须镜的 这不摆明的林放 是隐藏修为的大能吗 敖拜在心中连连怒骂 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了一个大能回来 还把逼着人家来大本营挑战 这下可好 今天不付出点代价 怕是不能善了 想到这里 敖拜终于下定了决心 再次看向林放时 眼中没有了仇恨 全是平静 这位道友 我想我们之间 一定有什么误会 刚才的事 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敖拜完全放下了 自己圣主的架子 在天空对着林放 微微拘了一躬 修罗殿等人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瞬间 倒吸一口凉气 死 圣主竟然主动给林放道歉 即便林放杀了 我们修罗殿的长老圣子 和太上长老 圣主依然不生气 看来林放的实力 已经让圣主都感到忌惮了 林放的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 难怪他一直这么自信 这么看来 之前林放是 一直在陪圣子玩 可怕 太可怕了 圣子这是惹了个什么 恐怖的大能啊 场中 林放没有理会 敖拜的话 随手一挥 地面之上 凭空出现一座兵役 他优雅地坐下 有些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轻轻开口 不想打了 敖拜摆了摆手 客气地说道 如果为了个误会 让我们两败俱伤 其实犯不上 刚才的事 我给道友一些补偿 之后 咱们就此别过如何 什么补偿 上官雅雅 有些慵懒地问道 他其实 在现身的一瞬间 就早已将整个修罗殿的 所有宝物 全部勘查了一遍 其中也没几个他看得上的 不过想到 可能对现在的林放有用 他就随口问一句 天空之上 敖拜想了想 最后伸出三根手指 我愿将修罗殿宝库之中的宝物 分给道友三成 如何 才三成 林放摇了摇头 有些无趣 敖拜见状 连忙问道 那道友想要几成 他心中已经想好底线 最多可以将宝物 分出一半给林放 这样的诱惑 相信即便是合体性强者 也会忍不住的 而林放听后 微微一笑 轻轻说道 我全都要 全都要 敖拜一愣 道友莫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愿意再让出两成 修罗殿的宝物 分一半给道友如何 他原本还想着 拿出几成的宝物跟林放结一个善缘 但林放这也太贪心了吧 全都要 这合灭了修罗殿有什么区别 林放脸上依然挂着淡笑 语气中尽是冰冷 何必如此麻烦 我直接灭了修罗殿 宝物任我随取 不好吗 这话一出 全场结句 第九十三章 在这下界 我便是天 修罗殿 我直接灭了你修罗殿 就能取走所有的宝物 不是吗 林放轻笑着说道 仿佛这并不是 什么困难的事情 他随手一指 身后立马出现一座 游兵组建的兵椅 优雅地坐了上去 毫不在意 自己正在被数万人包围的局面 敖拜身旁的太上长老听闻 直接勃然大怒 小子 你太贪心了 我们愿意给你补偿 可不是怕了你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和圣主都是合体静修为 若是我们联手 未必就拿不下你 这位太上长老威胁道 而林放却是摇了摇头 在我的眼中 你们和炼七静别无二指 都是蝼蚁 哼 狂妄 太上长老完全不相信林放的话 说着 他转头看向敖拜 圣主 我看这小子 最多也就合体静五层左右的实力 根本不足为惧 不如我们直接杀了他 圣主 你是合体静七层 而我是合体静三层 若我们两个同时出手 他逃不掉 这位太上长老 是根据刚才林放出手时 所造成的破坏力而判断的 至于林放身上的境界 他们不管怎么看 都是原因境 想来是有什么隐藏境界的秘书 或者法宝罢了 合体静五层 也敢在他们修罗殿嚣张 今日必叫他有来无回 敖拜听后 点了点头 刚才温和的态度瞬间消失 脸上再次浮现出一抹冷意 林放 我刚才之所以对你让步 并不是怕了你 而是不想 让我们修罗殿再有伤亡 可你竟然如此贪得无厌 那我们今天必须要留下你了 说完 敖拜看向修罗殿 剩余的弟子和长老 虽然刚才被林放杀掉了近一万人 但他们修罗殿底蕴还在 目前还有近十万人在 十万人 其中有九万多元阴镜 还有八千多化神镜 还有数百的炼须镜长老 这么多人一同出手 哪怕林放是合体静强者 也会消耗不少的灵力 到那时 他这个圣主再出手 随手就可灭杀 敖拜目光扫视全场 声音传遍所有弟子长老的耳朵里 大家一起出手 灭杀来犯之敌 谁能杀了林放 他就是我修罗殿下一代圣子 敖文已死 修罗殿圣子之位空缺 这个时候 不少人可都盯着这个位置的 圣子之位 不仅仅是代表了身份 更重要的是 若是成为了圣子 修罗殿必定清净大量的资源在他身上 到时候不想成为大能都难 所有的弟子听到这话之后 眼睛顿时红了起来 心中对于林放的恐惧 瞬间被驱散了大半 就连不少的长老 都是有些心动 刚才圣主这句话 可是对他们所有人说道 那岂不是说 他们这些做长老的也有机会 想到这里 不少人当即忍不住喊出 诛杀林放 成就圣子 杀了林放 圣子之位是我的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一两人这么喊 瞬间就带动了不少人激动了起来 不过片刻 所有人看向林放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贪婪 仿佛林放并不是他们的敌人 而是修罗殿圣子的宝座 只要走过去 他们就能成为新一代的圣子 大家冲啊 不知道谁喊了这一句 数十万人顿时朝着林放冲锋起来 数十万弟子长老 有的飞向天空 有的在地上飞奔 整个修罗殿 天空全部被人遮住 地上更加密密麻麻 随着他们的奔跑 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震动 整个现场浓烟滚滚 暗无天日 敖拜和太上长老看到这一幕 嘴角顿时挂上一片冷笑 十万修士 就是好也能耗死林放 他们只需坐收渔翁之力即可 圣主 我先绕到林放的身后 找机会偷袭于他 也可让我修罗殿少一些伤亡 太上长老拱手说道 嗯 你有心了 去吧 敖拜点了点头 随即 太上长老也迅速飞上天空 开始观察着地上的局面 数十万人宛如蝗虫一般 密密麻麻地朝着林放快速接近 很快就有不少人到了林放的身前 他们一个个高高的跃起 全力施展自己最强的招式 斩龙腰爪 神风龙雷 回林魔府 死吧 数个强大无比剧长 火焰 雷光 斧头等各式招式向着林放砸去 眼看就要将他彻底掩埋 就在这时 林放终于动了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修罗殿勇气可加 然 并无用处 在这下戒 我即是天 花音落下 整个修罗殿瞬间升起一股可怕的寒气 距离林放最近 高高跃起 朝着林放攻击的数十人 瞬间化作冰块 而他们施展的各种招式 也一并被冻结在了半空之中 这还没完 林放的脚下 自他开始 他的周周瞬间冰冻三尺 周围的寒气相比之前更胜百倍 冰面以光速向着四周蔓延 仅仅一瞬间就覆盖了所有地方 整个会场 足足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 全部瞬间化作冰面 成了百年不化的三尺寒冰 下一瞬 会场内数十万冲锋的弟子和长老 不管是在天上 还是地面之上的所有人 他们有的 正举起武器 有的还在天空飞行 有的已经开始施展大招 然而 不管是在做什么 此刻他们的生命 全都冻结在了这一刻 他们的身躯 和意识 也都停留在了这一刻 十万人 一瞬间全部成了冰块 仿佛和冰面上的建筑一般 就连在天空观察的 合体近三层修围的太上长老 也在寝客间冻结 整个修罗殿 直接失去了所有生机 原本还有些嘈杂的环境 瞬间安静了下来 整座修罗殿上万平方公里的 十万山脉 全部被极寒的冰面包围 寝客间化为一座冰山 天地之间 所有事物 所有建筑 灵气 空气 飞鸟 就连风和天空之上的云朵 全部被彻底冰封 一招 十万人全死 包括合体近的太上长老 全部化为冰块 整个修罗殿十万大山 彻底化作巨型冰山 什么 怎么可能 半空之中 敖拜整个人都呆住了 眼睛差点瞪出来 面色瞬间变成惨白 浑身血液都凉了 一招灭杀 他修罗殿十万弟子 冰封了修罗殿上万公里的 十万山脉 连合体近的长老 都没有多活一息 这简直就是 他修罗殿的灾难 第九十四章 我修罗殿 王爷 修罗殿 没了 奥文看着眼前的冰上建筑 眼中一阵发愣 他费尽心思 耗费了无数资源 培养的十万修罗殿弟子 还有那么多炼须境 合体近的长老 竟然就在这片刻之间 全部化为乌有 整个东荒最大的宫殿 最大的山脉之上的修罗殿 也在这一刻 成为了一座冰山 原本东荒第一大宗 繁荣昌盛的修罗殿 如今却成了这副模样 一招 灭杀修罗十万众 修罗殿这事 惹上了一尊杀神了 他此刻已经恨死敖文了 为什么要给他们修罗殿 带来这么一场灾难 仅仅因为敖文的自作聪明 就坑死了他们修罗殿十万人 坑惨了整个修罗殿 敖拜看向还在兵蚁之上 坐着的灵放 他心中没有愤怒 只有恐惧 已经完全生不起一丝决斗的心思 如今木已成舟 此人断不可敌 只能留得青山在 日后再烧柴 逃 敖拜心思一动 直接吐出一口精血 双手快速掐绝 随后 他的身影犹如弓箭一般 瞬间射向远空 撕裂虚空逃走 他是不敢的 像灵放这等实力 恐怕在他进入虚空的一瞬间 就会被抓住 想要逃走 只有依靠自身的速度 精血加持之下 敖拜的速度快到极致 几乎是瞬间就到了数十公里外的远处 化作微小的星点 灵放健壮轻笑一声 不慌不忙地说道 虚空 动 随着他话音落下 天空之上的虚空 瞬间变得扭曲起来 似乎是被什么强大的力量扭转了起来 下一瞬 原本已经飞出上百公里的敖拜 直接出现在修罗殿的天空之上 正快速飞逃的敖拜 忽然感到空气好像不动了 低头一看 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我怎么还在这里 怎么回事 随后他再次吐出一口精血 奋力向前飞去 然而 不管他怎么飞 都一直在这几米的范围内不断徘徊 这时候敖拜才发现 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 像是被封闭了一般 他感觉到 自己目前所处的空间 像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样 跟面前机密处完全是两个虚空 他完全被一片空间给困住了 空间被定格了 我被禁锢在了另外一个空间内 这是什么手段 敖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现在灵放锁施展出来的招式 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和理解 这一刻 他才真正明白 修罗殿到底是惹下了一个多大的灾难 我修罗殿 王仪 敖拜彻底绝望了 道友 不 前辈 请你饶我一命 以后我愿意为你当牛做马 做你的手下 可以吗 敖拜漂浮在空中 无法落地 只能在空中向着灵放跪下 低声祈求道 只要他能活着 那么修罗殿这些人死了就死了 哪怕将整个修罗殿的所有宝物 全部送给灵放都可以 若是灵放这样的大能 收他为手下 那往后 他说不定会比现在更好 若是真的如此 那么今日修罗殿被灭 也不算太差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当然 这一切都是敖拜的幻想 灵放轻轻摇了摇头 终结了他的想法 一个蝼蚁 不配成为我的手下 你 早已是死刑了 灵放轻轻抬起一根手指 随意地伸手一指 敖拜所在的那一片空间 瞬间就化作了数百米长的冰柱 敖拜的气息随之瞬间消失 他的脸上 还带着没来得及转变的笑容 而眼中却是寂静的恐惧 看上去颇为诡异 全场 再也没有了修罗殿弟子的气息 也没有了任何声音 而此刻 除了灵放之外 小五和祖武福 两人都愣住了 他们从灵放出手的时候 就已经惊呆了 一直发呆到了现在 直到修罗殿圣主敖拜死去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修罗殿 真的被灭了 拥有三位合体进强者的 强大底蕴的修罗殿 竟然就这么化作了一座冰山 看着眼前颜绵上万里的冰山 还有修罗殿十万冰雕 他们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这一切 竟然全是灵放做的 只手冻结合体进长老 一招 灭杀修罗十万众 还有那三位合体进的强者 竟然都无法在灵放的手中撑过 哪怕一戏 小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无论如何都想不出 灵放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难道这才是灵放的真正实力 难道灵放是传说中的影视大能 这就是他敢置身来修罗殿的底气吗 小五的心中 一瞬间就被各种疑问填满 灵放这边 灵放在心里感激地说道 谢了 雅雅 雅雅的嘴角微微勾起 轻轻仰起了精致的下巴 傲娇地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虽然只能发挥出我一丝的力量 不过解决几个蝼蚁 还是没问题的 哦 对了 你那两位朋友 我已经找到他们了 上官雅雅说着 随手一挥 一个两人高的冰球 从虚空之中滚动了出来 冰球滚动出来之后 便直接破碎开了 露出里面两个瑟瑟发抖 被动得只打哆嗦的顾飞红和李凌峰 他们的身上挂满了寒霜 牙齿忍不住上下敲击 这是到极北了吗 怎么连件衣服都不给啊 快冻死我了 刚才他们两个正在修罗殿地牢之中疗伤 忽然有一个巨大的冰球 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然后就是无尽的黑暗 一直到了现在 他们此刻完全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凌方看到两人没事走上前去 顾飞红两人见到凌方之后 都是一愣 凌方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哪里 这是修罗殿的大本营 不过修罗殿所有人都死了 以后都不会有这个宗门了 凌方平静地说道 顾飞红听后想也没想的就点了点头 哦 嗯 啊 什么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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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5章 此人鄙视世间大能 绝不可得罪 修罗殿 经历了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之后 顾飞红和李凌峰两人 不得不被迫接受了凌方的说法 因为他们看到修罗殿里面见过的几个人 此刻都已成为了冰块 还有修罗殿这熟悉的建筑 这些都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两人在心中震惊了许久之后 终于回过神来 凌方啊 你真是 太让人出乎意料了 想当初 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你才不过练奇景 而现在 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实力 不仅远远超越了我 还一手把我的宗门都给灭了 顾飞红心中感慨不已 他当初就已经发现了凌方的天赋 而且非常认可 认为凌方以后必定大有作为 但怎么也没想到 才一个月的时间 凌方就已经强大到 让人无法想象了 大哥主 二哥主 你们往后准备怎么办 凌方见顾飞红正说着 忽然又愣住了 便开口问道 啊 现在修罗殿也没了 我们暂时也没有好的去处 若是战天宗不嫌弃的话 我们二人想要去战天宗 做一名外门弟子 不知可以吗 顾飞红回过神来 认真地说道 修炼者 尤其是他们这种散修 总是要依靠大势力的 现在东荒第一宗门修罗殿 已经被灭 那么 战天宗就是东荒第一了 若是有机会去战天宗 那自然是极好的 这个自然是可以了 我关你们天赋不错 已经有了突破原因的迹象 你们且在战天宗住下 等突破了原因之后 便直接入战天宗内门弟子吧 祖武福随意地说道 这等小事 他自己就能做主 好 那便谢谢这位前辈了 顾飞红两人连忙拱手道谢 临放也点了点头 修罗殿的事件 到现在为止 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只需一会 召集战天宗众人过来 把这里的宝物舔包了就行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祖武福搓了搓手 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第一大宗修罗殿 他们的宝库里面得有多少宝物啊 他心里特别好奇 先不及 而临放摇了摇头 眼睛看向天空之上的某处 眼中带着破人的寒气 平静地说道 看了这么久 该出来了吧 还有人 祖武福一经 连忙警戒 以他的修为 竟然都没有发现 还有别人在这里 难道还有强者 是修罗殿之人 还是其他人 祖武福心中快速思索 身体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临放话音落下 天空某一处虚空 顿时一阵扭曲 然后再一次恢复了平静 过了两久 里面传出一道尴尬的声音 前辈 我们所在的虚空 被您给冻结住了 我们出不去 虚空之中的三人 看着眼前的冰墙 眼中剧烈地颤动了几下 脸上带着一抹胆战心惊 他们好歹也是大成七的修为 而眼前之人 却能够在他们 完全没有发觉的情况下 将他们困住 甚至连虚空都能冻结 这等手段 起码在他们大成七世 绝对没有人可以做到的 这位前辈的实力 绝对远高于他们 想到这里 三人心中就一阵恐慌 他们就是来看个热闹而已 可别把命给搭进去了呀 可以了 林放随意地挥了挥手 虚空之上的冰霜立刻消散 天上立刻撕开一道裂缝 三位衣袍华丽的中年人 从中掉落了出来 三人看到眼前的冰山 瞬间就呆住了 这冰山 起码有数十万里了吧 这难道是 下方那前辈的手笔 下落的过程中 三人快速地交流起来 下方冰以上 便是刚才那前辈了吧 想来应该没错了 前辈的相貌如此年轻 难道 他已经达到了度劫后期 烦老还童了吗 必定是了 人家随手就能冻结虚空 这可不是我们这等小角色 能有的手段 还有 你们快看前辈的境界 我竟然只能在他身上 感受到原因的修为 想来这前辈修行了 某种隐藏修为的手段吧 竟然连我们都看不透 我也是 只能看出 前辈只有原因的修为 而且如此真实 就好像他真的 只有原因镜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 这位前辈的手段 太高深莫测了 仅仅只是看到 林放的相貌和修为 三人就已经断定 这位前辈 必是世间顶尖大能 不仅烦老还童 变成了年轻模样 而且还能将修为 隐藏到连大成七 都看不出的地步 这样的前辈绝对不能得罪 三人不敢怠慢 落地之后 连忙朝着林放走去 恭恭敬敬地 对着他拱手行礼 前辈好 刚才短短几句话 三人便已经确定 林放必定是某个 即将飞升的隐士大能 最少也是杜杰七的修为 而且很有可能是 杜杰七后期 即将飞升的超级大能 这等人物 一个念头便能控制 他们的生死 万万不能得罪 你们是什么人 林放随意地问道 来这里做什么 林放问的随意 而这三人 却并不敢随意作答 相视一眼之后 一人连忙恭敬回答道 前辈 我三人只是中州地界 一个小小的大成七修行者 来此地 只是为了游玩观赏美景的 在刚才 我们在附近感受到 这里有战斗的灵力波动 于是便过来查看一番 刚好看到了前辈 为此地 添上了一道靓丽的冰山美景 真是波澜壮阔呀 这人说得非常文雅 只字不提 这美景里面 被冻成冰块的十万人 他们游历多地 深切地知道一句话 修行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所以 说话好听一点 总没错 大成七 在场中除了林放之外 足五福四人皆是一惊 眼前这对林放 恭恭敬敬的三个中年人 竟然是中州的人 还是大成七修士 也就是说 他们三人都要比刚才的敖拜 更加强大 甚至强大很多 而以他们的修为 竟然需要恭恭敬敬地 称呼林放为前辈 还自称小小的大成七 难道林放刚才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连大成七强者 也感受到危险了吗 想到刚才这三人 被林放困在虚空之中 无法现身的场景 小五四人再次一惊 看来刚才林放所施展的手段 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高深了 是的 很惭愧 我们三人都是大成七的修为 跟前辈自然无法相比的 三人说一句话 就要聚一次功 而且脸上露出非常合适的笑容 让人根本挑不出毛病 正所谓伸手 不打笑脸人 咱这么礼貌 前辈总不可能不讲道理的 直接打杀了咱吧 三位大成七强者心中 默默地想到 第九十六章 一次性恋化 三亿枚零食 林放 需要杀了他们三个吗 这三人还算有点实力 杀他们的话 需要两千万灵石 上官牙牙眼中 流露出一丝丝的含义 他现在 虽然是灵魂状态 能够发挥的实力 不足之前的百分之一 但在这下界 还是绝对的无敌的 毕竟这里最高 也就杜杰七的境界 跟他们上界 完全是两个世界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 想杀几个大成七并不难 不了 还是先留着吧 我也不是是杀的人 更何况 他们三人 又没有的罪于我 我以后还要去中州 留着他们 说不定以后 还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行 你自行决定吧 上官牙牙身上的气息 缓缓压下 最终恢复了平静 好了 这修罗殿 应该会有一些宝物 我们去看看吧 林放没有再理会这三人 而是看向小五四人说道 说着 他就踏步往前方走去 修罗殿藏宝阁的位置 他早已知晓 里面的东西 对于他来说 可都是价值连城的 最重要的是 他在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灵石 这些灵石 够他提升一些境界了 林放在前面走着 小五四人跟随 留下这三位大乘七强者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呼 好险啊 刚才这位前辈 好像对我们动了一丝杀意吧 我也感受到了 太可怕了 我差点就忍不住要逃走了 逃走 你幸好没动 不然现在 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这位前辈的境界 明显比 我们要高出很多 我们在他面前 想要逃 简直是痴人说吗 呼 好险好险 三人抹了 把额头的冷汗 轻轻抚平 内心剧烈的跳动 他们身为大乘七强者 按说在这世间 也不算弱了 但越是站在高处 他们就愈发觉得自己的渺小 尤其是在这等天人般的强者面前 他们都只是只蝼蚁而已 生死 真的就是在人家的一念之间 你们三个也过来吧 这里东西有点多 帮我整理一下 正当三人考虑要不要 现在离开的时候 林放的声音 传进他们的耳边 三人猛的一个机灵 连忙跑了过去 唉 来了前辈 修罗殿藏宝阁中 林放几人 看着庞大无比宛如宫殿一般的藏宝阁 心中惊讶不已 都知道修罗殿是东荒第一宗门 不管是底蕴 还是各种宝物 必定不守 但却也没想到 竟然这么多 修罗殿底蕴惊人 这一点 他们战天宗 确实比不了 各位点击 功法秘典 藏宝图 防御攻击的宝器等等 应有尽有 多到根本看不过来 这么多宝物 若是用在战天宗弟子的身上 不出几年 战天宗整体实力 都要提升一个等级啊 祖武服看着眼前的宝物 深深地感叹道 不过他却没有动 这整个修罗殿 都是林放打下来的 他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所以这些东西 不管怎么说 都是属于林放的 自然要林放 来决定归属 即便林放 全部都拿走了 也是应该 林放则是平静地看着 并没有说话 等这三位大成七强者来了之后 非常自然地开始 各自整理了起来 藏宝阁中各种宝物 来回翻飞 同一个类型的 都被整理到了一个位置 很快 几座小山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前辈 都整理好了 一共整理 分成了三大类 左手边的是 功法秘术 往右是宝器 再往右是灵石 其中功法 共有七千余剑 宝器则有五千余剑 灵石大概有超过三一枚 嗯 还不错 林放点了点头 这三一枚灵石 对他倒是用处不小 基本可以帮他提升到 原因七层境界 还有这些秘术 倒是可以看一看 看完之后 全部带回去 宝器对他用处 并不是很大 就交给太上长老分配了 想着 林放轻轻一抬手 七千多本秘术全部升起 系统 帮我把这些书籍 全部解析了 收到 正在为您解析 叮咚 全部解析完成 宿主可任意选择 需要学习的功法 七千多本秘术 片刻间 就解析完成了吗 林放点了点头 在心中大概过了一遍 让自己有个印象 等以后有机会了 可以挑几本学习一下 回过神来 他看向一旁 满眼闪着小猩猩的祖武符 师尊 这些功法书籍 你都带回去战天宗吗 全带回去 祖武符一愣 你不挑一些看一看吗 原本他还想着这么多功法 林放挑选一些 多少还能留下一些 给战天宗 却没想到林放 竟然一本都不要 不用 我刚才已经看过一遍了 林放平静地说道 啊 这么快 祖武符心中震惊 回想起他之前 传授通天俘虏的时候 林放也是随意地翻了翻 就已经学会了 再加上林放的种种反常表现 看来确实是某位隐藏大能 他应该是看不上这些东西 所以才找借口说 自己已经看过了吧 想到这里 祖武符的心中更加激动起来 相比于这么多的功法秘笈 让他最为庆幸的是 这样的隐世大能 竟然在他们战天宗 这才是战天宗之大幸啊 林放将功法秘笈 交给祖武符之后 静止来到了 藏宝阁最大的小山前方 他面前的这一堆 是修罗殿藏宝阁之中 所有的灵石 系统 这些灵石 能全部吸收炼化了吗 叮咚 自然是可以的 这些灵石 还达不到系统的承受极限呢 好 那就全部吸收了 直接开始炼化 林放平静地说道 这次修罗殿之行 恐怕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些灵石了吧 林放一抬手 三一枚灵石 全部升至天空 宛如漫天的星辰一般 颇为壮观 而在场的几人看到 林放的动作之后 皆是一惊 前辈不会是要 将这些灵石 全部炼化吧 啊 三一枚灵石 一次性炼化 不是吧 这么多灵石 全部炼化 就是肚结期 也得称报吧 第97章 前辈难道是要 扮猪吃老虎 林放 你这是要 祖武符看着林放的举动 有些说不出话来 尽管心中 已经有了猜测 但还是忍不住问道 其他几人 也都不可思议地 看向林放 林放平静地点了点头 这些灵石 对我有用 我需要炼化一下 死 这么多灵石 都要炼化吗 大成七的几人眼中 浮现出一丝惊疑 他们身为大成七强者 每一次炼化个几十万 上百万灵石 就已经算是可以了 虽然前辈修为通天 但是也不可能 一次性炼化 几亿枚灵石吧 几人都是摇了摇头 心中带着一丝怀疑 而林放这边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的目光 放在眼前的几亿枚灵石上 眼前的灵石 确实看起来挺多的 一枚灵石只有鸡蛋大小 而三亿枚灵石 叠加起来 像集了一座石头累气的小山 看上去 确实震撼 系统 帮我把这里 所有的灵石 全部炼化 收到 问 哗啦啦啦 系统的花音落下 大殿之内立马凭空 涌出一股庞大的力量 这些力量 分散在这三亿枚灵石的下面 将这些灵石 全部托起 浮现在空中 三亿枚灵石 全部漂浮在半空之中 像极了漫天的星辰 叮咚 正在炼化中 煞时间 成匹的灵石 顿时被吸收了灵石 开始不断地向着下方落去 这些掉落在地上的灵石 全部一个个都出现了裂痕 表面也没有了之前的光泽 显然是 已经被炼化 哗啦啦 半空之中 不断掉落灵石 如同倾盆大雨 不过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被炼化了 接近三分之一 而这一幕 看在众人的眼中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是炼化得这么快 这 怎么可能 我喝水都没有这么快 卧槽 前辈真乃神人眼 不过是炼化的灵石 都如此震撼人心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愈发地相信 灵放就是传说之中的影视大能 仅仅是这等炼化灵石的手段 就让他们根本不敢想象 就在他们震撼的这一回功夫 原本漫天的星辰 已经全部掉落在了地上 三亿多枚灵石 灵放已经全部炼化完成 叮咚 灵石已经全部炼化完成 可帮宿主提升至原因七层 是否提升修为 提升 刹那间 他便感受到了一股庞大无比的力量 正在源源不断地 被输入进他的体内 这股力量 相比他此刻的实力 足足庞大 有数十倍之多 不过一个呼吸的功夫 他身上的气息猛然一变 白色的气浪 自他体内喷涌而出 这 这是 原因二层了 几人看着气息狂暴的灵放 有些惊讶地说道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才刚刚炼化灵石 立马就能提升的 一般人炼化灵石之后 至少需要几天时间 来吸收这些灵力 最后才能提升境界 而正在他们愣神的功夫 灵放身上的气息 再次猛地提升 而且还在不断 往上涨 随后 众人便见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灵放的气息 不断地暴增 原因三层 原因四层 五层了 还在往上升 六层 七层 卧槽 几人齐齐开口 完全无法压制心中的震惊 连升六层境界 这是人能办到的事 终于 灵放身上的气息 终于稳定在了原因七层之上 呼 原因七层了 灵放口鼻之间 全是满溢而出的灵力 感受着体内 仿佛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总有一种 现在比之前强大百倍的感觉 太强大了 强大到让他都很是震惊 他轻轻地握了一下拳头 哄 瞬时间 自他的拳头之上 瞬间响起灵力被压爆的声音 而下一刻 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 出现在他的身旁 他的随手一握 竟然连虚空 都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直接被扭曲了 叮咚 恭喜宿主 已经成功提升到原因七层 真实实力 可达练虚无层 配合混元仪器拳 可强杀大成七 一层强者 天孙一指 可重伤杜绝七一层 真实实力 已经达到练虚五层了吗 怪不得感觉如此强大 灵放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这一次修罗电子行 也算没白来 他的全部底牌用上 已经接触到了杜绝七 已经快要达到 这个世界的顶点了吧 另一边 众人看着已经突破到 原因七层的灵放 纷纷瞪大了双眼 原因七层 随手捏爆虚空 这不是练虚境 才能够拥有的力量吗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而大成七三人 此时已经瞪大了双眼 久久才回过神来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 就原因七层了 这是原因 这实力 随手都能捏死练虚了吧 你跟我说 这是原因 前辈这也太敷衍了吧 随手捏爆虚空 这是原因境 不得不说 前辈的演技有些堪忧啊 想要扮猪吃老虎 恐怕还是不行 对啊 太假了 这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 前辈是隐藏修为的大能了吗 刚才他们几人商议了很久 都在思考 林放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为什么会在这等偏僻之地 还要把修为压制到原因境呢 而思来想去之后 他们纷纷想到了 一个答案 那就是 前辈兴趣使然 可能是想玩扮猪吃老虎吧 明明 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却偏要扮成小小的原因修士 让牛气轰轰的大宗们挑衅 然后他再强势出手 震惊所有人 这样的事情 他们之前也没少干过 确实不是一般的爽 所以他们便认为 林放也是如此 而这个被前辈灭掉的宗门 应该就是挑衅前辈的宗门吧 只能说 他们的运气真不好 遇到了前辈这种老六 只不过从刚才到现在 林放又是随手 炼化了三亿枚零石 又是接连突破六层境界 最后 原因进随手捏保虚空 这是原因能够办到的事 这些操作在他们看来 简直太假了 哪有原因 有这么强大的实力的 一看就是隐藏修为的 强者大能假扮的 不过这样的演技 都能骗到修罗店 只能说 他们也够蠢的了 第98章 中州林家的危机 中州来的三人 撇了撇嘴 虽然前辈实力超群 但在演技方面 确实还是要再练练 他们行走江湖多年 在半猪吃老虎方面 还是有些心得的 三人都在考虑 要不要跟前辈说一下 他有点露线了 顺便将自己这些年的心得体会 分享给前辈 让他能够更好地扮猪吃老虎 而另一边 祖武福也听到了这三人的对话 莫名的 他心中都开始有些相信了 原因一层 就能随手杀死化神器 练虚镜 甚至连合体镜都一招秒 还一招灭了整个修罗店 这其中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一个原因镜 能够干得出来的 哪怕临方是绝世的天才 也不可能强大这么多吧 眼前这三位强者的话虽然离谱 但也并不是不可能 师尊 麻烦你将宗门的人叫来 让他们把这里有用的东西 都搬一下吧 这时灵方忽然开口 打断了祖武福的沉思 祖武福反应过来 连忙点头答应 好的 你先在这里稍后 我现在回宗门 说着 伸手撕开一道空间裂缝 便连忙走了进去 留下灵方几人 再次等待 等祖武福走了之后 灵方这才将目光 看向中周来的三人 现在上官雅雅的力量 虽然已经几乎用尽 无法再次出手 但他已经有了跟杜杰七强者匹敌的实力 眼前的大成七强者 反而并不那么强大了 你们三人 叫什么名字 三人齐齐一正 心中懊恼 刚才怎么忘了 介绍自己的名字了呢 前辈 我叫灵志 是中周灵家之人 他叫放愁 是中周方家之人 而他是叶孤城 中周叶家之人 我们灵家曾经是中周第一家族 而他们则是我们的附属家族 为首的灵志拱手说道 三人都是中周的大家族的长老 平日里就喜欢咸云野鹤的生活 于是这百年间 便经常组队到各处云游 逍遥自在 哦 灵家和叶家 灵芳听到这两个姓氏 紧接着又问道 灵晴天你认识吗 这是灵芳父亲的名字 他记得之前 灵家分支的老祖曾经说过 他们灵家 在中周也有家族在 不过好像灵家 遇到了什么事情 让他赶紧提升实力 然后去帮他父亲的忙 现在既然遇到了灵家的人 也可以先问一问 灵芝听到灵芳的话 眼中骤然一亮 听前辈的语气 似乎他和家主还认识 前辈 灵芹天乃我灵家家主 您提到 我们家主的名字 是跟他相识 嗯 跟他认识有23年了吧 灵芳点了点头 现在自己都23了 也算是 跟灵芹天认识20多年了吧 23年 灵芝再次一喜 语气谨慎地试探道 那不知前辈 和我们家主的关系如何 是朋友关系 比朋友要更好一点吧 灵芳笑了笑 父子关系 不比朋友关系更好吗 比朋友更好的关系 灵芝听到这里 心中一阵 立马想到了一个可能 灵芹天家主 不会是这位前辈的默逆之交 想来必定是了 不然前辈 不可能一听到灵家 就直接问家主的名字 听前辈的语气和态度 似乎跟家主的关系 还非常要好 没想到出来云游一下 竟然还能碰到家主的熟人 运气真是太好了 灵芝内心狂喜 有些嘚瑟的看向 叶孤城和方筹两人 两人纷纷扭过头去 中州灵家果然不容小觑 虽然现在有些没落了 但其底蕴还是强大非凡啊 满地都是这种大能朋友 家族能够强大吗 这下又让灵芝这老小子 嘚瑟起来了 唉 自家的家主不争气啊 怎么就没有交几个 这样的朋友呢 对了 前些十日我听说你们家主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过不了几天 灵芳也要进入中州了 正好趁此机会了解一下 灵芝听到灵芳的话 原本嘚瑟的表情 瞬间失落了下来 微微叹了口气说道 前辈 这件事情中州早已人尽皆知了 我和您说说也无妨 我们家主的实力 原本是中州第一 以一己之力 镇压其他三个家族 这么多年来 都无人能够超越于他 但在一年前 不知为何天上 忽然降下一道通天大道 这条通天大道 正好通向我们灵家之上 我们原以为 是家主突破度节气 即将飞升上天 但却没想到 通天大道 却是降下了几人 说我们灵家的主母本 是上界之人 私自下界 与家主澄清 犯下天怒 要出手灭了我们灵家 那几人 实力极为高强 出手就是远超度节气的修为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感觉 灵家覆灭在即 幸好有家主出手阻止 挡下了那道攻击 然而那几人 完全不讲武德 竟然联手对付家主 家主虽然实力通天 但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对方 还是上界度节气之上的强者 家主最终不敌 被他们打成重伤 幸得主母以死相逼 让那几人不得以停手 我们灵家 才得以保全下来 而家主 则是在那一场 战斗之中重伤 境界直接跌落到了 肚结一层 我们灵家 也没了往日的荣光 说到这里 灵智摸了摸手中的 空间戒指 陷入了沉思 他手上的戒指之中 竟是一些珍贵药草 他是家族之中 外出最多的长老 虽然实力低微 但对于这片大陆 却是最为熟悉的人 此次云游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带回各种 疗伤的药草 给家主疗伤 只不过 家主是被 杜结期之上的强者打伤 而且受伤非常严重 他即便带回了这些药草 能将家 组织好的几率 也十分渺茫 摇了摇头 灵智继续说道 而现在 中州的其他三大家族 已经要准备趁火打劫 将我灵家 彻底打入深渊 最近中州的比武 便是他们搞出来的阳谋 目的就是要看看我灵家 还有没有 天赋异禀的青年子弟 若是有 便会在擂台上 找机会杀掉他们 彻底断了灵家后路 若是没有 那我灵家中州第一的名号 就要一主了 倒是灵家的 附属家族 及家族之中的外姓长老 怕是就要 纷纷倒戈了 灵智说到这里 心中又是愤怒 又是无奈 愤怒的是 他们灵家 现在示弱 最强高手受伤 如此一来富裕的灵家 就变成了 其他家族眼中 如此明晃晃的挑衅 他们却根本无可奈何 灵芳听到这里 点了点头 事情竟然已经严重 到这种地步了吗 不过 听你的意思 其他三家 是准备在比武之后动手 灵智表情凝重 点头说道 是的 虽然家主 被上界之人打伤 但他之前 打下的余威还在 另外三家 还是非常谨慎的 害怕家主 还有其他后手 他们此次比武 就是一种试探 若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他们想要在擂台上 强势屠杀我灵家之人 以此来试探家主 是否真的受了重伤 是否真的境界跌落了 中州这三家的心思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根本不难猜到 现在中州表面平静 暗地里 已经是暗流涌动 怕是已经有不少家族 暗中倒戈到了中州 排名第二的江家旗下 那对此 你们家主 是如何应对的 在林芳的记忆里面 他记得自己那老爹 好像是个老六呢 因人的套路 一层又一层 应该不会就这么 坐以待毙吧 啊 对于这件事 家主只是让我们放出消息 说家主并没有受伤 然后就没了 林芝有些不解地说道 他也不知道 家主这么做事为什么 任谁都能看到 他整日里 动不动就吐血 走几步就要歇一歇 像急了林中的老人一般 即便是放出这个消息出去 也没人会信啊 第99章 不用摇人了 修罗殿已经被灭了 哦 只是让你们传说 他没有受伤的消息 听到这里 林芳微微一愣 跟林芝想的一样 自己那么精明的父亲 不应该这么无脑的 传出自己没受伤的消息 江家和其他家族 根本不会信 甚至只会更加放肆 这么做根本得不偿失 只会加快江家等 家族的挑衅试探 甚至会让他们 集齐己家之力 将林家彻底覆灭 所以父亲这么做 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被上界之人打坏了脑子 还是怎么样呢 想着想着 林芳想到了一种可能 会不会 父亲根本就没有受伤 这一切都是演给他们看的呢 是为了让他们 忍不住围攻林家 然后 一举歼灭之 会有这种可能吗 林芳根据自己记忆之中 对于林芹天的了解 做出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判断 非常有可能 这一次 怕是他那老六老爹 做的一个局吧 想到这里 林芳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不过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猜测 还是要去看看才知道 是不是还有七天 中州那边就要开启比武了 正好我也要过去 不如到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中州吧 林芳平静地说道 啊 前辈是要帮我们林家 林芝惊喜地说道 前辈这么说的意思 不就是要帮林家 解决这次危机吗 看来 家主跟这位前辈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好啊 竟然这种时候 还愿意帮忙 林芝心中 微微有些感动 眼中微微湿润 林芳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自己当然要去了 只不过 不一定帮得上忙啊 不过 倒是可以假扮林家之人 先把江家 和其他几家的青年才俊 全杀了 稍微激怒一下那几家 不对 自己本来就是 林家之人 为什么要假扮呢 林芳暗暗地想到 另一边 秦湛天和诸位长老 在总门口交集 来回踱步 林芳去往修罗殿的消息 他们早已知晓 只是秦湛天 不能离开宗门 以防修罗殿 有人过来偷家 他只能守着宗门 但见林芳和太上 长老去了这么久 也不见回来 他们的心中 也很是焦急 修罗殿 不会真的撕破脸皮 准备强行留下他们了吧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 忽然撕开一道裂缝 祖武夫的身影 从中走出 见到祖武夫的身影 秦湛天几人 连忙走上前去 世尊 怎么样了 修罗殿 没有为难你们吧 对了 林芳呢 秦湛天朝着祖武夫的身后看去 但见他走出来之后 空间裂缝 竟然缓缓地合上去了 林芳并没有出现 煞时间 他和诸位长老的心力码 跌落到了谷底 林芳不会是 这时 祖武夫脸色古怪地说道 修罗殿 我们刚过去 他们就叫我们包围了 后来 连他们的合体镜的 太上长老和敖拜 都现身了 什么 刚去就被包围了 联合体镜强者 都出手了 众人直接呆立 在原地 这岂不是说 林芳 已经无了 所有人的脸上 全部带上了 愤怒到极点的表情 修罗殿 是一点脸皮 都不要了吗 林芳 可是他们占天宗 自立宗以来 都从来没有过的天才啊 修罗殿 简直丧心病狂 妈的 跟修罗殿拼了 修罗殿欺人太甚 哎 林芳啊 我们好不容易才遇到的绝顶天才 竟然就 啊 为什么 我占天宗 好不容易遇到如此天才 修罗殿就这么不容吗 所有的长老 已经无法压制心中的愤怒 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 就连一向理智的秦占天 都是眼中闪过强烈的怒火 死死地咬着牙说道 师尊 若是我们挤整个宗门之力 跟修罗殿对拼 不知会如何 我想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 哪怕 拼尽全宗之力 说着 他没有等待祖武符的回答 而是看向一旁的长老 李长老 麻烦你去召集全宗所有弟子长老 我们一起 去修罗殿 讨一个说法 也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在这时 祖武符却忽然阻止道 不要摇人了 修罗殿已经付出代价了 修罗殿全宗十万多人 包括太上长老和圣主三位合体竞强者 现在已经全部死了 整个修罗殿都被灭了 众人 第100章 还有意外之喜 什么 修罗殿被灭了 怎么可能 连三位合体竞强者都没能活下来 我不是听错了吧 祖武符的一句话 直接震惊了全场 所有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就连一向擎占天 都感觉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 怎么临放去了一趟修罗殿 修罗殿就灭了 是哪位高人出手 那灵放呢 难道是灵放背后的护道者 而在这时 祖武符却又说出了一个更加炸烈的消息 是的 修罗殿被灭了 不论是金丹镜 还是圆英镜 化神七 还是炼虚镜合体镜 全都被杀了 而这一切 是灵放做的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下巴 直接落了一地 更加怀疑自己在做梦 灵放 灭了修罗殿 还把合体镜强者都杀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感觉头脑一阵炸裂 根本无法接受这庞大的信息量 什么情况 他们是不是还没睡醒 一位长老使劲地揉了揉耳朵 又揉了揉眼睛 最后实在不敢相信 就找了一条大腿 使劲了掐了掐 他手上刚毅有动作 一道尖叫声 立马划破长空 二卧槽 哪个孙子掐我的腿 听到这句话 这位长老不可思议地说道 不是做梦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祖武符看到众人的表情 脸上一阵欣喜 曾几何时 他看到林芳一人大杀四方 啊不 一招灭十万人的时候 他比这些人脸上的表情更加夸张 因为是在现场 那视觉冲击力 绝对要比这几句话 要更加炸裂 要不是他常年注意养生 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怕不是当时就被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给激动地背过气去了 回过神来 想到自己的任务 他连忙说道 好了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 叫上一些弟子 我们过去修罗店 修罗店里面宝物可是不少 林芳还在等着我们过去取呢 不要浪费时间了 秦战天第一个反应过来 连忙吩咐道 快去叫上你们的弟子们 我们去修罗店 片刻之后 祖武符带着秦战天 和一众长老弟子撕裂虚空 来到修罗店上方的高空 众人走出虚空之后 看到下方一望无际的冰山 所有人都被惊呆愣住了 这就是修罗店 不少人都以为走错地方了 不少长老也很是疑惑 他们记得 修罗店不是十万山脉吗 应该是常年青绿才对 怎么会是冰山呢 众人皆是一愣 纵使他们来之前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却也没想到会这么震撼 整个东荒最大的山脉 此刻竟然完全化为了冰山 这得是何等的实力 何等的强者 才能做到 走 我们下去 众人纷纷越深而下 朝着修罗店山顶飞去 带山顶越来越近 修罗店的建筑也越来越清晰 等到修罗店会场的场景 完全出现在众人眼前之时 所有人再次一愣 在他们的眼中 整个会场 全是各种各样的冰块 而仔细朝着这些冰块看去 就能发现 每一个冰块里面 都冰冻着 数位修罗店的弟子和长老 而这些冰块 竟然密密麻麻地 呈现在修罗店各个角落 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 最为让人震撼的 是被冰冻在空中的巨大冰块 在那其中 竟然是修罗店长老们施展的秘书 各种武器 各种灵器 甚至是火焰 都竟然全部被冻结在了冰块之中 连火焰 都被冻结了吗 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剧烈颤抖着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而一旁的秦战天 则是看着修罗店之中 最为显眼的一个冰柱 微微有些发乐 冰柱里面有一个人 正是修罗店店主 他的眼中满是绝望 仿佛看到了什么 恐怖到极致的事物 连敖拜都死了吗 他使劲地深吸一口气 想要压下心中的震撼 是什么样的修为 才能做到这般 众人跟刘姥姥 进大观园一般 边走边看 心中眼中和脸上 全都是震惊到极点的表情 他们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 如此庞大的场面 终于 在祖武福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修罗店的藏宝阁 众人看到平静淡然的林芳 心中满是不敢置信 刚才他们看到的这一切 都是林芳做的 林芳 我们来了 还带来了一些弟子 让他们见见世面 祖武福走到林芳的面前 此时他早已不用 徒儿这种称呼 来称呼林芳 毕竟按照林芳的实力 连他也得叫声前辈才行 林芳点了点头 这里的东西 你们看看 都什么有用 就全部搬回去吧 很快 众人将整个修罗店 全部搬空 所有人的脸上 满是笑容 谁能想到 他们竟然躺着 赚了一个东荒 第一宗门的资产 里面各种秘术 宝器 丹药等等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 若是用在弟子身上 要不了多久 战天宗的整体实力 就能提上一个档次 甚至 很快就能达到 当初修罗店的水平 而这一切 竟然都是林芳带 给他们的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包括秦战天在内的 所有人 再次看向林芳的眼神之中 都带着强烈的感激之情 林芳 此刻就是他们 宗门的福星 而祖武福和秦战天 两人则是相视一眼 纷纷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个决定 最终 秦战天认真地看向林芳 平静开口道 前辈 以前辈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 战天宗的所有人 包括我这个宗主 所以我有个请求 不知道 前辈可否答应 请前辈 来做我们战天宗的宗主 请战天画音落下 直接单膝跪地 而祖武福和其他长老健壮 也连忙跪地 请前辈作战天宗宗主 现场 所有战天宗弟子 全都愣住了 宗主竟然主动让辞 想要林芳作战天宗宗主 还称呼林芳为前辈 难道林芳真是传说中的影视大能 没想到这一天之内 竟然会发生这么多出乎 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想到这里 他们也连忙跟着跪下 林芳也是一愣 当战天宗宗主 他什么也不会啊 而且当这个宗主目前 也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他刚想拒绝 忽然脑海之中 响起系统的声音 叮咚 请宿主继承战天宗宗主之位 奖励 宿主可获得全宗门实力总和 注意 本奖励可一直发展 战天宗整体实力越强大 宿主的实力也就越强大 宿主可通过多招人 或者提升弟子长老实力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临放一愣 还有意外之喜 请不吝点赞订阅